第二百六十集 女佣文言赶紧退下去 这时候薛安熙断了钟燕窝来到后门口 想要让燕北送去给老太太 这几日他都是这般讨好老太太的 可是才走到这里就意外地发现 靳如歌跟三个孩子们 居然大摇大摆地站在后面的院子里 而且老太太还笑着跟他们说话 他咽下妒忌当即出声 母亲 众人为言朝他看去 他赶紧露出微笑 端着燕窝就要跨出去 两个守卫毫不留情地将他拦住 并不说话 薛安熙眼巴巴地看着苏灵儿 母亲 儿媳给您盾的燕窝好了 苏灵儿看了眼燕北 燕北上前从薛安熙手里接过 燕窝送到了 夫人请回吧 薛安熙不甘心 就赖在那里看着 可是靳如歌直到这一会儿 才从震惊中缓过神来 他一下子冲上前 捧着苏灵儿的脸 这里捏捏那里柔柔 回想起毕是牧原的 灵儿唯一的一张照片 他不可思议地出声 妈妈 全场死意般地寂静 在场的两个暗卫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双胞胎兄弟的头顶掠过无穷无尽的乌鸦 骆天蕊也傻了 薛安熙震惊之余 饶有兴致地看着 不知道靳如歌今天是不是吃错药了 还是连老天爷都在帮他 敢这么对待老佛爷 下场一定很惨 偏偏 燕北就是没动手 静静站在一边守着 等着老太太开口 苏灵儿 先是微微一愣 再任由靳如歌揉捏了一会儿 等到靳如歌自己意识到失态了 万分抱歉地收回手 并且退了一步 苏灵儿这才微微笑着道 灵太太应该是认错人了 不过能让灵太太感觉到心切 叫我一声妈妈 还真是我的福气 靳如歌懊恼地 恨不能找个地方钻进去 他又给灵羽丢脸了 对不起 我认错人了 您跟我丈夫的母亲长得很像 靳如歌说话间 还在毫不避讳地 盯着苏灵儿的脸看着 这张脸经过了几十年的岁月洗礼 纵然再也看不全当年的模样 但是 与墓碑上的灵儿 怎么也有七八分相似 如此高的相似度 就好像是靳如歌自己跟墓烟 苏灵儿满不在乎地笑了笑 拉过靳如歌的一只手 安抚他 你不用感到貌美 你要是觉得我亲切 我才高兴呢 天下之大 容貌相似的人太多了 可是有缘相聚的 就太少了 靳如歌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只觉得这个老太太很善良 脾气也好 徐安西看得眼珠子都要掉下来了 很快 燕西推了个小车过来 上面堆满了湿润的沙子 靳如歌惊讶地看着他 这是双胞胎 苏灵儿点头 这是哥哥燕西 这是弟弟燕北 他们刚满十八岁 是我从小收养的 这对肤色古童的孩子 尽管年纪轻轻 但是在苏灵儿的友谊栽培下 他们懂得日 韩 中 美 四国语言 并且都是武林高手 跆拳道 空手道 都不在话下 最重要的是 这两个孩子 经过苏灵儿的特别教育 为人正直 并且忠心 从他们婴儿时期被领养 他们便一直 跟在苏灵儿身边的 再等他们十四岁后 各种才能展露头角 苏灵儿便将他们 带到大众的视野中 走到哪里都贴身带着 也因此 久而久之 在大家眼中 拥有这两兄弟 已然成了费家 最权威身份的象征 费承安两兄弟 跟苏灵儿要了好几次人 苏灵儿都不给 费莫离自己跟苏灵儿 要这对双胞胎 苏灵儿也不舍得给 因为对苏灵儿来说 他们都只是 才能兼备的孩子 不适宜混在豪门的深井里 最后成为儿子 或者孙子 争斗的工具 或者牺牲品 靳如歌 玩耳一笑 您真是个善良的人 领养了他们 还把他们照顾得这么好 靳如歌自己也有孩子 所以 从一个孩子 如今的言行举止 不难看出 他曾经受过怎样的教育 燕北帮着燕西 把小车推到树下 然后看着洛天旗 先生 是要铺在这里的吗 洛天旗一愣 长这么大 还没有被人叫过先生 他有些不好意思地 弄弄嘴 无意中流露出蒙态 瞧得苏灵儿 扑斥一笑 院子里的下人们 全都不可思议地看着 老太太是多久 没有这样开怀过了 洛天旗干脆走过去 也没有什么主仆之分 直接下手 跟他们一起干 最后洛天灵也过去帮忙 几人一起抱着大海龟 把他放在阴凉的树荫下 让他趴在潮湿 微凉的沙子上 洛天旗又交代了些 关于海龟夏季饮食的知识 燕西燕北都用心记下了 随后 苏灵儿淡笑 我本也就想买个清净的宠物饲养 不想养个海龟 居然还是如此麻烦 这样还不如去了他 洛天旗闻言当场就急了 奶奶 这海龟活上百年不容易 不能扔了呀 奶奶要是不想要 可以把它送去海洋馆 或是动物园 而且这只龟 还是珍惜的戴帽海龟 是濒临灭绝的品种 现在有钱都未必买得到呢 苏灵儿笑意盈盈地看着他 他一口一个奶奶 叫得他眉开眼笑 那奶奶将这只龟送给你 你带回中国去呀 好不好 洛天旗两眼一亮 这 真的 太好了 天旗 不可以没礼貌 不可以要别人这么贵重的礼物 靳如歌当即就责备儿子 他觉得苏灵儿应该是在开玩笑的 百年的海龟大多都是有灵性的 当年靳墨青买下小旗龟的时候 确实花了不少钱 谁知苏灵儿直接敲板定下了 还跟燕西说 去找人坐个飞机上允许拖运的集装箱 要透气的 里面可以装适当的水跟沙子 燕西领命下去了 进入个醋梅 太太 这个太贵重了 真的没必要的 而且我们家里有一只 苏灵儿摇手笑 反正我也不懂得养 放我这里要是死了还可惜了 灵太太就当救龟一命 让令公子收下她吧 文言靳如歌也不好再说什么 头顶的太阳依旧火辣辣地照着 洛天奇在海龟的背后撒了些水 这会儿他全当他就是自己的了 还一本正经地跟他说话 摸着他的脑袋 以后你就归我管了 我会好好照顾你的 你可以给我争气啊 等我将来的孙子白发苍苍的时候 你还要好端端地活着 知道吗 一圈人都给他逗乐了 燕北也在笑 奇妙的是 这只海龟忽然很讨好的 顺着洛天奇的掌心蹭了蹭 亲密地将自己的脸颊贴在他的手心上 一副把自己交付给他 并且很享受的样子 徐安熙在一旁 看得气得冒烟 一跺脚转身走了 苏灵儿看着他离去的背影 若有所思地问靳如歌 灵太太是否之前就认识这个女人 靳如歌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 老太太说的是徐安熙 他斟酌了一下 现在人家是婆媳关系 他确实不方便说什么 说多了就成了挑拨他们婆媳关系了 而苏灵儿却拉着靳如歌的手道 走 带着孩子们一起去我房子里坐坐 外面太晒了 看孩子们都汗流加倍的 靳如歌一愣 看着老太太热情邀约 又不好意思拒绝 于是扭头看着自家的两个暗卫道 你们在这里等着 要是少爷出来找我 就说我们在老太太这里做客 是 少夫人 靳如歌刚刚吩咐完 苏灵儿拉着他的手 就忽然抖了一下 他口中的少爷两个字 不就是灵语吗 灵语 顾名思义就是灵儿给的 这个名字还是我自己起的 调整好情绪之后 他们一行人便进了老太太的屋子 老太太的小洋房里 并没有前面城堡里 那种奢华到极致的装修格调 而是很淡雅的 一看就让人觉得舒适温馨 容易亲近的 老太太爱喝碧罗春 这种茶香 靳如歌当初跟着落震雨的时候 从小闻到大 因此当他们坐在沙发上 休憩的时候 下人们将饮品盛上来 靳如歌就闻出来了 苏灵儿悠闲地坐着 淡笑着 看着孩子们端起石榴枝 温婉道 让你们陪着我这个老太太聊天 希望你们不会觉得无聊 怎么会呢 靳如歌喝了口十六支 目光就触及在苏灵儿的那只茶碗上 这只茶碗的造型 靳如歌永生不会忘记 他整个人僵硬了一下 随即眨眨眼 演去那一抹震惊 提起全部的力气 让自己保持镇定 得说 在商场 沉浮了多年的靳如歌 今日的沉浮 早已经不是当年可以脾气的了 事关自己的丈夫 他必须吻扎吻打 露出一抹清新的笑 靳如歌道 这是碧罗春吧 想当年 我丈夫的父亲 最爱喝的就是碧罗春了 所以 我一闻就能闻出来 哦 苏灵儿表现出一丝愉悦 看来 你丈夫的父亲 跟我兴趣很相投 靳如歌又想说什么 想要直接把 洛振宇三个字说出来 可是苏灵儿 却忽然转了话题 徐安熙这个女人 我个人认为 不要深交得好 灵太太 如果之前就认识她 那么以后 能不打交道 就尽量不要打交道了 靳如歌诧异 那 为什么您 还要她做您的儿媳呢 苏灵儿坦言 费氏家族 一些生死存亡的大事 我才会过问一下 因为目前费氏所有的资产 都是掌握在我的手里 至于我儿子费茉莉的婚事 还有孙子费成安的婚事 我都没有参与 我也是因为孙媳妇一失两命 才会从玫瑰庄园临时赶回来的 老太太说得波澜不惊 就好像在淡淡叙述一件不重要的事情 但是这对于靳如歌来说 却是莫大的伤痛 她没想到老太太会对自己如此直言不讳 想起从小看着长大的小猪猪 她眼眶一红 苏灵儿看出她的情绪 于是直言 孙媳妇意外车祸的那个晚上 刚好是我儿媳妇 从新西兰回来的那个晚上 那天家里只有薛安熙 跟齐幻珠两个主人在家里 如果你觉得这里面有蹊跷的话 我不介意帮你查清楚 毕竟如果我费家 藏了一条毒蛇的话 那真是件太可怕的事情 灵语他们跟费氏父子谈论了好一会儿 不见靳如歌他们过来 最后谈得差不多了 他们从客厅里出来 四处都找不到人 灵语面色一沉 费沫黎当即派人去查 结果来人回报说 灵太太的保镖在城堡后的院子里站着 费氏父子闻言 都觉得这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老太太的院子 连我这个做儿子的进去都要经过 燕西燕北的通报 何况是把杆子打不着的外人 一行人各怀心思地往下走 到了后门口 两个暗卫随即上前 少爷 老太太请少夫人他们 进去喝茶聊天了 方言当即斥责 为什么不跟着 两个暗卫说 少夫人不让 少夫人让在这里等着 灵语当即跨步想出去 可是后门口的人偏偏拦着他 方言就要动手 飞沫黎赶紧拦着 脸上染着笑一道 啊 灵少 您有所不知 家母脾气实在是古怪 这后院向来是禁地 连我都不给随意出入的 齐叶醋眉 那就麻烦请讲 跟您母亲说一声 让我的小侄女 跟她的孩子们都回来吧 好的 这个没问题 飞沫黎赶紧换着燕西燕北 让他们转告老太太 当燕北在屋里通报说 太太 明太太的先生 在城堡的后门口等着她 苏灵儿的面色一争 当即将手里的茶水 放在了茶几上 然后起身走了两步 来到窗户前 透过薄薄的一层 蕾丝窗漫 她看见了一脸凛冽的淋雨 有声小说 不良宠婚 后期 随风 监制 秦幽 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二百六十一集 静如歌 静静静看着苏灵儿的一样 她就知道 当一个母亲 面对自己多年未见的儿子的时候 这样的心情 是无论多深的城府 都无法掩盖的 一如当年 沐烟见到静如歌时候的失控 静如歌趁机 探了探脑袋 往那只茶碗里瞧了瞧 浅绿色的茶水 晶莹剔透 一片茶叶都没有 那个熟悉的灵子 却赫然顽底 清晰在目 静如歌赶紧回身做好 一颗心 差一点 就要从喉咙里跳了出来 少请 苏灵儿似乎是发现了 自己的异样 而情绪 也有些把持不住 背对着静如歌道 既然灵先生 来接灵太太了 那灵太太 就先回去吧 这几日在庄园 何时想过来找我聊天 都是可以的 静如歌的心脏 到现在还是飘忽不定的 他强装镇定地点点头 好 先告辞了 说完就领着三个孩子出去了 灵雨在城堡后门口 看着爱妻哥孩子们 毫发无损地出来 浑身阴郁的煞气 顿时消散了 化为一片柔和的温存 一点点从灵魂深处挥洒出来 眷面地凝望着他们 静如歌一行人走了出来 灵雨即刻就将静如歌 拉进怀里抱着 静如歌的一颗心都快要爆炸了 他紧紧地抱着灵雨 额头全是汗 忽然身后传出一道年轻的男声 老太太吩咐的 灵太太跟她的孩子这几日在庄园 随时可以过来喝茶聊天 静如歌回头一看 说话的人不知道是燕西还是燕北 只听门口的两个守卫 应了一声 是 沸沫里看着灵雨将静如歌 护在怀里那副紧张的样子 呵呵一笑 早就听闻灵少宠妻如命了 今日一见果然是名不虚传 才这一小会儿不见面 就这样思念了 这样的感情真是感动人哪 灵雨没说话 只是抱着静如歌 然后将她的脑袋从怀里捞出来 捧着她的脸 没事吧 夫妻多年 她能清楚地感觉到 静如歌的情绪变化 静如歌一脸慌乱 刚才在苏玲儿的房子里 一直故作镇定 这会儿见了丈夫了 所有的情绪戒备 顷刻间瓦解 我累了 言外之意回房再说 费莫里淡淡笑着 距离晚餐的时间 还有两个多小时 我们先各自休息吧 有什么需要 尽管吩咐家里的佣人即可 晚餐的时候 我会让人过来通知你们的 齐叶跟灵雨点点头 随后便各自散去了 苏玲儿一直站在窗台前面 透过薄薄的蕾丝窗漫 看着儿子 她看见她紧张自己的妻子 然后抱着她 揽着她 带她一起转身离去 那一瞬间 灵雨的种种 都像把刀子一样 深深刻在她的心上 那是她身上掉下的肉啊 是她亲生的骨肉 尤其看着灵雨的一贫遗笑 举手投足 似乎都能从上面 找出落震雨的影子 曾经许诺说 会给她全世界的男人 在她最美好的年华 与她历经种种 最终逃不过现实的残酷 如今岁月不在 人也不在 她已然没入黄土 而她也已然年过花甲 无她相伴 空有一世繁华 苏玲儿默不作声地 端起小碗 回到了房间 关起门 再也不出来了 因为孩子们有了特许 可以自由进出后面的院子 所以 骆天琪兴着来了 非要留在院子里 陪着海龟再玩会儿 还吩咐女佣 去准备新鲜的虾肉 她要喂她吃饭 而骆天灵 则是跟着骆天蕊 一起回了房间 房门关上之后 骆天蕊 打开大大的行李箱 将自己的衣服 从哥哥们的行李箱里取出来 骆天灵 则是一本正经地 铺着地铺 铺了厚厚软软的一层后 她还躺了躺 感觉很好 这才起身 准备收拾自己的衣服 却看见 骆天蕊 已经将他们兄妹三人的衣服 都收拾好 挂在了衣柜里 而她自己 手里拿着两套 女士三点内衣 背对着她 似乎在找合适的地方 想要藏起来 骆天灵眨眨眼 干咳了两声 不然 你就把内衣 放行李箱里好了 这里一看就是客房 衣柜很简单 下面居然没有单独的柜子 骆天蕊 小脸一红 当即转过身来 把内衣放在身后 瞪着她 你不是帮我扑地扑的吗 骆天灵随手指了指 扑好了呀 余下的时间 两个人大眼瞪小眼 相互僵持了好一会儿 看着她恼羞成怒的样子 骆天灵忽然反应过来了 当即转过身道 我去洗手间 看她进去还关了门 骆天蕊这才长出一口气 将手里的内衣 从背后拿出来 塞进行李箱里 等骆天灵再次出来的时候 骆天蕊已经盘腿 坐她铺好的地铺上 手里拿着电视遥控器 已经忽略了一件事 对着没有字幕的美剧 凭还有一年才能参加高考的高中生的英语成绩 这美剧估计一半以上都看不懂 而她 此刻正看得津津有味 仪式光滑 静静流淌 少光无限美好 笑天灵在微笑 齐叶跟着灵羽夫妻俩进了房间 她紧张兮兮地看着靳儒哥 儒哥 是不是有什么情况 如果女儿真的是枉死的 我一定要整个费家陪葬 靳儒哥 深吸两口气 看着齐叶 老太太告诉我 小猪猪出事的那天晚上 家里只有她跟西西两个主人在家 没有别人在 西西刚好第一天 从新西兰回来 小猪猪就出事了 所以这里面 不知道有没有联系 她说如果我想知道的话 她会帮我查 因为她也不想家里养着一条毒蛇 齐叶醋眉 脑海中回想着虚宁最早的时候 有一次去洛家过冬至 那时候 虚宁是带着一个小女孩的 如果今天不跟薛安熙相遇的话 齐叶几乎都要忘记这个小姑娘了 也由于这些年 她们几个交情甚好 尤其齐叶对他们在纽约跟在法国的事情特别感兴趣 彼此间的什么事情经常聚会的时候拿出来说说 因此对于薛安熙这条小毒蛇 齐叶完全是知道的 似乎是某种感觉引领着她 她捏着拳头道 一定有问题的 我的小猪猪很乖的 不可能怀孕了 害自己一个人开车跑出去 一定有问题 凌宇看着静如哥 发现她眼神闪烁 就知道她还有什么事情没说 于是拍拍齐叶的肩 你别紧张 回去睡一觉 我们等等 看萨姆带回来的消息是怎样的 也许 只是我们想多了 但是如果这件事情真的有问题 别说是你 就是我 也不可能放过凶手的 齐叶知道 灵羽对小猪猪也跟对女儿一样 所以完全放心 点点头 转身就出去了 房门前脚被关上 紧如哥后脚 就扑进灵羽怀里 惊慌失措地看着她 于 我今天有个重大的发现 我怀疑 我怀疑你妈妈灵儿 根本没有死 灵羽整个人还没反应过来 毕竟这个话题 跟之前奇幻猪的话题 跳跃性太大了 静如哥见她没反应 有些着急 于是她摁着自己的胸口 似乎怕心脏跳出来一般 很小声地道 后院的那个老太太 长得跟墓碑上 灵儿的照片几乎一样 我带着孩子们 去她那里聊天喝茶 她手里也拿了个茶碗 跟你那个一模一样 杯底也有个灵字 静如哥一口气说完 之后紧紧盯着丈夫的面色 但见 灵羽一张妖娆的俊脸 上过无数震惊 双头猛地一亮 扭过头就要冲出去 老公 静如哥吓坏了 他的动作不但一丝犹豫 迅猛地如同一只 叙事待发的兽 他扑上前 从灵羽的背后紧紧抱着他 冷静啊老公 当年灵儿的墓 灵羽还是带着老管家 一起最先去拜祭国的 之后在老家 发现牧家祖坟里 有个苏灵儿的墓 他也是铺天盖地地去查 君无国 数月后 牧烟带着静如哥 重返故土 给牧家先祖 集体签坟 重新修建牧家祠堂 那座苏灵儿的墓 挖开之后 是空的 那时 牧烟松了一口气 静如哥也跟灵羽说 苏灵儿的墓 是个巧合 可能是个乌龙 转眼间 他人到中年了 早已接受了 母亲过世的事实 却又告诉他 母亲在美国 可能还活着 他怎么可能不激动 他还要怎么冷静 我要 我要去看看 近乎颤抖 而低迷的一句话 从静如哥 一向崇拜的 丈夫的嘴里说出来 落入他的耳 疼了他的心 老公 你冷静 我之前因为激动 直接扑上去叫他妈妈 可是他根本不愿意认我 我以为我认错了人 可是进了屋子 又见他拿的那支碗喝茶 下人通报说 你在城堡后门口找我 他听见之后 一下子就冲去窗口看你 看了好一会儿 才反应过来说 要我跟孩子们先回来 老公 我可以百分之百 肯定老太太 就是我们的妈妈 可是 她不愿意认我吗 灵雨的胸膛 大幅度地起伏着 他捏紧了腰间 静如哥的双手 将他的手捏得生疼 静如哥一直忍着 知道他下手越来越狠 静如哥觉得 自己的骨头都要断了 这才忍不住喊了一句 啊 灵雨的思绪被换回 猛然惊觉过来 垂眸看着自己的大手 包裹着静如哥的小手 立即吓得放开他 他转过身 就看见静如哥 疼得忍不住 挥舞着手掌 在空中甩了两下 他赶紧捉过他的双手 看了看 心疼而自责的模样 异于眼表 对不起 没关系 静如哥抬眸看着他 老公 他送了天奇一只百年海龟 还说 可以帮我们查清猪猪的事情 他听见你出现 就跑去窗口看你 可见他是爱你的 他一定有苦衷 一定有难言之言 他说 废事的一切都掌握在他手里 如果他真的是我们的妈妈 那么他身上 一定发生了很多传奇的故事 他一定有很多很多 身不由己的地方 你不要冲动 不要因为我们的一时冲动 而给他带去不必要的麻烦 灵于抓着静如哥的双手 放置唇边 亲了又亲 你分析的是 刚才是我太冲动了 他现在还有着非家老太太的身份 我不能这样贸然冲去 给他带来祸断 之后 灵于夫妻俩 就这样在房间里 静静站着 拥抱着 彼此一言不发 两颗紧紧依靠的心 经历了多少年的风霜雨雪 从不曾走散过 过了好一会儿 静如哥 拉着灵于在床边坐下 他将她高大的身躯 缓缓拉下去 让她清聚迷人的脸庞 震在她的大腿上 他温柔地 抚摸她的鬓角 她的脸颊 她一脸甜静地笑 将从带着孩子们 在城堡后门口开始 遇见老太太的 整个完整的经过 细细地描述给灵于听 她听得很用心 甚至不敢用力呼吸 贪婪地吸收着 跟母亲有关的一切讯息 红尘千末 沧海桑田 能够有这样的爱人 陪伴在身边 彷徨 迷茫 有所依托 风雨一甜 落天骑斗完了海龟 一身臭汗 她大步跑上楼 回了房 一打开房门 就看见如此温馨的一幕 骆天灵手里抱了个抱枕 歪着脑袋 靠在床上睡着了 骆天蕊 怀里也抱了个抱枕 歪着脑袋 在地步上睡着了 有意思的是 电视还在放着美剧 而他俩的脑袋 虽然一个在床上 一个在床下 却是彼此向着对方的方向 倒下去的 好萌啊 骆天骑忍不住好笑 轻手轻脚地走过去 关掉电视机 然后掏出手机 给他俩一阵猛拍 骆天灵的眉头皱了皱 缓缓睁眼 就看见大哥 一脸happy地 拿着手机对着他晃悠 骆天骑小声道 嘿嘿 行了 我去冲个澡 说完 他收起手机 去衣柜边一看 衣服都整理好了 于是 直接拿过要换的衣服 冲着床上清醒的弟弟 抛了个媚眼 就进去了 有声小说 不良宠婚 后期 随风 监制 秦幽 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262集 耳边 奄奄传来 稀里里的水花声 骆天灵 侧过目光 宠溺地 看着地上的小人 嘴角 亲着淡淡的微笑 他拿开自己怀里的抱枕 轻轻下床 然后 走到骆天蕊的身边 他轻轻 抓着他的手 拿开他胸前的抱枕 然后轻轻横抱起他 把他柔软的身子 往下放了放 让他舒服地 枕在枕头上 拉上薄毯给他披上 做完这一切 骆天灵 依旧不舍得起身 他高大的身躯 蜷缩成一团 就守在骆天蕊的身边 仿佛自己就是一个忠心 守候主人的小狗 只想静静地陪着他 仿佛天地万物在眼前 在他的眼中 就只剩下一个他 这一蹲 就彻底忘记了时间 等到骆天蕊 舒舒服服地 冲了个澡 出来的时候 就看见眼前这一幕 他挑了挑双眉 一只手上 还拿着干净的毛巾 往自己的头发上擦着 骆天蕊不是爸爸妈妈 亲生的女儿 这一直是兄弟俩 心照不宣的秘密 自从那天晚上 妹妹噩梦中 还喊着天灵 骆天蕊就在想 如果妹妹真的爱上了弟弟 那岂不是很痛苦 要不要告诉妹妹 但是骆天蕊忍住了 因为这毕竟是家里的大事 尤其万一妹妹知道了 可是弟弟心里 还放不下小竹竹 不愿意接受妹妹 最后伤心绝望的 还是妹妹 如今眼前这一幕 却让骆天蕊 整个摸不着头脑了 想了想 他叫住了骆天蕊 天蕊 出来一下 大哥有话问你 骆天蕊闻言 当即跟着大哥出了房门 虚安息从楼上 天然而下 刚好看见这两兄弟 往偏听的角落里而去 似乎要密谋什么 虚安息 秉退了身边的女佣 让他们守在楼梯口 不许动一下 然后自己轻手轻脚地 跟了上去 论地形 在这里 虚安息自然比 骆家兄弟更为熟悉 他踩着墙壁边缘的地毯 躲在一棵 茂密的装饰树后面 秉息宁神 他目光下移 看不见自己的影子 这才稍稍吐出一口气 骆天蕊看着哥哥 把自己叫来 这么偏僻的一脚 不由疑惑 大哥 什么事 骆天蕊的头发 还是半干的 身上散发着淡淡的 沐浴露的清香 飘倒在空气里 连虚安息都闻见了 可见他们距离之近 他看着弟弟 你有可能爱上瑞瑞吗 骆天蕊诧异地看着他 你干嘛这么问 现在这里没有爱人 我们兄弟俩不放说白了 你也知道瑞瑞 不是我们的亲妹妹吧 此言一出 墙外术后的虚安息 下意识地捂住了嘴巴 一脸震惊 骆天蕊又说 别告诉我你不知道 骆天蕊点点头 我知道 骆天蕊又说 我能感觉到这次回来 瑞瑞看你的眼神 都跟从前不一样了 天蕊 哥哥也在谈你爱 哥哥知道 一个女孩子 喜欢一个男孩子的眼神 是什么样子的 所以这段时间的观察 哥哥确定 瑞瑞是喜欢你的 那么你呢 骆天蕊文言不语 似乎在思考 又似乎没有思考的必要 他这副 莫能两可的姿态 让骆天蕊有些抓狂 骆天蕊不得不 很认真地告诉弟弟 瑞瑞 是咱们俩从前 太大的宝贝哥的 你要是觉得 能放下过去接受他 那就好好对他 早点告诉他 你们不是亲兄妹 有些事情 你自己亲自开口 比他从我们嘴里 听见要好 而且这件事情比较大 爸和妈 还不知道会是 一个什么反应呢 如果你觉得 你没有可能 跟他走在一起 那你就保持点距离 别老在他面前晃 最后让他明白 你是他亲哥哥 所以不能跟他在一起 反正这个理由 一早就是他所接受的 你明白吗 骆天蕊 看着哥哥 一本正经的样子 最后忍不住扑斥一笑 他抬起胳膊 往他肩上移架 很讲义气的样子道 我知道 这些道理 你不说我也知道 不过 瑞瑞现在 还有心事没有解决 等小猪猪的事情 彻底过去了 我会跟他说的 骆天蕊 将信将疑地看着他 你喜欢瑞瑞 骆天蕊 挑了挑双眉 说得颇有内涵 我喜欢现在的瑞瑞 的灵魂 虚安息 听到这里 赶紧缓缓后退 轻手轻脚地逃走了 骆天蕊 不放心地 又问了一句 上次他做个梦 我已经吩咐乐视去查了 我就怕 瑞瑞可能被人性侵过 如果是那样 你会不会嫌弃他 骆天蕊的眉宇间 流淌过一抹沉重之色 想起他跟小猪猪相爱以来 彼此的默契与情深 面对他突如其来的婚礼 他就应该来一趟 找个机会当面问问他 也许两个相爱的人见了面 彼此有什么误会 或苦衷 说得出来 这一次的意外 就不会发生了 自从发现 现在骆天蕊身体里的 小猪猪之后 骆天蕊时常问自己 如果小猪猪 真的是不得已的 那么 我能接受 他坏了别的男人的孩子吗 这么残忍而酸涩的问题 盘旋在骆天蕊的心上 他问自己一百次 九十九次的答案 都是 我愿意守着小猪猪 包括他猪子里的孩子 一如他上次 跟骆天蕊说的 如果你爱的男人 因为你的遭遇 而表现出心痛 那不是他在嫌弃你 而是他在心疼你 如今刚满二十岁的骆天蕊 或许不及当年铃鱼那般 有一颗强大而成熟的灵魂 可以更周全地 去照顾自己心爱的女人 毕竟当时的铃鱼 已经二十七岁了 但是 靳如歌当年 十八岁 便为了爱情 飞蛾扑火 无怨无悔的性格 却在骆天蕊的身上 淋漓尽致地遗传了 他看着骆天蕊 淡淡一笑 如果真是那样 我会帮他报仇 加倍对他好 让他忘了过去的伤痛 骆天蕊忍不住叹息 可有的伤痕如果太深 纵然痊愈之后 也会留吧 骆天蕊此刻担心的 正是这件事情 会成为弟弟心里的疙瘩 毕竟自己的女人 遭人性侵 这件事放在任何男人身上 都是无法言说的痛 现在弟弟看起来没事 谁知道他心里痛不痛 这种痛就像是一颗定时炸弹 如果处理不好 最后会让蕊蕊受到更大的伤害 骆天蕊的眸色一亮 信誓旦旦地看着哥哥 刘八又怎样 我会努力在她的牲口上布满彩虹 让她的心上 只见彩虹不尽拔 骆天蕊点点头 这一下彻底放心了 等到两兄弟从角落里走出去的时候 刚好遇见路过的女佣 他们向女佣要了些饮料跟点心 然后回了房间 骆天蕊还在安心地睡着 骆天蕊就睡在靠着她的那一边 赏心悦目地看着她 看她醋了醋眉 她便轻轻伸出手 摸索在她的眉心 一点点帮她抚平忧愁 晚餐前 虚安息的贴身女佣妮娜 回到她身边 笑盈盈道 夫人 您吩咐的事情已经办好了 就等开餐了 虚安息嘴角一弯 想了想 又道 骆家兄弟 可是长得一模一样的 可别把东西放错了 妮娜浅笑 夫人放心 这点事情都办不好 娜娜又怎么能在夫人身边伺候着 哼哼 虚安息笑得春风得意 就等着今晚好戏开罗了 晚上六点半 下人们通知宾客们 在三楼的大厅用餐 齐叶 凌羽夫妻俩全都出来了 骆天齐也出来了 只有骆天蕊 好像很久都没有睡过安稳觉了 忽然被骆天灵叫醒 整个人还处在迷迷糊糊的状态 骆天灵看她这副贪睡的小模样 说不出是无奈还是心疼 直接去洗手间拿过毛巾给她擦擦脸 又拿过梳子来给她梳头发 那模样还很享受 等到众人全部在餐桌上落座之后 凌羽的目光还在搜寻 靳如哥忍不住在心里轻叹 于是开口问费莫黎 费老太太不过来一起用餐吗 费莫黎凝望了靳如哥一眼 说实话 靳如哥这样漂亮的女人 每次跟她说话的时候 她都会觉得很荣幸 哦 家母不喜欢热闹 平时独居惯了 连我跟我的孩子们 都很少有机会能陪伴着一起用餐 听了费莫黎的解释 凌羽的眸光中闪过一丝暗淡 靳如哥淡淡一笑 看着满桌精心准备过的中餐 还有白米饭 心知他们这次到来 费家是花了不少心思的 尤其那盆香喷喷的麻辣水煮鱼 就好巧不巧地 摆在靳如哥的面前 为了一扫灵羽的落寞心情 不让她胡思乱想 她当即就拉着它 小声道 老公 我想吃鱼 灵羽笑了 以为她不好意思当众大吃大喝 干脆亲自动手 给她夹了满满的一碗鱼肉 还给她夹了不少汤 直接放在她面前宠溺道 吃饱 齐叶面无表情地端起米饭就吃 面前摆了红酒跟汤饮 她视而不见 这时候她只有大口吃饱饭的力气 却没有精心品尝 美酒佳肴的心情 骆天蕊看着齐叶那样子 鼻子一酸 目光扫尸在一桌的菜色上 加了齐叶最爱吃的茄子 然后轻身上前 直接放进了齐叶的碗里 什么也没说 齐叶一愣 抬眸瞥了眼骆天蕊 忽然想起了 自己的女儿只比她大三岁 眼眶一红 急而笑笑 谢谢蕊蕊 骆天蕊没说话 埋头继续吃 只是泪水就这样沾湿了睫毛 眼前的景象都被一片雾气所掩盖 从小把自己捧在手心里疼着的父亲 就在眼前 看着他为了自己伤心难过 日渐消瘦 心里的疼不亚于自己受的委屈 却偏偏连一句安慰的话 都无法说出口 他多想站起来 指着薛安熙的脸 告诉齐叶 爸爸 是他害死我的 可他这么做的后果 无疑就是被认为精神失常 搞不好还会被靳如歌他们带去医院 看什么心理医生 他咬着筷子心里很清楚 想要让薛安熙的罪行无所遁形 唯一有用的方式就是找到最直接的证据 没有证据 一切都是枉然 骆天灵抬手给他加了个烤翅 多吃点 骆天蕊抬眼看他 又赶紧捶下去 拿筷子戳着那块烤翅就送进了嘴边 这时候费莫离道 今天刚好有从北海道运来的新鲜的青边豹 这种青边豹最适合煲汤了 都尝尝吧 费莫离说完 优雅地拍了拍手 女佣们端着托牌鱼贯而入 但见一个个小小的紫砂中很是精致 挨个儿地放在每一个座位面前 每人一份 薛安熙的眸光 紧紧盯着骆天琪面前的那一份 那个女佣给骆天琪盛上之后 退下去的一刻 冲着薛安熙别有深意地笑了笑 薛安熙浅浅勾唇 心情很愉悦 骆天琳打开紫砂小钟的盖子 自己拿勺子尝了口汤 异常鲜美 嘴角擒着淡淡的微笑 帮骆天琪把盖子打开倒 味道不错呢 尝尝吧 骆天琪听话地拿着勺子尝了起来 点点头 好喝 骆天琪见他们都说好 然后打开自己的那份 也尝了尝 并且一口咬在鲍鱼上 真是鲜嫩可口 忍不住催促弟妹 嗯 鲍鱼的味道很好 比黑鞭鲍好吃多了 费莫里开心地笑了笑 那是自然 黑鞭鲍是合做菜 青鞭鲍是合煲汤 你们喜欢就好 说完 费莫里赞赏地看了眼爱妻 这道菜不错 徐安熙笑笑 我推荐的怎么会差呢 众人沉默着吃饭 而骆天琪只是喝了口汤 便不再多用了 她看着妹妹 把她的紫沙小钟 连汤代料全吃完了 这才笑盈盈地 将自己的紫沙小钟 往她面前推了推 我的就尝了口汤 你要是喜欢 就拿去 骆天锐一愣 诧异地看着她 这几日 她对自己的照顾 无亚于一个合格的男友 但是她心里明白 这样的感觉是错觉 她只是把自己 当成了妹妹来照顾而已 有几分幸福 有几分甜蜜 却都带着思思酸楚 徐安熙见骆天琳 对妹妹如此宠爱 更是开心地合不拢嘴 之前知道费成安 追求同校的奇幻珠的时候 她就打探道 原来奇幻珠 贴在学校宿舍墙上 跟情人的合照 是骆天灵的 奇幻珠 还在照片下写下了 天灵 想你 这样的句子 也就是从那时候起 徐安熙 才会怂恿费成安 蓄意在酒后 对奇幻珠来应的 因为 徐安熙 恨骆天灵 有声小说 不良宠婚 后期 随风 监制 秦幽 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二百六十三集 一次次 往昔的记忆浮上心头 哪一次不是洛天灵 对她落井下石 远的就不说了 十岁 在高速服务区的时候 洛天灵 拉着沐烟的手 还说了一大堆的理由 让沐烟 不要带她走 徐安熙 全都记在心里了 不管洛天灵 跟奇幻珠之间 有没有血缘 只要奇幻珠 是洛天灵的恋人 徐安熙 就要拆散他们 要说 在出这口气的过程里 有什么意外的地方 那就是 徐安熙没想到 奇幻珠会因此怀孕 并且真的 嫁进了费家 如今看着架势 洛天灵好像 又喜欢上了洛天锐 徐安熙 心情颇好地吃着饭 面前的红酒 一杯接着一杯 乐此不疲 她倒要看看 今晚过后 洛天灵的心 会碎成什么模样 晚餐过后 费莫黎听从了妻子 临时兴起的建议 想带着他们 一起去葡萄庄园 参观游玩 说 剩下晚上的庄园 有萤火虫 别秧漂亮 奇叶跟灵雨夫妻俩 自然对萤火虫 不是很感兴趣 于是 不打算去 洛天灵 看着洛天锐 心情一直不好 想着给他放松一下 便拉着哥哥一起去 出了城堡的门 才知道 看萤火虫 居然还要坐车 洛天灵刚想 拉着妹妹 上一辆车 费成安 忽然拉开车门 热情地 将洛天骑 跟洛天锐送了进去 随即随手关门 拉着洛天灵 去坐另一辆 可是洛天灵 还没上车呢 哥哥的车 就开得没影了 等洛天灵的车 也开走了 安慰的车 才习惯性地跟上 车子开着开着 洛天骑的面颊 越来越红润 洛天锐 发现了哥哥的异样 以为他生病了 于是上前 关切地扶着他 同时 洛天骑 忽然将妹妹 整个抱在了怀里 少爷 小姐 我去下洗手间 司机 忽然将车子 停在一片葡萄架中间 然后下车 并且锁上了车门 洛天灵他们的车 到了葡萄庄园的葡萄架边 却没有发现 哥哥车子的痕迹 他跟费城安都赶紧下车 私下找不到 随后停下的车里 连同司机在内 只有三个暗卫 他们由于不认得 这里的地形 因此 只能最后出发跟着他们 却不想 还是跟丢了一辆车 晴朗的星空 漫天璀璨的繁星 如金灿灿的宝石 嵌在深蓝的夜幕上 周围 飞翔着一大片 如梦似幻的萤火虫 将这片土地 趁得隐隐发亮 洛天灵 看着费城安 他们人呢 费城安 一脸无辜的 应该就在这附近吧 当时只说来看萤火虫 参观庄园 都没有说在哪里落脚 估计就在附近吧 我们找找 洛家的暗卫警惕起来 有一个给方言打了电话 说了这件事情 因为已经丢了齐少跟三小姐 所以他们不敢跟洛天灵走散 洛天灵在原地吼了两嗓子 全部石沉大海 没有一点动静 庄园太大了 成片无穷无尽的葡萄架 足足有上千座 一排排找下来 都不知道要多久 洛天灵猝着眉 捏紧了拳头 心里忽然跃起一丝不安 他猛地抓过费城安的衣领 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一拳狠狠揍上去 直接将人打趴下 费城安的司机也会功夫 刚要上前护主 却被三个洛家暗卫 拦住 并且轻易制服 天灵 我是你小姑父 你家人 你这是做什么 费城安吃痛 不像双胞胎兄弟般 学过功夫 遇上洛天灵 要是单挑的话 很明显 他那身板十个家一起 还不够洛天灵揍的 洛天灵本就对他有意见 一直怀疑 他曾经对小猪猪做了什么 才逼得小猪猪嫁给了他 这会儿又找不着人了 他心仇旧恨 全涌了上来 洛天灵狠狠一脚 踩在费城安的后背上 目光凛冽 全无白日里对洛天蕊的那种温柔宠溺 他指着费城安的脑袋道 你最好祈祷他们快点出现 要是我大哥跟蕊蕊有任何意外 我一定拔了你的皮 费城安承受不住那一脚 趴在地上满是狼狠狠 天灵狠有误会 这真的有误会啊 城堡 方言接到电话之后 当即就跟凌羽说了 凌羽目光一冷 起身就要追出去 金如歌 隐约感到事情不应该 怎么好端端 看个萤火虫 人也会消失 就在凌羽 冲下城堡 准备出去的那一刻 金如歌忽然跟着冲了下去 拉着凌羽的手道 等等 凌羽诧异地看着他 小猪猪不就是半夜跑出去 车祸死了吗 现在儿子跟女儿消失了 我能不担心吗 金如歌跑得太快 不停喘气 拉着凌羽的手道 我们现在 在别人的地盘上 不要轻举妄动 我去找老太太 你等我 不要出去 等我回来 金如歌连连哀求凌羽 说完之后 转身不太停顿地 冲进了后院 直接往阳楼里冲过去 老太太 老太太 凌羽心脏一致 愣愣地 站在城堡的后门口等待着 时间每过去一分一秒 他都如梗在喉 当燕北帮金如歌 打开宅门的时候 金如歌冲进去 就看见苏灵儿 缓缓从楼上下来 他几乎不计形象地扑了过去 整个人跪在苏灵儿的面前 将苏灵儿吓了一大跳 苏灵儿知道 金如歌是个大家小姐 也做了很多年的总裁 即便遇见大事 也不该如此才对 他诧异地看着 金如歌 孩子 这是怎么了 老太太 金如歌哭诉着 老太太 求你 求你救救我的孩子们 苏灵儿文言 面色一变 赶紧扶他起来 怎么了 金如歌道 他们出去葡萄庄园 看萤火虫 可是刚刚出门不一会儿 又一辆车就消失了 天奇跟蕊蕊都在车上 我小儿子不停在外面找 怎么都找不到 老太太 求求你救救我的孩子们吧 苏灵儿 苏灵儿 面色一伶 当即看着燕北 把葡萄庄园 所有的路灯拉起来 把监控录像调出来 把家里司机的电话 都调出来 让葡萄庄园 所有的工人都出来找 彻查到底 燕北 当即就跑下去办了 苏灵儿 看着金如歌 让燕西 带你去葡萄庄园找 他们如果有线索的话 会第一时间通知燕西 燕西当即就说 宁太太 请跟我走吧 金如歌擦擦眼泪 转身就跟着燕西出去了 灵语在城堡后门口 等得额头上情情抱起 偏偏费莫里晚餐后 还带着徐燕西出门了 这会儿找他帮忙都找不到人 等到金如歌 跟着燕西出来之后 灵语眸光一领 金如歌道 跟着燕西走吧 于是 燕西亲自驾驶了 灵语他们租的宾利车 方言坐副驾驶 灵语扶其坐后面 一起前往了葡萄庄园 等他们的车 停靠在骆天灵的车边的时候 就看见骆天灵 整个人都要疯了 费承安被打得鼻青脸肿 已经被骆天灵放了 却也只能扶着车身 喘息休息 整座葡萄庄园 灯火辉煌 亮如白手 数以千计的工人 都出来帮忙找人 燕西让灵语他们原地等着 并说 三分钟之内 一定会有结果 结果两分钟不到 燕北的电话就打过来了 燕西接完 面色有些沉重 等到了 我们过去吧 庄园里的工人 全都如潮水般 守在葡萄架的两端 筑起一道人体围墙 灵语他们 当即跟着燕西 小跑着过去 好了 约有好几百米 终于在无数葡萄架中间 看见了骆天骑的车 骆天灵赶紧冲上前 就看见骆天锐身上的衬衣 被撕破了些 头发完全乱得跟鸡窝一样 整个人抱成一团 窝在副驾驶的位置上 瑟瑟发抖 而骆天骑则是横身 躺在后车座上 一动不动 骆天灵敲了敲窗户 骆天锐反而更加抗拒 全身缩得更紧 抖得更加抗拒 不消片刻 燕北终于利用工具 将车门打开了 众人围在车边 一股浓重的荷尔蒙气息 扑面而来 骆天骑下半身赤裹着 灵雨跟靳如歌见状 整个心脏都抖了抖 骆天灵更是吓得 几乎魂不附体 因为燕北 最先打开的是后车座的门 这辆车的车索是相互独立 打开之后 他们什么也没说 直接去开骆天锐那边 灵雨细细看着大儿子的胸口 微微起伏着 于是赶紧拾过他的衣服 一件件给他穿好 把他的身子从里面拉了出来 赫然发现他的手心全是粘腻 后车座上也有不少 尤其大儿子的面色异常红润 怎么拍都不行 显然已经昏迷了 这时候燕北将副驾驶的车门打开了 骆天锐跟靳如哥一下子扑上去 靳如哥看着女儿赋予顽抗的样子 心头一紧 下意识地瞥了眼女儿的裤子 发现他的牛仔长裤穿得好好的 身上在车里不知道是闷的还是吓的 一身的汗 衬衣被抓破了 整个人狼狈的不像话 瑞瑞 靳如哥试探地去伸手 可是骆天锐却更往里面躲 骆天锐红着眼眶心里没底 他拉开母亲 然后自己轻身上前 沙哑地说 瑞瑞 我是天灵 骆天锐啊 你看着我 就一眼 你看着我 骆天锐缓缓抬起小脸 那张劫后余生的脸庞 落在靳如哥跟骆天锐心里 只觉得心都要碎完了 他看着骆天锐的脖子 然后缓缓地 小心翼翼地伸出手去 摸出一条海豚钻石项链来 这时候 他的泪水才夺眶而出 一下子往前 扑进了骆天锐的怀里 嚎啕大哭着 天灵 你终于来了 如果再让我经理一次 如果再来一次 就杀了我吧 骆天灵流着眼泪 把他从车里横抱下来 哄着他 不怕 没事 有我在呢 别怕 下一刻 三辆车 燕西 燕北 方岩三个人分别驾驶 载着他们跟骆家暗卫 去了新泽西最好的医院 而受了伤的费成安 却孤零零地跟司机一起 被留了下来 一路上 骆天锐紧紧抱着骆天灵的脖子 不肯撒手 靳如歌的眼泪一直流 虽然女儿的裤子穿得好好的 但是谁也不知道 中途发生什么事情 很快 到了医院之后 骆天琪跟骆天锐兄妹 分别被送进一左一右 两间急诊室 而余下的人 则是站在急诊室中间的长廊上 焦急不安地等待着 骆天灵的心 真的快要碎完了 当她遇见 重生了她之后 真的再也经不起任何的打击了 发现她的时候 她嘴里说的那句 如果再来一次的话 就杀了我吧 这句话 像把刀子一样 深深插进了骆天灵的心里 凌宇拥着靳如歌 面色阴郁 很明显 能干出这种事情的 除了那条小毒蛇 再也没有别人了 燕北交了费用 燕西给老太太打了电话 将情况都跟老太太说了 少请 骆天锐那边的女医生出来了 凌宇一下子 从长椅上站起来 这里的医生 嘴里说着的英语 带着浓重的地方口音 语速又很快 大家一时间都听不大明白 燕北当即翻译起来 你孩子受到了严重的惊吓 精神状态很不稳定 需要长期的关爱 与密切观察 保持好心情 除了胳膊上 有两道抓伤之外 身体没有任何问题 也没有遭受到侵犯 完好无损 由于她精神太过紧张激动 我给她打了安眠针 分量不多 大概会好好地睡上 一两个小时 醒来之后就可以出院了 当燕北 微微脸红地翻译完毕 所有的人都松了一口气 当下 骆天锐被护士 从急诊室里推了出来 燕西大步而来 用英语说 去双人的VIP房间 于是 灵语让靳如哥 跟骆天灵先去 他跟方言他们 在这里等着 等了好一会儿 骆天骑那边的医生 才出来 燕北跟着 翻译医生的话 这个男孩子 中了迷幻药 看他的身体虚弱程度 应该是自慰了 有很多次 而且这种药的后遗症 很厉害 会造成 呕吐头晕等等 尤其他的侧脑 被人重力敲打 有轻微的脑震荡 目前已经渡过了危险期 说完这几瓶水之后 就可以出院了 被人重力敲打 灵语 眸光闪了闪 不用说 肯定是小天蕊干的 不过 这些都无所谓 只要小天蕊 没有受到伤害 大儿子被他打了 那就打了 有声小说 不良宠婚 后期 随风 监制 秦幽 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264集 很快 骆天骑 手背上打着点滴 闭着双眼 被护士 从里面推了出来 燕北过来 直接领着他们 去了骆天蕊所在的病房 靳如歌 看着自己 被迫害的一对儿女 恨不能将薛安熙 千刀万剐 骆天灵亦是如此 他坐在妹妹床边 紧紧握着她的手 说什么也不肯撒手 灵语静静看着 眼前这幅画面 再加上小猪猪 可能存在的死亡眼情 气愤地想要杀人 齐叶打电话来问过 灵语说 目前没事了 孩子们醒了 就能出院了 齐叶说 费莫黎跟薛安熙 刚才回来了 都被老太太叫住了 归在一楼的大厅里 老太太坐在大厅中央 勒令彻查此事 现在整个费家 被闹得人仰马翻的 灵语双眉一条 老太太从后院出来了 是不是表示 一会儿回去之后 就可以看见她了 时光一点点流淌着 终于 骆天骑的几瓶药水 输完的时候 骆天蕊也差不多醒了 天 天灵 他一睁眼 就看见骆天灵 坐在床边 拉着他的手 一眨不眨地盯着他 骆天灵赶紧说 我在 靳如哥也凑了上来 妈妈也在 瑞瑞 不怕 妈妈也在这里 没事了 骆天蕊缓了缓 然后四下打量起来 忽然看见 一边床上睡着的骆天骑 想起了什么 然后哭诉着 我 我打了大哥 没事没事 灵语当即柔声安慰他 打就打了 你大哥没事了 都没事了 啊 骆天灵 痴痴看着他 眼底一片心疼 还好 没事 燕北忽然上前挡 灵绍 老太太吩咐 要是齐少跟蕊小姐醒了 就赶紧回去吧 老太太还在家里等着呢 灵语垂眸 看了眼手表 已经是晚上十点半了 骆天骑 这时候 也迷迷糊糊醒过来了 因为自己被人下药 又吓坏了妹妹 醒来之后 一脸愧疚 那表情 有尴尬 有委屈 有自责 反正怎么看 都像是要哭了 灵语上前握着他的手 露出轻信的微笑 看着他 行了 爸爸和妈妈都知道了 弟弟还有妹妹 也都知道了 你是个好孩子 也是个好哥哥 靳如歌走了过来 看着儿子苍白的面色 他知道 这种药很伤身体 摸着儿子 还在发虚汗的额头 眼眶红红的 天骑 妈妈知道 你是好孩子 尽管如此 骆天骑 还是哭了 谢谢爸爸妈妈 骆天骑 也松开妹妹的手 走了过去 一脸感激地看着他 在那样的药力下 能忍着不碰女人 就足以说明 很多东西了 他伸手 擦去大哥脸上的泪痕 淡淡的 大哥 别说话了 我们这就回去了 回去以后 我帮你洗个澡 好好休息 骆天骑点点头 不再多言 方言走过来 我来为齐少吧 灵语默许 这时候 燕熙却说 我来吧 老太太 已经把我送给齐少了 以后齐少 就是我的主子 众人文言一愣 都感到了一丝 不可思议 刚才在葡萄庄园 搜人的过程里 不难看出 燕熙燕北两个双胞胎 年纪不大 但是在废氏庄园里 说话很有分量 连废承安 挨了骆天灵的打 跟燕熙燕北报告 他们不搭理 废承安就不敢再多言 让燕熙跟着骆天骑 灵语下意识地 看了一眼 一遍的燕北 就听燕北说 我以后 听小灵绍的差遣 毕竟忠心护主 骆天灵诧异 一时间没反应过来 靳如歌 却从中 看出了些许门道 拉着灵语的手臂道 老太太一番苦心 我们收下他们吧 这两个孩子 很有出息的 人品也端正 跟着天骑天灵 也不错 灵语听了妻子的话之后 微微私存着 确实 多了燕熙燕北 其实是好事情 毕竟 乐池跟冠狱的年纪 也渐渐大了 跟孩子们 玩不到一起去 等孩子们将来 各自自立门户 乐池跟冠狱 可以跟着两兄弟 过去做管家 而燕熙燕北 正是新生的太阳 他们才是有精力 可以跟着两兄弟 四处奔走的 点点头 灵语没有意义了 只是看着燕熙 比落天旗还要小两岁 怎么也不舍得 让燕熙来背人 灵语还是让方言背了 回去的路上 灵语问燕熙 你们两兄弟上过学吗 燕熙道 不过都是请的老师 在老太太家里教的 灵语点点头 十八岁 刚好是上大学的时候 等到了中国 给你们找个学校 体验一下正常的大学生活 毕业之后 带跟着天七天灵 两兄弟吧 燕熙没想到 自己跟弟弟 还能有上大学的机会 愣了好一会儿 猜到 谢谢灵诏 灵语摆摆手 说不必 因为既然是自己的母亲 一手养大的孩子 送到她的手里了 虽说是给她的儿子卖命的 但是看在母亲的份上 她又怎么可能 真拿他们当卖命的 尤其灵语对待下属 一向很好 灵语也忽然明白了 老太太的用心 老太太一定是想着 借这个机会 给燕熙燕北 找个好归宿 既是如此 她便更不能 亏待了这对双胞胎兄弟 靳如歌补充道 你们跟天七天灵 只差两岁 又都是双胞胎 也算缘分 以后不要叫他们 什么少爷了 直接喊天七哥 跟天灵哥就好了 他们两兄弟 也都是正直善良的人 会跟你们成为好朋友的 燕熙没说话 只是忽然觉得 心里暖暖的 从今晚的事情 演习看出了 骆家人的善良 也终于明白了 老太太的苦心 老太太说 她一定会在自己 嫁鹤之前 给他们两兄弟 找一个好去处 不会让他们 沦落为豪门争斗的工具 或者牺牲品 车子开回庄园后 一行人从车里下来 骆天灵始终将骆天蕊 紧紧揽在怀里 仿佛一松手 他就会消失不见一般 燕熙直接搀扶着 身体有些虚弱的骆天旗 药性过去了 可是似乎医生说的那些 头晕的后遗症 开始隐隐作祟了 燕北直接跟在骆天灵身后 众人进了大厅之后 飞莫里跟薛安熙 已经不再跪着了 他们毕恭毕敬地站在一边 低着头不敢说话 灵雨放眼望去 苏灵儿 一身紫罗蓝色的 短袖连衣裙 宛若兰花般 清雅脱俗地 坐在沙发中央 她的脸正如靳如歌 所叙述的那样 跟碧氏牧原 灵儿的照片 竟会有八分相似 她看着她面前茶几上 放着的熟悉的小茶碗 鼻子一酸 高大的身影 顿时微微轻颤起来 一出生就在孤儿院 五岁离开孤儿院后 开始住校 二十七岁 第一次回到父亲家里 三十二岁 举行婚礼 有了名正言顺的家 四十七岁 才第一次见到生母 心痛啊 荒凉啊 匆匆而无情的时间啊 都让人不敢掐指一算 灵语强忍着心中 巨大的波澜 痴痴的 静静的 看着眼前的苏灵儿 苏灵儿原本 闭目仰身的双眼 缓缓睁开 看着灵语一行人回来了 清幽的目光 淡淡在灵语的面颊上扫过 又看着他们身边的孩子们 都还好吗 蕊蕊没事吧 她缓缓伸出手去 示意骆天蕊走过去 骆天蕊看得出来 老太太是向着他们的 不然不会把贴心的手下送给他们 于是 揽着骆天蕊 鼓励他走过去 骆天蕊 缓缓上前 奶奶 她记得 大哥白天就是这么叫的 苏灵儿 心疼地拉过她的手 看着她身上 破损的衬衣 蹴了蹴眉 侧身取了自己沙发上的 针丝披肩 披在她身上 好孩子 吓坏了吧 不怕 奶奶给你做主 一定给你讨回个公道 谢谢奶奶 骆天蕊垂下脑袋 掉下泪 我倒是没事 只是 哥哥他 为了不伤害我 哥哥他 他很伤身体 苏灵儿 眸光一闪 燕北在电话里都给她说过了 她当时就气炸了 居然想害孩子们乱伦 太恶毒了 苏灵儿 当即看向一边站立的洛家兄弟 虽然长相一样 但是 需要靠燕西搀扶的那个 肯定就是若天旗了 苏灵儿一脸心疼 对燕西道 上次马来西亚专供的血验 我拆人运过来 准备用来给猪猪补身的 顿一桩给其少 在其少离开之前 每天早晚各一桌 虽然 旭安息一冷 那血验 据说是什么珍贵的风景区得来的 绝对野生 而且纯净 自从齐幻珠去世之后 他每天都在喝 所剩下的已经不多了 就连这几日 他亲自给老太太 炖燕窝表孝心 用的都是白燕 燕西道 是的 太太 现在就去顿一桩 一会儿送去 苏灵儿侧身 对自己的贴身女佣说了一句 继而又看向骆天蕊 听说你们兄妹三个 打算挤在一间套房里 骆天蕊点点头 一脸天真道 我在哥哥们的房间里 打了地铺 我一个人一间房会害怕 苏灵儿笑了 抬手摸摸她的头发 原来如此 真是个孩子 灵语担忧地 看脸长子天气 她现在的身体状况 似乎不适合 跟很多人一起住 苏灵儿捕捉到了 灵语 眼眸里的担忧 随即看着燕西 现在将齐少带去后院 我对面的房间 就是套房 齐少住里间卧室 你就跟着 住在她套房的小间里 随时方便照顾着吧 燕西点点头 是的 当即 燕西就在所有人 错愕的眼神下 扶着骆天蕊 往后院走 骆天蕊 促眉 看了眼父母 眼神中 犹豫不定 苏灵儿又看着 骆天蕊跟骆天蕊 你们要不要 也去奶奶那里住几天 骆天蕊心想着 要是搬过去 搞不好 也是单独的套房 这样 就会跟骆天蕊分开了 要是留下的话 大哥也不在了 这几日晚上 就都是她跟骆天蕊 共处一室了 也算是 也有点小私心吧 她微微笑着 奶奶 大哥身体不舒服 后院环境 雅致温馨 很适合疗养 我们白天过去看看她 顺便陪您说说话 喝喝茶就好了 明亮的光线下 苏灵儿被她哄得 扑斥一笑 骆天蕊又说 奶奶 您笑起来真好看 很亲切 就跟我亲奶奶一样 哈哈 苏灵儿笑得更欢了 嘴真贫 那笑容 让一屋子的人 都感到不可思议 费茉莉差点忘了 自己的母亲 这样的微笑 是多久之前的事情了 苏灵儿指着骆天蕊 你呀 别看你罪无公海 谁要是得罪你 可真没什么好果子吃 说完 苏灵儿有意看向了费成安 费成安的那张脸 几乎可以不用看了 肿得跟猪头三一样 还在一边站着 刚才有家庭医生 过来给费成安看过 鼻梁骨都差点被打歪了 下手真狠 苏灵儿端着茶碗尝了一口 发现水温微凉 便让女佣拿下去加热 凌羽的双眸 一直盯着那只茶碗 苏灵儿发现凌羽的目光后 不由挑了挑双眉 若有所思的眼神 落在女佣拿走那只茶碗上 久久不语 而沙发的另一端 坐着齐叶 齐叶始终一言不发 因为她惊觉 从老太太出场到现在 都是明显向着我们的 自己孙子被打了 还一点都不心疼 反而让儿子媳妇 跪了两个多小时 还把整个费架 搞得人影马翻的 这时候 门外进来三个人 为首的那个说 太太 今晚开车带 吸烧他们出门的司机 找不到 苏灵儿没说话 后面跟上来一个诱导 太太 厨房里的所有食物 饮料 水果 均检查过了 没有任何袋 迷坏药的可疑之处 苏灵儿还是没说话 最后一个说 太太 今晚的菜单都看过了 没有什么 两两相声会催行之类的 与毙 苏灵儿忽然冷笑了一声 哼 有声小说 不良宠婚 后期 随风 监制 秦忧 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二百六十五集 他一笑完 整个大厅的氛围都骤然缩紧 费莫离紧张地开口道 母亲 你别气坏了身子 这件事情 儿子一定会彻查到底的 费莫离 费莫离说完 又对凌宇道 那水温是苏灵儿 那水温是苏灵儿最喜欢的 他浅浅笑拙了两口 然后将茶碗放在茶几上 冷眼看着徐安西 却对费莫离道 你彻查 你拿什么彻查 苏灵儿说完 指着门口刚才进来的三个人 若不是有人故意掩盖 又怎么会一丁点痕迹也没有 既然是有人刻意掩盖 你又凭什么说 一定会查出来 能掩盖到这么完美 那必然是家里很重要的人 母亲 费莫离 额上全是汗 母亲 我一定会查出来的 苏灵儿深深看了他一眼 然后嘴角一弯 这件事情 我看这样吧 为了避嫌 在真相查明之前 西西先禁足在房间里 你也暂时不要管家里的事情了 明天一早 你暂且搬去别的庄园吧 母亲 徐安西当时就不安了 母亲 不关我的事 苏灵儿不理他 把妮娜 带去我那里 话落 妮娜当场 被人往后院拖去 她吓得花容适色 看着徐安西 夫人 夫人 徐安西 当即跪求苏灵儿道 母亲 妮娜是儿媳的贴身女佣 儿媳已经习惯她了 苏灵儿 云淡风轻荡 反正你要尽足避嫌 未来几天用不着妮娜 你放心 等你出来 我自当还你一个完好无损的妮娜 徐安西看着苏灵儿 哀求的眼神里略过一丝咒怨 却被苏灵儿灵力的眼神清晰捕捉到了 苏灵儿勾唇一笑 看着骆天蕊 奶奶给你一个替自己出气的机会 想不想当小侦探 奶奶让你来查案 好不好 骆天蕊一脸震惊地指着自己反问道 我 苏灵儿笑了 摸摸她微乱的头发 然后对着家里所有人说 未来几日 整个废室庄园 都要全力配合天蕊小姐查案 不得怠慢 骆天蕊惊讶地看着苏灵儿 震惊之余 全是惊喜 因为他完全可以借此查 涉及他们兄妹乱伦的事件的机会 去搜集轩西 意图谋害奇幻出的证据 表面查一件 余下的那件顺藤摸瓜 奶奶 骆天蕊激动地想哭 索性干脆抱住苏灵儿的脖子 轻易地扑在她怀里 谢谢她给自己 这样的一个出气的机会 徐安熙面色大变 看着骆天蕊 又看着苏灵儿 母亲 儿媳不服啊 亲家 他们本就对猪猪的死 心里不痛快 如果说 这次的事件 连儿媳都要避嫌 那么 亲家一家也要避嫌才对啊 万一 本就跟我们没关系 最后查出有关系 这不是冤枉吗 骆天蕊 当即盯着薛安熙道 废太太的意思是 我们家人 都是会蓄以栽赃的无耻之徒 薛安熙醋眉 我 不是这个意思 可是所有人都听出了这个意思 骆天灵诱导 奶奶是个正直睿智的老人家 既亲切又慈想 她是最公正不恶的了 要是蕊蕊查出的结果 确实有虚以栽赃之嫌 你奶奶这么聪慧独到的眼光 自然会一眼就看出来的 废太太如此激动 到底是怕蕊蕊查出的事情 与你有关 还是根本不信任 奶奶有辨别是非的能力 你 薛安熙一时吃鞭 不知要如何回应 她赶紧回身去 拉住自己丈夫的胳膊 莫里 你说句话呀 这件事情与我无关 我被禁足 妮娜也被带走 连你也不许插手 这不是 这不是欺负人吗 费莫里揽着爱妻的肩膀 让她稍安勿躁 到现在为止 费莫里还在纳闷 一向必适的老太太 怎么会忽然 对亲家一家这么好 他们之前 明明就根本不可能认上 还是说 老太太 是想考验我 费莫里揽着娇妻说 母亲 若是让希希避嫌的话 她大不了不参与这件事情的调查好了 没有必要禁足在房间里呀 希希也习惯了妮娜的照顾 母亲 怎么说 希希也是我妻子 她要是被禁足 家里的下人 该看我们秀化了 苏灵儿抬眸 漫不经心地瞥着她一眼 孙媳妇嫁过来没几天 就香消玉允了 一尸两命 亲家一家 来送孙媳妇最后一程 可是却被陷害 差一点就兄妹乱伦了 莫里 你倒是说说看 你们闹的笑话还少啊 飞沫黎文言当即吸了一口气 是 是我们存在失误 哼 你看清楚 整个局面发展到现在 哪一方才是受害人 人家家里被害成这样了 你还不给人家一个出气的机会 你是想怎样 苏灵儿忽然板起脸来 你若是办出出漂亮的事情 母亲可以帮你收尾 你若是还要搅局 那以后就再也没有你说话的机会了 你可别忘了 费家除了你 还有两个孙子 都已经长大成人了 飞沫黎一听这个话 吓得额头全是汗 想着母亲说的话 也是有道理的 亲家一家前后 在费家出了这么多事情 怎么可能善罢甘休 这口气得亲家一家出了才行 不然依亲家们的实力 铁定会闹得没完没了的 费沫黎思索再三 觉得自己刚才帮着爱琪说话 真的是太不懂事了 看来母亲 其实还是向着他们费家自己人的 母亲只是在安抚 我亲家的情绪而已 眨眨眼 她立即端端正正地说 母亲 我明天一早就搬去别的庄园 家里这段时间 就有劳母亲多多操心了 莫黎 徐安熙当即就不安了 莫黎 你不要丢下我呀 费莫黎想了想到 不然 你明天跟我一起走 母亲说让你进族是为了避嫌 你跟我一起离开 也是一样吧 徐安熙张大嘴巴 吓得往后退了一步 让我在这么关键的时候 离开费家 让洛家人 在这里毫无忌讳地 搜查我是怎样害得其唤出 有来害洛氏兄妹 这怎么可能 我必须留下 必须留下时刻盯着 有什么风吹草动的 我才能找机会立挽黄澜呢 莫黎 我 徐安熙摇摇唇 最后握紧了拳头 一字一句道 母亲让我禁足 也是为了费家的名誉 我还是待在家里吧 不管怎样 我既然嫁给你了 那就是这个家里的人 我 还是听从母亲的话吧 费莫黎 看着徐安熙最后的妥协 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希希 你真是体贴 委屈你了 等到这件事过去了 我带你去埃及走走 你不是还想去看爱琴海吗 我们都去一遍 好 徐安熙心不在焉的应声 安然地被费莫黎抱在了怀里 苏灵儿冷笑了一声 不再看向他们 她拍拍洛天锐的后背 今天吓坏了 早点上去休息吧 说完 她看着齐叶还有灵雨 不知道这样的安排 亲家们觉得怎么样 齐叶想了想 然后说 老太太有心了 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我们肯定是要彻查到底 桓氏是一个真相的 灵雨看着苏灵儿 说不出话来 眼眸里涌动的全是渴望 苏灵儿看着灵雨 今天太晚了 你们都回去睡吧 孩子们也都很辛苦了 有什么事情明天再说 灵雨文言一个激动 明天再说 是明天想要跟我谈话的意思 她静静看着这个 气质如蓝 气场磅礴的母亲 心里一遍遍疼着 不知道要经过多少残酷的现实 才能磨练出眼前 如此强大的老太太 她眨眨眼 眼眶红了 苏灵儿健壮 当即转过身 憋过脸 不去看她 睡吧 都散了 说完 贴身女佣上前 挽着苏灵儿的手 就离开了 洛天灵 去拿洛天脸的手 带着她往楼上走 路过静如歌的时候 静如歌还心疼的 小心她的情绪 别让她做噩梦了 洛天灵点点头 燕北随即紧紧跟着她 费莫黎醋眉 燕北 老太太都去后院了 你还不过去伺候 燕北看了费莫黎一眼 道 老太太已经将我跟哥哥 交给了洛家兄弟 以后 他们就是我们的主子 费氏父子闻眼 目光中都流露出 难以抑制的妒忌 齐叶玩耳一笑 看来 老太太是真心疼爱 燕西两兄弟的 才会给他们找了个 最光明的未来 良久 众人一片沉默无声 空气里只能听见 一连串的脚步声 徐安西看着他们那个样子 气得咬唇 费莫黎哄着她 行了 他们是客人 又是亲家 在我们费家遭遇了 这样的事情 我们必然要给他们 一个交代的 等事情过去了 他们回去了 这辈子谁还认得谁呀 忍一忍就过去了 楼上 凌宇他们居住的长廊里 燕西说 要守在洛天灵的门口 这是他的职责 还说 他跟燕北之前 跟着老太太的时候 也是两个人 换着时间 轮班守夜的 可是凌宇 却非要他去方言 那个屋子里睡觉去 还让方言 专门给他打了个 软软的地铺 凌宇说 燕西才十八岁 就像春天的竹笋一样 正是长身体的时候 要能吃 要能吃能睡才行 还说 他们这一层 有自己人守夜 轮不着他 燕西没想到 凌宇说话的时候 会这样平易近人 就好像是 自己家里的长辈一般 诧异 并且感动了好一阵子 回了房间睡觉去了 其夜 回了凌宇夫妻俩的房间 商量着 明天开始的查案方向 经过了费家 这一连串的事情 再加上那条小毒蛇的存在 现在就是谁 都不会相信 奇幻猪的死 那么简单了 而此时 骆天灵跟骆天蕊 也回到了房间里 骆天灵拿出手机看了看 已经快十二点了 他直接拉着骆天蕊的手 让他坐在床边 然后摸摸他的头发 宠溺地说 我去帮你 把里面的浴缸冲洗干净 你拿好换洗的衣服 好好泡个澡吧 骆天蕊看着他如此温柔体贴 想到他只是当他是妹妹 眼角泛起酸涩 僵硬地笑了笑 没说话 却点了点头 骆天灵转身进去 不一会儿 空气里飘响了犀利的水花声 骆天蕊起身拿衣服 因为之前 在大学的女生宿舍里 女孩子们都是睡裙裹睡的 这样对身体好 骆天蕊也习惯了 他想着 跟骆天灵在一个房间里 不穿小三角 显然不合适 于是便只拿了小三角跟睡裙 不一会儿 骆天灵出来了 进去吧 水放好了 好的 浴室的门不要反锁 我不进去 我只怕你万一出现意外 好的 他点点头 拿着衣服 就要进去 走了两步 忽然面前 横出一道胳膊 挡住了他的去路 他疑惑地抬眸 迎上他 满是心疼的双眼 别胡思乱想 等心则洗的事情结束了 回到中国 我们好好谈谈 他挑了挑双眉 点点头 他放下胳膊 他向前走了两步 手臂忽然又被他拉了回去 他温热柔软的双唇 轻轻印在他的额头上 动情地说 你怕 以后我会保护你 他的小心肝 扑通扑通直跳 下意识地往后躲开 哦 骆天灵看着他 迅速落荒而逃的身影 还有那道 迅速关上的浴室门 满是无奈地叹了口气 等到半个小时后 骆天蕊洗干净 换了睡衣出来的时候 连头发也在里面吹干了 骆天灵浅笑 我去洗了 你要是睡不着 就先看电视 等等我 我冲一下就出来了 他说过 他一个人睡觉会害怕 他记得 他依旧无声地点点头 往前走了两步 却赫然发现 之前铺好的地铺 已经被撤了 地铺呢 他当即看着他就问了起来 他却是理所当然地说着 大哥就不在这里睡了 大哥就不在这里睡了 大床够睡 干嘛还要睡地铺 再说了 妈妈之前让我好好照顾你的 说怕你做噩梦 你要是睡在我身边的话 我也方便随时照看着你 他愣愣地看着他 房间里的光线还算是明亮的 他的瞳孔里流露出来的一文正经 让他看不出一丝别的意思 有声小说不良宠婚 后期随风 监制秦幽 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266集 好半天 他看着床上的两只枕头 跟两床宝贝 木讷地点点头 哦 那好吧 反正之前 我车祸住院的那几天 我们也是同床的 又不是一个被窝的 怕什么 骆天蕊此时在心里 严重鄙视自己 人家只是把你 当做亲妹妹了 你紧张什么呀 他此刻 各种娇憨的蒙态 还有一脸纠结的表情 全都被骆天蕊看在眼里 他愉悦地挑了挑眉 拿着换洗的衣服 留下他一个人 在灯光下胡思乱想 走进了浴室 等他换了一件纯白的背心 跟一条同色调纯棉的家居长裤 从意识里走出来的时候 他的头发还是半湿的 似乎是赶时间 所以没有吹 只是随便擦了擦 他看着他端端正正地坐在大床的边缘处 给他留了三分之二的位置 不由勾了勾唇 走上前直接伸手关了电视 谁笑了 他点点头 小身子开始往下蹭 躺好之后又觉得有些别扭 干脆转过身背对着他 他爬上床 拿过空调遥控器看了看 微微做了调整 然后伸手叫关灯 他似乎是感觉到了 紧张兮兮地转过身来看他 二哥 能不能不要关灯 他好怕 好怕一关灯 眼前一黑 那些被男人强行 的画面 又会跳出来折磨他 骆天灵看着他一脸忐忑的样子 还有他瞳孔中深深的恐惧 看了好一会儿 他还是选择了关灯 二哥 开开灯好不好 空气里传出他细弱的哀求声 他却抽掉了自己身上的宝贝 然后拉开他的 钻了进去 他拉过他微微僵硬的身子 整个揽入怀里 他的唇 轻轻贴着他的额头 宛若八爪鱼板 将他彻底包裹住 我已经把你完全保护起来了 在我的怀里 睡吧 别怕 他无比温柔地呢喃 说话间 双唇轻轻婆娑着他的额头 他感到安心的同时 额头微痒 抬手去抓了抓 却不小心抓到了他的嘴巴 他张口 毫不客气地稳住 他顿时吓得一动也不敢动 手心里传来他如湿的气息 这种怪怪的感觉 让他之前紧张的身体 一下子全都软了下来 骆天灵紧紧地抱着他 较急的毛子 隐匿在漆黑的夜里 骆天蕊刚刚沐浴过 手指间还带着沐浴后的清香 充斥在他的口腔 轻轻舔了两下 心跳跟血液 瞬间都波澜壮阔了起来 他的手指动了动 他微微张开嘴 他收回小手放放好 脸颊一片红霞四季 他咽了咽口水 深深吸了一口气 睡吧 过了好一会儿 他在他的怀里开始挣扎 企图逃出去 嘴里还说着 二哥 虽然是亲兄妹 但是这样睡觉也不好吧 骆天灵挑了挑眉 脚下的毛子转了转 问 你吃醋了 虽说是在问他 可是语气 却听出一抹肯定 骆天蕊有些摸不着头脑 我吃什么醋 骆天灵将他重新 拉回怀里抱着 动作很轻柔 但是抱好之后 双臂肩的力道却很大 如同钢铁的枷锁般 任他怎样也逃脱不掉 别动 让我好好抱会儿 他附在他耳边说着 小猪猪 我 很想你 就是这样关上灯 看不见 他的气息跟神韵 才会愈加明显 骆天蕊全身一僵 一动不动 听着他叫自己的乳名 鼻子到心里 全都是酸溜溜的 他咬唇 这些天跟骆天灵的相处 他对其唤出的眷念与伤心 并不明显 他声色沙哑地说着 二哥 你 你不是已经忘记小猪猪了吗 你觉得 我会忘了吗 我觉得 你已经忘了 叶 无声蔓延 骆天灵听出来了 他 是不打算承认自己的灵魂了 是因为 此刻觉得我们是亲兄妹吗 还是因为怕他自己说出来 我不会信任他 骆天灵一下一下 不断亲吻着他的额头 我说过 不许再看亲我 你还记得吗 他不说话 他又说 哇 骆天灵 真的很爱 很爱 气宽中 他眨眨眼 眼泪 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他似乎 在黑夜里 一样可以窥探到 他的一举一动 一下下 将他脸上的泪花灼干净 又说 之前 我一直当你是妹妹的 从不觉得你比小猪猪漂亮 也从来对你 提不起其他的兴趣 自从你偷了我的车钥匙 出了车祸之后开始 我隐约紧感觉到 你似乎是变了一个人 说到这里 他怀里的小人 明显开始瑟瑟发抖 他叹了口气 将他抱得更紧 一边想着 无让他在为 进击店的事情烦恼着 一边还要顾虑他的心情 他根本不愿意 有人拆穿他 骆天灵 此刻满脑子想的都是 怎样才能更好的 守护他那颗 坠坠不安的心 怎样才能 让他的心头的阴云 一片片悉数散去 他的伤口 让他心疼 他即便不说 有些事在他的心里 已然猜测到了八九分 斟酌了好一会儿 他说 瑞瑞 你 愿不愿意 替小猪猪继续爱我 骆天锐无言 骆天宁又说 瑞瑞 我真的很爱 奇幻数 但是在你车后后 我就莫名其妙地 爱上你了 这几天我一直在想 这是为什么 我总觉得小猪猪 没有离开过我 有时候甚至 会幻想着 你就是小猪猪 骆天锐 饥不可闻地颤了颤 所以 你当我是替身 骆天灵无言 骆天锐 忽然情绪激动地 质问起来 小猪猪姨妈 前脚刚死 你不伤心 不难过 第一件事情 就是找了个替身 然后把你对他的爱 转移到别的女人身上 这就是你跟他说的什么 密爱一世 骆天灵想死了 怎么解释都是错 这件事情本身就很离奇 我到底要怎么说怎么做 他才能满意 才能让他彻底放下包袱 重新快乐地生活 他醋眉 瑞瑞 我不是那个意思 他沉浸在他自己的情绪里 伤心哽咽起来 骆天灵 你所谓的爱情不过如此 你太让人失望了 骆天灵心口一致 万般纠结 忍无可忍地翻身而上 将他压在身下 他扶手 堵住他埋怨的小嘴 他没有接吻的经验 因此 只是温柔地 含住他的双唇 像是婴儿芸汐一般 一点点沉迷地亲吻 温柔地不像话 他的大脑一片空白 忽然他抬头在黑暗里 与他对视 怎么说都是错 怎么找借口 想要说得圆满一些 到了你面前 就会漏洞百出 我都不知道 要拿你怎么办了 喜欢出 我知道是你 你让我深爱 让我痛苦 让我心疼 让我联系 如果你就在我身边 但是我却认不出你 我还有什么资格 说我爱你 骆天蕊无言 骆天灵 无力地垂下脑袋 二十岁的少年 正是血起方刚的年纪 却因为珍惜他 爱护他 而死死守着某条线 不敢越举 任着身体的变化 他轻飘飘地说着 你不承认都没用 我知道是你 喜欢这 你化成灰 我都会认得你 我爱你 化成灰 都会认得我 这样不寒而栗的句子 他听起来 却是如此感动 天灵 你 骆天蕊只说了三个字 便热泪盈眶了 这些日子以来的噩梦 委屈 心酸 苦楚 仿佛地因为他的这句话 而变得微不足道 他从他的身上下来 搂着他的身子 在他看不见的黑夜里 流下眼泪 不只是这辈子 下辈子 下下辈子 不管你藏得有肚神 不管你变成了什么 我都会一眼认出你 我爱你 林宇夫妻俩一早就起来了 齐叶也是 因为知道孩子们 昨晚受了惊吓 便没有去吵他们 而是直接在餐厅用餐 之后就让费成安开车 在前面带路 费成安不解 疑惑地问 去哪儿 齐叶淡淡道 事发现场 我女儿车祸的地方 费成安淡淡醋眉 可是 奶奶不是说 全力配合锐小姐 查昨晚迷换药的事情吗 凌宇挑了挑双眉 他查他的 我们看我们的 我们这趟来的目的 不会因此改变 费莫离天一亮 就离开了这里 去了别的庄园 而徐安熙也被禁足在家 根本出不去 这会儿 费成安想要找个人商量一下 似乎都找不到 硬着头皮 他只有开着车子 将他们往外面 尽管是上午九点多 但是剩下的高温 却依旧灼灼其滑 当费成安将他们带到了之前 费家父子商量好的路段的时候 停下车 从车里下来 车里车外两个世界 企业他们全都下来了 这条路是个下坡路 前面不到十米的距离 有个急转弯 道路有些偏窄 两旁各种了一排红山树 这样的路段 看起来还真是容易发生车祸的地段 企业他们很仔细地在这里看了看 怎么也找不到车祸遗留下来的痕迹 连这里路边所有的红山树 树皮都是完好无损 没有任何被碰撞过的痕迹 费成安似乎是看出他们的疑惑 当时就解释起来 这里的车祸路段 已经被相关部门清理过了 齐叶醋眉 那也不至于什么都看不见吧 灵雨想起昨天在客厅里 跟费莫黎聊其换猪后事的时候 费莫黎出示过一份交通肇事的事故鉴定证书 上面有照片有案例鉴定结果 有家属签字以及盖章 但是这种东西在中国都能造假 谁能保证在美国就不能造假 于是灵雨拉着费成安 又问了很多关于车祸的细节 比如当时骑换猪的车子 是在哪个固定位置出示的 事故时间大约是几点到几点 又问那天晚上费成安去了哪里 为什么会想到让怀孕的妻子夜深了 还独自开车出去 家里的司机当时都去哪里了等等 费成安一时招架不住 眼桌子一转干脆哭了 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男人 大太阳底下响起王妻 哭得声泪俱下的 再加上他被骆天灵打得鼻青脸肿的样子 这一幕甚是滑稽 齐叶也想揍他了 齐叶的肠子早就毁清了 当初听女儿说要结婚 她肯定是反对的 因为女儿还小 才二十岁 而且男方还在国外 婚后她跟女儿便要分隔两地 万一女儿在外受了欺负 连个说话的人都找不着 可是一听女儿说怀孕了 她这才咬牙 问了问亲家的家境 齐叶捏紧了拳头 心里恨的不是一点半点 早知道 我宁愿做个铁石心肠的父亲 把女儿拖回中国去强行流产 就算女儿怪我 怨我 至少现在女儿还会火生生地站在我面前 我怎么会答应这么该死的亲事 靳如歌 看出企业的情绪 渐渐抓狂起来 赶紧安抚企业 小姑父 既然承安现在情绪激动 对猪猪的事情也说不清楚 那就让她带我们去看看猪猪的遗体吧 费成安文言全身一睁 城堡外整个车库一排全被炸了个干干净净 所有的下人被费莫黎下了封口令 不得对外透露 明显这起事故是跟炸药有关系的 但是炸药的量纪掌控得特别好 当时费莫黎心里觉得 最会干这种事情的人应该是自己的小儿子 费成康 由于没有证据 时间又紧迫 费莫黎又害怕别人追究什么 牵连出小儿子 于是选择了包庇这件事情 伪造成另一副模样 而费成安同样也是怀疑自己的弟弟费成康 心里怨恨不服气 却看父亲如此包庇弟弟之后 隐忍作罢 想着日后定要让弟弟生不如死 费家父子坚 就是这样产生了一股莫名其妙的默契 甚至在给苏玲儿打电话的内容里 费成安说的也是奇幻猪车祸 而非蓄意杀人 奇幻猪的尸体炸得连炸都找不到了 他们清理了现场之后 直接让人把那里翻新 连续几天几夜 马不停蹄的施工 车库就这样生生的被改造成了仓库 里面还放满了物品 所以起初费家人才会忐忑不安的 在电话里说 把奇幻猪的骨灰火化好 让费成安带回去 本来一家人松了口气 却不想亲家忽然改口说要过来看看 费莫离是花了好大的力气 才辗转弄来一具女尸 配合的还烧了烧 有声小说不良宠魂 后期随风 监制秦幽 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267集 费家父子原本想的是 他们应该不会有勇气去看奇幻猪浑浑身烧焦的尸身的 毕竟是亲人 怎么会看得下去 可如今 靳如歌却提了出来 要看尸体 那尸体烧完之后 面目全非 放在了太平间的冷藏处世间 毕竟这里是新泽西 是费家人的地盘 有钱能使鬼推磨的道理 不分国度 也不分种族 而此刻 费成安最害怕的 就是见了尸体之后 他们还会要求 检验尸体的DNA 靳如歌 看着费成安 久久不语的样子 好心地安慰 承安 你也别太难过了 小猪猪已经不在了 我们活着的人 还得保重 费成安连连点头 谢灵太太关心 靳如歌 玩耳一笑 那我们 去看看猪猪的遗体吧 费成安 面露男色 坎特道 这货 都烧焦了 齐叶 听见烧焦两个字 头皮一阵发麻 双腿 一阵发软 而灵雨 则叹了口气 昨天的事故报告 监定书上 确实说是翻车 漏油 加上高温自然 但是 不管怎样 猪猪是我们的亲人 遗体再不堪入目了 我们也要亲眼见上一见 灵雨说话间 拍了拍齐叶的肩 来都来了 那就把事情彻底查个 迷迷白白的 猪猪才能安息 齐叶 深吸一口气 缓解了一下情绪 点点头 走 我们去看看 费成安点点头 面色哀伤 实则是忐忑不安 上了车后 他的车依然是在最前面 方言开着车 带着灵雨夫妻 跟齐叶在后面 最后面 还跟了一辆暗卫的车 一路风尘仆仆 所有人的心情 都是沉重煎熬的 四十分钟后 当齐叶亲眼目睹了藏尸间里 拉开的那句烧焦的女尸吼 终于 再也扛不住地 两眼一黑 晕了过去 靳如歌一直站在门外 眼泪止不住地流 就是不敢进去看一眼 从小 像女儿一样亲近的孩子 每每看见他 都会俏皮地 喊他如歌的孩子 顷刻间 成了一具烧焦的尸体 他怎么可能看得下去 当后来方言背着昏迷的 齐叶出来的时候 靳如歌的泪水 更是铺天盖地而来 淋雨红着眼眶 费成安也是 他们脚下 踩着匆忙的步子 将齐叶送去急诊室 上午 当骆天蕊 缓缓睁开双眼的时候 目睹的 就是骆天灵 宽阔的胸膛 因为他穿着背心 所以目光上移 清晰地看见了 近在咫尺的一节优美的锁骨 还有他结实性感的肩膀 洛家兄弟的皮肤 遗传了妈妈的 白皙 娇嫩 跟灵雨那种 带着古铜色质感的肤色不同 骆天蕊眨不着眼睛 看着眼前 上等杨脂玉般的 白花花的一片肉 流口水的同时 有些隐约的嫉妒 缓缓抬起小手 轻轻触碰在 他性感的喉结上 他一碰 他的喉结 就会上下滑动一下 再碰 还是如此 他小心翼翼地 反复试了几次 乐此不疲 却忽略了头顶人儿 嘴角 擒着的那一抹 淡淡的微笑 忽然 眼前的人 翻身而上 将他娇小的身躯 彻底压下 他惊讶地 瞪大美目看着他 一下都不舍得眨眼 甚至还会觉得 这一切 是不是一场梦 昨晚 他对他表白 说认出他之后 就这样悄无声息地 睡着了 在他的怀里 他满满地感动 也跟着睡着了 此刻 弹见他扶手 一吻 落在他的额头上 小蜘蛛 早日好 骆天蕊的心肝 如小鹿乱撞 瞬间红了脸 煞是好看 骆天蕊静静瞧着 说实话 家里人过去私下里 都说妹妹 比小猪猪好看 可是他一直都觉得 小猪猪比妹妹 不知道漂亮多少倍 大哥笑话他 说他是情人眼里 除夕师 他还不屑一顾 如今 当他知道 眼前仁儿的内在 是他心爱的女子之后 破天荒地 开始转变了眼光 竟也觉得 骆天蕊很漂亮了 他不得不服气 都说情人眼里出西施 这话果然不假 不管你在哪里 我都会觉得你最好看 骆天蕊的眼眸里 流淌过流光溢彩 来不及羞涩 他的目光缓缓下落 下一秒 身上的人儿 却将脑袋 埋进了他的颈簸 别动 近乎沙哑隐忍的一句 瞬间 让骆天蕊 明白了一些变化 他还真就 一动也不敢动 只是嘴里问着 要 要多久才能好 骆天蕊猪眉 张嘴 在他的肩头 不轻不重地咬了一下 不知道 骆天蕊眨眨眼 忽然脑海中浮浅出一些不好的记忆 吓得他呼吸都渐渐变得凝重起来 尤其当他这样神神秘秘的 这感觉让他害怕 骆天蕊清楚地感觉到他情绪的变化 微微抬头 就看他脸色微白 眼眸里也流露出慌张 他赶紧从他身边下去 再也不敢贪恋他的体温 甚至离得他有些远 很认真地看着他 小蜘蛛 我不会想爱你 说完 他看他闭上眼 不说话 于是赶紧掀开被子 就跑去洗手间了 过了会儿 他出来了 一切恢复如初 他重新爬回床上去 笑着看着他 现在别怕了 骆天蕊闻眼 缓缓睁开眼睛看着他 四目相对 好一会儿 他主动凑了上去 拦住他的腰肢 把头埋在他的胸膛 天灵 对不起 对不起他忽然消失 对不起他转身嫁给了别人 对不起他让他伤心了 骆天灵叹了口气 我也有错 反省这件事情的话 我们都有错 所以 要珍惜来之不易的生命 以后我们之间 不可以有秘密 没有秘密 就不会有误会 不会觉得没有安全感 更不会彼此错过了 骆天蕊听着他的话 只觉得心里酸酸的 真的可以吗 以前我们说过灭爱仪式 此生不婚 可是如今 我们同是骆家的孩子 爸爸跟妈妈 怎么会愿意 让自己家的两个孩子 都一辈子打光棍 他抬手端着下巴 很认真地想了想 天灵 我们好像 还是没有未来 骆天灵笑了 傻瓜 我去没有 现在有了 他眨巴着大眼睛 一本正经地问着 什么意思 他捏了捏他的小脸 嘴角 亲着淡淡的微笑 蕊蕊是四个月大的时候 从纽约抱回来的婴儿 不是我爸我妈亲生的 是养女 所以 我跟蕊蕊之前 没有续言关系 他说完 他张大了嘴巴 愣了好一会儿 等他反应过来 就兴奋地 拉着他的胳膊 不停地 大幅度地晃来晃去 我以前看你们 从巴黎回来的时候 带着蕊蕊 还以为是你们的亲妹妹 那时候的蕊蕊 都会走路了 骆天灵 撇开嘴笑 看他心情晴朗 他的心里 也跟着痛快起来 他又继续惊喜地 咬着他的手臂道 这样的话 我们以后可以结婚了 我们可以公开相爱 我们还可以生宝宝 说到这里的时候 他忽然顿住 然后松开自己的双手 捂着脸 就钻回了他的怀里 骆天灵 心情好得没话说 故意逗他 原来啊 你一直都很想 跟我生宝宝 那我们 要不要早一点 跟爸爸妈妈说 然后早一点结婚 生宝宝 骆天蕊 微微抬起头 看着他 蕊蕊还小 貌似我这次回去 还要准备高考 怎么说 也要等到大学毕业 才能结婚呢 骆天灵 面色哀怨 还有那么久啊 骆天蕊笑了笑 从他怀里钻出来 不久啊 有我陪在你身边 我们能在一起 才是最重要的 骆天灵 听见他说完这一句 脚下的毛子 一一生辉 顷刻间 扣住他的后脑勺 翻身而上 压着他 吻了下去 他有些笨拙地吻食着 却被他拼尽全力挣扎 他歪过脑袋 轻声地哀怨道 我 你 我们可都没刷牙呢 骆天灵气喘吁吁地 撑着胳膊 腐懒身下的他 好半天没动静 他纳闷 转过身看他 就发现 他那双 恰似着了伙伴的眼眸 正盯着自己 他小脸一红 赶紧双手 抱鼻遮挡住 不许看 骆天灵眨眨眼 有些艰难地转过脑袋 掀开被子下去 我先去洗漱 你换衣服吧 等到骆天灵 在洗手间 收拾好了出来 骆天蕊 也已经换好了 一条连衣裙 美滋滋地 站在原地等他 他的目光 在他身上 微微打量了一下 然后说 怎么不穿裤子啊 说完 他上前 看着他膝盖上 五六厘米的裙摆边缘 簇簇 太短了 去换了 骆天蕊的鹅脚 三道黑线 我好看吗 他不理他 直接走到衣柜边 翻着起来 因为这次是小路 所以就带了两三套衣服 方便换洗 除了昨天的牛仔裤 余下的是两条裙子 牛仔裤脏了 骆天灵 不好勉强他 拿起另一条裙子 发现那条的长度 是到膝盖下面的 于是 直接递给他 穿这个吧 他吐吐舌头 结果 转身就去洗手间了 骆天灵换了衣服 然后打开电视 坐在一边看着 等了会儿 他洗漱完毕 换好衣服出来了 他这才发现 这条裙子 长是长了点 可是威灵 低胸 那一片美好的沟壑 一目了然 当下就急了 这都是什么衣服 骆天蕊一愣 垂眸看了看 这裙子很漂亮啊 浅蓝的调调 很纯洁 上面有点白色的球点 很可爱啊 后腰上 还有个精致的蝴蝶结呢 我饿了 骆天蕊确认 自己穿得没问题 然后笑着上前 拉着他的手臂 一下一下地 轻摇慢晃 天灵 小天灵 我饿了 我们去吃东西吧 骆天灵 被他这样撒娇 心脏有些附和不来 干脆起身 拉着他 往怀里一带 紧紧抱着 你干嘛 一会儿出去 记得叫我二哥 咱俩的事情 当你刚好结束了 上了大学以后 再慢慢找机会 跟爸爸妈妈说 爸爸和妈妈 最在意我们的学业了 所以暂时得完整 嗯 他点头同意 我饿了 走吧 吃东西去 嗯 他忽然也跟着撒娇 卖萌起来 抱着他的身子 还左右摇摆起来 还没抱够呢 嗯 骆天蕊不敢置信地 看着他的后背 他居然这样跟我撒娇呢 不过骆天灵还是心疼他的 怕他饿坏了 抱了不到一分钟就放开了 他牵着他的手 准备走出去的时候 忽然想起了什么 轻声问 你 这件事怎么死的 骆天蕊 瞳孔一缩 阴亮 一下子变小了 薛安西 他骗我 让我去开他的车逃跑 结果车上有炸药 我一开车 就炸了 就在车库里炸的 骆天灵愣住 当即抱着他的脑袋 在他的眉眼间亲了又亲 小猪猪不怕 小天灵给你抱住 一定要让他收紧动语 还轻死不怕 出了房间 骆天灵就看见燕北 在房间门口等他 燕北笑笑 天灵哥 靳如哥吩咐他这么称呼的 骆天灵显然也很喜欢他 也很喜欢这样的称呼 笑了笑 大人们呢 燕北道 跟着大少爷出去了 说是去看少夫人 车祸时候的路段去了 骆天灵闻眼 侧过目光 看了骆天蕊一眼 发现他的情绪没有异常 这才稍稍放心 又说 我们去后院吃早餐吧 看看奶奶 顺便看看大哥 好啊 骆天蕊当即点头 没有意义 燕北笑道 老太太一定会很高兴看见你们的 有声小说 不良宠婚 后期 随风 监制 秦忧 欢迎您继续收听 自从老太太将他们送给了骆家兄弟 燕西跟燕北 在手机里 不知道发了多少条短信互动 都说 骆家的主人 对他们很好 燕北听哥哥说 骆家人 还打算送他们去上大学呢 他心里可开心了 过了这么多年 一成不变的生活 他们两兄弟 对于外面的世界 也很向往 三人一起布下台阶 燕北发现 新主子跟妹妹的感情很好 全程都拉着他的手 燕北没有妹妹 所以不知道 这样算不算亲密 但是他跟哥哥之间 肯定不会这样的 燕北经常会想 如果有一天 他们能找到家人的话 该是多么开心的一件事情 因为苏灵儿从小就告诉他们了 他们是他无意中 从人贩子的手里救回来的 是被拐卖的孩子 而不是被父母有意遗弃的 因此他希望他们努力向上 好好做人 将来会给他们 找个最好的依靠 让他们有机会 可以寻找亲生父母 不得不说 苏灵儿对他们兄弟而言 是大恩人 也是世上最善良的奶奶 越过后院 洛天灵拉着洛天蕊 一起跟大海龟 打了个招呼之后 就跟着燕北 进了老太太的宅门 沙发上 洛天骑正坐着 手背上 被老太太请来的家庭医生 扎了针头 正在输液 燕北汇报说 太太 天灵哥说 想跟三小姐一起过来吃早餐 苏灵儿 一见他们来的时候 就喜从心上 一听他们还没吃东西 就赶紧让下人准备 燕西燕北 两兄弟见了面 就各自骄傲地挑了挑眉 脸上都挂着 从不曾有过的笑意 洛天灵直接走到哥哥身边 挖着他的手背看了看 奶奶 我大哥 是不是身体又不舒服了 苏灵儿道 只是怕你哥哥 留有神经系统的后遗症 所以给他输了点 修护神经系统 并且加速体内排毒的 对身体好的 哦 洛天灵点点头 看着苏灵儿面前的茶碗 眸光一闪一闪 奶奶 我爸爸也有这个碗 苏灵儿刚拉过洛天蕊 坐在自己身边 一听这话 当场就震惊了 什么 洛天灵道 我爸爸也有 是我爷爷给他的 我原以为这碗 跟我爷爷墓地里陪葬的那个 是一对 可如今奶奶也有 看来这是批量生产的 并不独特 这碗 还是洛天灵小时候 时常听见大人们说起的 但灵雨藏得好 他没机会见 之前看妈妈专门凑上去看着碗 又看爸爸昨晚在客厅盯着着碗 他心里大胆地推测了一下 这才想着要试探苏灵儿 苏灵儿 微微缓和了目光 不说话 洛天灵上前挽着苏灵儿的胳膊 孩子般笑着 奶奶 你人真好 您知道吗 我爸爸他呀 从小就没有妈妈 很可怜的 既然你们都有这样的碗 看来是缘分 不如奶奶收了我爸爸做干儿子吧 我爸他呀 很想妈妈呢 洛天灵一脸天真的看着苏灵儿 阳唇一笑 乖巧中自然卖萌 奶奶 您说我爸爸做干儿子吧 洛天蕊 没想到他会忽然这样 愣愣的也不说话 洛天奇在一边书页 听着弟弟这样说 也愣住 不知道他打什么主意 而苏灵儿则是红了眼眶 叹了口气 好一会儿大厅里一片寂静 燕北忽然上前道 天灵哥 三小姐 早餐准备好了 洛天灵点点头 也不再强求苏灵儿 起身拉着洛天蕊 就去一边的餐厅了 奶奶 我跟蕊蕊先去吃饭 苏灵儿点点头 看着他们兄妹离去的背影 沉眼的片刻 扭过头看着洛天奇 天灵跟蕊蕊的感情 似乎很要好 贵妃踏上躺着 还披着宝坛的洛天奇 随即露出一抹暧昧的笑 蕊蕊是我跟弟弟 一手带大的宝贝 关系自然是好的 尽管费家老太太 对他们似乎是挺贴心的 但是洛天奇也没打算 就此轻易相信一个人 更不会把蕊蕊的身世 还有蕊蕊跟弟弟的恋情 说出去的打算 在他看来 信任这种东西 是需要长久的默契 才能衍生出的产物 而保守秘密最好的方式 就是自己管好自己的嘴巴 苏灵儿此刻的目光 落在面前的茶碗上 思绪长久飘远 餐厅 洛天灵拉着蕊蕊坐下之后 看着一桌子的小馄饨 牛肉剥贴 还有肉丁小烧买 都要怀疑 自己是不是生活在中国了 尤其燕北正在动手 给他剥着茶叶蛋 洛天蕊看着他 燕北哥 你吃了吗 坐下一起吧 燕北闻言一愣 盯着洛天蕊 精致漂亮的脸蛋 好一会儿没缓过神来 洛天灵的面色忽然有些阴郁 却也配合着说 没吃就一起坐下吃吧 燕北当即回神 补充了一句 谢谢天灵哥跟三小姐 我吃过了 睡家的下人 都有固定的用餐时间 说完 他便将手里剥好的茶叶蛋 放在了洛天灵手边 一只干净的小碟子里 然后去剥下一个 洛天蕊很喜欢这个小馄饨的味道 真好吃 这里面是牛肉吧 燕北笑道 是啊 老太太喜欢吃牛肉馄饨 牛肉属红肉 补血 补微量元素 老太太平时饮食清淡 不喜大婚 所以家庭医生建议她 每天早餐的时候这么吃的 这个还是老太太亲手包的呢 是吗 洛天蕊面色露出惊喜 难怪这么好吃 原来是爱心馄饨 爱心馄饨 洛天灵挑挑眉 当下似乎想到了什么 燕北将手里剥好的鸡蛋 放在洛天蕊手边干净的碟子里 然后问 还要吗 洛天灵摇摇头 不用了 你去洗一下手吧 好 等到燕北退下之后 洛天蕊自然的就要去拿面前的鸡蛋 洛天灵却快他一步抢了过去 咬了一口 一问正经道 嗯 这鸡蛋煮的真好吃 还有碧螺春的味道 洛天蕊醋梅 你干嘛呀 你不是有吗 洛天灵三两口 赶紧送嘴里 又救了几口馄饨汤 全部吞下 然后拿过盘子里的一枚茶叶蛋 亲手包起来 包好之后 笑盈盈地直接递给他 还你 洛天蕊无奈地接过 真是莫名其妙 洛天灵抽过一遍的纸巾擦擦手 看他吃了他给剥的鸡蛋 嘴角擒着淡淡地笑 我的女人 干嘛要别的男人伺候 我的女人 我就要事事亲力亲为 自己动手伺候她 这是乐趣 更是福利 等到燕北回来的时候 顺便带来一个消息 天灵哥 你父亲他们都回来了 只是 亲家老爷似乎悲伤过度 昏迷了 刚刚从医院醒过来 什么 洛天蕊文言一惊 当即就放下了勺子 洛天灵关切地看着他 别急 人回来了 想必没事了 我们一会儿去看看 看着他 似乎没心情吃东西 洛天灵又说 你把碗里的馄饨吃完吧 这毕竟是奶奶亲手抱的 洛天蕊眼角擒着泪 心里惦记着齐夜 垂下结毛后 拼命快吃 连汤都喝得不胜 最后自己抽过一张纸巾道 我们过去吧 洛天灵点点头 两人起身走到沙发边 洛天灵看着苏灵儿 奶奶 我们要去前面了 我爸他们 今天出去勘查 朱朱姨妈的出事地段 结果伤心过度 听说还晕了个人 晕了个人 苏灵儿 当即站了起来 这是怎么回事 燕北醋梅 刚想开口解释说 是齐夜晕倒的 却又看见洛天灵 上前一步 挽着苏灵儿的胳膊 奶奶 您不知道 朱朱姨妈 虽然是我姨妈 但是我父母 都当她是亲生女儿吧 我爸爸 更是对朱朱姨妈 宠爱有加 因为曾经 有段时间 我爸因为他自己的身世 不明而绝望过 还想过要亲生 那时候是 婴儿时期的朱朱姨妈 陪着我爸爸 一起度过的 所以 现在出了这样的事情 我爸的心情 就跟痛失爱女士一样的 骆天蕊跟骆天起闻眼 全都用不可思议的眼光 看着骆天灵 这小子 今天早起后 莫非脑子被驴踢过了 怎么尽说些不着调的话 苏灵儿 却是全身颤了颤 眼里一下子 就浅满了泪 再也掩饰不住 你爸爸 他 曾经因为自己的身世绝望 还要轻生 嗯 骆天灵重重地点头 可惜 好不容易跟我妈妈 有了幸福的家 又遭遇了白发人 送黑发人 我就怕 刚才晕倒的 可必是他才好 千灵哥 燕北闻眼 以为骆天灵刚才误会了 急于解释 晕倒的那个 晕倒的那个人 现在身体一定很虚弱 骆天灵忽然话锋一转 看着燕北 我跟妹妹起得吃 早饭吃得也吃 马上就要午餐了 我爸爸一定吃不下的 燕北 刚才的馄饨很好吃 还有吗 我想给我爸端一碗过去 我爸可爱吃牛肉馄饨了 燕北摸摸后脑勺 哦 我去看看 我去吧 苏灵儿忽然抬手摸摸自己的脸颊 其实是掩盖泪痕 然后边往厨房去 边说 我去煮 等我一下 等到老太太步履匆匆而去 骆天蕊跟骆天琪 当即责怪起骆天灵来 你搞什么呀 怎么可以让奶奶自己动手 给爸爸煮馄饨 天灵 你今天的话 怎么这么不着调啊 连一边站着的燕北也醋眉 天灵哥 晕倒的那个是亲家老爷 不是您父亲 骆天灵淡笑不语 他缓缓走到客厅的小窗户前 透过薄薄的蕾丝沙漫 凝望着对面的风景 城堡的后门口 跟整个城堡的背部一览无余 他不由地挑了挑双眉 这里果然是蛰伏的最佳点 看来老太太的与世无争 只是表面了 否则也不会真的有能力 领导整个废家了 苏灵儿的动作很快 六七分钟左右 就亲手端出来一个托盘 里面放了两碗馄饨 还有两只汤勺 端过去吧 苏灵儿将东斜递给燕北 给灵少跟灵太太的 洛天灵当即大步上前 轻轻小心地接过 我来 苏灵儿没有拦着 看着托盘安全地转移到了洛天灵的手里 不由松了口气 那模样似乎洛天灵此刻手里攥着的 正是他的心 拜别过老太太 他们兄妹二人带着燕北前往城堡 洛天灵小心翼地端着东西 一步步稳稳地踏上台阶 越过精美奢利的长廊 走向齐夜的房间 方言看着洛天灵亲手端着混沌 远远而来 沉引了一下 想着这食物应该是有特别之处 经过昨晚的相处 方言知道 燕北是个懂事乖巧的孩子 于是 带洛天灵兄妹走得近了 方言直接将房门打开 房里 齐燕面色苍白地躺在床上 眼眶很红 靳如歌亦是如此 而灵雨也好不到哪里去 一具烧焦的女尸 将他们三个强大的人 虐得心肝脾肾肺 全都剧烈地疼痛了起来 甚至到现在 齐燕还精神恍惚 三人心里只庆幸 还好靳墨威没有跟来 不然他怎么可能受得了 爸 妈 姑爷爷 骆天灵端着托盘走进去 身后的骆天蕊 看着齐燕面颊苍白的样子 仿佛才一夜不见 他就已经苍老了好几岁 眼泪一下子就落了下来 骆天灵将托盘 放在父亲身侧的床头柜上 看着齐燕这样 忍不住回头去看骆天蕊 果然 这丫头忍不住 已经哭了 凌宇看见馄饨 眨眨眼 叶 这馄饨不错 吃一碗吧 把自己照顾好了 才能有能力 给女儿讨一个公道 对不对 齐燕眨眨眼 忍不住再次落下泪来 凌宇抽过纸巾 轻身上前 亲手擦出了他的眼泪 笑着说 以前江湖中总是传闻 太子与微臣有激情 今日一看 果然不假 齐燕哭笑不得的 看着凌宇 这辈子 交的朋友有很多 但是交心的 并且能把对方的事情 当做自己的事情一样 认真对待的 少之又少 齐燕还记得 自己是怎么跟凌宇认识的 那年夏天 还是凌宇 悄悄打了骑士的 给齐燕的秘书留言说 莫威 医院 早孕育人流 那一刻 齐燕才知道 济莫威 原来怀孕了 齐燕一直将凌宇 记在心里 后来看着 得来不易的幸福家庭 他明白 若不是小猪猪的存在 济莫威 一定会继续完成 他世界冠军的梦想 不会就这样 甘愿守着他 做一辈子的贤妻良母 那时候的他们 爱得都很彻底 谁会想到 二十年后的今天 会有这样的遭遇 有声小说 不良宠婚 后期 随风 监制 秦幽 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二百六十九集 齐燕 神神吸了一口气 抬头 看着白色的天花板 早知道会有今天 当时 你就不该告诉我 我以为去找儒哥 做人流 不然 我不知道这件事情 就不会追着杀过去 小竹竹也就不用出事 不用遭受这么大的罪 说着 齐燕 情绪失控 又哭了起来 我 我总得还在 微微肚子里 还是个小小的胚胎开始 我就不舍得让她 受到一丁点的伤害 我的小竹竹 那么贴心的小棉袄 她怎么就死得这么惨 洛天蕊抱着儒哥 两个女人哭得天昏地暗的 灵雨鼻子一酸 眼泪也就这样落了下来 从小含着金钥匙出声 几十年来 人前受尽风光无限的太子 人到中年 却因为丧女之痛 一下子被打垮了 灵雨扶着齐燕 徒手 擦取她的泪 捧着她的脸 一字一句道 你 给我吃东西 吃了东西 才能输笔的 齐燕 努力调整呼吸 颠颠头 灵雨当即回身 端了一碗馄饨出来 搁在床头柜上 距离齐夜最近的地方 让她只要侧过山来 就可以吃到 这时候 洛天蕊忽然想起什么 忍着酸溜溜的鼻子 跟悲聊的情绪 赶紧开口 爸 那是奶奶亲手 跟你包的馄饨 还是亲手跟你煮的 我只从后院 一路给你端过来的 灵雨文言一愣 诧异了好半天 骆天蕊又说 奶奶一听说 晕倒的那个人 可能是爸爸 当时面色都变了 当时眼泪都流下来了 当时赶紧就去厨房 给做了 做好之后 亲手断给我的 奶奶还说 这里面是牛肉 牛肉属红肉 不血 不微量元素呢 灵雨再回首 就看着齐燕 一手拿着小勺还没吃 却一脸疑惑地 看着他们 当即 灵雨上前 将齐燕手里的 小勺夺走 把那碗馄饨 重新放回托盘里 然后端起 转身走了好几步 将托盘 放在门口的一个柜子上 齐燕懵了 你干嘛不让我吃 刚才我不想吃的 是谁神经宽宽的 捧着我的脸 非要我吃东西呢 灵雨那表情 不知道是笑 还是哭 反正很奇怪 他眨眨眼 马上就要开饭了 中午的饭菜 一定很丰盛 你还是吃那个吧 齐燕 眉头一皱 我就要吃馄饨 灵雨也皱起眉头 干脆 一不做二不休 端着碗 大口大口吃了起来 直到一碗馄饨 被他喝得 连汤都不剩了 他才放下碗勺 甜甜嘴唇 真好吃 下一秒 一只白花花的大枕头 直接朝着灵雨 帅气的脑袋砸了过去 灵雨伸手接住 然后冲着齐燕 阴雨的脸笑笑 嘿嘿 这是加了母爱的爱心混沌 不能与人分享的 啊 不太这么念我的 齐燕哀嚎一声 抓过宝毯 盖住自己的脑袋 躺了下去 靳如哥放开骆天蕊 大步走到儿子面前 抓着他的胳膊 看着他 奶奶都跟你说什么了 还有吗 骆天领导 奶奶只说 怕晕倒的人是爸爸 所以心情很担忧的 就去煮馄饨了 煮了两碗 说一碗给妈妈 一碗给爸爸 灵雨闻言 帅气的脸庞 忽而孩子气般地笑了笑 他端起另一碗 对靳如哥招着手 过来吃吧 靳如哥看着床上 明显受挫的齐叶 白了灵雨一眼 灵雨不管 等了半辈子 才等来妈妈亲手包的馄饨 说什么也不让别人吃 靳如哥无奈地笑着 你要是稀罕 你就吃了吧 吃完之后 刚好把碗还回去 灵雨闻言 眼眸中明显闪过什么 少请当灵雨将 第二碗馄饨的汤汁 一滴不漏地喝完 方言刚好敲门进来 少爷 少夫人 费家的午餐准备好了 灵雨点点头 走过去 直接拉开齐叶的宝贝 出息 不就吃了你一碗馄饨吗 快起来 午餐准备好了 一大桌子随你挑 谁知道 齐叶却好半天 爬着不动 灵雨 隐约感觉到不对劲 轻身上前一看 齐叶的眼眶流淌过泪痕 我忽然想起 小猪猪给我下过的一碗面 好想吃 好想吃我女儿给我住的面 一阵沉默无声 一两分钟后 齐叶忽然一下子坐了起来 最老太太是你的 灵雨看她后知后觉的样子 不由叹了口气 这件事情 她自己心里也很激动 酸甜苦辣 什么滋味都有 这时候 骆天蕊忽然反应了过来 泪眼婆娑地看着骆天蕊 骆天蕊抽了两张纸 心疼地擦去她的眼泪 她问 后院的奶奶 是奶奶 骆天蕊笑笑 走吧 外面午餐准备好了 不管怎样 陪着姑爷爷 我们都吃点 骆天蕊点点头 齐叶还是没打算下床的样子 嘴里呢喃着 也想吃闺女亲手煮的面 靳如歌醋眉 这可怎么办 灵雨也在想着 怎么把她从床上弄下来 这时候 骆天蕊忽然来了一句 听说 你们是去事故路段勘察去了 怎么会晕倒的 她一直就奇怪 齐叶很强大 看个马路不至于晕倒吧 靳如歌沙哑道 我们去看了你小猪猪姨妈的遗体 不说了 小姑父 赶紧下来了 再怎么样 也要吃饭的 这一下 骆天蕊更奇怪了 我当时都炸霉了 要说遗体 顶多是残骸 或者 连残骸都找不到了 她赶紧上前 抓着灵雨的手 爸爸 你们怎么就能确定 那个遗体是猪猪姨妈的 你们验过DNA吗 灵雨闻言 心脏咯噔一下 齐叶也是愣住了 靳如歌也是 骆天蕊又说 都查到遗体了 也不差这一步了 还是先做了DNA再说吧 我有种感觉 你们今天看见的那个 一定不可能是猪猪姨妈的 靳如歌眼眸一亮 对呀 猪猪还怀孕了 我们是受害人家属 可以要求尸检 骆天蕊 抬手将骆天蕊脸上的泪痕擦干 灵雨点点头 叶 赶紧吃饭 吃完了 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我们总要回国的 不可能在美国一直住下去的 灵雨刚刚说完 心里就想起了苏灵儿 眼眸中流淌过什么 醋了醋眉不再多言 就这样 齐叶又怀着一丝希望 下床穿上鞋 便跟他们一起出去吃饭了 餐桌上 毒毒少了灵雨 两大碗馄饨 连汤汁都不剩 他怎么可能还吃得下 他端着托盘 让燕北带着 说要去后院亲自还晚 燕北一阵无奈 这种事情 交给下人不就好了 可是想着 毕竟自己以后 要跟着人家去中国的 还是尽心尽力地带路 到了城堡的后门口 燕北说 灵少 你先等一下 我要去帮您通报一下 灵雨点点头 好 燕北离开之后 灵雨的目光 始终定格在院子大树下的 那只百年海龟身上 他端着托盘 仿佛端着的也是一颗心 五十次眼的阳光 就这样斜斜地直射下来 穿过斑驳的枝叶 落在水泥地上 摇曳成一片迷离的阴影 苏灵儿站在窗前 定定地看着灵雨 他挺直了几梁 披着光滑而立 男子汉的气概 就这样透着薄沙板 盈盈的空气 一点点焕发出来 他还记得 当初离开她的时候 她的眉眼 她的鼻子 她的嘴巴 都很像落阵雨 燕北站在一边 不敢作声 刚才她进来通报的时候 苏灵儿正陪着落天旗 一起在餐厅吃着午餐 苏灵儿听见灵雨 亲自过来送碗 就跑过来看 这一看 就是十几分钟 一动不动 燕西在一边猝猝眉 老太太 灵绍可还在太阳底下晒着呢 这会儿正是中午 阳光全都涂射在后门口了 苏灵儿这才反应过来 看着灵雨身上 穿着的咖啡色 很有质感的衬衣 似乎是湿透了 赶紧跟燕北说 把碗端过来 让灵绍回去吧 燕北面露为难之色 第一次违背老太太的意思 争取着 老太太 听说那两碗馄饨 都是被灵绍吃了的 连汤都不剩 这句话 是燕北陪着灵雨过来的时候 骆天灵千叮咛万嘱咐 要燕北一定要说的 起初燕北不是很明白 现在 他冒险说完了 却发现 苏灵儿 单手捂起了嘴巴 似乎在流泪 燕西看老太太伤心了 赶紧责备弟弟 老太太让你去你就去 把碗收回来 让灵绍回去 燕北点点头 退下去 没走两步 老太太拦住他 等等 他背对着他们 擦擦眼泪 然后说 把灵绍请过来 就让他在沙发上等着 我先陪祈少吃饭 燕北高兴地点点头 好 灵雨当了半辈子军人了 大太阳底下占君资 对他来说小菜一叠 燕北当即走过来 笑盈盈地 接了他手里的托盘 老太太说了 请灵绍过去 灵雨的心头 犹如波澜壮阔的大海 鼻子一酸 心头喜悦 都不知道怎么形容 自己的心情才好 像个失魂落魄的孩子般 笑着就跟燕北一道去了 进了后院 小洋房的宅门 灵雨的目光 当即搜索了起来 全奶油色系 温馨的装饰风格 一看就让人觉得很舒心 很亲切 却偏偏 放眼望去 大厅里空空如也 燕北道 灵绍 太太说 让您在沙发上稍等 她跟天启哥 正在用午餐 灵雨文言 点点头 走到了沙发前坐下 而燕北 则是退到了一边 女佣紧接着 给她上了一杯白咖啡 所用的杯子 就是那只 她再也熟悉不过的 青花瓷小碗 这一幕 俨然是灵雨 做梦都不敢幻想的一幕 浓郁香醇的气息里 飘荡着的是她每日必尝的滋味 而她的耳边 此刻却飘响起 淡淡的 碗筷香壮的声响 她迅速扭头看向一边 这时候的角度 才能够看得见 大厅与餐厅之间 仅仅隔了一脸幽梦 那淡紫色的水晶珠帘之后 赫然隐约着的 正是苏灵儿与洛天骑 落作用餐的画面 她的母亲 这一刻离她如此之近 却又因为一道曼妙的珠帘 而让她有着天涯海角的感慨 她眼巴巴地看着 目光甚至过分贪婪地 盯着苏灵儿的身影 就瞧见 她放下手里的碗筷 亲手盛了热汤 然后放在落天骑的右手边 那一幕 活像是个普通奶奶 那样照顾自己的孙子 说不出是什么感觉 但是这一刻 淋雨好嫉妒 鼻子一酸 红了眼眶 没有来的 一串不舒坦 她忽然看着燕北 我饿了 我也要吃饭 燕北一愣 当即点头 好的 淋雨亲眼看着燕北 缓缓离去 拨开了珠帘 走向那抹身影 俯下身说了些什么 过了一会儿 燕北出来了 燕北走到淋雨身边 林少 太太请您过去入座 好 近乎沙哑地吐出一个字 淋雨眨眨眼 隐忍下泪水 然后起身 一步步 稳稳地走了过去 燕西在里面 为她拨开珠帘 淋雨高大滑贵的身躯 微微俯下 跃了进去 落天骑 当下笑着 拉开身边的椅子 排排座位喊着 爸爸 坐这里 淋雨 沉着一张脸 走了过去 直接在对面的位置上落座 落座之后 看着苏灵儿 苏灵儿此时 正在喝海鲜咳里汤 而餐桌上 摆放了四菜一汤 鱼香肉丝 青椒土豆丝 金针菇肥牛 还有一道 腰果鲜虾仁 很明显 跟前面城堡里的 丰盛的餐点 大不相同 城堡里的餐饮 讲究豪华阔气 而这里 则是家常菜 而且菜色少 不至于浪费 燕熙过来 给灵鱼新增了碗筷 这时候 苏灵儿已经吃完了 她看着灵鱼 叹言道 你应该 已经吃不下了吧 她自己煮的馄饨 她心里有数 两大碗 全是货真价实的料 才这么会儿功夫 估计是吃不下 别的东西了 灵鱼面无表情 饿着呢 苏灵儿 挑了挑眉 不语 这时候 燕熙已经接过 洛天奇手里的空碗 给她盛上了第二碗米饭 此时 鱼香肉丝 跟青椒土豆丝 几乎只剩下一丁点 等于空盘了 金针菇肥牛 跟妖果鲜虾仁 也只剩下小半盘 洛天奇 可是二十岁的大小伙子 正是最能吃的时候呢 有声小说 不良宠婚 后期 随风 监制 秦幽 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二百七十集 鲫鱼拿起面前的空碗 往燕熙的方向移地 燕熙会议 当即给鲫鱼 也成了一碗白米饭 这一幕 看起来有几分孩子气 也有几分 像是在赌气 可是 谁能领略到 鲫鱼此时 心中的酸涩 他大口拖了两口米饭 看着桌上 剩下的小半盘虾仁 直接端起盘子 一股脑 全搏进了自己碗里 然后又端起 金针菇肥牛 也是一股脑 全搏进了自己的碗里 这下 四个盘子 全空了 洛天奇哀怨地 看着鲫鱼 不解地问 爸 你怎么不在前面吃饭呢 鲫鱼飞快地 划了几口饭 扭过头 鼓着腮帮子 看着他 不说话 苏灵儿叹了口气 终于伸手 盛了一碗咯里汤 递到他面前 慢点吃吧 鲫鱼筷子一顿 看着眼前的热汤 就这样 生生掉下一滴泪来 洛天奇吓着了 我崇拜到他的父亲 怎么会丢眼泪的 苏灵儿也不知道看没看见 总之他迅速扭过头去 演习 去给齐勺加个菜 洛天奇当即道 不用了 还剩下的汤 刚好给我泡饭吃 这汤里还有菜呢 金箍 蛤蜊肉 都很好吃 苏灵儿笑笑 不说话了 洛天奇不是傻子 弟弟今天一早 脑子跟被驴踢过一样 说的那些话 再加上此刻 爸爸不经意间掉落的一滴泪 还有苏灵儿 对他们家人 似乎真的存在的可以维护 都让他觉得很怪异 他赶紧端起面前的汤 倒了些泡着饭 飞快地吃着 先于淋雨一步吃完 抽过纸巾一抹嘴 站起身来 奶奶 爸爸 我吃完了 我有点头晕 我去楼上睡觉了 说完 脚底抹油 带着燕西 直接开溜 这一下 餐厅里 就只剩下 这对分别了 几十年的母子 淋雨放下手里的碗筷 不吃了 有点胃疼 所以端起面前的汤 三两下喝完了 他也抽过纸巾擦擦嘴 然后抬眸 看着苏灵儿 谢谢太太 亲手包的混沌 味道很好 苏灵儿的目光 缓缓落在她的胃上 没说话 忽然起身 走吧 去客厅谈吧 听着母亲嘴里 说出的公式话的口吻 淋雨的心头 划过一丝失落 多少年了 她清晰地记得 自己还是个 很小的孩子的时候 也经常会幻想 会不会有天 妈妈就忽然出现了 然后哭着 跟她说对不起 说不是故意 引起她的 而是不小心 走散了 她当时想着 如果妈妈 能回去接她的话 她就原谅妈妈 会抱着妈妈 跟妈妈一起回家 哪怕他们的家里 很穷 很小 很破 但是有妈妈在的地方 就会很温暖 多少年了 从小学到高中毕业 每每开家长会 都是她 最尴尬无助的岁月 孤儿出生的她 又多么渴望亲情 没有过这样经历的人 根本无法理解 两人回到沙发前坐着 苏灵儿道 去给灵少 换杯热咖啡 不必 她拒绝道 反正也喝不下了 女佣上前 给苏灵儿 上了一杯碧螺春 灵雨看着 她端着小茶碗 品了一口之后 忍不住开口 我一只 都以为这样的碗 只有两只 苏灵儿 玩耳一笑 淡淡说着 这是宋代的青花瓷茶碗 每一只都价值不菲 你想看它的原貌吗 说完 苏灵儿抬眸 迎上灵雨渴望的眼眸 回忆起她之前孩子般非要吃饭的样子 心里略过不舍 灵雨当即点头 想 当然想 苏灵儿眨眨眼 气深 跟我来吧 就这样 灵雨跟着苏灵儿 去了苏灵儿的书房 古色古香的书房里 飘散的满是碧螺春的茶香 苏灵儿在自己的书柜前站立 拉开玻璃门 从里面取出一份 宋代青花瓷 鉴赏于评估的书籍 她递到灵雨手里 然后指着书桌前的椅子 坐吧 灵雨缓缓坐下 苏灵儿也落座 母子之间相隔的 是一张光洁如新的书桌 灵雨细细打量这本书 还翻看了她的发行日期 居然是好几十年前的 甚至比她还要大几岁 苏灵儿道 第十三页 有这碗的详解 灵雨的手指当即拨开第十三页 上面的图片上清晰地展示了 这是宋朝的一个组合 而并非仅仅是碗 这样的碗一共有四只 正围着一只大一点 做工很精美的方形茶壶 原来这碗跟这个壶是一套的 这样就能解释 为什么现在苏灵儿手里 也有两只这样的碗了 灵雨醋眉 茶壶呢 苏灵儿双眉一条 灵雨能够感觉到 她端状的身子明显轻颤了一下 似乎触及到了她的逆临 就这样看着眼前的苏灵儿 灵雨心里有委屈 又埋怨 又期盼 又心疼 似乎不愿意把她逼得太紧 灵雨眨眨眼 如果是不愉快的往日 那就不要去想了 苏灵儿轻笑了一声 这一套茶具 是我家里祖传下来的 碗底跟茶壶底端 都有个灵子 我本姓灵 苏是我丈夫的姓氏 我丈夫的家乡 有贯夫姓的传统 所以如今我的名字 叫做苏灵儿 亮白的光蕴 挥洒在苏灵儿的发上 显现出一片健康的黑色 很风盈 我知道你在纠结什么 其实也没什么好隐瞒的 她云淡风轻地说着 就好像在叙述别人的故事 我二十岁的时候 与你父亲相恋 生下了你 之后迎来了我人生中 最艰难的时刻 我跟莫黎的父亲 一起逃了出来 我们一起飘洋过海 为了能够活下去 莫黎的父亲 本姓苏 却改姓废 灵语听着她三言两语 就将一切解释了 心知 这其中的一切 必然是苦不堪言 惊心动魄的 她挑了挑双眉 我爸爸她 以为你 死了 苏灵儿眨眨眼 掉下一滴泪 是有人 让她误会 我有了别人的孩子 是有人 让她以为我死了 她 从来没有选择相信我 看着苏灵儿落泪 灵语的心头 紧紧揪在了一起 她就知道 没有一个母亲 会抛弃一个 健康漂亮的孩子 从她知道 苏灵儿还活着的那天起 她就知道 她一定经历了 很多很多的灾难 妈妈 灵语站起身 从口袋里 掏出手帕递过去 苏灵儿 闻言一愣 整个表情 都是惊恶的 灵语一脸心疼地 看着她 她却忽然转过脸去 不看她 自己在桌上 抽了些纸巾 擦擦泪 然后强忍下 心中的酸涩 灵诏 我如今是 费家的当家人 请你不要害了我 费莫黎并不知道 自己是 代孕妇所生的孩子 她一直以为 自己是 苏灵儿亲生的 因为当年 苏灵儿生产的时候 大出血 为了保住性命 只能端掉了子宫 所以她此生 只有灵语一个孩子 如果这个秘密 传了出去 那么如今 费家的一切 还掌握在 苏灵儿手中 难保费莫黎 不会对她下手 在金钱的面前 有时候 人会丧失本性 灵语的手 僵硬在半空中 眼里擒着泪 固执地 举了好半天 可是苏灵儿 就是不接 灵语有些无力地 收回手臂 缓缓坐下身去 沙哑道 对不起 刚才 是我失言了 苏灵儿 扯了扯笑容 无碍 以后 莫要再这样了 灵语 深吸一口气 不甘心地 问了一句 你跟我父亲 曾经是恋人 那么为什么 你的传家宝 会有一半 在我父亲手里 苏灵儿 惊讶地 看了她一眼 然后说 我们家 我们家 那时候 遇到了强盗 我护住了 两只碗 后来你父亲说 一定会帮我 找到余下的 再后来 就发生了 很多变故 我也是今天 听天灵说 才知道 原来你父亲 真的帮我 找回了那两只碗 灵语 眸光一亮 她终于明白 为什么几十年前 出到洛家的时候 洛振宇 会把这只碗给她 因为灵语 算是灵家的子孙 是灵儿的孩子 而这只碗 是灵家的传家宝 所以给灵语 也算是物归原主 灵语心里 盘旋着种种的疑问 好多悬念 都没有解开 她很想跟苏灵儿 细细地谈论一番 却又害怕会因此 而揭开她的伤疤 捏紧了拳头 灵语不知道 要怎么接着 说下面的话题 可是就此离去 那是千万个舍不得 几经挣扎之后 她鼓起勇气道 你如果愿意的话 可以将这一切 都交给 费家的孩子 他们都已经长大成人了 不需要您这样 为他们保家护航了 把这里的一切都辞了 我 我想带着您回中国 你不是很喜欢 天气这几个孩子吗 在中国 我还有个小女儿 就要上幼儿园了 我们一起生活 每天在一起 好不好 苏灵儿的眼泪 如泉泳般落下 她摇摇头 我回不去了 中国与我是噩梦 灵语咬牙 沉默 不甘心 苏灵儿又说 把徐安息解决之后 你们回去吧 以后都不要再回来了 我也 不会再见你了 说完 苏灵儿又道 这对碗 你走的时候带走吧 灵家 也算有后了 灵语闻言一愣 当即追问 费墨里不是您的孩子吗 他比我还小几岁呢 苏灵儿听见灵语的追问 心绪难以平静 书房里沉默了很久 他闭上眼 落下两行泪 我二十岁的时候难产 没了子宫 这辈子只能有一个孩子了 灵语惊讶地瞪大了眼睛 沐烟也是二十岁的时候 没了子宫 深深吸了一口气 苏灵儿抬手擦去脸上的泪痕 以我今时今日在费家的地位 还请灵绍帮我保守秘密 费墨里一直对我尊重孝顺 那是因为她当自己是我亲生的 严禁于此 灵语又岂会猜不到这里面的厉害关系 他猛然站起身看着他 跟我回中国 死了这一切吧 苏灵儿摇头不语 半晌 苏灵儿忽而开口道 天奇天灵两兄弟都很出色 但是苏家将来只能有一个家主 这是不可改变的事实 你打算怎么办 这个问题早在他跟靳如哥大婚之后 就无数次地想过了 却始终没有答案 他们是双胞胎 都是我的骨肉 我还在思考 灵语明白 洛氏是几代人的心血 分家不可能 而将来总裁的位置也只能有一个 假设选了哥哥的话 那么弟弟只能选择权力辅佐 或者自理门户 并且弟弟的孩子将没有继承洛氏的权力 今后洛家就是以哥哥 跟哥哥繁衍的子孙后代这一支脉为主 所以这些年 灵语尽量收敛财富 跟靳如哥一起寻求别的契机 等着万一哪天 洛家的家主尘埃落定后 就让另一个去自理门户吧 心里是这么打算的 但是到底让谁做家主 灵语跟靳如哥 却一直迟迟不能决定 苏灵儿似乎看出灵语的为难 眨眨眼道 我可不可以有一个要求 灵语诧异 母亲向她提出要求 她又岂会不答应 什么事情 苏灵儿叹了口气 沉引了片刻道 我灵驾自你之后就没人了 虽说两兄弟都是男丁 可是都是姓洛的 有声小说不良宠婚 后期随风 监制秦幽 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271集 苏灵儿不由挑了挑双眉 当年灵家也算是书香门第 就此断后实在是太过残忍了 她看着灵语道 两个孩子 一个是洛家家主 一个是灵家的家主 跟你一样 有一个改姓灵 说完之后 苏灵儿别有深意地盯着灵语 静待她的答复 等了好一会儿 灵语道 可以 灵家现在就剩下四只小碗了 到时候 我会竭尽所能 帮助那个孩子自立门户 灵家的东西 可远远不只是一套茶具而已 苏灵儿浅声嘻喃 似乎想起了什么往事 收回思绪后又说 我觉得 天琪 毕竟是洛家的长子嫡孙 做洛家的家主 是名正言顺的事情 那就把天灵的姓氏给改了吧 将来找机会把四只小碗传给天灵 并且我灵家的东西 一定要让天灵全部找回来 灵语不由好奇 是什么东西 如果母亲是因为这些东西而有所顾虑 那么我现在就可以帮他找 如果我帮他找到了 他是不是就可以放下这一心 跟我回到中国 影响天年了 看着他劳累了这么多年 灵语真的很想让他停下来 好好歇一歇 一个女人 没了自己的孩子 没了丈夫 还在苦苦撑着一个庞大的家族 这样的辛苦与酸楚 灵语都不敢去想 他心疼他 苏灵语似乎没打算告诉灵语 只说 你回去就给天灵更名 该找的东西 我会告诉天灵的 灵语见他一副倔强的姿态 无奈妥协 好 灵语还要说什么 苏灵语却起身走到门口 开门 灵绍慢走 无送了 一瞬间 灵语听见了一朵花破碎的声音 他站在那里凉久 不肯挪步 苏灵儿等了一会儿 转身离去 看着母亲飘然远去的身影 灵语的心头像是被扎了一把尖刀 那么那么疼 过了会儿 燕北上来了 看着灵语道 灵绍 老太太说 让我送您过去了 说完 两只清洗干净 擦干的青花瓷小碗 放在锦盒里 盛给了灵语 灵语几乎颤抖的结果 打开看了看 然后拿起一只 淡淡道 还有一只 留给老太太和碧罗春宝 因为他还会回来的 回来带他走 连同这只碗一起带走 灵语说完 大手紧紧捏着那只茶碗 头也不回地走了 苏灵儿房间里 当燕北将小碗 呈给苏灵儿之后 他一整个下午都待在房间里 不曾出来过 落天起 此刻正睡在苏灵儿 隔壁的套房里 燕西在他的外间休息 并且随时听从他的吩咐 落天起这会儿 身体恢复得还行 老太太又是给他输液 又是给他炖血咽 百般呵护 他心情好得没话说 还想着再住一晚 明天就搬回去 跟弟弟妹妹们在一起 毕竟这次来 他们是带着任务来的 一定要弄清楚 其换猪死亡的真相 在大床上趴了一会儿 落天起睡不着 掏出手机给女朋友打电话 他算着时差 然后想着 这会儿这里是下午三点 那么中国就应该是早上六点左右 他的乖乖女朋友 可是每天一早就要起来 去超市打工卖牛奶的 原本这个暑假 他们是约好了一起卖牛奶的 女友从来不知道 他落家长子的真实身份 因为落世在全国太有名了 他只想趁着青春飞扬的年纪 享受一场纯纯的恋爱 如果现在不能找个知心的人 相爱着一直走下去 搞不好毕业之后 就会被安排家族联姻 落天起是真的很喜欢这个女孩子 长得好看 成绩好 而且人也很努力 一个电话打了过去 对方很久都没接 落天起醋眉 不解 小乖 怎么会不接电话呢 过了会儿 又是一个电话打了过去 想了很久才接 干嘛 一大早吵死了 落天起一愣 怎么会是男人 我找叶素素 你是谁 对面男人笑了 你就是素素的破落户前男友啊 我跟你说吧 素素已经是我的人了 男人说完 把手机递给叶素素 跟他说清楚 你已经是我的人了 落天起听得心里咯噔一下 一时间有些不敢相信 喂 叶素素的声音飘起 天起 他捏着手机的手指 有些泛白 这么早 六点就在一起 那么 他们昨晚是不是睡过了 小乖 六点了 怎么还不去卖牛奶 那边一阵沉默 随即到 天起 我不去超市打工了 天起 我们分手吧 你也知道 我家里本就是农村出来的 我好不容易才考上重点大学 我真的生活得很辛苦 我需要钱 若天起 听着这种台词 嘴角忽然勾了勾 你需要钱 为什么不跟我说 我之前派你一起打工 挣的钱不都给你了 叶素素 似乎是哭了 难过的说 天起 封少爷说 会把我把打工的钱还给你的 天起 我也不欠你什么了 你忘了我吧 说到这里 叶素素的手机 忽然被那个叫做 封少的男人拿走 罗伯胡啊 没想到你穷归穷 居然还是个无能 交往一年了 素素还是完好无损 昨晚我耳膜都被他喊破了 你这种没用的男人 活在世上真是浪费资源 后面的话 罗天起没听 他把电话挂了 然后一挥手 狠狠将手机砸在了墙壁上 外间闻讯而来的燕西一看 当即紧张起来 天起哥 怎么了 罗天起捏着双拳 闭上眼 没事 出去 让我一个人静一静 燕西出去之后 罗天起在房间里 屹立不动地站立了一个多小时 最后 他又上前将自己的手机捡起来 想要给乐池打电话 结果 手机坏了 开机都开不了 罗天起看着墙壁上 裂出的痕迹 总觉得这口气 怎么也咽不下去 那晚中了药 他明明知道 罗天蕊不是他亲妹妹 还是忍着没碰 一来他不能伤害妹妹 二来他不能伤害弟弟 三来他不能背叛他的小乖 可是呢 他心心念念的小乖 却背着他爬上了别的男人的床 罗天起冲去洗手间 冲了个澡 换了衣服 然后带着燕西就去了前面的城堡 他四下找了很久 大人们都不在 罗天蕊则是跟弟弟站在城堡前院 看着一间紧闭的仓库大门 说着什么 这间仓库 之前就是那个车库 使其换出遇害 车毁人亡的地方 罗天蕊跟费成安 要这里的钥匙 说想要继续看看 可是费成安却推托说 奶奶只是让他查迷换药的事情 跟这里有什么关系 并且他也没有这里的钥匙 一时间 罗天蕊有些气闷 他想要问问家里谁是管家 这么大座城堡 不可能没有一个管事的人吧 总有人有这里的钥匙吧 可偏偏 邪了怪了 他走到哪里 哪里的下人就会立即避开 躲他就跟躲温神一样 骆天蕊拉着骆天蕊 一起过来之后 骆天蕊笑声说着 这仓库的座 晚上让方言过来弄 这些年 方言跟萨姆四交甚好 从萨姆那里 学到了很多开索的文明 我们晚上过来 晚上 骆天蕊醋眉 心里明显很是抵触 骆天蕊看出他的情绪 然后说 不然 晚上我跟方言 还有骆家的安慰们 过来查看一下 或者是 在方言开锁之后 留两个人守着 守到天亮 我们再一起下来看 还是 天亮后一起下来看吧 让方言 明天也是白天弄吧 不然 守夜守一夜 多累啊 你真善良 骆天蕊 忍不住 在他的鼻尖 轻轻刮了一下 然后浅笑 听你的 骆天蕊一来 就看见 弟弟妹妹们 相亲相爱的一幕 心里很难受 转身要走 可是燕北 已经唤出了声 天蕊哥 你来找天灵哥的吗 前面站着的两兄妹 文言一冷 当即转身 看着骆天蕊 大哥 大哥 你怎么不出事 身体好些了吗 骆天蕊看见妹妹 还是有些尴尬的笑了笑 随即看着弟弟 你手机呢 我要打个电话 骆天蕊 当即掏出自己的 交给他 就看着 他拿过手机之后 远远地跑开了 跑到一边的空地上 暴晒在太阳下 也不知道 给谁打电话 在说着什么 骆天蕊好奇 我大哥手机呢 燕西醋了醋眉 在房间砸了 骆天蕊双眉一挑 不说话了 在这个世上 在这种时候 还能出事情 这般影响大哥心情的 怕只有大哥口中说的 那个女朋友了吧 骆天蕊给乐池打电话 乐池告诉骆天蕊的 他在三小姐的学校 私下打听 三小姐一没早恋 二没有跟什么男孩子 单独出去过 三也没有在学校 跟男孩子暧昧不清 三小姐每天 都有跟自己的室友 一起去食堂用餐 然后上学 放学 洗漱睡觉 从来没有离开过 室友们的世界 骆天蕊闻言 很吃惊 因为那天晚上 美美噩梦的神情 分明就是在回忆 而不是普通的一场噩梦而已 眨眨眼 他又让乐池出差 去他的大学 给他查叶素素 跟风少这两个人 主要的 还是要查风少 至于叶素素这个女人 选择了背叛 一次不忠 百次不容 挂完电话 骆天蕊一抬头 远远就看见一辆 大面包车回来了 他记得 萨姆应该是带人 去奇幻珠的学校 打探情报去了 骆天蕊当即奔了过去 开心地看着骆天灵 是萨姆 萨姆回来了 他欢快的身影 蹦跶在阳光下 娇憨可爱 瞧得骆天灵 一时没缓过神来 骆天蕊点点头 这种时候回来 看来萨姆 一定查到了什么信索 果然 萨姆带着四个暗卫一下车 首先问 姑爷呢 骆天灵的 他们出去了 晚餐前就回来了 可查到什么信索 萨姆四下看了看 然后面色微微沉重的 等一会儿吧 等姑爷他们回来了再说 他这样沉重的表情 让骆天灵心里很是不安 他垂眸看了眼怀里的小人 他知道 很多事情 只要他张口问他 就都会了然于心了 但偏偏 他不敢 也不愿意揭开他过度的伤疤 他只能自己根据实际的线索 一点点在他的大脑里 拼凑出一个相似的状态 如果可以 骆天灵真想钻进骆天蕊的脑子里 看一看里面到底装了哪些 让他心痛恐惧的东西 他想发明出 哆啦A梦的神奇扫把 把他脑子里那些 挥散不去的阴影 彻底清除 此时 看着萨姆沉重的面色 几乎所有的人 都如此刻头顶上的太阳般 火急火燎的 骆天蕊眼眸一亮 上前抓着萨姆的手臂 萨姆叔说 这间仓库的门 可以帮我打开吗 萨姆侧膜望过去 点点头 于是一圈人 都跟着萨姆走了过去 这是一间常见的 仓库上下卷帘门 金属结构 铁皮很厚 可是门锁 却是很罕见的一种锁孔 萨姆从口袋里 取出随身的工具 看了看 操作了大概有 七八分钟的样子 所有人的心都提了起来 这还是他们第一次 看见萨姆 花这么长的时间去开锁 他背后洁白的衬衣 湿了一片 额头上的汉子 也不断滚落 终于 他吐出一口气 好了 收回工具 几个暗卫配合地 将手掌贴在门板上 往上用力推 仓库的大门 就这样 一点点被打开 扑面而来的是满满的木箱 上面没有盖子 装的全是红酒瓶子 废实的葡萄庄园 盛产的葡萄 广泛用于提交给收购商 生产葡萄果浆跟红酒 他们自己本身是不管生产的 也就是说 他们在生产链里属于原料商 眼前一箱箱的红酒瓶子 不免让萨姆跟骆天齐齐 上次来参加婚礼的时候 他们就知道 费士在商业领域中扮演的角色了 既然只提供原料并不生产 那么仓库里摆这么多瓶子做什么 有声小说 不良宠婚 后期随风 监制秦幽 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二百七十二集 洛天齐策谋看向妹妹 蕊蕊 你为什么要看这里 洛天蕊的眼眸转了转 细细打亮着眼前的仓库 努力想要根据从前车库的记忆 寻找到一丝蛛丝马迹 大哥 你不觉得奇怪吗 这么大的城堡 这么大的院子 怎么会没有建车库呢 我看费家的车都是名车 就这样丢在外面风吹日晒 不合适吧 洛天齐听着妹妹的话 若有所思 你的意思是 这里之前是车库 纵观整个建筑的布局 眼前的仓库改成车库 才是最合理的设置 才对 萨姆在这里上下都看了看 仔细研究了一番 然后挑了挑眉 这里的地面是新漆的水泥 地面 离卷帘门外的地面 要高出两厘米 应该是在原来的基础上 交住了一层的 那我们把箱子全搬出来 洛天蕊有些着急 搬出来看看里面有什么 萨姆摇头 没用 水泥交住死了 这块地面就是全新的 就算这块地面下面真的有什么 也已经被掩埋了 根本无计可寻了 洛天蕊似乎接受不了这个事实 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 伤心道 怎么会这样的 洛天蕊伸手扶住他的肩 让他靠在自己的怀里 如果真的有问题 对方一定会先下守卫墙 彻底消灭证据 怎么可能会把原来的样子留给你 对方又不是傻子 我们要做的 也只能是寻找对方 没有掩盖完全的破绽 萨姆点点头 越是这样被刻意掩盖 越是证明有问题 但是面对被掩盖过的东西 我们没有证据 就只能去搜寻对方 百密已输的地方了 远远的 一阵汽车驶来的声音 轻饶了这一圈人的思绪 众人回眸 从车库门口往外走 就看见凌羽他们的车回来了 萨姆等人赶紧迎上去 就看见凌羽他们下车后 都是面色阴沉的 洛天蕊道 爸爸 你们去哪了 凌羽当即回复 你不是建议我们 去给那具遗体验DNA吗 我们下午刚去过 结果要四天后出来 费城安也从车里下来 这一天被凌羽他们缠上 可真不是什么美好的体验 看着他们居然还真的要演DNA 他整张脸都白了 他给父亲费莫里打过电话 父亲说让他把检验标本拿走 找一家关系医院去检验 毕竟这里是美国 检验结果他们说了算 可是当工作人员 提取了尸体中的样本 刚刚放试管封锁好之后 却又被凌羽一手夺了过去 当时费城安很亚然 还催促说赶紧交给医生 早点交也好早点出结果 结果凌羽淡淡一笑说 他有朋友可以帮忙 这件事情他们要亲自查 就不劳烦费家了 费城安忐忑不安地 跟着凌羽他们出去转悠了一圈 也不知道对方打什么主意 他只想知道 凌羽是去哪家医院 结果凌羽却去了当地的邮政局 将齐叶的发丝 跟尸体的样本快递走了 这一下费城安心里彻底慌了 骆天蕊看着他们 心里很是欣慰 至少他说的话 他们都听进去了 果然 骆天蕊说得不错 一定要学会相信自己的亲人 萨姆看着凌羽 胡言 我们上去说吧 凌羽还没下车的时候 就看见萨姆他们的大面包车回来了 于是点点头 一群人上楼去 费城安跟着也上去了 进凌羽的房间之前 齐叶回头说 你先回去吧 我们有点私事 你在场 不方便 费城安一愣 善善地笑了笑 于是退了下去 转身的一刻 他的表情 比哭还难堪 他怎么会忘记 去机场接机的时候 这个萨姆 可是跟着凌羽 他们一起出来的 这个人忽然消失 又忽然出现 该不会有什么事情吧 费城安心里 越来越忐忑不安 于是干脆上楼 去找徐安熙 老太太说 徐安熙禁足不可以出来 可却没说 不许人进去看他吧 这时候 费莫黎不在家 老太太 似乎有心偏袒亲家一家 她也只能上楼 去找徐安熙说话了 结果 她刚刚上楼 就发现 徐安熙的门口 守着两个洛家的暗卫 心里一慌 她又赶紧 悄无声息地下楼了 房间里 大家都站着 围着萨姆 就见萨姆 从怀里 掏出一张照片 交给齐叶 并且面色凝重地说着 齐乔姐结婚的整件事情 比我之前想象的 要复杂得多了 齐叶伸手 接过照片 入目的画面 是齐幻珠 与洛天灵在一起 就在洛家的天台上 两人对着蓝天微笑 女儿漂亮的丹凤眼 一如她的 机灵中 透着可爱 看着照片上 两颗紧紧靠着的脑袋 两张同样稚气 却幸福的脸颊 这应该是 女儿被强行 送出国之前 跟洛天灵一起拍的 看着上面 女儿亲手写下的字 小天灵 想你 齐叶眨眨眼 就这样掉下一滴泪 从小跟金莫威 一起青梅竹马地长大 她自然明白 将这对孩子分开 是多么残忍的事情 她此生 什么都可以满足女儿 她可以将女儿捧在掌心 让她做最精致的公主 可是 却偏偏 不能够成全女儿的爱情 洛天灵看着这张照片 深吸一口气 眼眶一下子就红了 多么熟悉的 可爱的丹凤眼 萨姆免得免唇办 有些事情必须说出来 我从齐小姐的宿舍墙壁上 拿下这张照片之后 询问了她一个 留校打工的室友 那个室友说 她跟齐小姐的关系非常好 齐小姐在校的追求者也很多 费成安就是其中之一 尽管如此 齐小姐却对外宣称 已有难有 就是照片里的小灵烧 关于齐小姐跟费成安的关系 我也做了很多调查 得出的结果是 齐小姐是在一个同学的生日聚会上 被醉酒后的费成安强行侵犯了的 之后 齐小姐消沉了好一阵子 情绪不佳 不肯上学 每天窝在宿舍里 事发大半个月之后 齐小姐的精神状态越来越长 甚至在寝室的浴室里 隔腕自杀 随后被室友发现 及时送去抢救 齐小姐被救回来之后 被查出怀孕了 萨姆说到这里 顿了一下 一圈人的目光都跟着紧了起来 被罪救后强行进发 隔腕自杀 这样的事实 明显跟所有人想象的画面完全不同 齐燕更是不能接受 萨姆取出一支录音笔递给他们 这是我这些天调查走访的及时录音 完全真是有效的 参加那次生日宴的大多数同学 都知道齐小姐被人酒后性侵一时 齐小姐顶不住压力 最后自杀 费成安在医院里照顾了齐小姐一周的时间 齐小姐都是对她又哭又骂 最后 破天荒又决定嫁给她 齐燕的情绪崩溃了 不敢去接那支录音笔 而灵雨则是伸手接过 大手颤了半天 不敢摁下去 萨姆是他们的人 调查出的结果怎么可能还是假的 萨姆说完 沉默了片刻 然后取出一个信封 这是齐小姐写给小灵少的信 却没有寄出 而是贴在了自己衣柜的柜子底下 我也是找了三四次才发现的 差一点就错过了 洛天灵的心 像是被人挖开一个剧烈的口子 那么疼 他下意识地撇连洛天蕊 却发现他整个人都退到了墙角边站着 后背死死抵着墙壁 两只眼睛满是抗拒地盯着他们 泪眼泼缩 他的身体微微缩成一团 甚至有些瑟瑟发抖 靳如哥顺着小儿子的目光看过去 就看见女儿害怕地缩在那里 仿佛整个人都陷入了巨大的恐慌 想起之前 女儿跟长子在车里的遭遇 靳如哥以为女儿心里对这样的字眼有阴影 于是他赶紧上前抱着她 哄着 瑟瑞别怕 妈妈在这里 齐叶当下接过那封信 拆开就要看 洛天灵咬唇 看着洛天蕊 最后狠了狠心 抵挡不住强烈的好奇心 将脑袋凑了上去 小天灵 我知道 这是一封永远不会寄出的信 我知道你此刻得到我的婚讯 一定会恨我 怨我 可是 如果恨过怨过之后 你可以彻底忘了我 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那么 我今天的一切 便是值得的 你还记得我们的约定吗 密爱一世 此生不婚 我曾经问过你 会不会后悔 为什么就是不能干脆一点 放弃这段禁忌恋 你当时俏皮地对我怂怂肩 抬眸看着天上的云彩 嘴角 擒着淡淡地笑 你说 如果当年凌雨 能够放得下金乳歌 那么今日 洛天灵 才能放得下奇幻珠 你说 你们洛家的男人 都种了一种 叫做情骨的毒 此生 都只能爱一个女人 我当时笑 幻想着我们也一起 逃去那个浪漫的异国他乡 从此执子之手 天涯海角 哪怕 我们此生不会有孩子 但是 我们就是彼此的孩子 可是 当费成安的出现 打破了我们之间默契的时候 我再也没有勇气 去继续这样的晋级练了 小天灵 我想杀了他 小天灵 他让我配不上你了 小天灵 你忘了我吧 小天灵 如果可以 我会躲在一个 你永远看不见我的地方 一直一直关注着你 看着你重新幸福起来 看着你甜蜜的跟别人恋爱 结婚 生子 看着你一切 都变得那么美好 小天灵 如果可以 我希望我们永远不要长大 让美好的时光 永远定格在我们五岁的时候 一起私奔的那一天 如果那一天 爸爸没有找到我们 你说 现在的我们 会是怎样 小天灵 小天灵 如果可以 我想永远都叫你小天灵 小天灵 如果可以 来世 别再让我们有血缘了 想你的小猪猪 年月日 齐叶一字一句地看完 眼泪根本止不住 原来这就是女儿 父子成婚的原因吗 骆天灵看完后 整个人石化主 猛地转过身子 去看骆天蕊 而骆天蕊却捂着嘴巴 泪流满面 他猛然推开了劲如歌 然后打开房门 迅速冲了出去 蕊蕊 骆天灵的心脏 像是漏了板牌 拔腿就追 骆天蕊 跑回他跟骆天灵的房间里 刚要关门 骆天灵追了过来 将手掌强行扣在门框上 就堵他 不舍地关上门 骆天蕊哽咽着 转身拼命 又跑去了洗手间 等他彻底 将门反锁的一刻 骆天蕊的大手 刚好莫死在门把手上 他晚了一秒 他焦急地呼唤 蕊蕊 你把门打开 打开门呢 骆天蕊 在里面情绪崩溃 你走开 走开 骆天灵 焦急万分 不断拍打着门板 蕊蕊 你开开门 你听我说好吗 我们谈得好吗 你走开 你走开 我不要看见你 骆天灵 此刻不会懂 他现在最害怕的 就是他要跟他谈一谈 谈什么 但我是怎么被 被正安侵犯的 心里有预感 知道事情 早晚会在他 面前摊开的 可是 当心爱的男人 真的知道自己 曾经被人 侵犯过的时候 他的自尊 在某一瞬间 彻底被击碎了 这种感觉 比起大白天 在街上 被人扒的衣服 还要可怕 你走开 骆天灵的身子 缓缓下滑 气不成声 我求你了 你走开 骆天灵的心 都要急干了 他想一脚 把门踹开 可是听着 里面的动静 他应该 就是在门板前面的 一踹 必然会伤了他 蕊蕊 你把门打开 我们谈谈 不要 你走开 我不要谈 不要谈 不要 骆天灵一下子 跑得里门板很远 大声吼着 你要是再不走 我就从这里跳下去 骆天灵的心 都提了起来 耳边隐约传来 他在里面 拉窗户的声音 他吓得赶紧妥协 好好 我走开 不谈 瑞瑞 你别激动 我这就走开 骆天灵眼里 擒着泪 他真的不知道 该拿这个丫头怎么办 那天我跟他相认的时候 他明明答应过我 会对我有信心 怎么忽然间又变了 他怎么可以把我想得 这么不堪一击 而骆天蕊 此刻的关注点 并不在骆天灵的心理承受能力上 而是在于 自己不堪的一面 被心爱的人发现了 一到门板 门外 他急得抓狂 又心疼又无奈 门内 他羞愤而崩溃 既心酸又委屈 两个人思考的方向 完全是南辕北辙 骆天灵忽然想起了萨姆 赶紧从房间里轻声走出去 想找萨姆过来开门 可是当他走进之前 父亲的房间的时候 却发现房间里 已经乱作一团了 齐叶疯了一样 非要冲出去杀了斐城安 而灵语跟萨姆 正奋力摁住他 并且劝解着 齐叶的身体被扣在床上 奋力地挣扎 放开鱼 你让先生逼了那个臭伤 灵语道 你杀了他有什么用 打赏你自己的命吧 换身还小 我以为还等着你回去 小猪猪也不会愿意 看见你这样杀人偿命的 萨姆也在劝 探子 你冷静一点 现在在废家的地盘上 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靳如歌 窝在长子 落天起的怀里哭 他的手里 拿着奇幻珠 写个小儿子的信 那模样 似乎是刚刚看完的 有声小说 不良宠婚 后期 随风 监制 秦幽 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二百七十三集 洛天灵眼看着这里 乱成了一锅粥 两只拳头捏得紧紧的 飞成安 那个畜生 洛天灵流着眼泪 一步步离开房间 方言跟燕西燕北两兄弟 始终守在门口 直到里面闹作一团 方言 瞥脸斜对面的屋子 善解人意地说着 小灵少 要我帮忙开锁吗 洛天灵闻眼 深吸一口气 擦擦眼泪 点点头 方言刚刚走过去 洛天灵便拉着燕西燕北 两兄弟轻声说着 你们下去 到院子里 我房间浴室的窗户口等着 这里是二楼 要是三小姐要跳下去 就给我记住 燕西燕北兄弟俩文言 愣住了 二楼就三米高 怎么跳也死不了人的 搁在他们兄弟俩身上 他们本身就回功夫 也就是正常的下跳高度 搁在三小姐那样的 女孩子身上 那就不好说了 燕西燕北点点头 天灵哥放心 二楼随便跳 我们兄弟俩一定接得住 定角三小姐毫发无上 洛天灵点点头 转身就去看方言 其实能让他不跳就不跳 虽说二楼不高 但是洛天灵不舍得让他 遭遇一丝一毫的危险 方言手里拿了个随身的小工具 跟细铁丝一样 尖端还带着钩子 一点点轻轻在里面运作着 连洛天灵都听不见声音 更别提里面的洛天蕊了 眼约间 洛天灵还能听见 里面断断续续的哭泣声 这种声音让他心如刀割 同时也让他莫名安心 要是此刻里面一片寂静 那才是最让他恐慌的 空气里啪哒一声 繁琐的保险被打开了 方言当即将门一开 就看见洛天蕊坐在浴缸里 他背后的窗户打开着 正一脸诧异地看着他们 洛天灵看见他安好的坐在浴缸里 一颗心顿时安定了下来 方言很知趣地退了出去 并且帮他们关上了外面的房间门 洛天灵看着他红肿不像话的双眼 想着他的遭遇一步步靠近 你别过来 你走开 洛天蕊似乎被惊吓到了 一点点爬起来 手忙脚乱地往窗台上爬去 你再过来 我就跳下去 洛天灵马上停住脚步 小猪猪 他无奈而怜惜地盯着他 我是你的小天灵啊 你躲谁 让谁走开 都不能让我走开呀 洛天蕊咬着唇 他拼命摇头 洛天灵趁机往前走上几步 刚要走到浴缸边 就被他瞪住 停下 不许过来 他没辙 开始耍赖撒娇 欣甘 他的爸爸就是这么叫他的妈妈的 地球人都知道 洛天蕊一愣 好半天没反应过来 洛天灵双眸闪过一丝脚下 又叫了一句 欣甘 他猝眉 做事就要往下跳 你别过来 你再过来 我就跳了 这时候 他的裙摆飘出一截 露在窗台外面 整个侧影都印在了 燕西燕北兄弟俩的眼眸里 燕北忽然道 三小姐 别跳了 有什么话 跟天灵哥好好说吧 这是二楼 你要是跳下来 我们兄弟俩肯定 稳稳地接住你的 跳了也是白跳 忽然冒出来的一道声音 惊得洛天蕊 头皮发麻 他诧异地 看了骆天灵一眼 发现骆天灵 此刻似乎也不着急了 甚至有些 好整以下地盯着他 他又小心翼翼地 往下面瞧了一眼 果然 燕西燕北 正站在他下面等着他 还这么近 这时候 骆天灵道 星儿 是投入我的怀抱 还是跳下去 让他们抱住你 再给我送过来 两条路 你自己选 骆天蕊 看着骆天灵这副样子 气得咬唇哭了 他愤愤地小眼神 瞪着他 满腹委屈 骆天灵 无奈地叹了口气 缓缓凑上前去 这会儿 他大概也是知道 无路可逃了 所以 干脆认命了 他上前 轻轻将他抱住 抱下来 他也没有挣扎 骆天灵心里 长出一口气 这丫头 打不得骂不得 还有本事 把我的心都绞得痛起来 他将它 放在抽水马桶的盖子上坐着 回身去关窗 并且 对着楼下的两兄弟 做了个OK的手势 燕西燕北笑笑 转身走开了 空气里 还飘散着淡淡的 后圆青草香 承载了些许 遇过天晴的气息 经过阳光 再充斥到 骆天灵的鼻腔里 让他觉得 心情 一下子好了不少 关上窗户之后 骆天灵刚转过身 就看见 他忽然从马桶盖子上 站了起来 并且 往门口的方向 冲过去 骆天灵的太阳穴 一个劲地跳 这丫头 真够精神的 这次 他不会再给他 溜走的机会 趁着他跑出去的空挡 他一个短跑 冲刺的速度 全力扑上去 直接将他 扑倒在大床上 骆天灵还没适应这个突如其来的变故 只觉得他砸下来的那一下太重了 忍不住张开嘴巴 大口呼吸 双手也开始推让 骆天灵直接抱住他的脑袋 一口亲了下去 柔软的四片唇板 暧昧地贴合在一起 他笨拙地 一点点探索着接吻的奥秘 他惊讶地瞪大着眼睛 完全实话地瞪着他 他却是 闭着双眼的 舌吻 应该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初吻吧 跟以往亲近他的额头 脸蛋这种 完全不同 他吻得很认真 虽然带动他的动作 有些笨拙 但是 却很虔诚 怕自己的牙齿 不小心磕伤了他 他尽量把动作 放慢 放柔 时间 仿佛静止了 这一切 都美好得不像话 骆天蕊感觉 自己正处在一片 柔软 甜蜜的棉花糖里 又好像 有点在云端漫步的感觉 整个人轻飘飘的 不敢用力呼吸 也不敢动一下 他清楚地感觉到 他的宝蠢的温度 眨眨眼 他线长的睫毛 近在眼前 宛若两把小刷子 还会轻轻地颤抖着 他想 他应该很紧张吧 整整吻了十多分钟的样子 他才依依不舍地放开它 盯着它娇艳的唇板 他喘着粗气 低头又贴上去 单纯地啄着几下 这里的味道 真好 他一张小脸 完全驼红 好似鲜艳夺目的红辣椒 娇羞地 让它看得都不舍得眨眼 他紧紧抱着它 将脸颊埋在它的颈波 笑声道 我早就猜到 费尘安对你做了些什么 他刚刚说完 身下的小人忽然强烈地挣扎起来 别动 他赶紧揉声说 小猪猪 你以为我最在乎的是什么 你曾连毫米都不到的膜吗 你也太小看我了 说完 他抬起头 将自己的额头紧紧挨着它的 两个人的鼻尖也触碰到了一起 甚至连双唇都会轻轻碰到 我爱你 也要你 不管你是什么 不管你变成什么样子 不管别人对你做了什么 只要你的心还在我这里 我就怎么都会要你的 可是 他终于直直乌乌地说出口 可是你的心里会有阴影的 你想起来 心里总会有疙瘩的 他负气 扬起下巴 咬了一下他的鼻尖 胡说八道 他忐忑不安 不是这样吗 他斩钉截铁 当然不是 他不再多言 心里将信将疑 他看出来了 捏着他的下巴 紧盯着他的双眼 你害怕我的心里会因此有阴影 那是因为你自己的心里有阴影 小猪猪 你信吗 一百个干净漂亮的女孩加在一起 都远远抵不上一个 你自以为破碎了的你 小猪猪 我跟你是什么样的感情 我们是从小开始的情谊 是曾经宁可一辈子不结婚 见不得光 也要死守在一起的情谊 是遭受到家长的打压 强制性的分改 分隔两地 还苦苦惺惺相惜的情谊 我们一起听过那么多好听的情歌 一起看过那么多浪漫的爱情片 在我骆天灵的心里 还有谁能跟你比 骆天蕊满怀感动地看着他 这样的骆天灵在他的眼里有些陌生 因为过去的岁月里 他总不曾这般赤果果地跟他说过话 他的用词大多是温文尔雅的 很有教养也很有质感 像刚才这般什么魔什么脱衣这些 他从来不曾从他的嘴里听见过 他感受到他诧异的目光 无奈地扶手 喊住他的娇唇 以前 我就从来不曾怀疑过 我根本没有违反你的可能 如今 我就更不可能违反你了 一旦我们以后结了婚 要是我对你不好 估计一大家三 都会挥着心地揍我呢 他此番的模样 既压着他 又含着他的唇说话 要多暧昧就有多暧昧 顿了会儿 他又说 我只忠于你的灵魂 不管他栖息在哪里 过了好一会儿 骆天蕊有些累了 你下去好不好 我呼吸困难 他笑 听说吃什么不什么 早知道有一天会这样的话 我应该让你多吃一点鸡胸肉的 听说木瓜也是补胸的 骆天蕊 他脑子一蒙 他在说什么呀 他又道 不过你还小 还有半年才十八岁呢 现在补应该来得及吧 以前我对你不感兴趣 我只关注你之前的身体 所以一直给你买木瓜牛奶 你喝了那么多年 发育得不错 可惜没了 唉 我又要重新开始了 肺育一个老婆 真不容易 骆天蕊 他恼羞成怒地喊了一句 想起 齐幻珠十三岁 来历嫁开始 他就给他 送超级多的木瓜牛奶 原来是为了给他补胸 他真的是骆天蕊吗 为什么他觉得 自己越来越不认识他了 骆天蕊笑笑 垂眸瞥了一眼他 然后说 再给你半年的时间 好好补补吧 半年后 你满十八岁了 我就亲自帮你补 骆天蕊脑子一蒙 亲自补 他问得很傻很天真 怎么补 他浅浅一笑 从他身上爬下来 然后拉着他的胳膊 把他往上提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骆天蕊 去洗手间里 重新洗脸梳头 他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红嫩的嘴巴 想着刚才跟骆天蕊 一起居然亲吻了 那么长的时间 有些甜蜜 也有些不敢相信 忍不住抬手 他轻轻触碰上自己的唇 还伸出小巧的舌头 照了照 身后传来一道好听的笑声 很是清润 他惊得赶紧转身 就看见骆天蕊 高大的身影 斜斜地倚在门框上 神情很愉悦地 对他笑着 你 他恼羞承诺 你怎么可以偷看人家书头 骆天蕊 看着他早已经 梳好的蜈蚣辫 青春中透着淡淡的知性 缓缓上前 直接将他搂进怀里 面颊在他的头顶 亲密地蹭了又蹭 就好像一只 在逃主人欢心的小狗 某男一挑双眉 我若不来 怎么会知道 你对于刚才的吻 一犹未尽 某女死嘴硬 我哪有 没有吗 他轻笑 那以后都不这样亲你了 他又哄到 有吗 告诉我 你其实就是一味劲 下次 我还这样亲你 他有些心急了 左右摇晃着他的身体 说嘛 有没有 他小脸爆红 抬手捂住自己的脸颊 骆天灵 你真的很烦人呐 以前怎么没发现 这家伙这么烦人啊 他抬手 拉下他遮面的小手 然后将他抵在墙壁上 柔软的唇板 再次切了上去 舌尖刚刚想 撬开他的背齿 就迅速离去 好整以暇地 看着他有些沉醉 并且主动 探出小蛇的模样 真是怎么看 都觉得赏心悦目 他的耳畔 响起他细腻的笑声 充满善意的 真的没有吗 那现在 是谁在抱怀期待着 他猛然睁眼 气得瞪他 他就真的压了上去 有些霸道地 再次吻过来 或许是有了 上一次的经验 这一次 他的表现好多了 男人在这方面 似乎都很有天赋 吻着吻着 便再一次 忘记了时间 直到门口 喘了一阵敲门声 骆天灵依依不舍地放开他 然后说 晚上继续 他闻眼 心跳漏了半拍 他摸摸他的脸 这会儿 对Kiss这种事情 刚刚上瘾 自然晚上 还要继续吻的 弄水冲一下 冲了 我先去开门 说完 他就出去了 骆天锐 对着镜子照了照 自己的嘴巴 确实肿了起来 赶紧从水龙头里 放出冷水来冰一下 消肿 有声小说 不良宠婚 后期 随风 监制 秦幽 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二百七十四集 外面 骆天灵将房门一打开 就看见大哥骆天奇 红着眼眶进来了 他手里还拿着前天 搬去后院的时候 带走的衣服 骆天灵 醋了醋眉 大哥 你该不会是 要搬回来吧 骆天奇 亚异地看着他 怎么 不欢迎 对方干咳了一下 然后说 不方便吧 现在这里是情侣界 骆天奇闻言一愣 看着弟弟 不似作假的表情 然后说 猪猪给你的信 今天你刚刚看完 就跟蕊蕊在这里打情骂俏 会不会太不见人情了 蕊蕊还小 你该不会 骆天奇 醋眉看着他 一男一女共处一世 你该不会对他做了什么吧 骆天灵 哭笑不得地看着他 大哥 蕊蕊也是我的宝贝 我怎么会做伤害他的事情呢 骆天奇 似乎是想了又想 然后 还是抱着衣服 走了进去 打开衣柜 然后将自己的衣服 一件件挂了上去 我呀 还是跟你们一起住 顺便看着点 骆天奇 一边挂衣服 一边一本正经道 省得你们一时冲动 一发不可收拾了 骆天蕊将外面的对话 全都听进了耳朵里 哭笑不得地怂怂肩 然后 看着自己的脸颊 跟嘴唇 都没什么异样了 这才从洗手间里走出去 他看着骆天灵 一脸哀怨地 立在墙角边 扑哧一笑 然后 看着骆天奇道 大哥 欢迎你回来 骆天奇闻言 扭头看了他一眼 呵呵笑着 看了好久道 哼 女人哪 果然要自己养大的 才最忠心 想起奇幻珠 对弟弟的一往情深 再到妹妹 蕊蕊 对弟弟的情意绵绵 看来 女人还真的从小养大 最贴心 也最忠诚 可惜了 她已经二十岁了 身边有个现成的 又是喜欢弟弟的 骆天奇就纳闷了 我跟弟弟是双胞胎 两人长得一模一样 怎么就奇幻珠 跟骆天蕊 都对弟弟 亲有独钟呢 唉 好不容易在外面上学 认识了一个喜欢的 交往了一整年 我那么宝贝他 都不舍得带他去开房 结果被人家误以为 是性无能 郁闷啊 骆天蕊忽然觉得 大哥看自己的眼神不对劲 又说不上来是哪里 就瞧着骆天蕊赶紧上前 将他整个抱进怀里护起来 然后说 这个你就别想了 骆天奇叹了口气 摇摇头 唉 我怎么这么命苦啊 这时候 门又响了 燕北在外面说 天奇哥 天灵哥 三小姐 吃晚餐了 今天老太太也来前面用餐 大家都去了 骆天奇应了一声 来了 于是 兄妹三人 便出门而去了 走在廊上 骆天灵瞥了眼 守在餐厅门口的方言 便让大哥跟妹妹先进去 然后自己小声说 带枪了吗 方言一愣 诧异地看着骆天灵 下一秒 将口袋里的枪 不着痕迹地 放进了骆天灵的运动裤口袋里 这种事情 骆天灵不是第一次干了 前两次 灵语也知道 却一直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灵语跟方言说过 下次 小儿子若要 便给 好借好还 再借不难 入座后 因为餐桌上 少了费莫黎跟薛安熙两个人 因此 好巧不巧地 排好位置后 骆天灵的对面 恰恰是费成安 拓圆形的餐桌上 苏灵二 坐在顶端的主位上 两边的位置上 分别安排了四个位置 从他左手边开始 分别是 齐叶 骆天齐 费成安 费成康 而从他右手边开始 分别是 灵语 靳如歌 骆天灵 骆天蕊 今晚上的晚餐 是美式牛排 配了意大利通心粉 每人一小碟蔬果沙拉 两块吐司片 再配一杯拉费红酒 一桌人沉默不语 灵语的目光 则是紧紧盯着齐叶 让骆天齐将齐叶 跟费成安分开 也是怕齐叶会忍不住 打草惊蛇 反而失去了 给齐换猪 找证据报仇的机会 齐叶面色阴沉 切牛排的动作 狠而利索 骆天齐守在一边看着 心里都忐忑 骆天灵亦是如此 他手里的刀工 纹准狠 片刻就切割碗笔 然后将自己面前的 跟妹妹换了 你吃这个 妹妹点点头 一直埋着脑袋 因为稍稍抬眼的话 就会看见对面 不想看见的费成安 这个男人给他带去的痛苦 他此生永难相忘 骆天灵继续切 切完之后 又直接将牛排 拿去跟靳如歌换 我的切好了 你吃这个吧 靳如歌没说话 知道儿子心里不痛快 点点头 谢谢 前面 齐叶也将面前的切好了 直接跟骆天齐换了过来 一句话也没说 骆天齐眨眨眼 吐吐蛇 谢谢 齐叶也不说话 拿着刀叉继续切 这餐桌的氛围 实在是诡异得很 费成安也是吃得一头汗 明明家里的中央空调 冷气十足 明明没有人是看向他 可是他总觉得 桌上有好几股气场 都是冲着他的 铃鱼有条不紊地 切着自己盘子里的牛排 切好之后 直接推到了苏灵儿面前 我跟你换吧 苏灵儿一愣 一桌子的人都愣住了 废氏兄弟 不可思议地看着 心想 老太太该指不定想出什么理由拒绝了 谁知道 老太太却忽而笑了 接过盘子后 主动将自己的那盘 送去铃鱼面前 谢谢 铃鱼玩耳一笑 心里跟着小窃喜 苏灵儿将一块牛肉送进嘴里 伴随一口红酒送下之后 忽而开口 打破了这一沉闷的氛围 听说 蕊蕊下午将仓库的门打开了 骆天蕊闻言 抬眸点点头 我只是觉得 那个位置更适合用来坐车库 所以好奇 费承安回来之后 也听说了这件事情 他跑去看了看 发现装着酒瓶的箱子一直不少 于是也没在意 想着他们可能也就是好奇吧 苏灵儿赞赏地看了眼骆天蕊 那里本就是车库 我也不明白 为什么忽然就变成仓库了 费承安正在喝红酒 听奶奶这样一说 不小心呛着了 苏灵儿看着他直接开问 承安 家里的车库 是什么时候变成仓库了的 费承安拿过手帕 擦擦鹅角的汉子 然后恭敬地说 奶奶 那个改了有一段时间了 他想着 奶奶已经有两年没回来过了吧 这么说应该没问题 谁知道 骆天蕊却说 我记得不久前 朱朱姨妈结婚的时候 我们来做客 那时候那个仓库还是车库呢 怎么短短时间内就改了 而且 朱朱姨妈 刚好是车祸身亡的 这车祸跟车库 两个词挨得多近呢 变化的时间 也刚好就在事故的时间内 真是太巧合了 费承安 闻言一愣 目光紧紧盯着骆天蕊 这一刻 他只觉得 这丫头难缠得很 他眼眸中 略起了一丝凶狠 被骆天蕊敏锐地捕捉到了 骆天蕊歪着脑袋 伸出一只手 在妹妹的脸庞前晃了晃 然后看着费承安 有些痞痞地问 你那是什么眼神 费承安当即善然而笑 没有 只是觉得蕊蕊天生励志 兵始聪明 忍不住都看了两眼 本想着 说两句夸奖的话 这事就算过去了 可偏偏 有人就是不想让他过去 甚至一晚上 都在等着这个机会 这个人 就是骆天蕊 论起来 我还要叫你一声小姨父 怎么 怀孕的妻子刚刚离世 后事都尚未办理 你就对别的女孩子 一见倾心 忍不住多看两眼 真是现实 费承安的目光 微微凛冽起来 上次骆天灵 将他揍得那么狠 他脸上的伤到现在 还疼痛非常 心里对他一直有恨 想起奇幻竹拒绝 他的时候说过 他喜欢的人 是小天灵 如此想来 这个小天灵 必然就是骆天灵 才对 脸上 泛奇摩冷笑 费承安 现在可不怕他了 老佛爷还在上面坐着呢 他可是老佛爷的亲孙子 这又是在他自己的家里 难不成骆天灵 还能揍他 费承安道 猪猪的死 我也很难过 不过人也总要 生活在现实里 比起那些 不现实的禁忌恋 什么外甥跟舅妈呀 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我算干净多了 骆天灵闻眼 没忍住 一口红酒喷了出去 直接喷在费承安的脸上 随后 骆天灵笑嘻嘻地站起身 给他递上残巾道 不好意思啊 你自己擦擦吧 不过这也不能怪我 你说的话太搞笑了 费承安气得 一拍桌子站了起来 你 你就是故意找上 骆天灵 不以为然地挑挑眉 我本来就是小孩子 是晚辈 怎么 小姨父还想跟我这个晚辈 一般见识 承安 苏灵儿忽然冷声看着他 当我的面拍桌子 你这是想干什么 费承安赶紧落座 奶奶 苏儿刚才一时激动 还请奶奶谅解 哼 骆天灵忽然冷哼一声 动物果然比人更容易激动 灵雨知道儿子心里不痛快 却也不想让苏灵儿为难 于是看着小儿子 天灵 适可而知 骆天灵看着费承安 对他愤恨的目光 眼底略过一抹脚下 扭头对妹妹道 晚上二哥带你去看萤火虫吧 不带安慰了 救咱俩 上次你去了有阴影 这次去了 咱把阴影彻底抹去 费承安闻眼 嘴角急不可闻地勾了勾 灵雨见到费承安勾唇 眼眸一亮 她知道 小儿子想吊的鱼儿上钩了 晚餐后 苏灵儿别有深意地 看脸费承安 好心地提醒了一句 今晚风大 没事就早点睡吧 费承安这会儿 正想着狠狠地报复骆天灵 一泄心头之恨 对于老太太的吩咐 她只是敷衍地说 苏儿知道了 之后老太太就回了后院了 灵雨跟齐叶相视了一眼之后 都觉得 骆天蕊对车库改仓库的怀疑 是不无道理的 于是叫上了自己的人 全都集中在楼下 每人手里都拿着强光手电筒 加上院子里的灯 一下子就能将仓库照得亮如白昼 骆天灵带着骆天蕊 看着他们将仓库打开后 就跟方言要了辆车钥匙 准备单独带着骆天蕊 去葡萄庄园 方言给他车钥匙的同时 又给了他四颗子弹 清语道 少爷说了 不许出人命 骆天灵眨眨眼笑了 费城安把我捧在手心里 宠着唐真的女人给强上了 害得我们差一点就天人用格 这样的仇 我怎么会就这样 让费城安去死 一枪崩了他 太便宜他了 杀人偿命 达上我自己的命 也太不值了 骆天灵若无其事地 拉着骆天蕊的手 就这样出去了 前面去过一次 骆天灵记得路 而且路线本就简单 很快就到了 江车停在最显眼的位置上 骆天灵侧眸 对着骆天蕊微微一笑 下去吧 骆天蕊不明白 他为什么要带自己来这里 他却别有深意地看着他 抬手摸摸他的脸 没有人可以伤害你 而伤害你的人 都必须付出代价 他掩约察觉到了什么 心下有几分忐忑 他却高纯一笑 放心 我今天带你一起过来 无非就是三件事情 让你心里痛快点 也让我们心里痛快点 第二 证明我是有能力保护你的 弟子 证明有胆敢动你的人 我都是有能力灭了他的 骆天蕊最后一句话说完的时候 眼眸中略过一丝阴冷 这种阴冷之气 是骆天蕊从前从不曾在他的眼眸里看见过的 他紧张兮兮地抓着他的手 天蕊 天蕊 你 我不想你受伤 乖 我不会的 他捞过他的脑袋 在他的唇上亲了亲 一会儿他们来了 费城安的目标是我 所以不可能找你麻烦 你把车钥匙抓在手心里 一看苗头不对了 就赶紧上车 然后把四个车门全都锁死 不管发生任何事 都不要打开 知道吗 有声小说不良宠婚 后期随风 监制秦幽 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二百七十五集 骆天蕊猛然摇头 不要 我怎么可能丢见了一个人 自己躲在车里 你不信我 骆天蕊捏着他的下巴 我爸爸都信我 你不信我 骆天蕊一愣 想起凌羽 于是点点头 我信 骆天蕊挑了挑眉 心知 他是因为相信凌羽 才会转而相信他的 他回身做好 总有一天 我会让你 像相信我爸爸那样 相信我 说完 他把手机给他 你回到车里之后 就开始录像 录我们在外面的所有过程 这个 可以救我一命 我把命 就放在你手里了 知道吗 骆天蕊 诧异地看着他 看他亲手将手机 摁在他手心里 重重地点了点头 好 乖女孩 他一开心 又在他的嘴角 亲了亲 这才拔出车钥匙 把车钥匙也交给他 两人一起下车 剩下的夜晚 总是晴朗的 漫天的星辰 还有精致的月亮 晚风徐徐 吹来一阵浓郁的 葡萄果香 仿佛天地间 只剩下了甜蜜的味道 骆天蕊揽着骆天蕊 缓缓地走着 他们一起看着 新泽西的月亮 骆天蕊知道 这会是个 非常特别的夜晚 天空中 偶有萤火虫飞过 像是落大的小可怜 焦急地 想飞去葡萄甲边上 与自己的亲人团聚 骆天蕊静静看着 忽然间感觉 有一段时间里 自己跟这只萤火虫很像 身后忽然渐渐亮起大灯 骆天蕊嘴角一弯 淡淡道 他们来了 谢盖 记得我说过的话 学会相信我 骆天蕊没有说话 他跟着骆天蕊 一起扭过头 朝着来车的方向望过去 大大的奔驰车 打着刺眼的远光灯 一时间让人睁不开眼 骆天蕊带着他 往旁边走过去 避开光束的刺激 就看见 车里 一下子下来了五个人 手里 都拿着棍子 为首的那个 就是费丞安 这家伙还真是没脑子 骆天蕊 浅声地 呢喃了一句什么 可是骆天蕊 没听清 五个人 渐渐朝他们靠过来 骆天蕊勾唇一笑 不着痕迹地 推了推骆天蕊 然后自己往另一边走 把人都引过去 怎么 小衣服今晚是打算来报仇的 可惜了 我不信你有这个胆子 骆天蕊静静看着 果然 他们的目标只在骆天灵 根本没人管他 看着那几个人拿着棍子围了过去 他咬了咬牙 最后还是选择相信他一次 狠了狠心 迅速钻进车里 并且锁上了车门 费承安猛然回首 看见骆天蕊上了车 赶紧叫了两个 去 拦着那个丫头 那丫头想要开车回去搬救兵 四个打手 当时就撤了两个 朝着骆天蕊的车过去 两个人拦在车头的位置 不让他跑 可是骆天蕊 却坐在后车座上 迅速掏出手机 调到摄像模式 窝在后面开始拍 这时候 他才发现 车窗全都被骆天灵 事先调整过了 每一扇 都是降下了一厘米的位置 外面的人 手 根本渗不进来 还可以清晰地 将手机的摄像头 对着外面拍 不仅如此 连外面的声音 也听得一清二楚的 尤其这一下 四周的空气 开始流动通风 骆天蕊待在里面 不会感到憋闷 两个打手 抓着棍子 就朝着骆天蕊挥了过去 他们功夫不差 可是骆天蕊的师父 可是冠狱 如今的身手 也跟冠狱不相上下了 这两个打手 他还真的没放在眼里 明明自己占了优势 骆天蕊却故意 跟他们拖拉周旋 嘴里还大喊着 小姨父 有话好好说 我只是带妹妹 来看萤火虫 你干嘛找人偷袭我 费成安为言 轻施一声 偷袭 你哪只眼睛 看见我偷袭了 等你敌青脸肿地 回了家里 你有什么证据 说是我干的 就凭你们兄妹 两个人的 一面之词吗 满满的不屑 充斥在空气里 骆天蕊 看似不服气 费成安 你这个卑鄙小人 费成安笑道 今天是你自己送上门来的 在费家 费成安一向是长子嫡孙 受尽宠爱 先是齐幻珠 因为深爱骆天灵 所以不肯接受她 逼她用墙 再到骆天灵之后 对她拳脚相加 这样的气憋在心里 她要是不出一口 心里可真是不顺 眼前的画面 很惊险刺激 不过两个打手 却始终像是 被人斗哄一般 棍子每每下去 都砸不到她 费成安看不出来 使骆天灵 有心成让 只觉得这样纠结下去 似乎不是办法 夜色 一点点 在眼前的打斗场面里 拉开 骆天蕊忽然明白 骆天灵 让自己这样拍摄的用心了 可是看着自己心爱的男人 被人拿棍子围攻 说不紧张 是假的 这时候 两个守在车头的打手 等了好一会儿 原以为车里的小姑娘是害怕 所以藏起来了 他们也没放心上 只是不放她走就好了 可是这会儿 却隐约感到了一丝不对劲 两人相互看了对方一眼 然后缓缓 向着车门开始靠近 骆天灵看着他们 朝着车窗一点点挪过去 于是下了狠手 一下子就撂倒了一个 还抢了对方的棍子 费成安吓了一跳 赶紧招呼剩下的两个人 快 给我上 走别人这小子 那两个人 闻声当即走了过去 挥舞着棍子 就朝着骆天灵下去了 骆天灵此刻 手里有了武器 打得更顺手了 一脚踢飞一个 再与剩下的两个私斗 那画面 看得骆天蕊的一颗心 都要从嘴里蹦出来了 等到骆天灵一下子 将眼前的人全部撂倒 并且重伤了他们之后 眼前就只剩下一个费成安了 费成安吓得连连后退 骆天灵却忽然一下子 身子一软倒在地上 半眯着双眼 好像很痛苦一样 后来打斗的场面有些激烈 他还是挨了两棍的 可是并没有真的到要晕倒的地步 费成安先是退了两步 一看骆天灵似乎不行了 想了想 也是 一个男人打倒四个 这会儿怎么会有力气 看他痛苦的神色 还指不定上到哪儿了 费成安深吸两口气 从地上捡起一根棍子 忽然高高举起 一点点朝着骆天灵走过去 骆天灵此刻侧躺在地上 一只手伸进了裤子口袋里 就等着他靠近 从骆天蕊的方向看过去 骆天灵是背对着他侧躺在地上的 因为骆天灵只有朝这个方向躺 才能将费成安的正脸 对着骆天蕊手里的摄像头 骆天蕊看着费成安的棍子就要砸下去 吓得惊慌失措 当即就对着车波里大喊了一句 费成安 你想杀人吗 费成安一愣 这才想起车里还有个骆天蕊 骆天灵闻眼醋了醋眉 情急之下忽然睁眼 用虚弱的语气道 费成安 你根本没法跟我相比 难怪奇幻珠不爱你 就你这种人 下辈子 下下辈子 习惯珠也没有爱你的可能 他说得很轻 只有费成安能够听得见 费成安当时就被骆天灵惹毛了 露出一张面目猙獰的脸 怒发冲灌般 棍子高高举起 一鼓作气 就要猛然地朝着骆天灵的脑袋上砸下去 骆天蕊的嘴巴都张大了 心跳整个停住 整个人都石化了 这一幕看在他眼里就好像是被放慢的镜头 就在费成安棍子即将落下的时候 棍子忽然停在了半空中 而骆天灵伸出一只手 手里拿着一只精致的手枪 正对着费成安的裤裆 开了一枪 手枪配备了高端的消声器 听不见一丝声响 两秒钟的寂静之后 空气里忽然传出一道凄惨的叫声 费成安扔掉手里的棍子 一下子倒地蜷缩起来 双手毫不避讳地捂着自己的命根子 疼得瑟瑟发抖 骆天蕊哭了 天灵 他赶紧掏出车钥匙 摁下解锁键 然后端着手机就跑了过去 他将地上的骆天灵抱在怀里 哭着捧着他的脸 天灵 你有没有事 骆天灵扬唇一笑 然后将自己的手枪放进了他的手心里 地上的四个打手 被他揍得连逃走的力气都没有 一个个在地上哀嚎着 他们看着骆天灵手里有枪都吓死了 骆天灵看着骆天蕊虚弱道 给爸爸打电话 就说 就是我们遇到了费城安的偷袭 说完 骆天灵就晕在了骆天蕊的怀里 因为手枪交到了骆天蕊的手里 所以那四个打手干脆忍着疼 在地上装死 一动不动 就怕这小姑娘万一紧张过度 拿着枪就对着他们开一跑 而地上的费城安却始终疼得蜷缩在那里 浑身抖个不停 鲜血从他的裤裆染上了地面 他的双手指缝间也有红色的液体流出 整个画面惨不忍睹 骆天蕊哭得一塌糊涂 赶紧把手机握起来 这个时候才把视频的画面给关掉 灵羽他们观察了仓库 萨姆将下午的时候 发现的水泥重新浇注的疑点告诉了他 他想了想 暂时还想不到 如何将之前的水泥分割出来的方法 齐叶觉得这个仓库很可疑 就让人把里面一箱箱的酒瓶子 全都搬了出来 一圈人在里面绕了好半天 面对脚下崭新的一层水泥地面 似乎都有些束手无策 这个时候 灵羽的手机响了 他一看 来电人是小儿子 当下明白 小儿子是要自己去给他擦屁股的 喂 喂 爸爸 我们遇到了费成安的偷袭 二哥晕倒了 费成安中枪了 爸爸 你快来啊 尽管知道 儿子成功的可能性极大 但是灵羽一听说费成安中枪了 当即就问 死了吗 没 费成安还在 还在地上喊疼呢 灵羽松了口气 却不知 此刻的费成安 就算不死也没用了 灵羽叫上自己人 还有燕西燕北 三辆车 同时开向了葡萄庄园 当他们赶到的时候 燕北第一时间冲了过去 蹲下 看着昏迷不醒的洛天灵 焦急万分 天灵哥 天灵哥 一圈人跟着围了上去 就听见骆天蕊哭哭啼啼的 也听见了费成安 痛到极致的哀号 齐叶冷眼看去 骆天蕊的手里抓着手枪 一边倒了四个人 地上没有血迹 不像是枪伤 而费成安明显是伤了关键部位 这一下 齐叶心里总算痛快了 灵羽一看这画面 太阳穴一个劲地跳 他想着 小儿子心里不痛快 他们心里都不痛快 就算在费成安身上 开两个洞 不至于伤命 也算解了些气了 却不像小儿子 居然这么狠 一下子 让费成安 从此不能人道了 燕西醋眉看了看 这事太大了 必须禀告老太太 他上前扶起费成安 灵羽赶紧喊道 快去扶着 赶紧送医院 萨姆当即上前 背着费成安 跟燕西一起 上了一辆车 方言拿过 骆天蕊手里的枪收好 然后背起 骆天灵也上了一辆车 燕被跟了上去 骆天骑也跟了上去 骆天蕊想要跟上去 却被灵羽拦下 拉着他跟骑夜 还有靳如歌 他们一辆车 车里灵羽灭色阴沉 要是小孩子家 小打小闹也就算了 现在直接让费成安 断了后 虽说心里太洁气了 可是灵羽生怕 会让苏灵儿为难 通过上次的谈话 不难看出 费成安的祖父 对于苏灵儿 应该是有救命之恩 患难之情 甚至还有后面 多年的夫妻情谊 一边是王父的亲孙子 一边是苏灵儿自己的亲孙子 手心手背都是肉 如果没有一个合理的解决方式 怕是苏灵儿 不好对费家交代了 要真是那样 那就不是在出气了 而是在给苏灵儿 增加困扰 齐叶满目在乎 甚至上车后 嘴角一直擒着淡淡的笑 他倒是觉得 小天灵这小子 太对他胃口了 靳如歌刚才 看见儿子倒在地上 也没有哭 侄子莫若母 小天灵的师父 可是冠狱 怎么可能被几个 普通的打手就撂倒了 灵雨看着骆天蕊 蕊蕊 事情的经过 你仔细跟爸爸说一下 有声小说 不良宠婚 后期 随风 监制 秦幽 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二百七十六集 骆天蕊 吸吸鼻子 擦擦眼泪 然后从口袋里 掏出手机 调到事先拍好的 那一段视频 然后转身 递到后车座 给三个长辈看 三个长辈的脑袋 紧紧靠在一起 等车子 开到医院的时候 他们已经看完了 灵雨直接将视频 转发到了自己的邮箱里 然后将手机还给女儿 下车的一瞬 灵雨忍不住妖娆地笑了笑 半小时后 两间相互独立的VIP病房内 一间是空的 因为费成安还在手术中 而另一间里 住着骆天灵 与中国的VIP病房差不多 这里依旧是雪白的墙壁 冷冷清清的白纸灯 有个可以洗澡上厕所的单间 余下的就是房间里 有电视机 饮水机 还有微波炉跟沙发 骆天灵已经醒了 手背上梳着葡萄糖 全身上下检查过的结果是 小腿跟胳膊的位置 有被棍子击打过的余青 别舞塌伤 其夜心情不错 目光灼灼地盯着骆天灵看 难怪我女儿会爱上这个臭小子 鬼精鬼精的 灵雨手里拿着药酒 一点点擦在小儿子 手臂淤青的地方 而门外只有方炎 萨姆 还有燕西 在手术室外等着 灵雨一边揉 一边说 臭小子 我倒是小看你了 骆天灵笑笑 我父无权子 喝点 骆天蕊将纸杯里的水 吹凉了些 送到骆天灵的嘴角边 他把脑袋凑过去 一口气就喝完了 喝完之后 他看着骆天蕊 依旧泛红的眼眶 淡淡的 对不起 吓着你了吧 尽管之前就跟他说过 但是当费成安那一棍 就要砸下来的时候 听见他在背后 惊慌失辞的惊呼声 他就知道 吓坏他了 骆天蕊没说话 收回杯子后 眨眨眼 我替小猪猪姨妈 谢谢你 他无法形容 费成安给他带去的伤痛 具体有多深 但是 每每午夜梦回的时候 那一日的一幕 总会如幽灵般缠绕着他 令他无论如何 都摆脱不去 骆天蕊今天废了费成安 无疑是他心里平衡了不少 骆天蕊的话刚刚说完 病房里便沉寂了好一会儿 想起奇幻猪 因为被性侵而受到的伤害 他们都觉得 废了费成安都远远不够 这样的结果 顶多算心里平衡了些 奇夜忽然起身 缓缓走到床边看着他 沙哑道 谢谢你 小天灵 骆天灵笑笑 看着他 您该的 又过了一个多小时 费成安从手术室里出来了 燕熙等人将昏迷的他 送入骆天灵隔壁 有个医生详细咨询了一下 之后燕熙就给苏灵儿打电话 苏灵儿一早就知道 今晚风大 让费成安早点睡 却不想还是出事了 苏灵儿让燕熙封锁消息 当即就亲自赶来了 苏灵儿在费成安的病床前 看了看他 满是遗憾 这时候燕熙在门口通报说 太太 灵绍过来了 苏灵儿叹了口气 让他进来吧 燕熙将房门打开 灵雨便走了进来 他手里拿着骆天蕊的手机 一步步靠近 看着苏灵儿的背影 他知道 她是个非常精明强大的女人 老太太 灵孙的伤势 我很抱歉 灵雨说完 话锋一转 不过 圈子实在是正当防卫 为求自保才下的手 说完 他把视频调出来 走过去递给他看 房间里很安静 苏灵儿看得很认真 看完之后 灵雨又说 这个是蕊蕊吓坏了 躲在车里拍的 还好有这个东西 不然 圈子可是百口莫辩了 苏灵儿眉头一皱 忽然抬起犀利的眼神 看着灵雨 那双宝经风霜的毛子 轻亮极了 似乎有着洞察一切的力量 他看了他好一会儿才说 我是不是应该谢谢你们 还专门拍了这个 来帮我解围 灵雨深深看了他一眼 略有抱歉的 费成安强行侵犯了奇幻珠 最后才导致了 这样一失两命的悲剧 虽说今天天灵的做法 是正当防卫 可以歪打正着的 帮助我们心里出了口气 如果这件事情 让你困扰了 我很抱歉 再者 奇幻珠的死因 我相信 并不只是简单的车祸 苏灵儿看着他 直接了当地说 承安其实很单纯 从他这么容易 就上了天灵的沟 就能看出 他也是个 没有太多智慧的人 如果他之前 真的兴侵了奇幻珠 必然也是被人利用了 我记得薛安熙 跟你们似乎从前就认识了 你怎么能确定 母后真正的人 不是徐安熙 灵语似乎在这件事情上 不愿意退让 态度很坚决 不管怎样被人利用 都不可以去做 伤害别人的事情 费成安对奇幻珠 打来的伤害 也直接伤害到了 我全家人的感情 包括今天的事情 视频你也看见了 如果费成安 没有带人来偷袭天灵 如果天灵晕倒后 费成安没有丧心病狂的 想要一棍子砸死他 天灵是完全没有机会 对他开枪的 一句话 多行不义 必自毙 如果心里本就怀有恶念 才会被人利用 才会做出疯狂邪恶的事情来 如果一个人的心里 没有贪念 费成安又怎么会在 薛安熙的挑唆下 就对一个无辜的女孩子用强 在这一点上 灵语坚信 人的本质 才是导致事情最终结果的关键因素 苏灵儿叹了口气 不说话了 一个二世出头的男人 没了命根子 不能结婚生子 不能解决生理需求 活着不就跟废物一样了 除了吃饭睡觉之外 他还能做什么 半晌 灵语又说 您也别伤心了 如果您真的觉得困扰的话 干脆辞了这一切 跟我回中国吧 苏灵儿摇摇头 我去看看天灵 灵语点头 好 母子二人 离开费成安的病房后 直接去了骆天灵的房间 苏灵儿摇摇手道 都出去 我跟天灵单独聊聊 众人惊讶了一会儿 灵语当即说 都出去吧 于是 齐叶他们 都跟着灵语一起出去了 灵语最终 还轻轻地 帮他们把房门关上了 苏灵儿 缓缓走到天灵的身边 在床边坐下 拉过他的手臂 看了看上面的于青 还疼吗 骆天灵没想到 他会来 面色沉重地 看着苏灵儿 奶奶 你是不是生我气了 他自己也知道 这事干得太狠了 苏灵儿握着他的手 好半天没说话 骆天灵心里忐忑 干脆说 奶奶 你要是觉得这里不好交代 那就干脆把费家东西 都给他们 是发芽光大也好 是坐视山空也好 他们想怎么着就怎么着 你跟我们回中国去吧 半天不语的苏灵儿 闻言一笑 哼 你倒是跟你爸爸 口吻一致 不过 回中国 哪里是那么容易的 为什么 骆天灵当即反握住苏灵儿的手 奶奶 您在怕什么 有爸爸在 有孙子在 我们一定不会让您受委屈的 您的晚年 我们一定会让您 在幸福快乐中度过 苏灵儿深吸一口气 眼眶就红了 他从随身带来的手提包里 取出一个档案袋 交给骆天灵 这个是跟你爸爸单独谈过之后 决定给你的 他将东西放在骆天灵的枕边 然后微微笑着看着他 关于骆家家主的问题 我跟你爸爸谈论过了 他说 在你们兄弟俩之间无从选择 天灵 或许你跟你哥哥是双胞胎 所以奶奶在你们的身上 看不见一丝一毫 别的豪门子弟之间的争斗 你们彼此互相关心 互相体谅 这样的感情 在如今这个社会 尤其是你们已经二十岁的年纪 真的是太难得了 骆天灵点点头 我们兄弟三岁的时候才重逢 彼此都很珍惜 苏灵儿道 因为天灵是长子嫡孙 所以我建议你爸爸 将骆家的家主之位给天灵 骆天灵诧异了一下 随即呵呵一笑 点点头 苏灵儿嘴角一弯 在豪门之中 能够做到如此淡薄名利的 还是他自己的亲孙子 真的是福气 他抬手轻轻拨了拨骆天灵的额发 深深看了他一眼 奶奶还跟你爸爸建议 让你做灵家的家主 以后改姓灵 就跟你爸爸一样姓灵 骆天灵的面色 染过一丝震惊 姓灵 跟我爸爸一样 他无所谓跟哥哥之间 谁是家主 因为他坚信 他的父母是爱他们的 并且一视同仁 在这样的 有爱的家庭下长大 他更坚信 没有被选为家主的那个孩子 父母也是不可能亏待他的 正因为有了这样和谐 团结的家庭氛围 两个男孩子 才从来不会在财产纠纷上 你争我夺 可是 做灵家的家主 骆天灵真的没想到 貌似灵家已经没人了吧 不是我看不起这个姓氏 而是普通的人家 又没有什么需要 世代相传的基业 还要家主做什么 苏灵儿看出了骆天灵的疑惑 于是一点点跟他解释 你爸爸的名字 还是我给起的 灵语 灵儿给的 当年你祖父 一直希望 我能给他生个孩子 他说 就想要灵儿给的孩子 所以 你爸爸的名字 才会叫灵语 骆天灵玩耳一笑 我就说嘛 爸爸的名字很奇特 也很好听 原来是这么来的 两人话音刚落 病房的门 就忽然被人 不轻不重地撞了一下 随后 立即恢复平静 骆天灵眼眸一亮 外面 又是萨姆 又是方言 还有燕西燕北 跟骆家暗卫 这时候能在门口偷听的 除了灵语 还有谁 苏灵儿 无奈地叹了口气 拉着骆天灵的手 继续说 不用嫉妒 你爸爸的名字好听 奶奶也给你起了个新名字 都在这些合同里写好了 回去之后 让你爸爸 直接给你更名就行了 她纳闷 合同 苏灵儿点头 嗯 紫禅转让的合同 天灵 奶奶下面跟你说的每一件事情 你都要用心记清楚 骆天灵听着苏灵儿 如此认真的口吻 不由跟着紧张了起来 奶奶 您说 孙儿听着呢 苏灵儿道 废氏的众多庄园里 有一座玫瑰庄园 是独立废神存在的 是属于我个人的 这件事情 莫里也是知道的 除了玫瑰庄园之外 余下的一切 都是奶奶跟莫里的父亲 一手经营的 必须留给废家的后人 因此 奶奶只能把玫瑰庄园 留给你 说是这么说 可是一个玫瑰庄园的资产 就是废氏余下的庄园 加在一起 也只能打个平手 可以想象 一个小岛上 全都种满了玫瑰 配合适应的季节 还会种些珍惜的花卉 根据生产商的需要 每天从玫瑰庄园 庄箱运走的花卉 都会空运到全国各地 进行各种加工 食品 化妆品 药材等等 供不应求 苏灵儿看着洛天灵 满怀期待 玫瑰庄园 是奶奶毕生的心血 你一定要好好经营 不用你每天待在美国 只要一年 有三五个月 是住在美国的就可以了 现在开始 它已经是你的了 奶奶 洛天灵 诧异 奶奶 我还小 也没有从商的经验 苏灵儿 当 这个在中国就可以学 燕北 会将玫瑰庄园的资料 时刻转达给你 一些必要的公物 奶奶会通过视频 每天辅佐你一段时间 直到你可以独当一面 洛天灵 当即就说 奶奶 那还不如您跟我一起回国 天生在我身边教我的好 再说 这么大的一笔财富 我不能说拿就拿呀 有声小说 不良宠婚 后期 随风 监制 秦幽 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二百七十七集 苏灵儿 白了她一眼 奶奶 不是白给你的 身为灵家的人 就要肩负灵家的责任 繁衍后代 开支散业 就是最主要的事情之一 你已经二十岁了 奶奶的年纪 一天天大了 奶奶还等着抱上重孙 还等着 看着我们灵家 后继友人呢 奶奶要我结婚 洛天灵心想 上次跟洛天蕊说好了呢 等她大学毕业结婚的 算一算 还得五年呢 可是 我还要五年 最快也要五年才能结婚 苏灵儿的一脸 期待的神情 一下子变得阴郁起来 跟个生了气的孩子一样 瞪着她 把她瞪得心里发毛 她咽咽口水 奶奶 五年后我一定结婚 苏灵儿眨眨眼 又说 你什么时候结婚我不管 如果你不想那么早结婚 也没关系 至少 先多挑几个 健康漂亮 干净 学历高的代孕妇 把虫孙子 给我生下来 啊 洛天灵 吓得往后缩了缩脖子 奶奶 我 您孙子可还是个储呢 找什么代孕妇啊 我没那么即可 除喜 苏灵儿心里盘算着 代孕妇的事情我来办 一定要层层挑选 挑出最精良的品种才行 洛天灵赶紧拒绝 奶奶 真的不用 我不需要 苏灵儿却不搭理她 接着说 天灵 奶奶都是为你好 奶奶就这些心愿了 你也不满足 不是 奶奶 这件事情真的不行 天灵 苏灵儿忽然转移话题 不然你以为 奶奶给你一个玫瑰庄园 是用来干嘛的 那不是一个庄园 而是一个岛 一整个岛 再加上一整个商业王国 你懂吗 洛天灵 看着苏灵儿执着的样子 不由被赶出了 她凝望着她 看出她眼底的期待 奶奶 您说吧 您是不是还有什么事情 想要孙子办的 苏灵儿眼眶一红 看着那只档案袋 要找的东西 在这档案里 回头你有时间 自己慢慢看吧 说完 苏灵儿看着洛天灵 我们灵家 以前也是书香门底 一套青花祠的茶具 能从宋朝 传递至今 就足以说明了 我们灵家人 顽强的生命力 后来 我们的祖先 历经几个朝代 于清朝的康熙年间 还在江宁 制造局任职过 从那时候开始 我们的祖先才有了根 当时 灵家生产的私制品 还被奉为贡品 被清朝的皇帝 当作国礼 赠给他国 灵家的丝绸 也是宫廷御用的丝绸 直接由江宁制造局 收购入宫 尤其灵家独有生产的血绸 在当时更是千金难求 甚至被誉为国宝 那是灵家 最为繁华苍盛的时期 民国之后 灵家还开了一间 私制百货商店 并且渐渐在全国 也都有了自己的连锁店 由于血绸 制作工艺复杂 产量过少 又一直远赴盛名 所以一直是有钱人 高价角逐的对象 抗战时期 灵家从染房到百货商店 都被日本人取缔并且霸占 我们的先祖 不愿意交出血绸的制作工艺 因此被害 自那时起 灵家便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 又开始了漂泊无一的日子 新中国成立之后 灵家人一路逃亡到壁市 我爷爷临终的时候告诉我 血绸的制作方法 被我们的祖先 藏在了一批商代的青铜器里 骆天灵的眼眸一亮 商代的青铜器 苏灵儿点点头 从随身的包里 取出一块锦帕 递给骆天灵 这个就是血绸 目前全世界 可能只剩下这一块了 纵然现代的纺织科技 日新月异 可惜 除了南京云锦 我还没有发现 可以与之媲美的纺织工艺 骆天灵对于私制品 不是很懂 他拿过那块帕子 只觉得做工太过精致 放眼望去的暗闻 在灯光下若隐若现成 一朵牡丹花 触上去的手感 也如冰雪般细腻冰润 苏灵儿说着说着 心情跟着悲聊起来 忍不住落下泪水 这件事情 我跟你祖父相爱的时候 曾经跟你祖父提起过 他说 他有生之年 一定会帮我找到 那批青铜器 帮我找回灵家 失落的文明 可惜 我跟你祖父相爱不久 便惨遭他人迫害 我被逼无奈 漂泊在外 对于灵家祖辈的遗愿 束手无策 你说 我怎么还有连回中国去 洛天灵心里一慌 好多年前 爸爸送给了沐西辰 舅舅一套青铜器 还是爷爷珍藏在 洛平山的地下暗室里的 他咽了眼口水 奶奶 当年迫害你的人 都叫什么名字 苏灵儿擦擦眼泪 忽然收敛起 悲伤难过的心情 没什么都过去了 关键是你们这一带都要好好的 奶奶知道 找回这些如同大海捞针 也不强求非要在你这一带找到 但是至少你得有后代 还得有雄厚的资金 这才是寻回东西的根本 洛天灵心里隐隐害怕 却没敢说 莫了苏灵儿道 关于齐患珠的死 你们也已经来了几日了 要是查出结果的话 得有证据 要是查不出结果的话 你们还是早点回国吧 至于薛安熙这个人 奶奶也不打算 让他再留在废家了 苏灵儿忽然起身 你在医院躺两三天吧 要做戏就做足了吧 说完 苏灵儿便走了 灵狱在房间门口看着她 面色微沉 她一直在偷听 也越发感觉到事情的严重性 多年前 洛平山下的那批青铜器 还是她跟金莫青一起 叫了军用大卡车 半夜从山里运出去的 虚宁还帮着穆熙尘 找好了买家 直接运去的码头 都卖了十多年了 难道说 那批青铜器 就是凌家先人 藏了血仇的制作工艺的那批 那么老管家 干嘛说是 挖了穆家祖坟才挖出来的 凌语猛然摇摇头 她不能接受 自己亲手卖了 生母寻求多年的 青铜器的事实 她想 这一定是巧合 应该是两批 不同的青铜器才对 苏灵儿 看着凌语 淡淡道 让天灵 在医院 多住两天吧 你们 可以回城堡住 莫莉 现在还不知道 费家的人 到现在也不知道 我已经让燕熙 封锁了消息了 凌语眨眨眼 看着母亲眼里的血丝 有些愧疚 给您添麻烦了 没有 反正早晚都要来这一趟 苏灵儿垂下眼眸 又忽而抬起 看着凌语 我会给天灵 安排挑选代孕妇 选出精品之后 送去中国 天灵也二十岁了 不小了 要是让他跟你一样 二十七岁才有孩子 我还不知道 能不能等到那一天 灵语闻言 心里危疼 看着苏灵儿 败折不挠的姿态 知道他生活的 其实很辛苦 也很孤独 您 干脆跟我一起 这件事情 不要再提了 苏灵儿冷冷说完 当即就走了 靳如哥跟骆天齐 还有骆天蕊 齐叶他们 全都听见了苏灵儿说 要给骆天灵 挑选代孕妇的事情 一个个 惊得张大了嘴巴 灵语虽然觉得不可思议 但是 这毕竟是生母的意思 她不能长久地 伴在生母身边静孝 如今 她提出了这样的要求 其实 也是站在灵家 大家长的身份下 做出的决定 这样 是不是表示 苏灵儿渐渐地承认了我 灵语摸不透生母的心思 想着 骑幻珠反正也死了 小儿子的心也死了 代孕就代孕吧 苏灵儿高兴了 才是最重要的 骆天蕊 面色苍白 赶紧一步追上来 拉着灵语的袖子 爸爸 奶奶说 要给哥哥找代孕妇 你会答应吗 灵语 玩耳一笑 这种事情在豪门 其实是司空接惯的 每个人来到这个世上 被赋予的使命都不一样 你二哥的人生 就是如此 言下执意 他不反对 骆天蕊还想说什么 甚至急红了眼圈 都要哭了 骆天蕊赶紧上前一步 将他拉过去 柔声道 现在不是谈这个的时候 快 灵语打开房门 众人走了进去 灵语看着骆天蕊沉重的面色 心知他在担忧什么 于是说 一定不会是同一批的 寻着父子间多年的默契 他们都知道 灵语说的是青铜器 骆天蕊深深吸了一口气 又长出一口气 最后咬牙 难怪如此 靳如哥看着小儿子的瓶子里 没什么药水了 当即去门口叫护士 等到护士进来 给他拔了针 靳如哥这才冲着儿子 一个劲地笑 骆天蕊被靳如哥 笑得心里直发毛 笑什么 妈 你这个样子很怪异啊 靳如哥道 妈妈笑你长大了 你奶奶都急着 给你找大孕妇了 骆天蕊当即将目光 转向骆天蕊 却发现 他咬着唇快要哭了 捶着脑袋也不说话 妈 你瞎说什么呢 奶奶那是年纪大了 胡思乱想 你这么开明的家长 怎么也跟着奶奶一起胡闹 靳如哥颇为俏皮道 妈妈就是因为 是个开明的家长 所以才比较容易 接受这样的事情 你要是子孙满堂 就等于我是子孙满堂 我当然开心了 铃鱼也笑 奶奶是长辈 她怎么说 你就怎么做 齐燕叹了口气 你们要在这里吗 我要回城堡去了 凌宇心想 小儿子住院 费成安又被小儿子 伤了灭根子 要是今晚浩浩荡荡 全都不在这里守着 似乎太不尽人情了 于是说 这样吧 我跟如哥留下 毕竟费成安受伤了 我不能因此 让老太太难做 你们都回去吧 骆天祈祷 那我去对面守着费成安吧 做做样子也是好的 爸 妈 你们留下陪着天灵睡 刚好奶奶送来这个档案袋 你们可以一起研究研究 凌宇点点头 齐燕也点点头 这时候 骆天灵看着骆天蕊 蕊蕊 你也留下吧 你一个人不是不敢睡吗 让护士送两只单人床过来 你在我这睡吧 骆天蕊吸起鼻子 不看他一眼 闷声道 你还是保重好你自己的身体 做你的乖孙子吧 我要回去睡觉了 说完 骆天蕊转过身 挽着齐燕的胳膊道 我们走吧 齐燕挑了挑眉 没说话 带着骆天蕊就走了 凌宇吩咐方言开车 送他们回去 并且让方言带着四个暗卫 一起回去 两个给齐燕首页 另两个给骆天蕊首页 当齐燕带着骆天蕊 到了停车场的时候 就看见 苏灵儿还没走 他的车 停在原地等着他们 当听见骆天蕊说 凌宇他们都不回去睡 苏灵儿的脸上 浮现出笑意 想着 凌宇还是懂事的 于是苏灵儿一辆车 齐燕跟骆天蕊一辆车 暗卫们一辆车 一起开往回城堡的路上 之前齐燕跟骆天蕊 刚到停车场的时候 地面就已经零星地 落下了雨点 只是都没有将这小雨点 放在心上 他们上车后走了一半 便一阵阵电闪雷鸣 暴雨倾盆而下 每辆车上都有壁垒针 对于闪电打雷 他们并不担心 可是倾盆而泄的雨水 却猛烈地击打在挡风玻璃上 纵然雨刷的频率 已经被司机调得最大挡 可还是难以辨认前方的道路 尤其此刻是深夜 有声小说 不良宠婚 后期 随风 监制 秦幽 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278集 三辆车一下子全都将双条灯打开 窗户紧闭 外面有雨水的雾气 里面开着空调 车玻璃上更是染上一层层白色的雾气 苏灵儿的司机难以驾驶 眼看前面有个可以避雨的地方 上面是座桥 呼了火车的铁轨 下面是个桥洞 连接着大路 司机将头顶的小车灯按亮了 然后建议 老太太 这夏天的雷阵雨来得快 去得也快 我们就在桥下避避雨吧 苏灵儿点点头 看着外面恶劣的天气 忍不住一个劲醋眉 司机将车开过去 靠在桥下 然后说 老太太 我去看看前面的路况 苏灵儿说 顺便看看 亲家老爷跟三小姐 好的 司机又到 老太太 您闷不闷 我给您开点窗户吧 好 司机说完 就将车子的四个窗户 全都降下了一点点 凉凉的风就这样透了进来 他人下车了 唯一的是 他拔掉了车钥匙 并且一下子将车上了锁 苏灵儿的贴身女佣 陪坐在苏灵儿的身边 隐约感到一丝不对劲 又说不上来是哪里 齐叶的车是方言亲自开的 由于他们一直跟在苏灵儿的车后面 所以亲眼看着他的车进了桥下最低的地方避雨 方言猝了猝眉 这会儿确实看不清路 但是有点常识的司机都不会选择将车停在这里啊 万一大雨下得急 不一会儿桥下淹了 排气孔进水的怎么办 方言将车子开了过去 害怕中途有车来往经过 于是将车停在桥下的另一边 与老太太的车看起来就好像是一条宽阔的马路的左右两边 骆天蕊扒在窗口 看着对面的车里下来一个司机 因为这会儿都是在桥下 淋不着雨 所以窗户也没水花 所以他清楚地看见 那个司机似乎有些眼熟 又说不上来是在哪里见过的 骆天蕊猝眉 奶奶他们没事吧 停在这里是为了避雨吗 齐叶担忧地看着对面 看向方言 方言 你过去看看 方言刚好正有此意 随手将车子一熄火 直接开门就走了过去 一下车 方言就意识到不妙了 因为桥下的积水才这么短的时间 就已经淹没了他的皮鞋 他前后看了看 桥上是有路灯的 桥下是大马路 也是有路灯的 前后的地势明显高于这里 等于把这里围成了一个滴洼 四周围接收的雨水 全部往这里涌了过来 只怕要不要多久 就会淹了汽车的排气孔了 他赶紧朝着苏灵儿的车子 跑了过去 凑到后车子的窗口一看 老太太 你们把车子停到这里 是要做什么 苏灵儿的女佣道 我们在这里避雨 方言醋眉 老太太 这里不能避雨的 我们把车子开出桥洞 到上面去 停在路边 等暴雨过去了再开车 是一样的 这里的地面已经开始积水了 不一会儿就会压了排气筒 要是再停下去 搞不好整个车都给淹了 方言的话毫不夸张 苏灵儿文言 心里也有几分害怕 以前 他都是让燕西或者燕北 陪着出来的 这还是第一次 叫了家里其他的司机 没想到 这个司机办事这么不周到 苏灵儿看着方言 我的司机刚才下去说 是去找你们了 你看见了吗 方言 自下看了看 桥下 前后全是水墓 看起来 就跟在水帘洞一样 除了三辆车 没有一个人赢 方言摇摇头 这会儿 水流已经没过他的脚肘 太快了 他来不及找司机了 看得出来 灵雨跟苏灵儿 关系不一般 方言说什么 也不能让苏灵儿有事 于是道 老太太 你们下来吧 去我们车里挤一挤 我们先走 离开这里再说 苏灵儿 这会儿着急了 这可怎么办呢 司机把车钥匙拿走了 车门上了锁 我们根本出不去啊 方言文言 面色一白 立即就嗅到了一丝危险的气味 他赶紧跑去全是暗卫的那辆车边上 敲下车窗后 看着里面的人道 回去 赶紧回去通知少爷 老太太的司机把老太太锁在车里 拿了车钥匙跑了 这里马上就要被烟了 顺便把萨姆带来 萨姆会开各种锁 方言是跟萨姆学了开锁 可是这种高端汽车的车门锁 他还真不会 暗卫文言 面色一领 赶紧就要掉头 燕西燕北一听老太太有事 都不肯离去 非要下来 下来之后 燕西燕北跑去老太太的车边上 企图开锁 可是这时候 他们偏偏出门的时候都急 都没带工具 兄弟俩急得团团转 骆天蕊跟齐叶在车里看着 都感到了不对劲 这时候 骆天蕊忽然想起来了 刚才老太太车里下来的司机 好像就是那天晚上 带着他跟大哥去看萤火虫的司机 就是那个费家的下人 说找不到了 消失了的司机 下意识的恐慌起来 瞬间 车门忽然被方言打开 他迅速钻进车里 一边发动引擎一边说 我们先离开这里 这里快变成游泳池了 把你们安全送上去 我再回来想办法救老太太 谁知道 方言车子发动了几次 火打不着了 该死 低咒一声 他拉开车门 我去看看是不是盘棋管机水了 说完 他甩上车门就下去了 齐叶丝毫不担心自己 他担心的是老太太 显然老太太是一早就被人盯上的 只是在等待时机下手而已 今天这场突来的暴雨 刚好给了对方可衬之机 骆天蕊也不放心老太太 伸手拉车门道 我去看看奶奶 可是白皙的小爪 拉了几次车门都拉不开 齐叶看着他惊慌失色的小脸 出声安慰 别怕 方言开车的时候 车门自动上锁了 你去前面拿车钥匙开锁就好了 骆天蕊想想也是 松了一口气 轻身爬到前面去 然后拔出车钥匙 摁了几下没反应 他又在驾驶座的车门边上 找到了集体解锁锁 可是摁了几次 还是没有反应 骆天蕊后怕地看着齐叶 怎么回事 齐叶想了想 应该是排气管进水了 车子电源也跟着短路了 以前倒是在报纸上常看到这种事情 没想到自己遇上了 这时候 方言从前门将车门打开 一眼就看见了骆天蕊坐在那里 他看着他手里抓着车钥匙 猝了猝眉 短路了 骆天蕊点点头 应该是的 没反应了 方言一看脚下的水 都已经淹没小腿了 再等下去就要淹没车门了 他看着前后的水帘洞 这会儿风雨都比之前大太多太多了 人是根本出不去了 他垂眸 三小姐不是学会游泳了吗 骆天蕊点点头 他若有所思 三小姐下车吧 只怕一会儿水淹了车子 车门都没法开了 要是那样的话 你们就跟老太太这会儿一样 被困死在车里了 骆天蕊文言 吓得小脸一白 扭头看着齐叶 我们赶紧出去吧 齐叶点点头 做事就要起来 方言直接将骆天蕊横抱了起来 然后送到前面的车头上坐着 三小姐别怕 夏天的雨来得快 去得也快 要是水流一会儿淹没了车头 就往上爬 爬到车顶上去 知道吗 骆天蕊拼命点头 我知道 方言回身要去接齐叶 就看见齐叶 忽然迅速地 将前面的车门一关 他自己一个人 坐在车里了 方言吓了一跳 赶紧敲击着窗户 齐叶不搭理 他将驾驶座 那半边的门 手动扣上锁 任方言在外面 怎么拳打脚踢 就是不理 少请 水流淹没了车门的边缘 方言透过车玻璃窗 看见齐叶 趴在方向盘上 抱头痛哭 方言慌了 齐叶是想寻断剑 这一会儿 根本没人能够体会 齐叶的心情 静莫威是齐叶的心肝 而齐换猪 就是齐叶的命 女儿在异国他乡 受了委屈 遭到这样的不幸 她全然不知 还高高兴兴地 来参加婚礼 如果她对女儿的关心 再多一点 如果她之前 参加婚礼的时候 就见女儿的学校 走访一遍 那么今天的结局 就会是完全不一样的 她没那个勇气 去等待那句 烧焦的女尸的 什么DNA报告了 因为她再也承担不起 双重的打击了 伤害过女儿的 费成安 已经被骆天灵 断了后了 余下的事情 就算没有她 灵雨也一定会 帮她完成的 而她呢 要怎么回去 面对静莫威 跟静莫威说 女儿是被人伤害的 才会怀孕的 女儿还自杀过 跟静莫威说 她看了女儿的遗体 已经烧焦了 并且面目全非 她最心爱的女儿啊 那么娇嫩的一个宝贝 烧焦了 她自己都接受不了 让静莫威如何接受 女儿的事情 发展到今天这一步 齐叶觉得 就是她自己一手造成的 如果她不强硬地 送女儿来新泽西留学 如果她不点头 答应这门该死的婚姻 她的女儿 此刻正活不乱跳地 活在这个世上 齐叶恨自己 她恨透了自己 齐叶没办法 面对死期的女儿 更没有办法 面对静莫威 这两天 静莫威的电话 一个接着一个 她娶静莫威的那天 就对她发过誓 此生绝对不会骗她 可是就在这两天 她在电话里 屡屡对她撒谎了 她不撒谎能怎么办 把实情告诉静莫威 然后让静莫威 跟自己一样 情绪崩溃 心里还挖心挖肺地疼着 她实在扛不住了 有时候 当一个人过度地 沉浸在某一种思绪里 往往就会把自己 逼上绝路 怎么想都没有答案 怎么想都走不出来 齐叶此刻正是如此 或许再给她 几天的时间平复一下 她就不会选择 用这么极端的方式了 可偏偏 她此刻 就是情绪 濒临崩溃的临界点 方言吓得赶紧撬门 可是怎么弄都打不开 她掏出自己的手枪 撞上子弹 对着后车门的锁 打了两枪 还是打不开 现场一团混乱 灵语接到方言电话的时候 那几个暗卫 才刚刚把车子开过来 这个电话 打得真是不容易 始终没有信号 好不容易拨通了 电话里还沙沙作响 方言把情况跟灵语一说 灵语当即吓得魂不附体 这时候萨姆刚好打开病房的门 几个淋了雨的暗卫 冲进来看着灵语 大口喘气 灵语 老太太跟四九姐他们 困在桥洞下面 这次就要被水淹了 快 快去救人 外面的电闪雷鸣 他们在病房里就听见了 心里也正在担心 却不想 他们居然会全在桥洞里停下了 灵语当即就带着萨姆走 靳如哥跟骆天灵也要去 灵语不同意 季方争执了起来 骆天骑从对面也赶过来 得知情况之后也要去 灵语急得发火 可是老婆孩子没一个怕她的 眼看着没时间了 她银牙一咬 好 去可以 在一边看着 别给我添乱 狠狠地丢下一句 开回来的那辆车 跟医院里停着的那辆车 两辆刚好全部用上 一起朝着事故地段而去 灵语心急如焚 不停打着方言的手机 打不通就发信息 问方言水流到哪里了 隔了好一会儿 方言的短信回过来了 扯撞 灵语吓死了 她几乎颤抖地问萨姆 老太太的车门锁 你有几成把握 萨姆面色微微凝重 在水下开锁 她此生还没干过这么有高难度的事情 当灵语忽然想起方言说的 齐叶把自己 锁车里轻声的事情来 灵语更是气得想杀人 灵语几乎咬牙切齿地说了一句 齐叶 你这个没事 就是越忙越添乱的闷嗓乎 当把人都救出来 灵语非狠狠揍她一度不可 当灵语一行的车子 停靠在桥洞上的时候 天空中早已经没有了打雷闪电 倾盆的暴雨 却没有丝毫悲天闽人的态度 依旧源源不断地泼洒着大地 灵语下了车 看着眼前水帘洞般的水墓 一颗心都快碎完了 萨姆将工具紧紧握在手里 看着眼前的水面 脱了鞋子就下去 灵语紧随其后 静如歌跟洛家兄弟 也要脱了鞋子跟下去 灵语不一 让暗卫们看着他们三个 不允许他们下去 眼前的画面太过惊悚 从上面浮缆 水面淹没的高度 似乎刚好可以掩盖掉 一整辆车的 有声小说不良宠婚 后期随风 监制秦幽 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279集 静如歌不肯待在岸上 脱了鞋子就往里面冲 蕊蕊在里面呢 妈妈也在里面 现在你也要下去 我怎么能放心 灵语几个大步冲上前 从水里把静如歌紧紧抱住 又送了回去 让双胞胎兄弟 看着他们的妈妈 结果洛天灵 早已经把鞋脱了 一头就要往里冲 灵语气得 差点对他动手 他扭头狠狠怒吼了他们一句 都给我在岸上待着 这种时候了 就别再给我签乱了 这时候要做的 就是争分夺秒 把里面的人救出来 灵语是人不是神 他不可能分身 同时去救好几个人 静如歌红了眼眶 我 我想下去帮你 我会游泳 几十年的恩爱夫妻 灵语何曾这样凶过他 静如歌不一 往前又要下水 灵语直接抬手指着他 静如歌你给我听着 你再给我任性 咱俩离婚 静如歌彻底呆滞了 石化在原地 他居然说 要跟我离婚 我要下去 不也是为了救人吗 怎么他就能断定 我就一定会连累他呢 他诧异地看着他 你不相信我 灵语已经往前走了一步 水流淹没了他的腰枝 听见静如歌这么说 他猛然回头喊了一句 是你不相信我 说完 灵语深吸一口气 打开强光手电筒 蹲下身子 就潜进了水里 静如歌他们放眼望去 浑浊的水面下 有一道光束 朝着桥洞不断靠近 最后越过了水墓 彻底消失不见 洛天奇看出父亲真的怒了 上前抱着母亲的胳膊 妈妈 爸爸一定会把他们救出来的 我们在外面等着吧 洛天灵凤眼微眯 回头看了一眼 大路上停着的车 地势很高 绝对不会出现问题 他看着那几个暗卫 看着我哥跟我妈妈 我允许他们下去 否则我爸爸出来了 你们都吃不了 都得走 暗卫们当即点头 小灵烧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 洛天灵深吸一口气 趁他们都不注意 一下子冲了过去 一头扎进了水里 天灵 弟弟 靳如歌跟洛天奇 胆战心惊地呼唤 可是水面上 除了雨水浇灌下来 拉扯出的水柱 与涟漪之外 再也变形不见 一丝一毫 落天灵的踪迹 靳如歌哭得好惨 他的丈夫 婆婆 儿子 女儿 小姑父 全都在下面 连贴心的萨姆跟方言 还有燕西燕北 那对刚刚成年的小兄弟 也在下面 他好想下去看一看 好想帮忙 可是灵雨这些年 从来都是把他 捧在新家上宠着的 忽然说 他要下去 就跟他离婚 越是不经意说离婚的 偶尔说出一句来 才会特别具有威慑力 落天骑强行 将哭得一塌糊涂的母亲 抱上了车里 外面的暴雨太过凶猛 站在外面 临了这么长时间 就怕母亲的身体受不了 他不敢跟着弟弟下去 就怕自己下去了 那些暗卫 没本事安抚母亲 他咬着牙 心里乱成了一团 急得跟什么一样 却也只能紧紧 握着母亲的手 陪着他坐在车里 金如歌 哪里肯就这样安分 他眼巴巴地看着窗口 那副表情 整个一副望眼欲穿 这时候 他牛仔裤里的手机响了 他惊讶地掏出一看 不是凌羽他们 而是虚宁 此时新泽西的夜色里 刚好是中国碧市 下午三点钟 虚宁见他们去了两三日了 没有回应 于是给妹妹打个电话 问个好 结果 金如歌一接电话 劈头盖脸 就把虚宁臭骂一顿 虚宁 你个乌龟王八蛋 谁让你救那个该死的虚安心 害死了小猪猪 害我儿子女儿 现在害了害我丈夫跟婆婆 我真后悔 当年在城堡里 怎么就没有掐死他 我真后悔认识你 你救的什么狗屁害人精 金如歌一口气骂到这里 终于忍不住再次哭了起来 而电话那头的虚宁 整个懵了 显然还在消化 妹妹刚才说的话 金如歌哭诉道 刘雨要是死了 齐叶要是死了 妈妈要是死了 我的儿子女儿要是死了 虚宁 我就跟你同归于尽 虚宁 我恨死你了 说完 金如歌把电话给挂了 任虚宁后来再怎么打 他也不接了 就窝在大儿子怀里 伤心地哭着 桥下 当灵雨越过水帘洞 进入桥洞的时候 他看见 燕熙正拿着手电筒 帮着萨姆照明 而萨姆正在聚精会神地 用工具开锁 灵雨当即扶着车身 缓缓站起来 惊觉水面已经到了 他的腰腹处 而苏灵儿的车窗 刚好被雨水淹没了 水流正以最快的速度 往车里灌水 车窗只降下了三厘米左右 人的手腕根本进不去 而里面的水流 已经淹没了苏灵儿的脚肘 水流涌进去的面积 占了一厘米的高度 灵雨只能透过 仅剩的一道细缝 看着自己的母亲 妈妈 灵雨红着眼眶哽咽着 妈 别怕 咱们马上就把门打开了 苏灵儿看见灵雨来了 一直稳如泰山的面色 瞬间变了 她流下泪来 抬手去细缝处 触摸灵雨的手指 灵雨 灵雨握住苏灵儿冰凉的手指 眼泪止不住掉落 妈妈不怕 儿子在这里 紧紧妈妈在 儿子在 妈妈又是不在了 儿子陪你一起死 说话间 萨姆跟燕西 忽然从水下冒了出来 两人迅速做了两个深呼吸 深吸一口气 又潜了下去 苏灵儿看着灵雨 快走 你能赶来 我已经很欣慰了 快走 不要待在这里 快点离开这里 灵雨一边哭 一边摇头 捏着苏灵儿冰凉的 没有温度的手指 却死死不肯松开 她透过眼前的细缝 看着母亲被雨水 剑湿的面颊 妈妈 儿子原以为 这辈子都没有机会 见到你 你不知道 你的出现 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 当我知道 你为我煮到混沌的时候 我的心里 就跟我知道 我有儿子的那天 一样激动 妈妈你不要放弃 我们一定可以出去 儿子说什么都不会走 儿子今天 就守着妈妈了 苏灵儿泪如雨下 看着灵雨 人到中年的俊脸 还在为了母亲而流泪 她的心里更加酸楚 另一边 方言蹲下身 去给燕北 打着强光手电筒 而燕北 从萨姆那里 获取了一套工具 正在争分夺秒的开锁 令人崩溃的是 水下操作本就有难度 齐燕 还将里面的保险手动 给扣死了 方言跟燕北 冒上来 换了两次气了 都急得跟什么一样 洛天蕊 已经从车头的位置 爬到了车顶 现在 她是最安全的一个 她整个人 趴在车顶 露个脑袋 看着玻璃窗里的齐燕 心急如焚 齐燕的车窗 全部锁死 水进不去 可是 毕竟是盛夏 人在里面 时间长了 肯定也会缺氧闷死 她哭喊着 拍着玻璃 可是齐燕不看她 齐燕只是抱着方向盘 整个人 还沉浸在 巨大的悲痛里 这种时候 人的脑子 一旦钻进死胡桶 似乎任谁 都没有办法 洛天蕊 寻着水下的亮光 朝着一处游了过去 看见了萨姆 抓着铃鱼的腿 然后慢慢站稳 探出身子 浮出了水面 铃鱼一看 小儿子来了 气得想杀人 谁让你过来了 给老子滚回去 洛天蕊 看着苏灵尔车里的水 已经漫过了 苏灵尔的膝盖 就要淹没车坐了 吓得一头汗 他扭头看着对面 发现洛天蕊 正趴在车顶上 对着窗户 一阵猛拍 心里不由地松了口气 苏灵尔在车里喊着 天灵 你是奶奶的希望 你不能有事啊 你快点回去 不要在这里 洛天蕊伸手 也捉住了窗口小缝上 不断被涌进的水流 冲刷的奶奶的手指 认真道 奶奶 一定不会有事的 我们大家都不会有事的 说完 他跟灵尔道 我先扶过去 把蕊仁送出去 灵尔闻眼 点点头 他一早就看见 女儿在车顶上趴着了 可是 他那个位置比较高 他自己也会游泳 方言跟燕北都在那边 不会有问题 最有问题的 就是车里的人 灵尔目光凛冽的 看着齐叶那个闷骚火 恨不能这会掐死他 真没出息 思索间 灵尔就看见 小儿子的身影游了过去 在对面的车身前 冒出身来 还把手递给女儿 想要掺着他下来 洛天蕊这会眼睁睁 看着齐叶在车里 哪里肯下去 他哭得一塌糊涂 最后没办法 掏出手机 在手机上 打出几个字 爸爸 我是小猪猪啊 你看看我呀 他将手机瓶 对着挡风玻璃 给齐叶看 他拼命地哭喊着 吹打着玻璃 连骨头都快砸肿了 洛天蕊看着 心疼不已 知道他不可能 亲眼看着自己的父亲 死在自己面前了 索性陪着他 一起砸车玻璃 齐叶感觉到 声音变得嘈杂 抬头一看 就看见洛天蕊 一张倒过来的脸 哭得难看死了 他手里拿着手机 对着挡风玻璃上 还没有被淹没的 一块地方晃动着 洛天蕊见他抬头了 赶紧停止晃动 自己拿过手机 还检查了一下屏幕 然后又贴着车玻璃 给他看 齐叶看见 上面的这句话 愣住 忽而露出一个欣慰的笑容 看着他 他完全听不见 齐叶说了什么 就看见齐叶 在里面 也拿着手机点了点 然后把手机 贴在玻璃上 回应他的话 谢谢你 蕊蕊 洛天蕊要疯了 爸爸 爸爸 洛天蕊哽咽着 猛砸着玻璃 而齐叶 却收回手机 又点了点 然后对着他 快离开这里 好好孝顺你的父母 帮我照顾一下 换尘 跟你顾奶奶 洛天凌急了 看着舰长的水势 想要强行 拦腰抱着他离开 可是这样的话 他一定会恨死自己的 这时候 燕北忽然从水下 冒出头来站好 方言也跟着出来了 燕北大口呼吸了两下 赶紧说 这保险锁 是从里面手动空上的 操作不起来 除非里面的人 愿意手动再解开 洛天凌跟方言 听见这话 急得想撞墙 方言用力砸车玻璃 齐叶却怎么都不肯 在里面开锁 根本由言不尽 方言蹙了蹙眉 看着大禹 根本没有要停下的意思 直接说 小丽少 你带着三小姐 我带着燕北 我们先出去 回头我再进来救太子 对面的灵语 听见方言的话 当即表示 就这么办 你们赶紧出去 方言点点头 把手电筒交给了骆天凌 然后拍了拍燕北的肩膀 跟着我游出去 好 下一秒 两人全都潜了下去 往外游走 这时候 萨姆从水里探出脑袋来 燕西也冒了出来 水已经漫到了老太太的胸口 萨姆紧促着煤 这是他最为惊心动魄的一次开锁了 谷言 后退 我拉一下试试 灵语文言 像是看见了希望 赶紧后退了两步 萨姆的手 拉上门把手的一刻 看着灵语 一会车门要是能打开 水流会一下子灌进去 谷言负责老太太 我负责老太太的女用 说完 萨姆扭头 看着燕西 你在前面 拿着手电给我着路 燕西点点头 握紧了手里的手电 准备着 萨姆深吸一口气 看着就要漫过老太太肩膀的水面 他知道 这次不成功 就没有机会 再重新去研究那该死的车所了 猛然一拉 重重的水流 一下子浇灯进车里 老太太跟他的女用 都呛了好几口水 灵语眼疾手快地 上前挽住老太太的手臂 转过身 微微低下 妈妈 是儿子的背 儿子背着你出去 苏灵儿 手脚并用地 攀上灵语的背 灵语一咬牙 便开始在水里 艰难地行走 此时的水面 就要淹没整个车顶了 就在苏灵儿刚刚爬上淋雨后背的时候 水流已经彻底将车厢完全淹没 里面的女佣 整个人泡在水里 耳朵里嗡嗡进水 呼吸困难 感觉自己就要死了 这时候 萨姆轻身上前 在水里扣住他的腰肢 将他往外带着 有声小说不良宠婚 后期随风 监制秦幽 欢迎您继续收听 人在水里受到浮力的作用 体重都会变得很轻 萨姆轻易就把他捞了出来 等他从水面探出脑袋的时候 整个人快死了一样 拼命地吐水 拼命地呼吸 萨姆问他 会游泳吗 他摇摇头 我跟老太太都不会 萨姆醋眉 麻烦 嘴上这样说 却还是转过身 一拍后背 上来吧 女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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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翼翼地 攀上萨姆的后背 就看见前面老太太已经攀上了凌羽的后背 燕姆 燕姆在前面打着灯光照明 因为两个女人不会游泳 她们也只能如此艰难地行走着 走到水墓前 灵雨说 妈妈 深吸一口气 冰中呼吸 抱紧儿子 就趟自己在游乐园冲浪 苏灵儿笑了笑 好 灵雨说了句 要过去了 说完 她自己也深吸一口气 带着苏灵儿就走进了水墓 一点点往外艰难地穿越着 外面的暴雨已经变成了小雨 方言大步迎过来 挽着灵雨的胳膊 扶着她在雨中行走 片刻后 她们都出来了 与此同时 齐叶看着她们都走了 可是骆天灵跟骆天蕊还不肯走 心里很急 横眉怒目地对着她们俩 可是骆天蕊说什么也不走 她的衣服已经湿了 车顶已经被水淹了 应该是外面的降雨变小了 所以这会儿水面的涨势有点慢 她看着骆天灵 帮我下去 骆天灵点点头 扶着她从车头的地方滑下去 原以为她是打算让自己背出去 或者跟自己一起游出去 谁知道骆天蕊却忽然说 跟我一起扶下去 帮我打着瓜 照着我 我要跳舞 骆天灵一愣 思绪自风中凌乱 来不及思索 眼前的丫头已经转过身 用力敲了敲车玻璃 深吸一口气 前进了水里 然后看着齐叶的目光望了过来 她对着齐叶笑了笑 骆天灵没办法 只有跟着她前下去 帮她打着手电筒 齐叶对她坐着 让她赶紧离开的手势 可是这丫头却偏偏一只手平摊放在下巴处 另一只手两根手指 对着自己的嘴巴不停摆动 连在一起做了个吃面的姿势 齐叶愣如 骆天蕊站起身 喚了两口气 然后深吸一口气再蹲下去 她的头发全都散开了 腰绕的长发在水中与海藻般迷离扩散着 飘逸着别样的美感 她脸上始终保持着微笑 开始对齐叶跳舞 她的双手摆成两只兔子的耳朵 分别放在自己的耳朵边 左右摇晃着 然后拽了个圈圈 她猛然起身 又迅速换了两口气 沉下去接着跳 齐叶看着骆天蕊 断断续续的舞蹈动作 看着她一次次憋红的小脸 站起身又蹲下来 脑海中不由想起了齐幻珠小时候 在幼儿园里学会的第一只兔子舞 那时候齐幻珠的幼儿园 要举办六一节庆典活动 选了她跳兔子舞 季莫威跟齐叶都在家里 陪着她一遍遍地练习 这支舞齐叶永远不会忘记 那是女儿学会的第一支舞 也是他们一家三口 曾经最甜蜜的记忆 那时候齐幻珠三岁 而骆天蕊还没有来到中国 齐叶的心头猛然一慌 就看着眼前的小丫头 跳着跳着 小脸再度憋红了 猛然站起身 不一会儿又蹲了下来 继续摆着小兔子的耳朵 对她笑着左摇右摆 还会转圈圈 齐叶双手摸在车玻璃上 这会儿车里真的没什么氧气了 水下压力过大 齐叶已经有些头晕了 车里有些地方也已经开始漫水 她的皮鞋已经湿了 骆天蕊跳了会儿 又对着齐叶 做了个吃面的动作 猛然起身站好 花了两口气 她想要拿手机 给齐叶发一句 红烧牛肉面 只有鸡蛋 没有牛肉 可是手机在水下泡过 这会儿拿出来 偏偏黑瓶 不能用了 骆天蕊跟着她冒出来 将自己的手机递给她 用我的 我的三方手机 骆天蕊接过 然后在手机屏上输了一句 红烧牛肉面 只有鸡蛋 没有牛肉 我们的秘密 妈妈不知道 还记得吗 打完之后 她潜下去 将手机对着齐叶的窗口 齐叶一开始不懂 她为什么要对自己 做一个吃面的动作 现在看着手机上的字 吓得整个人都懵了 骆天蕊憋红了脸 开始敲击窗户 手指还指着 车门的开锁键 示意齐叶 从里面手动打开 齐叶愣住 不说话 这时候 骆天蕊也凑了过来 两颗年轻的脑袋 一起对着她的车玻璃 骆天蕊将脖子上的 海豚钻石项链摸出来 对着齐叶 指了指骆天蕊 齐叶很聪明 心里有了一个 大胆的假设 但是 她根本不敢相信 骆天蕊急了 看着骆天蕊又要站起来 干脆直接扣住她的脑袋 当着齐叶的面 亲吻她 并且给她肚气 骆天蕊手里 拿着那枚小海豚的吊坠 一直对着齐叶的玻璃 那动作 仿佛在告诉齐叶 她吻的不是骆天蕊 而是小海豚 齐叶 看得目瞪口呆 这时候 骆天蕊憋憋不住了 用力推开骆天蕊 对着窗口 做着口形 爸爸 爸爸 憋红的小脸 再也受不住了 猛然起身唤气 这时候 水流已经到了 骆天蕊的胳膊 跟泡澡 没什么区别了 骆天蕊 在下面看着齐叶 敲车门 直指自己的海豚项链 再直指骆天蕊的身子 齐叶 终于惊醒过来 大手摸上车锁 当即就把车门的保险解开了 可是 此时的车子 已经全被淹没了 齐叶怎么推 门都推不开 门就像是被吸住了 骆天蕊看出来了 也知道水下有气压 于是站起身 扣着门把手 往外用力拽 而齐叶 则是干脆坐到副驾驶去 抬脚抵着门 用脚 用力地往外踢 骆天蕊也帮着拉车门 但是门把手太小了 除了骆天蕊的大手外 根本没有他下手的位置 当灵羽 萨姆 还有方言三人 重新浮水游过来的时候 一冒出水面 就看见眼前这样的一幕 萨姆让骆天蕊退到一边 看着车里的齐叶 似乎自己也想出来了 还在往外踹门 一时间有些哭笑不得 灵羽看着齐叶苍白的面色 不禁很为他担心 毕竟齐叶前面刚刚晕倒过 这段时间心情也不好 车离这么久了 估计已经没什么氧气了 萨姆一双大手 死死扣着门把手 扬起脑袋 额头跟脖子上的青筋 都冒了起来 猛哼了一声 哗的一下 源源不断的水流 瞬间从被拉开的车门里 涌了进去 齐叶甚至还来不及 爬到驾驶座上去 身子又被水流 直接冲了回去 车厢里全是水 它没有任何可以呼吸的空间 耳朵里鼻孔里 到处都憋得难受 两眼一闭正有些发晕 就感觉到有个人 拉着她的胳膊 把她往外带 当齐叶再次睁开双眼的时候 她已经换过了一身家居服 安稳地躺在一个 很温馨的房间的大床上 而她的手背上梳着叶 骆天蕊也换了一身衣服 红着眼眶看着她 她眨眨眼 就听见骆天蕊说 我们回到费家了 现在住在奶奶的后院 这是家庭医生给你输的药水 对身体好的 你好好休息 齐叶放眼望过去 房间里除了骆天蕊 就剩下骆天灵了 骆天灵叹了口气 关切的目光望了过来 看着她 你好好休息吧 我爸我妈都在奶奶的房间里 奶奶受到了惊吓 躺在床上 这会儿也在输液 大家都没事 都洗过热水澡 喝过姜汤了 齐叶点点头 她看着骆天蕊 显然心里最关心的 并不是骆天灵口中 刚才说的事情 骆天蕊红着眼眶 拉着齐叶的手 不说话 齐叶紧紧盯着她 时间就在这样一份 诡异而紧绷的氛围里 拉开了 骆天灵一点点 从妹妹车祸的事情 开始讲起 一直讲到 她自己是怎么发现 这一切的 齐叶听得面无表情 眨眨眼 脑海中掠过一些 单独跟齐幻猪相处的片段 一些只有他们妇女俩 才知道的小秘密 她一一询问了骆天蕊 骆天蕊一一答了出来 齐叶大手一颤 紧紧握着她的小手 骆天蕊流着眼泪 将自己嫁入废家之后 所有的遭遇 都讲给了骆天蕊 还有齐叶听 包括薛安熙 主动上门来 送支票跟车钥是什么 每一个细节都补放过 齐叶跟骆天蕊听得 额头上冒起了青筋 都恨不能立即 将薛安熙碎尸万段 最终 三人达成了默契 骆天蕊的真实身份 是他们三个人的秘密 另一间房里 苏灵儿虽然身体 一向硬朗 康健 但是经过今天的惊吓 回来在女佣的侍奉下 洗了热水澡之后 就躺在床上不动了 燕北叫来家庭医生 给家里的病号 都看了看 书上叶 灵于此刻 就坐在苏灵儿的床边上 大手紧紧握着母亲的小手 看着母亲苍白的面色 心里一阵阵抽痛 靳如哥跟骆天蕙 陪在一边 一声也不敢坑 过了会儿 有人敲门 骆天蕙去开门 就看见方言的面色 有些凝重 手里拿着一支 从医院带回来的档案袋 骆天蕙寄的那个东西 那是苏灵儿交给弟弟的 他伸手接过 方言就说 费丞安在医院里消失了 骆天蕙 闻言一愣 这怎么可能 费丞安不是被弟弟废了 好不容易脱离了危险期 还在昏睡着吗 房里的灵雨 听见他们在门口的小声嘶语 粗了粗眉 大步走了过去 结果长子手里的档案袋 把资料拿出来看了看 还是那些东西 没变 于是他小声问 有命问过医生护士 他是被谁接走的 这时候费丞安自己离开 是不可能的 方言眨眨眼 具体还不清楚 燕熙跟暗卫 一起回医院 去档案袋的时候 想要顺便看望一下费丞安 谁发现费丞安消失了 这才给我打的电话 具体的 还要他们回来了才知道 铃鱼幽深的瞳孔 如烟雾般漫开 配合着思绪的流转 这么巧 一下雨 就有人害老太太 肯定是因为老太太 一早就被人盯上了 对方只是在等待时机罢了 整个费家 拔不得老太太死的人 除了徐安熙 还能有谁 费莫黎 尽管受制于苏灵儿 可是不难看出 她对苏灵儿 还是颇有孝心的 不至于做这种 试杀母亲的事情 费丞安消失 灵语 嘻喃自语 忽然间 眸光一亮 快 去看看徐安熙 还在不在房间里 方言一愣 当即转身就走 骆天骑 也是恨透了这条毒蛇 紧紧跟着方言一起去 两人从后院 一路杀到前面城堡的三楼 来到徐安熙的门口 看着门口 一直守着的洛家暗卫 不由都松了一口气 方言上前 敲了敲房门 夫人 您在吗 开开门好吗 里面没动静 方言直接转动门把手 打开房门一看 里面空空如也 书房 卧房 洗手间 都没人 骆天骑就打开衣柜一看 衣柜里一件衣服都没有了 他赶紧去徐安熙的化妆柜前看了看 打开抽屉 里面的手势盒全是空的 他跑了 骆天骑忍无可忍地大喊了一句 当即将徐安熙那只精致的手势盒狠狠砸在墙壁上 安卫呢 人呢 不是有两个人一直在门口守着的吗 骆天骑暴跳如雷 方言的面色也是暗沉的不能再暗沉了 召集了洛家暗卫 方言冷声问他们 不是说排好班了吗 怎么会让里面的人跑了呢 那两个守着的暗卫 当即吓得一头汗 我们一直守着呢 最后晚餐的时候 还是肺腑阵亲自打开房门接着搓盘 方言文言 当即开始检查房间里的各个窗口 赫然发现 对着后院的一个窗口 有一条长长的绳子 徐安熙肯定是趁着昨晚老太太出门的 空档 看着后院没人了 这才逃跑的 方言心痛得一抽绳子 跟着灵语将近二十年了 他还没有出过这样的纰漏 当方言跟骆天骑 怀着沉重的心情 回到老太太的房门口 将这件事情 禀告灵语的时候 灵语的面色气得铁青 方言当时就说 少爷 这是我的失职 你罚我吧 灵语捏紧了拳头 闷声说了一句 都累了 下去休息吧 既然费城安跑了 徐安熙也跑了 大家还守什么 都休息吧 灵语心里也有数 这里毕竟是费家 是人家的地方 若是有心想要往外逃跑 只怕百密已输 有声小说 不良宠婚 后期 随风 监制 秦忧 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281集 他关上房门 跟靳如歌一起 贴身陪着苏灵儿 他掏出手机 奇场的身影 慢悠悠地 躲去阳台上 然后开始打电话 靳如歌不知道 他在跟谁打电话 总之 灵语身上的霸气 一旦侧漏 连他都有些距异了 夜色一点点拉开 他看着苏灵儿 沉睡的样子 轻身上前 又摸了摸他的额头 还好 没烧 家庭医生说过的 要是一夜不烧的话 老太太的身体 就不会有事 灵语站在阳台上 看着窗外 深蓝的夜色 很快 就要天亮了 他若有所思了好一会儿 转过身 看着靳如歌 你去外面的沙发上 睡会儿吧 靳如歌 满是委屈地看着他 从他之前 对他说的那句 再任性 就离婚之后 到现在 这还是他第一次 开口跟他说话 看他一身疲惫的身影 他很心疼 这种心疼 伴随着委屈的感觉 结合在心里 闷闷的 不是滋味 靳如歌 还是个很聪明的女人 他那样眼巴巴地 看着他 看了好一会儿 然后起身 哦 这种时候 越是矫情 男人反而 越是疲惫 越想远离 他走到一边 脱了鞋子 侧套在沙发上 闭上双眼 不一会儿 一串脚步声靠近 一件柔软的薄毯 披在了他的身上 额头上 也被人温柔地亲了亲 对不起 今天凶你了 靳如歌 晚耳一笑 睁开眼 抬手抚摸上 那张近在眼前的 清俊容颜 经过了这些年 岁月的洗礼 他的面颊 早已经褪去了 所有的稚气 取而代之的 是浓郁的沉稳于睿质 他的红唇动了动 谢谢你 这些年 我很幸福 他抓过他的小手 放在唇边一吻 这些年 我也很幸福 他挑了挑眉 忽而收敛的笑容 以后 不管心里多急 都不可以说 要跟我离婚的话 不然 我一定一口就答应你 让你连后悔的余地 都没有 虽然知道 他当时是心情所知 情有可原 但是 他还是生气啊 这么多年 他第一次吼他呢 还说要离婚呢 灵语的眸光里 满是歉疚 郑重地点头 是我不对 没有下次了 算你认错快 说完 靳如歌拉着他的大手 沉沉地睡去了 灵语看着他 轻力的容颜 心头满满地感动 这个女人 陪着自己 经历了岁月的变迁 为他生儿育女 真心爱他 全心全意 只为了给他一个温暖的家 他 还比自己小那么多 想当年 罗里配大叔 配出了一段 轰轰烈烈的 步伦之脸 如今回味起来 此生 直了 等到靳如歌 均匀的呼吸声 浅浅融入空气 灵语 却是怎么也睡不着了 他心想 续安戏是不可能放弃 好不容易得来的 豪门女主人的身份的 带着费成安 一起逃跑 只怕是想要 跑到飞沫里的身边 恶人先告状而已 等到飞沫里 看着自己的娇气 哭作一团 看到自己的长死 被人废了 满满的怨气一上来 谁还会理智而全面地 去看待这件事情 所以 灵语心里有数 续安戏 跑不了 齐叶的药水 输完之后 天色也快要亮起来了 他心疼地 看着骆天蕊 去休息一下 好好睡会儿吧 骆天蕊一直拉着他的手 说什么也不撒手 我还想陪陪你 齐叶笑了 这会儿女儿就在身边 跟个贴心的小棉袄一样 齐叶心里的伤痕 就这样一点点被布上了彩虹 这段时间里 骆天蕊始终陪着他们 看着齐叶的针也拔了 于是走到骆天蕊身边 拍拍他的背 我们去休息吧 齐叶的脑海中忽然掠过了什么 然后挑了挑双眉道 天蕊 在我的床边打个地铺 让猪 让蕊蕊睡我这里吧 骆天蕊一愣 没说话 只是哀怨地看着骆天蕊 骆天蕊听见齐叶这么安排 点点头 看着骆天蕊 帮我铺个地铺吧 我爸身体不舒服 我贴身陪着也好 刚好你可以去对面 跟大哥一起睡 大哥之前在这里 不就有个套房吗 骆天蕊一愣 叹了口气 他默默地帮着心上人 铺了个地铺 回身站好后 又多取了一个枕头 放在齐叶旁边道 现在在外人眼里 你们不是妇女了 所以你们这样住在一起 不太方便 我还是留下吧 这样大家也不会胡思乱想 他嘴上这么说着 其实齐叶跟骆天蕊都看出来了 他就是想赖在这里 他就是不舍得离开自己的心上人 齐叶默许了 原本想要跟女儿说说 老太太要给骆天蕊找代孕妇 她该怎么应对才好 现在当事人就在身边 她还真不好跟女儿说什么了 一想到骆天蕊已经拥有了一个岛 而那一个岛处处都是商机 寸寸都能赚钱 还有一份可能会找到的血仇的制作工艺秘方 再加上骆天蕊这颗聪明的脑袋 齐叶就觉得 这个女婿说什么也不能放过 代孕妇嘛 只要苏灵儿敢给小天蕊送 他齐叶就敢帮女儿灭了 他定要为女儿稳稳地巩固住 灵家主母的位置 有他跟灵羽这两个老子在 任骆天蕊这个小子也翻不了天 想着想着 齐叶忽然笑出了声 骆天蕊诧异地 扭头看着他妖娆的侧脸 这人今天一天又哭又笑的 搞什么呀 吴爷爷 你在笑什么呢 齐叶白了他一眼 心里偷着乐 就不告诉你 浸如歌上午十点多就醒了 用过了早餐 然后换灵羽去睡 可是灵羽说什么也不肯睡 非要守着苏灵儿 于是下午一点的时候 苏灵儿一张开双眼 就看见了双眼布满血丝的儿子 鼻子一酸 他微微张嘴 灵羽 灵羽先是愣了一下 随即赶紧扶着老太子起来 妈妈 他贴心地把他的枕头拿起来当靠枕 让他垫着 他温声道 妈 饿了吧 起来吃点东西吧 他说 好 他又说 妈 要不要吃点清淡呢 儒格在厨房给您熬了点白米粥 他说 好 他又说 妈 您别担心 孩子们都好好的 没有人生病发烧 大家都怕着您早点醒过来 他说 好 他再说 妈 等这边的事情办完了 您这次就跟我们一起回去吧 他说 好 说完 苏灵儿愣住了 垂眸一看 灵羽手里正拿着一只鞋子 往母亲的脚上穿着 感知到母亲情绪的变化 他脚下地笑了笑 抬起脑袋 跟个孩子一样 傻乎乎地赖皮道 妈 您刚才已经答应过儿子了 要跟儿子一起回国的 苏灵儿无奈地看着他 一时心软 就大意中了儿子的圈套了 他不说话 就看着儿子亲手给自己 穿好了一对鞋子 然后起身扶他下床 苏灵儿猝眉倒 我还没骑老八十 自己可以动手的 灵羽赶紧说 儿子孝敬妈妈 那是天经地义 过去儿子 是没有这样的机会 现在有了这样的机会了 儿子巴不得 军长都不做了 就天天守着妈妈身边孝敬呢 苏灵儿被他逗得扑斥一笑 原来天灵贫嘴是跟你学的 灵羽玩耳道 儿子嘴巴甜 是跟儒哥学的 他那张小嘴啊 说出来的话 就跟抹了蜜一样 妈 你要是跟儿子回中国去 人家家里都有剖析矛盾 咱家一定不会有的 妈您这么慈祥 您势力 如果那么善良十大体 我们一定会相处得特别愉快的 忽然 苏灵儿顿住步子 面无表情地看着她 灵羽被她瞪得 心里一慌 闪闪地笑着 妈 怎么了 苏灵儿说 你已经把我送到洗手间了 我现在需要上厕所 你是不是该回避一下 灵羽一愣 四下看了看 才发现 刚才说着说着 不知不觉 扶着母亲进到洗手间了 哦 他赶紧说 回避回避 我出去了妈 我就在外面守着你 有谁叫我 说完 灵羽转身就出去了 还轻轻帮苏灵儿 关上了门 这时候 靳如歌进来看了看 发现灵羽 守在洗手间门口 而床上 已经没了婆婆的身影 靳如歌笑了笑 妈妈在里面洗漱吗 不然 我来照料好了 你先在外面等着 怎么说 灵羽也是男人 不方便 灵羽想了想到 我跟你一起吧 靳如歌 吐斥一笑 灵羽 这副心急的样子 倒是让靳如歌 想起了很多年前 灵羽第一次 去见小天灵的时候 也是这样小心翼 带着期盼 而且很心急 仿佛他只要一眨眼 妈妈就会飞走了一样 靳如歌上前 挽住他的胳膊道 这院子里少了一个人 灵羽面色一沉 我知道 是徐安熙 靳如歌摇头 不是 我说的是这个院子 你还记得 徐安熙之前的女佣吗 那个叫妮娜的女人 跟着徐安熙 还有费成安 一起消失了 灵羽点点头 这个女人 我一定不会放过她的 灵羽此生 没少打架 在密苏里的时候 也下狠手杀过人 但是 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 这么迫切地 希望可以抛开法律的途径 去亲手解决掉一个女人 尤其 还算是个 她看着长大的女孩子 夫妻俩在原地等待了一会儿 老太太出来了 她已经把自己收拾干净了 只是对着靳如歌道 你们先出去等我一下 我换件衣服就过来了 灵羽点点头 揽过靳如歌的肩膀 就出去了 苏灵儿 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 一个人在房间里 若有所思 他们夫妻俩 刚才说的话 她都听见了 妮娜 旭安西 费承安都不见了 很明显 是妮娜 理应外合 帮助旭安西逃跑 然后他们一起 带走了费承安 苏灵儿 眨眨眼睛 算了算时间 费莫里所在的 另一座庄园 其实是个牧场 就在犹他州 从新泽西州 去到犹他州 等于从美国的最左边 跑到了美国的最右边 非常遥远 坐飞机 当天确实可以到 可是开车的话 没有三天的时间 怕是不可能了 苏灵儿思索了片刻 当即走到床头 给费莫里打了个手机 对方很快就接了 喂 是妈妈 怎么用家里的坐机 给我打电话了 苏灵儿 盈亮的瞳孔 在眼眶里 一闪一闪 温婉道 这几天 亲家一家 都住在这里 你也知道 猪猪的死 对他们打击很大 他们又都是 有背景的人 上次我当众 没给你面子 尽足了西西 只希望你能 明白我的苦心 我年纪大了 就你一个儿子 我对你 可是寄予厚望的 费莫里 闻言 当即回应 母亲严重了 都是儿子不好 明知道 亲家一家来了 还那么大意 差点连累 亲家的一对儿女 出事情 母亲不用担心 儿子一切都好呢 苏灵儿笑了 此刻 若是费莫里 跟旭安西 已经联系上了 费莫里 是断然不可能 如此轻松 于是对话的 莫里啊 虽然你这么说 但你走后 我一直在后悔 怎么说 你也是我身上 掉下的肉 我怎么会不心疼你 我现在就想把 庄园跟牧场 都过到你的名下去 我也累了 是时候一样天年了 费莫里 心中一喜 母亲 儿子一定不会 让母亲失望的 儿子一定 努力做好费事 你现在在哪儿呢 在牧场里呢 母亲 苏灵儿 高纯一笑 你瞧我这记性 我的印章 望在玫瑰庄园了 你现在方便 飞过去帮我取一下吗 取到印章之后 立刻赶回来 我也好早点 当着律师的面 把庄园跟牧场的交接手续 一次性 跟你办齐了 费莫里 一听母亲这样说 当即点头应声 母亲 我这就定机票 飞过去 只是 母亲的玫瑰庄园 是费事以外的资产 儿子没去过 别怕 我会跟我的助理说的 你只管去就好 苏灵儿 似乎是想了一想 又说 印章可是私人的呀 我差点忘了 你就算去了 也打不开 我办公室的保险柜 干脆这样吧 你先去 我也去 我带着律师去 我们就在岛上回合 顺便把手续全办齐了 有声小说 不良宠婚 后期 随风 监制 秦幽 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二百八十二集 费莫里文言 不禁诧异 母亲 请教他们 苏灵儿笑笑 我就是打算 带他们一起去的 让他们待在新泽西 我总是觉得 心里毛毛的 我把他们带去玫瑰庄园 让他们闻闻花香 哄哄他们 就把他们送走了 多好 费莫里不由想起之前 费承安跟他说过的 凌宇还带着齐叶 去取了那具女尸的DNA样本 还游寄到别的地方去检验了 甚至他们还抓着费承安不放 去勘察什么事故底端 问一堆的问题 费莫里想想 母亲的话是有道理的 让凌宇他们一直待在新泽西 一直这样查下去 肯定不合适 母亲考虑的真是周全 儿子这就动身 好 苏灵儿笑笑 到了岛上之后 就在码头等我 好 儿子已经在码头迎接母亲 挂完电话 苏灵儿当即又取出自己的手机 拨了几通电话 将费莫里的手机号 设置为来电呼叫转移 全部转移到了苏灵儿的手机上 从下一刻起 费莫里的手机只能打电话 不能接电话 不仅如此 苏灵儿还交代了牧场 入口处的工作人员 未来一段时间内 牧场只许出 不许进 哪怕对方是费家的夫人 或者大少爷 都不许进 也不许帮他们给谁传话 直接把人扣在接待室里 然后通知苏灵儿即可 灵语跟靳如歌 虽说一直站在外面等着 可是苏灵儿 在室内打电话说话的声音 他们还是听见了 靳如歌嘴角一弯 妈妈这是把薛安熙 恨在心里了 想要守住带兔去抓他 还不让他跟费莫离联系上 灵语点点头 我已经找了关系 冻结了薛安熙的身份证件 他还是中国国籍 身份证一旦被冻结 他在新泽西寸步难行 想要去找费莫离的话 就只能靠走高速开车 靳如歌点点头 看妈妈打电话的样子 薛安熙他们 一定还没有抵达 费莫离的那个地方 说到这里 靳如歌猝眉 他们干嘛 不给费莫离打电话 先说一下呢 这时候 苏灵儿的房门开了 他淡淡笑着 看着靳如歌 因为薛安熙 还不能确定 我死了没 如果他前一刻 给莫离打电话告状 莫离下一刻 打电话回家里 查明情况 家里人却说 我意外遇到暴雨淹死了 那么薛安熙便有了作案动机 动机就是 我跟他们先发生了矛盾 之后遇害 但是如果我意外身亡的话 他已经带着费城安 逃离了新泽西 就是完全不一样的局面了 那时候所有的矛盾 就是指向你们了 灵雨看着苏灵儿 那双宝金风霜的眼眸 心里很疼 妈 薛安熙的事情 就交给儿子吧 儿子已经不打算 像从前那样 傻傻地寻求证据 再去通过法律的途径 解决她了 这个女人 罪恶多端 儿子若是找到她 索性一枪毙了她 妈妈还是早点 把属于费家的 赶紧死了 交给费莫尼 然后跟儿子回中国去吧 苏灵儿叹了口气 缓缓走上长廊 先吃东西吧 我饿了 灵雨夫妻俩 陪着苏灵儿 一路到了楼下 齐叶他们跟三个孩子 全都在沙发上坐着 见到苏灵儿下来 都微笑着打招呼 苏灵儿冲他们都笑笑 看着燕北 把二少爷请过来 燕北点点头 这就去了 苏灵儿 在灵雨夫妻俩 一左一右的搀扶下 进了餐厅 餐桌上 已经放着了 清淡的白米粥 葱油小花卷 一碟鲜肉松 还有嫩黄瓜片 跟炒冬瓜片小菜 虽然简单 但是苏灵儿年纪大了 昨晚受了风寒 这么吃的话 胃里会舒服些 不一会儿 费成康来了 直接被燕北 领进了餐厅里 苏灵儿挥挥手 看着灵雨夫妻俩 你们先出去 我交代成康你一些事情 灵雨跟靳如歌 当即退了下去 回到沙发边上 跟孩子们坐在一起 齐叶手里 端着骆天蕊 亲自泡的碧落春 喝得心里可美了 嘴角也微微翘起 灵雨看着他这会儿 精神不错 昨天还想海扁他一顿 忽然叹了口气 心想 算了 只要齐叶人没事 他闷骚就闷骚吧 矫情就矫情吧 等到苏灵儿 从餐厅里出来的时候 费成康也出来了 并且回了前院去了 灵雨担忧道 费成康贴心吗 就算我们 想方设法的封锁消息 但是费莫离早晚 还是会知道的 费莫离跟费成康 这辈子不可能 就此不相见呢 苏灵儿淡淡说着 成康已经没用了 家里的大权长在我手里 现在又剩下 成康一个独苗了 成康自然知道 应该将怎样的事实 告诉莫离 然后为自己 赢得唯一的继承权 齐叶一愣 一时间有些没反应过来 什么 什么样的事实 苏灵儿的目光 在大厅扫尸了一圈 燕西燕北 当即会议 领着一杆下人出去 并且带他们去了院子里 远离大厅 这时候 苏灵儿才慢悠悠道 事实就是 须安西跟成康之间 有私通的关系 被成康发现了 那一枪是成康 替父亲出气打的 事发后 须安西便联合了 妮娜 带着受伤的成康 一起私奔 成康去追 我也怕 莫离受刺激 所以瞒着 如果我们能在莫离之前 找到须安西 跟成康 还有妮娜 并且下手成功 那么 这一切 就死无对证了 靳如歌 咽咽口水 连 连费成康也一并下手吗 苏灵儿的面色 露出一抹遗憾 成康 已经是废人了 反正 费家将来 也只需要一个家主而已 靳如歌文言 嘴角都跟着颤了颤 老太太太狠了 想来也是 费成康跟薛安西之间 年龄比较接近 如果有费成康 跟老太太同时咬定 他们就是私通了 费莫离必然 纵使不会完全信任 那也会将信将疑 若是费莫离 想要找到薛安西 跟费成康当面对峙 他们一死 便死无对证 将信将疑 就这样变成了既定事实 齐叶眨眨眼 没说话 自从跟女儿相认之后 他巴不得 薛安西那个贱人 赶紧去死 灵语叹了口气 看着母亲 如今的沉浮于睿智 真的很替她心疼 妈妈 等到这件事情解决了 我们就回中国去吧 静如歌 我说 我说 在一边的沙发上落座 也帮着丈夫劝着 妈妈 原本我们来到这里 都没想到还会遇见你 我想 这一定是命运的安排 灵语如今 已经是军长了 一整个军区的军权 都长在她的手里 位高权重 我们来了 也有些日子了 不能再拖了 妈妈 若是您不跟我们一起回去的话 只怕灵语 是说什么也不肯走的 苏灵语挑了挑眉 幽深的眸光 在灵语的脸上 盘旋了好一会儿 一阵的沉默 她思在思考 而周围的人 也在等待她的决定 时间 如盈盈的薄纱 一点点穿梭在空气里 乘着风 朝着一个方向 一去不回 苏灵语的手 一直被靳如歌 抓在手心里 她明白 这个儿媳妇是不错的 叹了口气 她看着灵语 我若是跟你回去 你打算把我安置在哪里 灵语当即在母亲面前蹲下身 很认真地看着她 当然是 灵语刚要说 当然是安排在洛宅 跟他们住在一起 可是这边正要说出口 忽然想起来 洛宅里还住了个洛美威 苏灵儿见她欲言又止 温婉地笑了笑 你也觉得不妥 对不对 若是她回去 真的跟他们一起住在洛宅 怕是洛美威一定会受不了 洛宅始终是洛美威 住了一辈子的地方 也是洛美威的生母生活的地方 那里有着洛美威儿时 一家三口甜蜜的记忆 而不管当年洛振宇 是怎么爱着苏灵儿的 都改变不了苏灵儿 小三身份的事实 既然决定要接生母回国 那必然是要跟她 日日住在一起 方便她对生母敬孝 更方便一大家子 享受天伦之乐的 可灵语若是真的孝顺 又怎么能让生母回国之后 陷在这样尴尬的境遇里 如果在别处 另外买房子的话 她跟靳如歌搬出去 显然不合时宜 因为洛美威的靳如歌 有养育之恩 又是她的亲姐姐 她怎么能在洛美威 年纪大了之后抛下她 让她跟靳墨青两个老家伙 守着空荡荡的大宅子 更何况洛宅前面就是乔宅 沐烟是靳如歌的生母 两家人几乎天天走动 关系很铁 感情很深厚 虚宁的儿子乔欧 也就跟他和儒歌的儿子一般亲切 他跟儒歌又怎么可能 搬去跟苏灵儿单独去住 灵语想着想着 梅语之间的褶皱越来越深 苏灵儿叹了口气 抬手轻轻抚了抚 灵语紧皱的梅语 淡淡道 我二十岁生下你之后 就来了美国了 如今六十七岁了 等于在这里晃荡了快半个世纪了 也习惯了 岁月匆匆 挡不住 妈妈知道你孝顺 可是如今 你也有你自己的身不由己 也有你自己的生活圈子 过去的这些年 你的生活也稳定了 家庭事业都很圆满 何必为了一个我 忽然破坏了你们之间的幸福生活 所以说 我留在这里 才是最正确的 灵语文言 眼眶一红 将面颊贴着苏灵儿的大腿 枕在上面 眷念地汲取母亲怀里的温暖 她不说话 并不是默认了苏灵儿的决定 而是在冥思苦想 解决这件事情的办法 齐叶跟洛家三个孩子 都没有见过灵语这个样子 就连靳如歌 也被灵语对生母的孝心所感动 一时间 谁也不说话了 仿佛天地间 只剩下了这对母子 苏灵儿轻轻抬手 珍惜地抚摸着儿子的脸庞 而灵语温柔的闭眼 很享受妈妈的触碰 看着这一幕 回想着苏灵儿说的 她在美国都已经漂泊了近半个世纪了 这就是说 这对母子都已经分隔了近半个世纪了 靳如歌的眼泪一下子流了出来 三个孩子也哭了 就连一边的齐叶也红了眼眶 这一幕铁毒之情 太感人了 靳如歌想来想去 发现灵语心里最大的顾虑 其实都是围绕着她的 洛美威是她的养母 沐烟是她的生母 灵语这些年 为了靳如歌的人生可以得到圆满 一直尽心尽力 维护洛家跟乔家两家人的关系 如今灵语有了自己的妈妈 她又怎么可以让她 因为顾虑到她 而忍痛跟自己的妈妈分离 细细回想着 过去这些年的生活 有这个男人宠着 真的太幸福了 靳如歌擦擦眼泪 沙哑道 妈妈 您必须跟我们回去 费家是您的夫家不错 可是您的夫婿已经去世了 费莫黎不是您亲生的 您如果真的能在费莫黎的身上 找到做母亲的乐趣 享受到亲情的温暖 您又怎么会一个人 远离纷争般 住在一个小岛上 妈妈 只有灵语 只有我们才是您的亲人 才能给您余生的幸福 灵语文言 猛然抬起头 拼命地点了点头 妈 如歌说得没错 你要跟我们回去 中国的事情 交给儿子来解决就好 你不需要担心什么 如果儿子 明知道您在这里 还要当做不知道一样 把您继续放在这里 孤独一人 那么儿子成什么了 儿子还是人吗 骆天琪也过来看着他 奶奶 您跟我们回去吧 有孙子在 不怕的 骆天灵也说 奶奶 孙儿很笨的 玫瑰庄园的那些 您要是不跟孙儿回去 手把手的交 孙儿一定学不会 苏灵儿 看着灵语 一脸坚定的姿态 看着儿媳妇 跟孙儿们 同样一片孝心 而哭红的眼眶 心里的温暖 是几十年 都不曾感受过的 她 忽然开始贪恋 这样的亲情 贪恋 这样的温暖了 有声小说 不良宠婚 后期 随风 监制 秦幽 欢迎您继续收听 苏灵儿 是理智的 也是强大的 她看着这一圈 优秀的孩子 也知道 不可以为了自己一个人 而打破他们 现在拥有的幸福生活 你们有这份孝心就够了 我其实跟你们想象的 坚强多了 也适应了一个人了 齐叶的眸光闪了闪 忽而道 我倒是想到了一个 解决问题的办法 就是不知 你们觉得怎么样 凌语当即追问 什么办法 齐叶勾唇一笑 小天灵 不是已经被选定 左灵家的家主了吧 那么老夫人 自然是跟着小天灵去的 就给小天灵 安置一个灵宫馆好了 他们祖孙俩一起住 将来小天灵有了孩子 老夫人 还可以每天 看着自己的虫孙子 一点点长大 享受天伦之乐 而你们 自然是 想什么时候过去看望 随时都可以去 齐叶说完 清晰地捕捉到了 苏灵儿眼眸里的一丝光亮 他就知道 苏灵儿最想要的 就是虫孙子 拿这个来吸引他 最好不过了 灵宇文言一笑 对呀 这样 妈妈就可以有一个 名正言顺的理由 跟身份 回到中国去了 想着 苏灵儿 有可能被人议论为小三 灵宇心里就疼 齐叶又说 灵宫馆准备好以后 家里只有他们祖孙俩住 那也未免太过冷清了 蕊蕊呢 就要高考了 她那个成绩 初中的时候还可以 现在呀 我是不认知识的 完全不能跟两个哥哥比 还不都是你们夫妻俩给惯的 要我说 就该把蕊蕊分过去 让小千灵 有时间就好好地给她补补课 老夫人膝下有孙子 还有孙女在 你们做儿子 还有儿媳妇的 包括小天琪 在经常去探望 这不就得了吗 这番道理 齐叶说的 脸不红气不喘 实则就是给自己女儿谋地位 先让苏灵儿 跟女儿好好相处 等到苏灵儿 对女儿有了感情 再爆出一个 他们兄妹日久见深情 苏灵儿 一直把女儿当作亲孙女带的 那时候 手心手背都是肉 苏灵儿还怎么会舍得 让她以为落天灵 要找带冤妇 而伤心落泪 反正齐叶算是看出来了 老太太渴望亲情很久了 虽说形势 雷厉风行 有点狠 但是对于自己的孩子 还是情意绵绵的 齐叶说完 灵语跟靳如歌 都若有所思起来 灵语看着苏灵儿 妈 就像齐叶这样说的 让您以灵驾大家长的身份 跟小天灵一起出去自立门户 您愿意吗 靳如歌道 我们会天天过去陪伴你的 骆天灵 揽过骆天蕊的肩 看着苏灵儿 奶奶 我跟蕊蕊 一定会好好孝敬您 后您开心的 一定会让您的晚年 美美满满的 苏灵儿想了想 一咬牙 好 她答应了 一圈人全都欢呼雀跃了起来 灵语刚向亲身上前抱着母亲 可是那三个孩子 却早已经扑了过来 争先恐后地 往苏灵儿怀里钻 一时间 客厅里满是一群温柔的小绵羊 卖萌的撒娇声 奶奶奶奶 好奶奶 最好最好的奶奶 苏灵儿脸上绽放出花朵 笑声不断 晚餐的时候 苏灵儿道 你们明天就回国去吧 我把这里的事情解决一下 大约还需要几天 到时候我再订了机票 飞过去找你们 灵语放下碗筷 一脸凝重 妈 您是要解决薛安息吗 这件事情 交给儿子办吧 齐叶醋梅 如果可以 我想亲手解决它 苏灵儿笑笑 我能在这个位置上 坐了几十年 解决两三个人的能力 还是有的 你们放心吧 等办完薛安息的事情 我还要把费家的东西 都整理一下 然后交给莫黎 她没了娇气 又失了个儿子 这时候 我总要弥补她一下 反正费家 早晚也是她的 我就听你的 辞了这一切 回中国 做我的灵家 大家长去 靳如哥 看出灵雨不舍 笑笑地安慰她说 妈妈这里的事情 要彻底处理干净了 以后才能 轻轻松松地 在中国生活呀 而且我们还要赶紧回去 给妈妈挑个好宅子 那不仅是妈妈 一样天年的地方 也是我们小天灵 自立门户 以后要扎根的地方 我们回去 还要忙几天呢 灵雨想想也是 于是说 这样吧 燕西燕北 暂时留在妈妈身边 等到妈妈的事情解决了 过几天 再跟他们一起回来吧 我也放心 苏灵儿看着灵雨 笑笑 心里很是安慰 好 就让燕西燕北 暂且留下吧 说完 大家又吃了一会儿 苏灵儿忽然说 有机会的话 帮着燕西燕北 找找家人吧 当时这对孩子 差点就被人贩子 分开来卖了 我看他们五官端正 都很可爱 实在不忍心 让他们兄弟就此分开 又听说 他们是从毕市 贩卖过来的一对孩子 才会因为思念家乡 动了侧隐之心 收留了他们 苏灵儿说完 餐桌边 一直守护的燕西燕北 忽然红了眼眶 跪了下来 燕西说 感谢老太太的养育之恩 让我跟弟弟 一直在一起 没有分开 燕北道 谢谢老太太的栽培 交给我跟哥哥 一生的本领 还帮我们找家人 苏灵儿笑笑 吩咐他们站起来 然后看着灵雨 他们都是十八岁 十八年前 丢失的双胞胎男婴 还是毕市的 这也算是线索 灵雨点点头 妈 你放心 这件事情 儿子放在心上了 一定尽心尽力办好 喝了口汤 灵雨又到 现在是暑假了 等到妈妈过几天 带他们去了中国 我送他们去上大学 所以说将来跟着 天启天灵兄弟俩 一辈子不用担心什么 但是他们都年轻 多学习东西 也可以充实他们自己 苏灵儿点点头 看得出来 灵雨不仅仅孝顺 而且宅心人厚 都说得民心者得天下 想来他能统领 一整个军区的军权 在人格魅力上 是非常完美的 这一夜 一圈人陪着苏灵儿 聊到天亮 早餐后 全都收拾好行李 灵雨没让他送 一行人都去了机场 返回中国秘试 炎炎夏日 阳光如填城般 泼散在大地上 刚满十五岁的乔鸥 已经窜到了一米七八 比身材有一米八六的 两个双胞胎哥哥 刚好低一个头 他穿了一件烟灰色的 威灵短袖 浅蓝色的破洞牛仔裤 脚上踩着一双 黑白色的板鞋 耳朵里塞了对 宝蓝色的入耳式耳机 双手插在牛仔裤兜里 百无聊赖的 依在栏杆边 陪着父亲虚宁一起 等候在机场大厅的 国际出口处 之前见识过 洛家双胞胎的 卓尔不凡的名门子弟们 对于能够 与之并称为 江北三少的乔鸥 嗤之以鼻 一来 乔鸥年纪太小 二来 对他不是很熟悉 总觉得 双胞胎兄弟 已经惊为天人了 江北就再也找不到 能与之媲美的了 可两年前 洛天奇 借了乔鸥一粒 罕见的南洋金珍珠 当时年纪十三岁的他 挽救了一整个 江北日渐低迷的 游戏开发行业 保住了千万人的饭碗 并且凭借他的 独到的眼光与睿智 带着他新建的团队 一举夺下了 国际上的 某个游戏软件 设计的金奖 一向被虚宁 跟金子洛 刻意保护的乔鸥 这才被大众所认知 并且凭借他 过于妖孽的外表 跟身后荣耀的家底 令那些对他有偏见的人 一个个闭上了嘴巴 当灵羽一行人 缓缓出来的时候 乔欧最先看见他们 他露出一抹清晰的微笑 那倾国倾城的模样 把金儒哥都迷晕了 嘴里甜甜地唤着 你妈 姨父 这里 灵羽跟金儒哥笑笑 这小子越长越迷人了 可是当他们一行人 走出来的时候 虚宁贴上来看着他们 妹妹 妹父 一路风尘伏伏 实在是辛苦了 灵羽的面色 立即阴沉起来 不搭理他 金儒哥挽着丈夫的胳膊 与之并行 不搭理他 虚宁猝了猝眉 看着双胞胎兄弟 就发现 他们冲他 无奈地叹了口气 也走开了 虚宁纳闷了 赶紧凑上去找齐叶 这些年 虚宁跟齐叶 因为个性很投缘 几乎玩得 就跟亲兄弟一样 那天在电话里 被妹妹骂了个狗血淋头 他还在一知半解 于是想着 干脆问问齐叶好了 谁知道 他刚要凑上去 大手还没拉上 齐叶的胳膊 齐叶就冷着脸 冲他一喝 刘远点 我暂时不想看见你 虚宁受伤了 萨姆看着虚宁 一脸哀怨的表情 叹了口气 上前导 包饭 说来话强 先回去吧 虚宁看了眼萨姆 点点头 齐叶的秘书 已经将车 开到了机场停车场 齐叶跟领雨夫妻俩 说了两句 然后又拉着 骆天蕊到一边去 交代了几句 这就跟他们做别了 领雨夫妻俩带着三个孩子 还有一群暗卫 浩浩荡荡 四辆车走了 除了萨姆 没有一个人 跟虚宁一起的 就连他贴心的儿子 乔欧 都坐上两个哥哥的车 抛弃他而去了 头顶上 是火辣辣的大太阳 虚宁看着眼前 一辆辆冷漠开走的车 心里越来越郁闷 我招谁惹谁了 萨姆 无奈地劝着他 老夫 上车吧 我们在车里说 于是 从机场 回别墅山庄的一路上 萨姆将新泽西的事情 一一给虚宁做了讲述 虚宁越听 心里越发毛 难怪他们一圈人 都这样对他 要是他自己 估计也得恨死了 可是他怎么就知道 虚安西长了那双 天真无邪的大眼睛 却带着一颗 如此毒辣 狠绝的心 害死小猪猪还不算 差点把淋雨的亲妈都害了 虚宁自己也叹了口气 唉 早知道 我当年一定 亲手掐死这条小毒蛇 于是 当一圈人回到洛宅前 下车后 虚宁也赶紧追了上来 笑嘻嘻地 跟靳如哥道歉 因为灵雨这会儿脸很臭 他不敢上去惹毛灵雨 干脆从灵雨做宝贝的靳如哥 开始下手 妹妹 我怎么能知道 虚安西长大后 会是这个样子 妹妹 我是有错 错在不该助人为乐 难道当时换了你们 你们就会对一个 八岁的小生命袖手旁观 好吧 披开这些不谈 是谁当年给了他一千块钱 让他去上学读书的 没那个钱 或许他现在 就跟他妈妈一样 就在高速服务区卖水果 这辈子都没有出头之日了 所以说 这件事情不能全部怪我 对不对 靳如哥不语 灵雨烦了 扭头看着他 行了 别扯了 发完脾气 灵雨叹了口气 说了句公道话 这事情不能完全怪你 虚宁一拍大腿 对吗 灵雨翻出苏灵儿 交给洛天宁的档案袋 冲着虚宁招着手 到书房来吧 有事商量 虚宁咧嘴一笑 冲着靳如哥 抛了个媚眼 就上楼去了 而四个孩子 则是一早就去了三楼 那里有一间属于他们的 才艺练工房 是金墨青专门给他们打造的 一整间大大的房间 向阳 敞凉 一整面大大的墙壁 全部都是镜子 硕大的落地窗前 摆放着一套架子鼓 一把电吉他 还有一个电子琴 家里的女佣 送了冰镇的果汁上来 几个孩子一回来 就钻了进去 开始玩耍 洛天睿坐在一边的沙发上 看着他们三个花样美男 各自练习 只觉得自己太幸福了 这三个男人 怎么看怎么赏心悦目 尤其是那个乔欧 粉雕欲拙的小脸蛋 他恨不能上去捏两下 揉几把 他们试了一会儿 然后洛天灵走下一边 开始调整音响 还架起了麦克风 乔欧弹琴的样子很深情 洛天琴玩吉他的样子 很帅气 至于洛天灵嘛 他不知道是不是自己情人眼里出西施 总之觉得洛天灵 打架子鼓的动作干净利落 是里面最炫最酷的了 他默默地看着他们玩得好一会儿 这时候门外走过来一个人 他放眼望去 看见了乐池 洛天琴撇见门口的乐池的时候 停了下来 示意两个弟弟自己先练着 然后出门 领着乐池走到了一边 洛天琴领着乐池 一路到了天台上 乐池从口袋里取出个信封地上 七少 这是这段时间调查的结果 洛天琴深吸一口气 掩着胸口的憋闷 一把接了过去 打开一看 全是照片 有叶素素跟男人一起出入餐厅的 他总是戴个粉红色的鸭舌帽 那帽子还是洛天琴送他的 当初骗他说很廉价 还是地摊货 他却一直都不知道 那个帽子是意大利名牌设计师设计的 嘴角擒着一抹讥讽地笑 都背叛我 投入到另外一个男人的怀抱了 还戴着我送的帽子干什么 有声小说不良宠婚 后期随风 监制秦幽 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二百八十四集 他快速地翻过带有叶素素的照片 然后细细看了几张 只有一个男人的照片 乐池道 这就是所谓的风少 他家在当地是开连锁超市的 连着开了五六家 规模不是很大 算重的 都没有离开过F10 当乐池去查到这些消息的时候 心里都不免为这位叶小姐 举了一把同情来 这个风少 怎么可能跟将来的 骆家家主相比 骆天琪冷哼一声 哼 原来就是个开杂货店呢 我当是什么呢 乐池又说 听闻这个风少的家里 又是规划局的局长亲戚 他也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子 所以在当地小有名气 算吃香的 骆天琪将手里的照片 全部往信封里一丢 塞进乐池的怀里 然后抬头看天 F市不过是个县级市 跟B市怎么能比 虽然都在同一个省 可是B市可是省会 约F市的市长 市委 明天中午吃饭 给我订一张 去F市的机票 乐池醋梅 奇臭致实 骆天琪 瞥了他一眼 欺负在我头上了 都挖我骆天琪的墙角了 还骂我是落负户 加无能 我还要严忍着 做忍者深归 我爷爷可是副省长 我爸爸是军长 一个县级市的领导而已 我要见就见 他有胆子不见 乐池嘴角抽了抽 想想也是 于是点点头 好的 尽管如此 带骆天琪回到房间里 跟两个弟弟 一起组乐队的时候 乐池还是把这件事情 通报了灵雨 灵雨看了乐池 递过来的照片 了解了长子 要见F市领导的原因 然后 撇着那张照片上的叶素素 冷声说了一句 不是好歹的女人 说完 他直接将一堆照片 丢进了垃圾桶 宠溺地说着 按其少说的办 是 乐池说完 就退下了 F市市长办公室 当他们接到落天琪 一日中午 要请他们吃饭的消息 一个个额头上 全是汗 市委找市长抱怨 说怎么这么大个人物 在当地上大学 居然都不知道 居然没有好好照顾 平时 他们想见一见省会的领导 还得看机遇 现在人家孩子都上了大三了 还是让人家来请吃饭呢 市长委屈 说这件事情 还真是一点消息都不知道呢 于是一个下午 连同市长特助在内 都在商量着 明天怎么找的落天琪 想来想去 最后市长秘书小声道 现在的官二代 不都是享乐为主吗 谁吃过苦啊 尤其是像落天琪 这样的豪门大少 就跟太子爷一样 又刚好是血气方刚的年纪 肯定喜欢女人的 最上这样说 何时他们心里都在发怵 给副省长的长孙 给邻居长的长子送女人 秘书又道 只要送的科学 送的对胃口就行了 几个人脑袋聚在一起 当即就商量了起来 最后市委书记道 这么个送法好 就这样送吧 他碰不碰 那就是他的事情了 F是城南的一片土地上 16岁的裴心 正蹲在自家小吃部的后院里 洗着一大堆的锅碗瓢盆 等他把这些都弄干净了 全都搬去了厨房的碗柜里 回身的时候 悄悄在蒸笼里 偷了个大肉包子 赶紧跑去奶奶的屋子 看看奶奶 奶奶有精神病 因为家里没钱 所以一直被爸爸关在房间里 不让出门 裴心很心疼奶奶 自从妈妈去世了 爸爸也娶了新的老婆以后 他跟奶奶在家里的日子 越来越不好过了 他熟练地 推开奶奶房间的窗户 然后小声把奶奶换过来 私下里看了看 就赶紧把大肉包子 送到奶奶手里 他甜甜笑着 奶奶 你快吃吧 还不知道 爸爸晚上会不会给你送饭呢 你赶紧吃 奶奶 接过大肉包子之后 就迅速地啃了起来 一边啃 一边倒 欣欣 你别怕 等奶奶 找到了血仇的制作工艺 奶奶就有钱了 到时候奶奶给欣欣 买好多好多大肉包子 裴欣鼻子已酸 奶奶就是这个样子 什么血仇啊 什么祖上传下来的祖训呢 什么一定要帮着主人 重振凌家纺织啊 这些话 就好像是奶奶说的梦话一样 十几年了 反反复复的 没人会相信 一个精神病人说的话 裴欣也是如此 她只知道 奶奶真的很可怜 因为曾经住在壁市的时候 奶奶没看好裴欣的 一对双胞胎哥哥 被人贩子骗走了 于是奶奶便一直自责 久而久之就疯了 有时候裴欣经常会想 如果我的双胞胎哥哥 没丢的话 他现在的生活 会不会好一点 裴欣 你有偷东西 后妈忽然拿了个烧煤的火钱 追了过来 做事就要打她 裴欣扭头就跑 心里吓死了 这些年 每次被后妈抓到 都免不了一顿毒打 或者被关起来 两三天不给饭吃 爸爸向着小妈 从来不会给她做主 因为小妈给爸爸 生了个小儿子 妈妈我错了 妈妈别追了 你给我站住 小贱人 看我不打死你 裴欣吓得一口气 追到了小吃店里去 迎面就撞上两个 穿着干净的衬衣西裤 还有亮面皮鞋的男人 其中一个摘掉眼镜 捏着他的下巴看了看 冷漠的眼中满是惊艳 扭头就跟另一个说 全哥说得不错呀 这家的这个小姑娘 长得真是妖啊 齐少一定会喜欢的 另一个点点头 年纪越小越好 小了才赶紧 我就跟她父亲谈谈价钱 裴欣促眉 小妈就要追上来了 她赶紧喊着 先生你先放开我 陈衣男人文言 促了促眉 当即放开她 裴欣的小妈 一下子拿着火钱冲了过来 那男人冷眼一看 喝了一句 你干什么 小妈是个典型的市井女人 欺软怕硬 一看店里 来了两个衣着光鲜的男人 立即把火钱背到身后 笑着说 先生来吃饭呐 想吃什么 男人醋眉 扫链店里的环境 破败的门板 黑乎乎的凳子 还有萧条道 开了条裂缝的桌子 以及不远处 不开入目的 肮脏的灶台 这里做出来的东西 不毒死人 真是万幸了 这时候 裴欣的爸爸 裴又年走了过来 笑嘻嘻地 点头哈腰着 哎呦 二位这是 另一个男人道 我们是全哥介绍来的 他说你这里 有个长得特别腰 又很干净的小女孩 不然我们才不会开车 大老远的 跑到城南来 裴又年当时就明白了 裴欣一直在德信中学上学 年年都是全校第一 年前开学的时候 学校有个颁奖典礼 奖了女儿八百块钱 那时候的颁奖嘉宾 就是他们口中说的全哥 在F市 是个小有名气的人物 当时全哥看见裴欣 一眼就惊艳了 事后顺藤摸瓜地找来了 也找了裴又年 当时裴又年思考了好几天 毕竟是亲生女儿 女儿也还小 不舍得 可是小妈 却在裴又年耳边 吹了好几天的枕头风 猛劲地下迷魂汤 最后裴又年打电话给全哥 说可以 全哥思索了好一会儿 又说 这么腰的苗子 现在就破了 太可惜了 让裴又年好生养着 留着以后派上大用场 当时裴又年以为 那是全哥又反悔了 不想要了 于是委婉地拒绝了 谁知道 挂完电话后 全哥的司机派人送来两万块钱 说让小丫头吃好一点 好好发育 不要让别人给碰了 那两万块钱 被裴欣的小妈收走了 眼看着半年过去了 没想到今天派人来了 裴欣压抑地看着眼前的一幕 两个男人堵着前面的路出不去 后面有爸爸跟小妈拦着 他后怕地看着妈妈背在身后的火前 咬着唇吓得面色苍白 有个男人看出来了 直接指了指小妈的手 你这是做什么 把这丫头身上打出印子 打坏了 我们可不要了 小妈一听这话 当即明白了 也联想到了之前的两万块钱 笑着说 怎么会 我就是 我就是找他有点事情 顺便手里拿着这个 不是打他的 不是 另一个男人拉开自己的包 取了个信封出来 递给裴佑年 你拿着吧 这丫头我们带走了 过几天给你送回来 裴心一愣 眨不着眼睛问 你们 不是 不是在说我爸 裴佑年 看着那个信封 有些犹豫 小妈却是一把抓了过去 打开看看 笑着说 哟 又是两万哪 没想到这丫头 居然这么值钱 男人道 连同封口费在内 这可是你们自己自愿的 不是我们抢买的 你们可不许 在这件事情上找麻烦 说完 两个男人 一左一右 架着裴心的胳膊 就把他架着往外走 裴小姐 我们家有个孩子 成绩不好 听说你一直搞学校第一 麻烦去给我们家孩子 当家教 好好给他讲讲课 裴心挣扎着 不要 我不去 爸爸 裴又年 站在原地不动 一个男人道 家教费已经在你父母手上了 你自己想 是要留下 给你妈打一顿 还是跟我们去当家教 过几天再送你回来 还有钱砖 那个男人说话的时候 一脸真诚 全然没写骗子两个字 小妈配合的 举了举手里的火钱 裴心看的 咽了咽口水 然后收回自己的胳膊 我 我跟你们去当家教 我自己走 毕师 凌宇和虚宁 聊完了玫瑰庄园的事情 聊完了那套茶具的事情 又聊了聊青铜器 虚宁听得 鹅脚都是汗 想了想到 上次给沐西辰联系的 那个买家 我已经十几年 没有联系过了 我回去 尽量给你找一找 但愿不是同一批 李英语点点头 麻烦你了 应该不是同一批 老管家 不至于事实 对我说谎的 虚宁挑了挑双眉 没说话 李英语又说 方言跟了我二十年了 一直没有成家 我想 给方言找个媳妇 留个后 虚宁的 你这么说 我倒是想起来了 萨姆在车上跟我说 好像谈恋爱了 好像还是你妈妈的贴身女佣 三十岁了 好像叫什么琴来着 他们是什么时候看对眼的 萨姆谈恋爱 灵语文言一惊 我妈妈的贴身女佣 灵语他们 一共在新泽西 就待了那几天 每一天都过得惊心动魄的 哪里有时间 给萨姆谈恋爱 他左思右想 想起来 那天老太太的车被淹了 是萨姆 把老太太的贴身女佣 从车里背出来的 灵语笑了 缘分哪 还真是个妙不可言的东西 虚宁笑笑 萨姆也不小了 他要是成了家 我心里呢 也少了一件事情了 这时候 灵语的手机响了 他拿过一看 是齐叶 手指一划 喂 什么事 电话那头 齐叶兴奋道 灵语 我在黄亭家园 就是城北商业区后边 去年新开的高档小区 这里边有个房子 真心不错啊 给小天灵自理门户吧 你现在过来看看 灵语嘴角一抽 这才刚在机场分开 齐叶就跑过去 给小天灵找房子 怎么比我这个亲爸还寂静 难道是 因为小猪猪喜欢小天灵 所以 齐叶跟着喜欢小天灵 爱屋即屋 不过 想起老太太也要住 灵语当即点点头 好 我知道了 我马上带着他们去看看 齐叶又道 啊 你把蕊蕊也带上啊 要蕊蕊跟天灵都喜欢才行 灵语应了一声 随即挂了电话 然后 看着一脸疑惑的虚宁 淡淡一笑 齐叶说 给小天灵找了一个好房子 兴奋地打电话过来 让我们都去看看 虚宁嘴角跟着一抽 齐叶不是刚刚丧女吗 怎么忽然这么积极了 当灵语跟虚宁 打开书房大门的时候 步入廊上 就听见了不远处 传来的动人的音乐声 他们两人相视一笑 每每想起自己的几个 出色的孩子 他们的心头 都会觉得暖暖的 灵语靠近房门 微微转开门把手 就看见了骆天蕊 坐在沙发上捧着果汁 而三个男孩子 在窗前拿着乐器演奏着 骆天灵的麦克风 还对着他的嘴巴 嘴里正在唱情歌 灵语挑了挑双眉 儿子唱得一往情深 女儿听得热泪盈眶 这是什么节奏 虚宁淡淡笑着 小声道 小天灵一定是在悼念小猪猪 蕊蕊是感动了 另外两个男孩子 是陪着小天灵 一起悼念小猪猪的 灵语眨眨眼 点点头 现了这个说法 他微微合上门 想起从小抱大的小猪猪 心里还是闷闷的难受 甚至隐隐作痛 有声小说 不良宠婚 后期 随风 监制 秦幽 欢迎您继续收听 空气里 飘荡着洛天灵 轻烈的歌声 我不会怪你 对我的伪装 天使在人间 是该藏好翅膀 人们愚蠢路芒 而你现实善良 怎能让你 为了我被碰伤 须宁 扬扬唇一笑 你母亲真会给小天灵起名字 她的声音很轻烈 就给她起名字叫灵烈 哪算什么时候给她换名字呀 我刚才看见很多合同上 都已经开始用了灵烈这个名字 而且都已经具有法律效应了 灵语听着儿子的歌声 莫名心里一阵柔软 宠溺的 明天就去安排人 给她改名字 当初还是我跟齐叶一起 偷偷跑去西三亭 见的这个孩子 那时候 他不仅机智 还很腹黑 聪明的不像话 我一看就喜欢 李扎眼 他都二十岁了 都可以自立门户了 时光疯人老 真是不敢算呐 虚宁跟着感慨起来 如今的江北是我们的天下 孩子们这么出色 明天的江北 也会是他们的天下 李扎宇 眨眨眼 对于这个 他不是没有想过 想要子孙后代 都幸福地生活在荣耀里 军界 政界 商界 都必须有相应的继承人 而且这三者之间 关系还要非常紧密 眼看着 落天旗从商 是改变不了的事实了 小儿子更名为 灵烈 也必然是要从商的 从政跟从军这两块 偏偏缺了 越是身在这个位置上 灵烈越是明白 军权的重要性 叹了口气 他看了眼虚宁 乔欧这孩子 以后怎么打算 看得出来 乔欧似乎只对 游戏软件设计感兴趣 虚宁的眉宇间 流露出一抹无奈 如果非要在从军 和从政中选一个 我想 小欧逼不得已的情况下 会选择从军 灵烈亚然 虚宁说完 猛然上前一步 看着灵烈 如果这孩子 最后被逼 只能选择从军 灵烈 你可是她亲一父 也是她的亲救公 你可得帮我护着她 我就这一个儿子 灵烈看着虚宁 眼眸中的紧张 就知道 必然是虚儿生 以及自己 曾经在纽约的经历 给虚宁蒙上了阴影 灵烈也点点头 好 如果乔将来选择从军 我一定帮你好好护着她 谢谢 两个大人谈话间 房间里的歌声停止了 灵烈上前将房门推开 然后拍拍手 像是孩子们 小时候那般换着他们 姑爷爷说 他看中了一套房子 觉得挺适合给小天灵 自立门户的 要我们一起去看看 走吧 我们先去看看 回来再玩 骆天蕊一愣 吐吐舌头 没想到 齐叶的动作 还真是快 骆天灵笑笑 看着骆天骑 想不到 我比你先 骆天骑 白了他一眼 嘚瑟什么呀 骆天窄可是几带人 扎根的地方 这儿才是大本营 两兄弟 看起来 你一言 我一语 互相让 其实就是在斗嘴玩的 心里都是很在意对方 也都很替对方高兴的 乔欧笑 那走吧 去帮天灵哥看房子去 因为靳如歌 一回骆天窄放下东西 就直接去落实了 所以凌鱼给他打电话 他说 让他们先看看 只要大家都说好 那肯定好 灵雨也听得出来 靳如歌身边 还有秘书说话的声音 很忙 于是不再打扰他 害怕他太过辛苦 临走前 吩咐厨房 给靳如歌准备燕窝粥 当灵雨一行人 浩浩荡荡 赶到小区门口的时候 齐夜已经等得快吐血了 一看见灵雨 直接冲上去拉着他 怎么这么慢呢 这房子我之前就陪着个朋友过来看过 因为太大 太豪华 价格也有些贵 所以我朋友选了别的 上次说要帮小天灵找房子 我第一反应就是这里 走 快进去看看 灵雨眼角一抽 因为太大 太豪华 价格也贵 所以想要介绍给小天灵 这齐夜到底还是不是哥们啊 灵雨还以为 齐夜是遇到了什么 潜在难得的好房子 性价比还非常适中 所以才会急着 催他们来看房的 寿楼经理陪在一边 一直想开口 可是齐夜 喋喋不休 都没有他说话的机会 虚宁挑了挑眉 齐夜还是不搭理他 不过他能理解 小区内的风景非常宜人 走到别墅区的时候 放眼望去 一片小桥流水 亭台楼阁 处处鸟语花香 数数脂肪婀婀 走的就是苏州园林的风格 齐夜跟寿楼经理 在某一栋房子前站立 齐夜兴奋地手指了指 然后凑到骆天锐 跟骆天锐身边 怎么样 大家一起看过去 这院子未免太大了吧 左边是游泳池 右边是小池塘 上面还种了睡帘 好几朵唯美地开着 简直就是 骆宅与乔宅 一左一右挪到一起去了 宅子占地面积 跟骆宅差不多 宅子外壁 贴着精美的咖啡色 与浅金色交错的石砖 很有现代感 可是身手一数 四层 比骆寨还多出一层 骆天锐看得太阳学直跳 忍不住道 这个 太大 太大了吧 齐夜白了他一眼 你多生点孩子 不就陆陆续续的都住满了吗 骆天锐闻言 头顶掠过一群乌鸦 这是要生多少孩子 才能住得满 骆天锐刚想回齐夜什么 就看见骆天灵忽然笑了 美滋滋地看着齐夜 来了一句 顾爷爷 此话有理 骆天锐当即拍了骆天灵一下 这男人 当我是母猪啊 骆天灵不好意思地笑笑 道 我的孩子也可以生孩子 再过二三十年 我的孩子也有孩子了 那时候奶奶要是还在 我们家五代同堂 多热闹 凌宇原本看见这么大的宅子 蹙了蹙眉 但是听见骆天灵刚才的那句话 忽而笑了 推开院门就走了进去 虚宁也笑 路过骆天灵的时候 还打趣道 你奶奶还要给你找代孕妇呢 刚好可以把一整层的房间 全都空出来 安置那些代孕妇 你要每天走到楼梯口 楼梯口左边呢 就安置中国女孩 右边全安置外国女孩 每周一三五往左拐 二四六往右拐 久而久之 纯种的中国后代也有了 漂亮的混鞋宝宝也有了 这样就住得下了 说完 虚宁就跟着灵雨进去了 骆天灵跟乔欧听见虚宁的话 笑得花枝乱颤的 路过骆天灵身边的时候 拍拍他的肩 兄弟 保重身体 说完 他们也跟着虚宁进去了 骆天蕊站在原地 哀怨地看着他 难怪你喜欢大房子 骆天灵文言 心里一慌 赶紧解释 我不要什么代孕妇啊 刚才我唱的歌 你不是经见了吗 我有一个专属天使了 就不要别人了 骆天灵忽然揽过 骆天蕊的肩 看着他 你爸爸那么在乎你奶奶 你奶奶那么想要重孙子 蕊蕊还小 代孕妇的事情 你还敢不从 少拿蕊蕊的傻瓜 哼 说完 骆天灵 揽着骆天蕊也进去了 骆天灵郁闷地站在原地 眼瞧着 这一圈人 都是来给他调房子的 他才是要住进来的家主 可是一个个 全都说着风凉话 把他一个人晾在这里 气得长出一口气 骆天灵自己也跑进去了 灵雨上上下下都看了看 寿楼经理 也一一给他做着讲解 这里的格局 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 比例分配得很好 而且是精装修的 地板 瓷砖 墙面乳胶漆什么 全是弄得好好的 只要自己 再根据自己的喜好 适当地进行整改即可 再买些家具 电器什么的 就跟当初 给虚宁在法国买的房子一样 不过 确实太大了 再加上 以这里 前面不远处 就是商业中心的地段来看 价格 不会便宜的 而且 距离落窄 开车过来要二十分钟 离企业家倒是蛮近的 十分钟不到的车程就可以了 铃鱼这会买房子 完全在考虑值不值 这毕竟不是在菜市场 买萝卜白菜 还要回去问问 这里的物业管理 后续服务怎么样 这个楼盘的口碑怎么样 是哪个建筑公司建的 房子品质怎么样 尤其老太太年纪大了 这周围有没有适合的正规综合医院 等等这些都是必须要考量的因素 齐叶早就看过这里的房子 他很满意 尤其是现在帮凌宇挑房子的角度 已经不是兄弟了 而是亲家了 他才不管贵不贵呢 凌宇跟寿楼经理要了个电话 然后说买房子是大事 我们这才看了第一家 不可能立刻就做决定 我们回头比较一下 再给你答复 寿楼经理笑着点点头 表示理解 哦是啊 这买个电器还要货比咱家呢 何况还是商业中心附近路段的房子 这个是我的名片 这个是我们小区的彩印 上面有详细的小区规划 跟具体区域楼层的售价单价 您可以拿回去参考一下 好的 凌宇说完 跟着他们一起出去了 齐叶脸上挂着笑意 他也知道买房子不是买菜 所以看着凌宇道 好好考虑 小天灵可是没归到岛主 住那种小房子 太寒酸了吧 凌宇白了齐叶一眼 然后道 我之前跟乳哥 一直有另外存钱 准备给另一个孩子自立门户的 所以这次买房子 虽说天灵已经有了一个道 但是 我们夫妻也不会让他自己出钱的 更何况 这还是凌宇给生母在中国安置的家 玫瑰庄园是生母的毕生心血 它怎么可能让母亲用自己的心血来安家 齐叶玩耳一笑 不再多言 众人走到小区门口的时候 齐叶看脸骆天灵 他似乎一直在找机会 想要跟骆天蕊解释代孕妇的事情 而骆天蕊却一直拉长一张脸不搭理他 眨眨眼 齐叶看着凌宇 忽而面色上染过一抹寂寥 凌宇 我想带蕊蕊回去住几天 微微的情绪一直不稳定 蕊蕊也是我们看着长大的 就跟女儿一样 我想 微微看见蕊蕊 心里会舒坦些 骆天灵文言一急 蕊蕊马上就要高考了 我这打算给他好好补补课呢 这可是最后一个暑假了 凌宇文言看了眼骆天蕊 蕊蕊你看呢 骆天蕊看着齐叶道 我也想去看看姑奶奶 我想我要是去了 姑奶奶的心情会好一些的 凌宇点点头 行 那你先跟我们回家 收拾点衣服 帮过去陪姑奶奶他们住几天吧 齐叶文言 拉着骆天蕊的手就要走 还说着 蕊蕊的衣服我们会给买新的 还害怕我亏待了他吗 说完 齐叶载着骆天蕊 就这样消失在大家眼前了 骆天灵的脸皱成了一个大大的苦字 无奈地跟着他们一起回去了 回到骆宅之后 骆天蕊跟乔欧继续玩音乐 骆天灵却说累了 要回房 他一个人在大床上躺着 看着头顶的天花板 心里一阵阵难过 他掏出手机 想要给他打电话 可是想起 他的手机在新泽西就被水淹了 他给齐叶打电话 可是齐叶接了之后 就说了一句 说完这番话 齐叶就把他的电话挂了 骆天灵趴在床上 难受死了 即便是一千个 惊挑细选的代孕妇 也比不上一个他呀 当晚 骆美威带着小天星 还有靳如歌 一起回了骆宅 乔家人也全都来了 一大家子聚在一起 吃了顿团圆饭 靳如歌看着 独独少得的骆天蕊 叹了口气 只盼望 齐叶的想法是对的 骆天蕊去了 真的可以让靳莫威 心里舒坦些 骑宅 刚上小学的骑幻晨 这些日子天天陪在妈妈身边 看着妈妈掉眼泪 知道姐姐没有了 她也跟着掉眼泪 当时 齐叶刚刚下飞机 直奔回家 第一件事情 就是告诉他的心肝 骆天蕊 就是骑幻猪的事情 可是心肝偏偏不信 还以为 齐叶走的这一趟 受了什么刺激 直到齐叶 出去说带小天灵去看房子 再次回到家里 还把骆天蕊带来了 靳莫威 才感到了一丝危痒 骆天蕊进妈妈房间后 第一件事情 就是叫了一声妈妈 紧接着 曾经属于他们的 各种隐私而幸福的话题 不足于外人道 却为骆天蕊 津津有味地提及 甚至 他还拉着爸爸妈妈的手 一起去了他自己的房间 指着自己的床道 这下面 有我给幻晨存的私房钱 我想着 我过年不一定能回来 所以临走前 压了五千块钱在床底下 用毛巾包好 打算过年的时候 给他打电话 悄悄告诉他 然后让他去买 自己喜欢的东西 金墨威跟齐叶文言 面色各异 夫妻俩一起蹲在地上找 最终真的找到了 当他们打开布满灰尘的毛巾后 就看见一叠红色的毛爷爷 鲜艳地招摇着 齐叶随后开车 带着他们母子三人 一起去吃意大利餐 还给骆天蕊买了很多的新衣服 当金墨威苍白的面色上 渐渐染上了娇艳的笑容 齐叶紧紧揪着多日的心 终于一点点放开了 这一夜 对于齐叶夫妻俩来说 是一家四口的团圆夜 晚上十一点左右 骆天蕊拿着齐叶 给他新买的漂亮手机 拨了骆天灵的手机号 对方一接 喂 你好 我是骆天灵 骆天蕊故意换了个调调 捏着嗓子说 灵绍你好 我是费老夫人 为您挑选的代孕妇 刚刚抵达机场 你能来接我一下吗 骆天灵文言 似乎是愣了好几秒 有声小说 不良宠婚 后期 随风 监制 秦幽 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二百八十六集 他根本没想到 奶奶的办事效率会这么高 心想着 直接把代孕妇骂回去 不太好 毕竟是奶奶送来的人 打稿也得看主人 还是先上暗卫取机 然后安排在宾馆里 不觉得吃喝的 等到过几日奶奶回来了 就直接跟奶奶说 我不需要代孕妇 于是道 你在机场大厅坐一会儿吧 我安排人去接你 说完 对方没了声音 骆天灵一愣 隐隐觉得有些不对劲 搓了醋眉 喂 你还在吗 我说我让人去接你 你在机场大厅等着 可以吗 骆天蕊忍不住哭了 骆天灵 你就不是个东西 我再也不要喜欢你了 骆天蕊哭着哭着 就把电话给挂了 骆天灵的瞳孔一缩 当即全明白了 一下子从被窝里坐起来 端着手机 看着这个陌生的号码 又回拨了过去 可是那边先是掐断 后来就是直接关机了 骆天灵这一下 严重内伤了 回想起刚才那丫头 在电话里哭的那个吊吊 还有他说的话 骆天灵就觉得 自己快死了 活不下去了 一不做 二不休 他赶紧起身换了衣服 然后抓着手机 一口气冲到楼下去 从冠玉手里 拿了自己的车钥匙 直接就开去了旗甲 这辆车还是上次骆天蕊撞车后 被保险公司拖走了 后来修好了 关于亲自去开回来的 晚上 接近凌晨了 城市道路上没什么车 限速的是六十码 他就开了刚好六十码 好不容易进了齐家所在的小区 就发现 齐叶家的小洋房 整个二楼一层的灯 全是亮着的 他摁了院门口的门铃 管家出来了 他说 城堡 我要进去 结果管家回了他一句 小灵少啊 抱歉了 今天老爷呢 专门吩咐过 骆家谁来都行 就是不放您进来 现在不早了 小灵少请回吧 说完 管家又回了屋子 任骆天蕊在外面怎么按 都没有人搭理他 房子里 骆天蕊打完电话后 哭得一塌糊涂 金莫威他们 一听见动静就跑过来了 骆天蕊直接道 我用新手机号 给小天灵打电话 我冒充是戴云妇 我说我刚下飞机 结果 结果他说 让我在机场大厅等着 他马上就来接我 什么就要我一个 全是骗人的 静莫威一听 眉头当即就皱了起来 这个骆天蕊 太不像话了 齐叶闻言后 更是气不打一处来 直接抽过纸巾 给女儿擦眼泪 不怕 留老爸在 任内小子也翻不了天 当院子里的门铃声 清浅地 传入他们的耳朵里的时候 金莫威醋眉 我明天就跟儒哥说 让你跟小天灵订婚 让那个老太太明白 小天灵根本就不需要 什么代孕妇 搞什么呀 还代孕 这老太太还真想得出来 齐叶起身道 我去楼下看看 只要有我在 小天灵想当种马 下辈子都没可能 炎炎夏日 齐叶的院门口 点着暗黄的院灯 无数的蚊子 全都在空中盘旋着 洛天灵焦急地站在门口 一边赶蚊子 一边承受着闷热的天气 要不是为了 不被保安轰出去 他早就翻墙进去了 不一会儿 院子里的门开了 齐叶穿了一身 滑贵的真丝睡衣 体态庸荣地走了出来 看见洛天灵 低句就是 干嘛呀 大晚上的不睡觉 来我家叫什么叫啊 怎么不去机场 接你的代孕妇 洛天灵清俊的俊脸 一片言语 顾爷爷 有误会 里面有误会 让我进去 好好解释 齐叶 妖娆地笑了笑 嘿嘿 怎么个意思 想见我女儿 啊 齐叶收敛了笑容 一般正经地盯着她 想见我女儿简单啊 今天下午带你去看的那幢豪宅 买下来 产权证上 把我女儿的名字加上去 不然 免谈 洛天灵文言 眨眨眨眼 这个 我爸说买房子的事情 他来办 我翅膀还没硬呢 做不了主啊 齐叶白了他一眼 双手插在兜里 不说话 洛天灵又道 蕊蕊的将来 肯定不用担心的 她既是洛家的女儿 又是您的女儿 以后 还是我灵家的主母 价值怎么是一套房子 可以比你的 顾爷爷 你把戏放肚子里吧 蕊蕊的明天一片光明 前途不可限量 少给我灌迷魂汤 就算没有玫瑰庄园的资产 洛天灵现在 手里有多少钱 企业可是摸得透透的 以前灵雨 在去密苏里的时候 把手里的股份 全都给了洛美威 之后洛美威 又将股份 转赠给了这对双胞胎兄弟 十五六年了吧 这些股份 年年的分红 利滚利加一块 得多少钱呢 这些钱早在两年前 他们满十八岁的时候 金如哥就给他们了 并且之后 每年落实盈利分红的钱 都是直接 给两兄弟打仗上的 齐叶看着他 你自己想办法 别的我不管 齐叶不缺钱 周围的人 包括蕊蕊在内 将来也不会缺钱 但是男人有钱 就变坏的道理 虽然不是人人适用 但也不得不防 现在 洛天灵 是爱洛天蕊 爱得死去活来的 将来呢 谁能保证 将洛天灵的皮 扒了一层 攥在洛天蕊手里边 将来万一 他们感情出现了问题 洛天灵不是傻子 想要抛弃洛天蕊的话 就等于连同 在洛天蕊手里的皮 一起抛弃了 换言之 让洛天灵 给洛天蕊买房子 其实是对他 将来叛变行为的 一种牵制 再说 齐叶的要求 并不过分 洛天灵 是有这个能力 去办的 如果洛天灵 没这个能力 齐叶非要 咄咄逼人 那就是 齐叶蛮不讲理了 但是在洛天灵 有这个能力的情况下 如果真的爱洛天蕊的话 他一定会办的 洛天灵 醋了醋眉 想了想 那房子 是灵雨 准备给奶奶 安家买的 房产证上 肯定会写 灵儿跟灵烈 是两个灵家人的名字 左思右想 洛天灵 看着齐叶的眼睛 姑爷爷 你是怕我以后变心吗 齐叶眨眨眼 不说话 洛天灵 想了想 最后道 我知道了 说完 他转身 就开车走了 齐叶笑笑 我就知道 洛天灵这小子 一点就痛 路那是给他指明了 怎么走 就看他自己了 想娶我女儿 哪里是那么容易的 一日上午十点 洛天骑跟洛池 便抵达了F式的机场 这一次 他还带了两名 洛家暗卫随行 以前不想太张扬 完全是为了叶素素 他不想吓着她 不想伤了她的自尊心 只想先陪着她一起吃苦 让她相信自己的真心 然后毕业了 两人感情难舍难分了 再告诉她 带她回家给父母看看 现在她发现 想在这个世界上 发现真爱 还真是太难了 果然 这本就是个 世强凌弱的世界 一抵达出战口 F式的市长 跟市委书记 全都到场相迎 拥着洛天骑上了车 接去了 F式一家 最豪华的娱乐俱乐部 几番寒暄过后 餐桌上 洛天骑便说了 请他们吃饭的目的 很简单 他不想在F式 再看见 所谓风少家的超市 一家也不要再看见 市长跟市委 当即问了特助 特助火速去办理了 这件事情 回来的时候说 规划局的局长 似乎就是 风少的亲叔叔 洛天骑凤眼一眯 很大度地表示 他向来 不会殃及无辜 只要停了 他家所有的超市就好 赶尽杀绝 没必要 桌上的人会议 连连点头 一边表示 会全心全意去办 一边还夸赞 洛天骑宅心人厚 这顿饭 洛天骑吃得高兴 本就被他们捧上了天 又觉得事情办得顺利 给自己出了口气 所以对于敬酒 来者不拒 一杯为的喝下去 后来散场的时候 市长冲着特助 使了个眼神 特助当即会议道 我们在七楼给七少 开了个套房 七少要是喝醉了 可以先在套房里睡一觉 醒了酒再说 洛天骑虽然头晕 但是意识是清楚的 他让乐池去4S店 给他提车 那天给叶素素 打完电话后 洛天骑就让乐池 在F市的4S店里 给他预定了一辆车 既然都说他是洛破湖 那他就高调一回 买了辆兰波基尼 想着小小的县级室 有几个人开得起 笑咪咪的 他就在两个暗卫的搀扶下 拿着房卡 去了他们给他安排好的套房 进了房间后 两个暗卫都在走廊上守着 房门两边一左一右 洛天骑看脸这套房 一视一听不是很大 但是很豪华很干净 他摇摇晃晃往里走着 一下子就将自己身上的衣服 鞋子全给脱了 这会儿一身酒气就想洗澡 等他裹了条浴巾 从浴室里出来的时候 却赫然发现 他的大床上躺着一个人 一个跟他一样 只裹了一条浴巾的女人 那白花花的后背 跟翘生生的大腿 就这样露着 很是撩人 洛天骑当即就明白了 这一定是市长送来的礼物 摇摇脑袋 他吃笑一声 对于这样的礼物 根本不屑一顾 因为他就不耗这一口 空气里忽然传出一道 熟悉的灵音 洛天骑当即就去地上 找自己的裤子 翻出手机一看 是个陌生的号码 喂 我是洛天骑 对方没说话 洛天骑正酒后头疼着 直接就把手机给挂了 叶素素 此刻正一个人站在大街上 一手端着电话 一手捂着嘴巴 内心无比酸楚 眼泪止不住地一颗颗落了下来 心里想他 很想 那天早上刚去超市 就在超市门口遇上了风少 风少将他逼到巷子里 非要他跟了他 可他不一 这时候 洛天骑的电话刚好打过去 叶素素知道 洛天骑家里也是农村的 没什么背景 不想让他担心 也不想连累他 于是不肯去接 后来想了第二遍的时候 电话却被风少抢了过去 还拿洛天骑的安危要挟他 于是在风少咄咄逼人的目光下 他对洛天骑说出了那样的话 在此他被迫跟风少出去吃饭 不惜在饭桌上以死相逼 风少从来没见过这么刚烈的女人 不敢闹得太大 最后选择放手了 叶素素很想找一个机会 跟洛天骑好好解释一下那天的事情 既然风少都已经选择放手了 那么他们以后还可以跟以前那样吗 还能和好如初吗 两个人好好在一起 一起去上课 一起去吃饭 一起打工 然后看着存折上 一点点积累起来的数字 开心的像偷到大米的老鼠服服一样 窝在一起甜甜的 心满意足地笑着 因为害怕洛天骑 一看是他的手机号不肯接 于是他专门去了电话亭 打的公用电话 可是当他刚才听见洛天骑的声音之后 纠结了好久 迟迟说不出一个字来 刚想开口说 那边却把电话给挂了 叶素素猝着眉 站在火辣辣的大太阳下 孤独地站了好半天 心里好难受 擦了擦眼泪 叶素素掏出手机看了看 上面还有他跟洛天骑在一起时 拍的大头贴的甜蜜照片 想着跟洛天骑交往的一年以来 他是那么珍惜自己 每每都只是拉了小手 搂一搂肩膀抱一抱脖子 亲亲他的脸颊或是额头 从来不会对他做任何过分的事情 跟周围早已经开了N字房的同学情侣比起来 叶素素就会觉得 洛天骑是真的用心对他好的 他是他心中的理想的男友 这个时候手机上的闹钟响了 他低头看了一下 这时就要到他打工的时间了 哎 还是等到了晚上再给他打电话吧 他抹了一把还未风干的泪痕 同时擦了擦额头的汗 默默地去了打工的地方 宾馆里 洛天骑看着手机上的电话 归属地是F似的 他想了半天也想不出 是谁给他打电话 同学的手机号码我都有 就连叶素素的都有 怎么会突然有陌生的号码来找我 到底会是谁呢 他愣愣地站了一会儿 思绪有些飘远 嗯 就在洛天骑摸不着头脑的时候 床上的小人忽然嘟弄了一声 他侧眸望过去 就看见他嘴里又含糊不清地说着 我已经喝了 我已经喝了很多很多了 求你们了 拜托你们了 别不让我上学 不要不让我上学 洛天骑挑了挑双眉 这柔软细腻的声音 一听就是个可爱的娇小女生 稚气未去 他轻手轻脚地走了过去 看他一头乌黑如海藻般的长发 已经将他的脸全遮住了 不由伸出手帮他拨开了额前的乱发 拨云渐日 当那张清理绝伦的小脸赫人眼前的时候 洛天骑当时就惊艳了 哇 真是世间角色呀 有声小说不良宠婚 后期随风 监制秦幽 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二百八十七集 线长浓密的睫毛 如蝴蝶的翅膀 微微颤动着 挺立精致的鼻梁 还有娇嫩的跟玫瑰贝雷般的红唇 让人看了就忍不住想要一亲方泽 他的脸颊脱红一片 皮肤似乎比上脑的丝绸还要好 他半张着小嘴呼吸着 口里断断续续地吐出芬芳的红酒香气 分外诱人 忽然他微微睁开双眼 乌黑的瞳孔没有半点焦距 那副半醉半醒的媚态 再加上他此刻衣衫不整的身子 一下子就让骆天奇再也挪不开双眼了 床上的小人像是感知到 有一只大手正抓着他的头发 迷离的眼眸渐渐汇聚成一个点 身子微微侧过来 看着骆天奇 他的眼泪一下子流了下来 用哀求的眼神看着他 先生 我听话喝了酒了 我 你不要不给我上学啊 我在学校都是考第一的 上学对我真的很重要 我求求你放我回家吧 爸爸 救我 裴欣此刻很伤心 也很害怕 他迷离地看着骆天奇 他不明白 让他来做家教而已 干嘛非要给他做头发 做美容 还要给他喝红酒 他根本不会喝酒啊 他看不清楚骆天奇的脸 伸手指了指骆天奇的脑袋 先生 你 你好多个头啊 你别晃啊 我 我要回家 骆天奇 在那一瞬间突然明白了 这姑娘是被迫的 醉成这样 还想着要上学 要考第一 骆天奇 对他惊艳的眼眸里 渐渐多了一抹赞赏 睡吧 好好睡 等你睡醒了 我让他们送你回家 他温柔地说着 然后抬手 将他的浴巾往上拉了拉 企图盖住那片 让他热血沸腾的前身 可是这才刚刚拉上去 下面却露出来 骆天奇的脑子一刹那嗡的一声 低咒一声 这到底是哪个该死的家伙准备的浴巾 这么宅 这么宅怎么穿 深吸一口气 他索性 大手一抽 将他身上唯一的遮挡 全都拿开 然后打横抱起 把他往上放了放 让他枕在枕头上 手指间 传来他皮肤的丝滑触感 让落天奇 再次有种快要爆炸的感觉 回身拉过被子 就要给他盖上 大手 却在即将盖上的那一刻 生生顿住了 他凝望着眼前 无比娇嫩而诱人的身体 脑海中 回想起风少说过的 无能 心头莫名染上一股怒意 下一秒 他直接捧住了裴馨的下巴 第一次吻向一个女人的双唇 这个吻就好像是阴素 令人沉沦而不愿醒来 他虔诚而生涩地 缠上他的舌 这幅画面 在华丽的水晶吊灯的剪影下 唯美得不像画 裴馨只觉得 呼吸有些困难 身子扭了两下 伸手就去推他的脑袋 看着那片红色 在想到他偏小的年纪 他的脑海中闪过一丝心疼 腹下身去 紧紧抱住他的身体 凑在他的耳畔 呢喃着 丫头 我会对你好的 他强忍着 停顿了一会儿 愣愣地等待着 待他适应了一会儿之后 再次堵住了他的红唇 洛天奇在裴馨的怀抱里 渐渐演变成了一个真正的男人 也难怪了 洛天奇本人来说吧 正是血起方刚的年纪 而裴馨呢 不论样貌 身体 还是想着要学习的上进心 这一切都横讨洛天奇的喜欢 当窗外 漫天霞光似锦的时候 洛天奇刚刚抱着裴馨 一起静静地躺着 裴馨整个人 似乎都散发着光辉 不论被洛天奇 摆成什么样的姿势 都让他迷得挪不开眼 他看着他呼呼睡过去的样子 忍不住笑道 真是个小猪 竟然这么能睡 最后 将他的身子擦干净 抱上大床的时候 他才听见了地板上的手机灵音 洛天奇将手机拾起 手指轻轻一滑 喂 洛池的声音响起 喜少 您醒了吗 车子已经提回来了 房子也准备好了 就在您的大学里租的高档公寓里 去看看吧 洛天奇文言 转过身看着眼床上的小人 然后继续跟乐池说 去买一套女孩子穿的衣服 差不多一米七 L码的 从里到外的都要 还有鞋子 要软一点的 穿上去很舒服的 买羊皮的凉鞋吧 洛池文言愣了一下 随即道 好 半小时后 洛池过来敲门 洛天奇已经穿好了自己的衣服 开门接过那些衣服后 关门回来 一件件很细心地帮着裴心穿上 这个小人 就跟洛池做的一样 真嫩 洛池买来的是一套香奈儿的夏装 偏成熟一些 穿在裴心的身上 有些突兀 也很亮眼 不过 这一切在洛天奇的眼里 更显得 他的稚嫩与可爱 依依不舍地摸索着裴心可爱的脸颊 他玩耳一笑 站起身 打开房门 偏然离去 当市长特助接到俱乐部前台的电话 得知洛天奇是傍晚的时候 才离开房间的时候 市长特助咧着嘴笑开了 当即将这消息告诉了市长跟市委 并且安排人将裴心给弄醒送回去 二十分钟后 俱乐部门口 开过来一辆黑色的轿车 裴心穿着一身新衣服 踩着柔软的新羊皮凉鞋 一边走一边哭 醒来后 是在陌生的房间里 空气里全是银米的味道 而他虽然穿着衣服 但是身体很疼 他撩开衣领看了看 井前一片大小不一的紫色草莓 再傻他也知道发生了什么 等到他哭着被人送上了车 车子当下就开走了 俱乐部不远处的一处树荫下 一辆崭新的宝蓝色的蓝波基尼 安稳地停在那里 白黑色的轿车载着裴心离开之后 他也悄无声息地跟了上去 一路跟到了城边上 地段越来越偏僻 洛天奇的眉头也跟着蹙了起来 等到那辆黑色的轿车 在一排民房前停下的时候 洛天奇凤眼一眯 小陪小吃店几个字贴在一块塑料板上 而且摇摇欲坠 似乎要掉了 再一看 轿车的门已经被打开了 小吃店里迎出来一对男女 男的拉着哭得一塌糊涂的裴心 站在一边去 还不断冲着车上副驾驶座上的人 点头哈腰 谄媚讨好 洛天奇扭头看了眼乐池道 记住这家店 那个女孩的资料 入睡前给我 乐池点点头 好 之后 车子开去了F大学的校园里 就停在乐池给洛天奇 租的高级公寓的楼下 乐池当即就出去给洛天奇办事 而两个暗卫则是在公寓里 一个帮着做晚餐 一个帮着打扫卫生 洛天奇看着这里的精装修风格 很是满意 还是上下富士的 足够他跟乐池 还有两个暗卫住的了 等到晚餐做好了 洛天奇坐在餐桌前 刚要开动 手机又响了 他醋了醋眉 下午卖力了那么久 真是饿了 拿过一看是个陌生好 还是中午那个打过来不说话的 手指一划 喂 那边的人 深吸了一口气道 天奇 是我 洛天奇闻言一冷 眨眨眼 有事 叶素素 声色有些沙哑 天奇 上次的事情又误会 我想跟你解释一下 洛天奇 闭眼 又睁开 好啊 你说吧 说完 他把手机扬声器打开 放在桌面上 然后 自己大口大口地吃东西 等吃到一半的时候 叶素素 也声泪俱下地 把那天早上通电话的事情 彻底给洛天奇 解释清楚了 洛天奇的筷子 僵硬在半空中 久久落不下去 喂 天奇 你还在听吗 叶素素的声音 有些焦急 洛天奇将嘴里的饭菜咽下 然后 放下碗筷 拿起手机 四处 有件事情我要告诉你 什么 沉吟了好一会儿 洛天奇道 我今天下午 碰了一个女孩子 说完 两边 揭示一阵沉默 两久 叶素素颤抖地 问了一句 你们 你们认识多久了 洛天奇叹了口气 花了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 把事情的前因后果 跟叶素素说了 包括 她是洛家的孩子的事情 叶素素 原本不信 可是 听洛天奇的话 跑去她住的楼下 看见那辆宝蓝色的 蓝布基尼的时候 又看见了阳台上 端着电话的洛天奇的时候 她终于信了 就在这时候 乐池刚好回来了 她惊讶地看着 楼下站着的叶素素 挑了挑双眉 看着楼上的洛天奇 洛天奇忽然关了手机 冲着乐池喊了一句 带她上来吧 乐池点点头 手里还拿着刚刚调查齐全的 裴新的所有资料 叶小姐 跟我走吧 叶素素 网若在梦里一样 跟着乐池上了楼 洛天奇回去做好 盛了汤 泡了剩下的半碗饭 三两口吃完了 叶素素 看着洛天奇 租得这么奢利的房子 一时有些不适应 等到洛天奇吃完了 冲她挥挥手 去书房谈吧 洛天奇这会儿心里也很乱 她怎么都没想到 事实原本会是这样的 一进书房 她刚想问她 要不要喝点什么 她却一下子冲上来 从后面紧紧将洛天奇抱住 天奇 求你了 不要抛下我 我们原本就是恋人呢 今天那个女孩子 反正也不认识 我们都知道那是过客 以后绝合不提了好不好 洛天奇 原以为叶素素会质问她 会埋怨她 却不想她居然会选择妥协 洛天奇脑子很懵 她去掰开叶素素的手 转过身看着她 别哭了 叶素素扑进她的怀里 哭得更凶了 为什么呀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 我们恋爱了整整一年呢 一年了呀 胸口的衣服被叶素素枯湿了一片 往日温馨的画面 一幕幕涌了上来 洛天奇轻轻拍了拍她的后背 一时间不知该如何抉择 毕市 下午在军区的时候 灵雨的手机上 收到了小儿子洛天灵的一项 两千余万元的支出短信信息 两天前还在心疼 长子一口气 刷了两百多万 预定了一款蓝波基尼 后来从乐池口中 得知了长子失恋的事情 想想算了 孩子大了 有些事情可以自己做主了 现在小儿子又给他扔了个炸弹 两个儿子虽说有独立的账户 落实股份盈利分红的钱 都给他们存着 但是兄弟俩的手机银行短信 签订的号码 全是灵雨的手机号 这些年 两兄弟花钱一直都是很谨慎的 从来没有这样过 晚餐的时候 灵雨看着小儿子 假装自己还不知道 然后把冠雨叫去了书房 这才知道 小儿子今天去售楼部 将昨天企业看中的那套豪宅 买了下来 并且一次性付款 产权人名单一栏 仅有骆天锐三个字 灵雨眉头凝重 哥哥给妹妹买房子 一出手就是两千多万 跟冠雨了解过情况之后 灵雨跟静如哥一起 给女儿小天星洗完澡 疲惫的心情 刚刚从小天星 蒙死人的可爱中得到缓解 就接到了乐池打来的电话 电话里 乐池将落天旗 跟裴心的事情 还有跟叶素素的事情 都说了一遍 挂完电话 灵雨的太阳穴 一个劲的疼 这两个兔崽子 不愧是双胞胎 有情况还都赶在同一天 晚上九点 乐池给灵雨传真过去两张资料 分别是裴心跟叶素素的 传真电话里 乐池还说 叶小姐一直在奇少的怀里哭着 最后不肯走 奇少就安排他住在对面的房间了 现在奇少自己一个人 要了杯咖啡待在房间里 好像不肯出来 灵雨长出一口气 然后拿了睡衣去冲澡 冲完澡出来 他也要了杯白咖啡 自己也坐在床上 一边等进入阁洗澡 一边细细地 研究着两个女孩子的资料 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哪 儿子都二十岁了 没一个省心的 有声小说 不良宠婚 后期随风 监制秦幽 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二百八十八集 当靳如歌 换了睡衣出来的时候 一上床 就钻进了灵雨的怀里 他歪着脑袋 看着上面的两张纸 忍不住叹息 这女孩子真要 难怪天启会要了她 灵雨 往耳一笑 就像你一样 世上天然地带着妖气 到现在 还把我迷得七魂八素呢 这些年里 不是没有年轻的小姑娘 往灵雨身边凑 但是 当他们亲眼见识过 靳如歌的魅力之后 都自残行贿地躲开了 有的还以为 灵君长的夫人 一定是个黄脸婆 可是一打听才知道 灵君长的夫人 比灵君长本人 小了整整九岁呢 还是第一婚 原配 还有了四个孩子了 一看到这样的组合 这样的搭配 脚趾头想想都知道 灵雨对娇气的感情 有多深了 靳如歌拿过 叶素素的资料看了看 然后道 难怪儿子会难以抉择 这两个女孩子 都是属于有上进心 勤奋好学的 叶素素不畏强权 性格刚烈 而裴心今天失了身 还是个未成年 要是你 你怎么选 灵雨朴斥一笑 只要人品端正 善良大气的姑娘 我都没意见 靳如歌白了他一眼 说得跟没说一样 灵雨挑了挑眉 还有一件事情 天灵今天花了两千多万 给蕊蕊买了套房子 就是昨天起夜 带我们去看的那套 靳如歌一愣 诧异地看着灵雨 给蕊蕊买的 灵雨点点头 我当时一看只出短信 肺都气炸了 回来一直忍着 后来问了冠雨 才知道 这小子今天啊 给妹妹买房子了 怎么会呢 靳如歌脱口而出 没理由啊 灵雨俯身 在靳如歌的嘴角 牵了右侵 你是他妈妈 明天找个机会 跟天灵谈谈 看看他怎么想的 灵雨脑海中 不由回想起之前 骆天灵在房里唱情歌 而骆天蕊 那副感动得要哭的样子 不知道是不是他敏感 总之他觉得有些不对劲 好 靳如歌点点头 这段时间 我对儿子们关心都不够 我找机会 跟他们都聊聊 嗯 灵雨应了一句 随即拿开手里的资料 一双大手 缓缓伸向了 靳如歌的胸口 一粒粒熟练地解开扣子 新泽西有消息了没 不知道为什么 我心里有点不踏实 总觉得 我们回来得太早了 不应该让妈妈 一个人留下的 靳如歌 一边承受着灵雨 密集地吻 一边摸着他 毛茸茸的头发问他 明天记得 给妈妈打个电话问问吧 好 灵雨的声色 微微沙哑起来 老婆 嗯 乔宅 半夜十二点的时候 虚宁已经进入了梦乡 床头柜上 忽然响起了一道 手机震动的声音 迷迷糊糊抬手去摸 拿过来一看 居然是落天旗 干嘛 舅舅 我遇到了一件人生大事 想咨询你一下 跟女人有关的 嗯 之后的五分钟里 落天旗挑重点 一五一十地 将事情的原委 跟虚宁说了 说完之后 他问虚宁 舅舅 我该怎么办 虚宁揉了揉太阳穴 第一句就是 先恭喜你破除了 舅舅 虚宁笑笑 又说 你看这叶素素的嘴巴 有想要亲吻上去的冲动吗 没有 我只想帮助他 保护他 虚宁又说 今天那个小姑娘呢 落天旗不由自主地 舔了舔自己的唇 想 想亲他 虚宁道 答案不是已经很明显了吗 这一夜 落天旗几乎没睡 他拿着热池搜集到的资料 才知道 原来下午那个小女孩 名叫裴心 跟他想得差不多 还是F市最好的 德信中学的学生 而且成绩一直是最好的 看着资料上 裴心甜甜微笑的小脸 不知道为什么 落天旗就是挪不开眼了 天亮的时候 落天旗去浴室洗了个澡 然后换了身衣服出去 刚刚下楼 就闻见了一阵诱人的早餐香气 叶素素 身上系着围裙看着他 你醒了 我做了早餐 一起吃吧 落天旗凛冽的目光 当即扫下了一边 专门负责做饭的手下 那名手下心怀忐忑地 垂下脑袋 七少 叶小姐非要亲自下厨 落天旗没说话 叶素素就笑着凑了上来 挽着他的胳膊 帮他往桌边拉过去 天旗 你看 我记得你最喜欢吃这些了 是不是 落天旗看着一桌自己爱吃的早餐 心里有些不是滋味 他看着叶素素 免无表情 却很认真的 素素 我们之间已经过去了 纵观这整件事情 我们都有责任 我不应该一开始对你隐瞒身份 让你对生活没有安全感 你也不应该在受到 吕峰的要挟的时候 就在电话里对我撒谎 如果你当时能够选择信任我 直接在电话里告诉我 你正在超市门口 正在受吕峰的找烦 我一定可以帮你摆脱他的纠缠 叶素素急了 天旗 我当时也是害怕 你受到连累啊 落天旗 深深看了他一眼的 可有些事情 错过就是错过了 素素 我要了人家 人家还是个小姑娘 不管她被家人逼迫出来 做这样的事情 是不是拿了别人的钱 但是 那是一个女孩子的清白 我既然做了 就要认账 不然我成什么了 叶素素咬唇 可是 可是你们没有感情啊 你们没有感情 又怎么持续接下来的关系 落天旗 直言不讳 感情可以培养 而且我挺喜欢他的 天旗 叶素素急得哭了 你混蛋 如果我真的混蛋 我就会另外租套房子 一三五跟你 二四六跟他 两边瞒着 互不告诉 骆天旗说完 看着他 素素 我自己也有妹妹 我妹妹 还是我从小一手带大的 就跟她一样大 马上就要上高三 参加高考了 如果这件事 放在我妹妹身上 那个男人 做完了之后 就排排屁股走人了 我一定把他给废了 我不要 天旗 我是真的喜欢你的 不要这样啊 你早干嘛去了 头你跟吕峰的事情 闹出来 到现在 已经过去几天了 我都从新泽西 飞回来了 这么长的时间 你干嘛不跟我解释 情侣之间 有了误会的话 不是应该心机如焚的 想着要解释清楚吗 你难道就不担心 我会因为这件事情 伤心欲绝 茶饭不思吗 叶素素 捂着嘴巴 眼泪止不住落下来 天旗 我错了 我知道错了 天旗 我说了 这件事情 我们都有错 骆天旗 拿开她的手 思索 我们之间 错过就是错过了 你是个好女孩 分手之后 也可以去找 别的喜欢的男孩子 你的生活 一样可以很美好 回去吧 说完 骆天旗挥手 叫上乐池 出门去了 叶素素上前 又拦着骆天旗 却被两个暗卫隔开了 乐池扭头 看了两个暗卫一眼 在骆天旗 走出门口后 道 送叶小姐回去吧 说完 乐池也走了 骆天旗跟乐池 在外面用了早餐 然后开着车 就到了城边上的那片地段 高大的白花树下 骆天旗远远看着 看着裴心 挽了个菜篮子出来 被她的小妈 又凶又鹤的 两人似乎是要出去买菜 而裴心扮演的角色 明显是苦力 搬运工 当他们两人的身影 消失在街头 骆天旗领着乐池下了车 今天 骆天旗穿得很正式 雪白的衬衣 咖啡色的西裤 头发梳得一丝不够 整个人看起来 尊贵而沉稳 领着乐池 一进小吃店 裴又年 当即就迎了出来 哎 先生 你们 骆天旗 大概地看了一眼 这家小吃店 萧条破败的桌上 所以 油腻腻 黑乎乎的墙面 微微醋了醋眉 没说话 乐池在一边倒 我们齐少 想要看一看 裴心小姐的房间 裴又年文言 当即明白了 笑得一脸灿烂的 看着乐天旗 心想 哦 她应该就是 女儿昨天 伺候过的那个权贵吧 好的好的 我带你们去 裴又年 转身就往前走 欣欣的房间 就在后院 在小哥楼上 骆天旗跟乐池 紧紧跟上 走到后院的时候 眼前是一个小楼梯 说是楼梯 其实就是木板拼凑的 有几块 还是裂开的 骆天旗尝试 抬脚踩了一下 居然还在晃 乐池当即就紧张起来 齐少 我替您上去看看吧 连乐池都觉得 这个楼梯 随时都可能崩塌 裴又年笑着说 看着不结实 其实可结实了 二位 我走给你们看 说着 他一路小跑 蹭蹭的就上去了 骆天旗 深吸一口气 终于抬步走了上去 乐池害怕楼梯 撑不住两个男人的重量 于是 等着骆天旗上去之后 他才上去 小阁楼的入口 只有一个很小很小的矮门 就跟骆天旗 房间的窗户一样大 想要进入 就得蹲下身子 一点点挪进去 骆天旗在小阁楼里 巡视了一圈 尽管整个家 看起来破败不堪 但是裴欣的房间里 却收拾得很清爽 很肃静 床单被褥 也都带着淡淡的清香 房间里光线很暗 乐池道 为什么没有灯 裴又年说 家里开销大 电费吃不消啊 骆天旗环顾一圈 只看见了一个 巴掌袋的小窗户 小窗户下的墙壁上 贴着他从小学一年级起 获得的三毫升的奖状 满满的一整面墙 那丫头 一直都是依靠这个巴掌大的窗户 读书写字 年年考第一的吗 骆天旗透过小窗户 看着窗外 懒懒的天空 半上 丢下一句 开个架吧 当裴心 提着一篮子的菜 小脸红扑扑的 跟着小妈回来的时候 裴又年 当场就接过了 他手里的篮子 裴心诧异 爸爸 他身上 换了一件 普通的短袖跟短裤 而昨天晚上 换回来的那套 香奈儿的套装 却穿在了 他小妈的身上 还又年到 欣欣呀 爸爸实在是养不起你了 你才十六岁 还不到成年 所以爸爸想着 要不 你去孤儿院 孤儿院 裴心瞪大了眼睛 爸爸 你在开什么玩笑 我去什么孤儿院啊 我都这么大了 我马上就要高考了 这么关键的时刻 我怎么能去孤儿院 裴又年不语 看了眼他小妈道 你去阁楼上 给欣欣把书包什么的 都给收拾一下 衣服就不要带了 孤儿院都有的 小妈愣了一下 随后裴又年 闭了个眼神 她会议赶紧去收拾去了 这时候 小吃店里客人不多了 不怎么忙了 裴又年看着裴心 欣欣 爸爸联系了孤儿院了 人家说了 有人愿意领养你 这么大的闺女 还愿意出钱 给你上学 你想啊 你跟在爸爸身边 吃苦受累 还要给你小妈虐待 你还不如跟了有钱人去 还有人勾你上学 裴心哭了 爸爸 我不走 这里再坡也是我的家呀 你知道 小妈虐待我 那你对我好一点不就好了 就好一点点 我也满足了呀 裴心 拉着裴又年的手 说什么也不撒手 可是裴又年 却铁了心 冷着脸道 没有商量的余地了 这时候 小妈给他把书包收拾好了 往他怀里一塞 门口开了一辆 白色的面包车 车身上 还有社会福利院的字样 两个带着工作牌的 工作人员下车 然后跟裴又年道 这位就是裴心了吧 裴又年点点头 工作人员笑着 接过裴心怀里的书包 温声道 裴心 你父亲如今 已经没有能力 支付你上学的费用了 你还没有成年 我们社会福利院 会帮助你找到 愿意领养你 并且愿意资助你 上学的人家的 裴心摇头 一颗心都要碎完了 他忽然跪下 抱着裴又年的腿道 爸爸 我真的不嫌家里破的 爸爸 不要送我走啊 爸爸我求你了 以后小妈再打我 我再也不跑了 我让她打 让她出气还不行吗 说完 裴心还要磕头 不远处白花树下 洛天奇坐在 宝蓝色的车里 看着这一幕 忽然收紧了双拳 两个工作人员 吓死了 赶紧踢着裴心的胳膊 没让她真的磕下去 手脚并用的 拽着她 就送进了面包车里 当白色的面包车开走之后 一辆宝蓝色的 兰波基尼跟着追了上去 一路上 她哭着问工作人员 真的有人会领养我吗 我马上就要高考了 关键时刻呀 我不能在这时候掉链子的 我辛辛苦苦熬了这么多年 就等着高考的 要是没有人愿意辞助我上学 我要怎么办呢 工作人员不断安抚她说 已经联系了 愿意领养 像她这么大的孩子的人了 让她就在小教堂里 等着就好了 有声小说 不良宠婚 后期 随风 监制 秦幽 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289集 社会福利院里 裴心直接被人 送到了前院的一所小教堂里 当落天旗的影子 一点点在水泥地上拉长 投射进小教堂的地面上的时候 裴心正端坐在 第三排中间的一个位置上 双手合十 模样非常虔诚地祈祷着 她没有别的愿望 只要有人愿意出钱让她上学 不管对方高矮胖瘦 是男是女 她都愿意走 她甚至想着 这里是正规的社会福利院 不是贩卖青少年的地方 如果有人要领养 一定会是有善心的好人的 或许是许愿的模样 太过虔诚 她没有注意到 轻轻在她身边落作的落天旗 等她缓缓睁开眼睛的时候 耳畔赫然飘过一句 好听的男中音 许了什么愿 她惊讶地看着她 一双美目 嵌在瓷娃娃一般的小脸上 说不出的娇憾可爱 落天旗冲她笑笑 然后说 你就是裴心吧 我是要来领养你的人 她猝了猝眉 一脸戒备地看着她 你 你为什么要领养我 她的年纪 不可能做我爸爸的 莫名的 裴心觉得眼前的男人有些熟悉 又说不上来是在哪里见过的 落天旗深深看了她一眼 忽而表情变得格外悲伤起来 很久之前 我妈妈给我生了个妹妹 可惜我没看好她 让她走失了 这么多年都没有找回来 所以 心里一直觉得有遗憾 我甚至会想 如果我今天领养了你 是不是也会有好心的人 来领养我的妹妹 对 对不起 她不是有意提起她的伤心似的 奶奶也是这样弄丢了双胞胎哥哥 所以奶奶最后很自责 都疯了 这种感觉很难过 裴心动 落天旗的瞳孔中 闪过一丝不亦察觉的脚下 很紧张地看着她 我可以负责你以后的学费 你愿意做我妹妹吗 裴心醋眉 看着她没有写骗子两个字的俊脸 深深地犹豫了 落天旗内心 因为她的戒备而莫名开心 知道了她不是个随随便便的女孩子 可是嘴上却很可惜地叹了口气 算了 等了好几年 都没有你这么大的女孩子 可以被领养的 好不容易等来了 你却不愿意 真是可惜 裴心闻眼 立马慌了 要是我不跟她走 是不是就很难有人领养我这么大的孩子了 我 裴心的眼眸中 闪过一丝慌乱 坦诚地看着落天旗 我可以跟你走 我可以跟你走 但是请你不要把我送给别人做礼物好吗 我 我虽然现在是孤儿 也很需要钱上学 但是我不是可以随便用来交易的工具 落天旗文言 心中一震 他深深看了她一眼 然后学着她之前的样子 双手合十地对着前方的十字架祷告道 我 落天旗 真心诚意 愿意亲手负责裴心的一切 此生宠她 护她 尊重她 无论何时何地 不会将她以任何方式送予他人 落天旗虔诚地许下誓约 裴心静静看着她 心下对她的戒备始终不曾彻底放下 她的想法很简单 只要能继续上学就好 她打听到 只要高考成绩优异的孩子 都可以申请到助学贷款 而且在大学期间成绩优异 还可以领取奖学金 她并不是一个贪心的人 从小生活的环境 让她懂得天下不会有免费的午餐 她不爱争辩 心里却默默地约定好 只让哥哥养自己高三的这一年 这一年里用了哥哥多少钱 将来一定要还 当她被骆天骑牵着手 从教堂里走出来 越过孤儿院的院子 看见那辆宝蓝色 有些骚暴的豪车 挑了挑眉 乐池冲她微微笑着 欣欣小姐 请上车 我们回家了 骆天骑唇角一勾 进去吧 裴心咬咬唇 精致的小脸满是纠结 哥哥 你好像不是一般的有钱 骆天骑笑了 怎么 有能力给你提供最好的意识住行 不好吗 当然不好 裴心淡淡的小梅紧巴巴的皱着 她越有钱 对她来说就越有负担 因为将来她还要把钱还给她的 她倒是宁愿 骆天骑只是普通人家的孩子 这样的话 她以后把生活费学费什么还给她 也不至于工作的太辛苦 因为她算过了 将来自己挣的钱 不仅要养活自己 还要还助学贷款 还要还落天旗 妖娆乌黑的眼珠子 乌溜溜直转 她忽然开口 哥哥 你不用给我买太好的东西 我从小到大都没穿过新衣服的 哥哥穿旧的短袖 不要的给我穿 我也不嫌弃的 骆池嘴角一抽 强忍着笑意 这丫头还真是懂 骆天骑确实看出了一些端倪 然后很认真地看着她 谢谢 你是哥哥领养的妹妹 哥哥为你花钱是天经地义的 不需要你还她 她一愣 没想到自己的小心思被她看穿了 如果她不要自己还钱的话 她忐忑不安地抬头看了骆天旗一眼 我 我不做那种工具 你答应过的 骆天旗一愣 这丫头 明显对昨天的事情有阴阳 而且戒备心非常重 刚才都当着耶稣的面 许下誓约了 可是她还是不愿意相信我 我该拿她怎么办 眸光中闪过一丝心疼 抬手亲密地拢了拢她的发 那从今天开始 不管哥哥在哪里 都带着你 不让你一个人 好不好 她摇摇头 不要 我还要抽时间做习题 看书背书 没有时间总是跟你在一起 骆天旗眼角一抽 我想陪着她 却被这个丫头嫌弃了 乐池笑笑 欣欣小姐 您尽管放心 齐少是个善良的好人 他只会对你好 不会把你卖了吧 裴欣想了想 还是钻进了车里 等到车子一路开进F大的时候 裴欣眼眸一亮 兴奋地趴在车窗前 看着外面的世界 天哪 这就是F大 靠近这里的话 得要很高很高的分数才行呢 裴欣心里有数 她的成绩 只是一个中学的第一 要是放在全省全国 还不知道排名是多少 而F大 每年的招生名额 都是有限的 一分之差 都可能落后很多名了 能进F大 也是裴欣奢望的梦想之一 骆天旗笑笑 这一路 她都是一个人 胆战心惊地缩在椅边 这会儿 终于露出了孩子般的心情 愿意笑了 等到车子 停在公寓楼下的时候 骆天旗牵着她的手下车 走到楼梯口的时候 她温声道 我先带你任家 中午在家里吃饭 吃完了 你好好洗个澡 睡一觉 下午 哥哥陪你做习题 你有什么不懂的 哥哥可以辅导你 你 裴欣上楼的步子一顿 眼眸瞬间放亮了 哥哥 你是F大的学生吗 骆尺好笑地解释着 七少十七岁就考上F大了 现在二十岁 上大三了 这么厉害 裴欣看着骆天旗的眼神 终于有些变了 惊喜中带着些许崇拜 她想 哥哥如果是F大的 受过这么良好的高等教育 那么人应该不会坏才对 哥哥 我们吃完饭就开始做习题吧 哥哥 你屋里学得好吗 裴欣 反握着骆天旗的大手 一个劲往楼上窜 没想到有了个哥哥 还有了个免费的高材生家教呢 真是个意外收获 骆天旗笑 不过你最好午睡一下 不累吗 不要 吃完饭我就做题 不会的 你给我讲讲 我帮你泡茶可好 我不喝茶的 那你喝什么 买咖啡 咖啡 裴欣醋眉想了想 我在同学家里见过 可是咖啡不是棕色的吗 骆天旗这会儿 心情好得没话说 我真是领养了一个小火宝回来 你太逗了 当乐池提着裴欣的书包 先行开门的时候 就看见两个暗卫 一脸为难的站在门听处 骆天旗拉着裴欣的小手进去 醋眉 都站在这里做什么 不是说了我要回来吃饭吗 话音刚落 厨房里就传来一阵阵炒菜的声音 骆天旗看脸裴欣 然后接过乐池手里的书包 牵着他往楼上走 这是我们的家 哥哥带你上楼去 走 裴欣点点头 他现在需要一张书桌 因为他打算立即跟骆天旗 签订一份还款协议 他美滋滋地想着 如果有了这份协议 骆天旗知道他现在给他的一切 将来他都会归还的 所谓吃人嘴短 拿人手短 只要他也不欠他什么 那他就不会再好意思 对他提出非分的要求了吧 骆天旗幽深的目光 瞥了一眼厨房的门 牵着裴欣就上楼了 乐池看着他们上楼的身影 瞪了两个暗卫一眼 搞什么 一个女人都送不出去 是 是 叶小姐不愿意走 她毕竟是齐少的前女友 我们怎么也不能对她动武啊 今天为了送她出门 都上演了好一会儿的猫猪老鼠了 最后 她钻进厨房锁上门 就在里面做饭了 乐池目光纠结地盯着那扇厨房门 这可怎么办呢 骆天旗领着裴欣上了楼 直接去了书房 这套富士公寓二楼的结构比较简单 三室一厅 两间是主卧 刚好门对门 余下的就是书房 在骆天旗房间的隔壁 一上楼梯就是一个小客厅 靠墙的位置有一面落地大鱼缸 里面养了五彩斑斓的热带鱼 两张藤椅围着一张圆形的透明小茶几 刚好就在旁边 专门用来供骆天旗赏鱼 裴欣饶有兴致地看着那个鱼缸 惊奇地眨不着大眼睛 好漂亮啊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小金鱼 啊 这不是金鱼 是这带鱼 骆天旗稍稍解释了一下 就听见楼下传出一道清甜的女声 天旗回来了吗 骆天旗簇了簇眉 牵着裴欣的手带她去自己的书房 那你先去书房吧 看看书桌喜不喜欢 一进书房的门 骆天旗将电灯打开 裴欣就看见 华丽光洁的书桌上 有一盏很高档的台灯 一台超薄的大屏液晶电脑 靠近后发现 还有一个很精致的水晶笔筒 里面放两支笔 一支钢笔 一支签字笔 笑眯眯地问着 哥哥 我以后可以在这里读书写字吗 骆天旗笑了 可以 估计以后你用书房的机会比我多 谢谢哥哥 裴欣很开心地跑了过去 却忽略了自己还没换拖鞋 一串灰色的脚印踩在地板上 像是流浪狗的小尾巴 骆天旗看见了却没有生气 嘴角还擒着宠溺的弧度 他上前将书包递给裴欣 你先在这里适应一下 这里的东西都可以用的 想学电脑的话 一会儿吃完饭我教你 我去下面看看 饭菜做好了没 裴欣点点头 坐在真皮转椅上 埋头翻书包 取出自己破旧不堪的铅笔盒 跟草稿本 美滋滋地 趴在书桌上准备写点什么 一抬头 他催促他 你不是要下去的吗 还站在这里做什么 骆天旗摸了摸鼻子 笑了笑 又被嫌弃了 转身离去之后 他轻轻帮他关上房门 而他则是很认真的 趴在桌上写着 还款协议 乐池跟叶素素 正在楼下说着什么 乐池的声音渐渐变冷了 可是叶素素就是不搭理 他将餐桌上放满了菜 骆天旗下来的时候 放眼一望 吓了一跳 大约目测了一下 做了有八个菜 叶素素一看见骆天旗下来了 赶紧上前 挽着他的手臂道 天旗 家里冰箱没菜了 一会儿吃完了 我们一起出去买菜吧 骆天旗面无表情地 抽掉了自己的手 看着他 素素 我把那个女孩子接回来了 他 你们 叶素素一冷 眼眶慢慢变红 天旗 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你现在还爱我吗 如果你爱我 我可以不计较 你把她送走好不好 骆天旗 醋眉 素素 我确实喜欢过你 不然 过去一整年 我陪着你风吹日晒的打工 又算什么 但是那已经过去了 天旗 叶素素的声音 渐渐激动起来 那个女孩子 就是个出来卖的 就算不是你 她也会被送去别人的床上的 你又这种女孩子干什么呀 这样的女孩子 人家睡完直接就扔了就忘了 你干嘛非要抓着不放 那么认真 骆天旗扭头 看脸楼上 然后直接捂着叶素素的嘴巴 最后放开 你小声一点 她到现在还不知道呢 我是以哥哥的名义 把她领养回来的 她根本不知道 昨天跟她发生关系的是我 有声小说 不良宠婚 后期 随风 监制 秦幽 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二百九十集 领养 叶素素不可思议地看着她 心里有酸有气 你用得着肉这么大一个圈子吗 你若真想要它 直接说 你们昨天已经在一起了 不得了 骆天旗答得干脆 当然有必要 我不能伤了她的自尊心 她还小 我只当她过去的一切 我都不知道 我会让她 在跟我的相处中 慢慢爱上我 然后再以情侣的身份 跟她住在一起 天旗 你是不是疯了 叶素素 气哭了 她就是个出来败的 如果你有需要 我也可以 我们之间还有感情呢 叶素素 紧紧拉着 骆天旗的胳膊 不敢大声说话 却怎么也不舍得松开 骆天旗 坦言道 是 她有个爱前势力的爸爸 有个喜欢虐待她的小妈 还有个有精神病的奶奶 她就是个麻烦精 不仅如此 她跟我发生关系 也是为了获取相应的报酬 但是 那又怎样 就因为这些 我就要看清她吗 天旗 这些还不够吗 不够 骆天旗道 我明知道她是这样的 还把她寄回来 如果我想要解决需要 你觉得我会缺女人吗 我何必就因为这个 就把她留在身边 这丫头的条件 就是这样了 我还兜这么一大圈 我图的是什么 叶素素一冷 听着骆天旗的话 她也梦了 什么样的女人都能找到 何必非要裴心 裴心还是个家世 那么卑微复杂的人 把她带回来 简直就是没事找事 叶素素停止哽咽 擦擦眼泪 看着骆天旗 天旗 你 你图的是什么 骆天旗眨眨眼 神情变得落寞起来 有些歉疚的 看着叶素素 我不知道 骆天旗是真的不知道 她自己都想不出 是为什么 总之 我就是想把她带回来 我就是想把她带回来 就想保护她的自尊心 就想没事抱抱她 就想看她 对我卸下戒备的样子 就想帮着她 好好学习 天天相声 就想看着她 完成自己的梦想 骆天旗不想骗她 话说轻了 起不到作用 话说重了 又伤人心 但是 感情的事 如果已经知道没结果了 就必须讲明白 每一个女孩子 应该都会希望 在自己最美丽的时刻 遇见自己的王子 而我 偏偏在她最狼狈的时候 遇见了她 骆天旗 落寞地笑了笑 我想 她只是失了身 而我 应该是失了心 不然 我不会跟我弟弟一样 有一种 想要在她的伤口上 布满彩虹的冲动 叶素素 双手握拳 忽然又扑上去 抱着骆天旗 天旗 不要这样对我 如果你真的喜欢她了 我 我愿意跟她一起分享 怕我留下来好不好 骆天旗 用力扯开叶素素的双臂 不想伤了她 却还是弄疼了她 不管你将来跟谁在一起 天旗 我是真心喜欢你的 我愿意一辈子跟你在一起 就算没有名分也可以啊 不要不要我呀 叶素素不一 又要扑上来 天旗 我不介意的 我真的不介意的 乐迟他们都站在一边没动 因为那毕竟是奇少曾经的女友 这时候一串轻盈的脚步声袭来 越走越近 骆天旗下意识地往楼梯口看过去 狠了狠心叫了乐迟 乐迟 乐迟会议 上前拦腰一抱 就将叶素素扛在肩上 转过身 大步朝着门口的方向而去 天旗 放开 天旗 叶素素哭着喊着 最后还是被乐迟 直接送到了楼下楼到外面 她将叶素素稳稳地放在地上 然后看着她 叶小姐 奇少不是这种左拥右抱的男人 既然她的心已经在欣欣小姐身上了 你再怎样也是徒劳的 说完 乐迟转身进了楼到 还把楼到门关上了 没有磁卡钥匙 这公寓是上不去的 叶素素咬着唇 看着紧紧关上的楼到大门 看了脸落天起的阳台 擦擦眼泪 转身离去了 屋内 裴心下来的时候 手里抓着一个纸条 背在身后 因为听见了女人哭泣的声音 所以下楼的步子变慢了 就怕自己撞见什么不该撞见的 骆天起看着乐池 送叶素素出门之后 扭过头来 发现楼梯拐角处露出一节白细的小腿 她定在那里不动了 骆天起挑了挑眉 欣欣 那双白细的小腿往下迈了起来 步伐渐渐加快 然后来到了骆天起的面前 她反而一笑 哥哥 骆天起笑了笑 轻身上前想要拉她的手 却发现她的双手背在身后 饿了 怎么下来了 她咬咬唇 小心忐忑地私下看了看 奇怪 没有女人啊 她鼻尖掠过一阵好闻的菜香 肚子随后就不争气地叫了起来 这时候乐池进来了 她看着骆天祈祷 七少 是就这样吃 还是另外再买 裴心闻言 当即就促起了鼻子 这么多菜 丢了多可惜 她走过去看了看 八菜一汤 色香味俱全 看着真是让人流口水 哥哥 虽然你很有钱 但是浪费可不是好习惯啊 要知道 从减入奢益 从奢入减难 骆天起 见她那副小蝉猫的样子 笑了笑 吩咐一边的手下去拿碗筷 顺便盛饭 之后她看着乐池 然后说 素素的父亲失业了 她自己也在外面打零工 明天给她们两个 都安排一份稳定的工作 尤其是她父亲的 最好找一个事业单位 医疗保险跟养老保险都不愁的那种 乐池点点头 我知道了 一会儿我就给周特助打电话 周特助就是市长特助 上次专门把自己的手机号留给了乐池 说齐少在F市有什么需要随时吩咐 这时候两个暗卫将碗筷拿了出来放好 骆天起笑笑 走上前 趁着裴心垂涎于一桌子饭菜的空档 一下子抽走了她手里的纸条 裴心吓得跳了起来 想一想 反正这个也是要给她看的 于是咬了咬唇站在那里 妖娆的瞳孔天生带着一丝媚气 娇憨得不像话 骆天起拉开椅子 坐吧 我来看看你藏了什么小秘密 裴心早就想吃了 转身跑去厨房洗了个手 回来的时候 发现骆天起亲手给她盛了一碗汤 放在她的位子前 骆天起见她出来笑笑 拉着她过去坐好 她却看着一圈人都站着 差一道 你们都坐下呀 她一个人尽管肚子饿得咕咕叫 却实在是不好意思开动啊 可是除了骆天起坐在她对面之外 没有人再坐下了 全都站着 她醋了醋眉 然后问骆天起 哥哥 这几道菜 你最喜欢吃哪个 骆天起刚要打开纸条看 文言一愣 目光一瞥 抬手指了两三样菜 这些是我爱吃的 你呢 裴心笑了笑 我不挑食的 我都爱 她说完 放下碗筷 从餐桌上将骆天起 没有指过的菜 端起一份 然后往沙发前的茶几上跑过去 回来又端了一份 骆天起醋眉 欣欣欣 你不爱吃 裴心诧异了一下 随即笑笑 不是 菜太多了 我们吃不完的话 不是浪费了吗 反正乐池叔叔跟阿左 阿右也没吃 我把你挑剩下的给他们送去 这样不会浪费 我们大家也都吃饱了呀 落天起挑了挑眉 阿左阿右 裴心有些不好意思的 吹下脑袋道 我 对不起 我不知道怎么称呼他们 只觉得他们总是 一左一右这么站着的 乐池闻言 扑斥一笑 没想到这个小姑娘 不仅逗 而且还挺善良 还不喜欢浪费 裴心又说 他们好像很怕你 不敢跟你一起吃 可是他们也会饿呀 饿肚子的滋味不好受 我过去每一天都尝过的 落天起眨眨眼 鼻子莫名一酸 放开他的小手 然后端过他手下的菜 往茶几上送过去 边送边说 阿左阿右 去拿你们的碗块 我来吃饭了 两个暗卫 头顶掠过一群乌鸦 虽然莫名其妙 就被改了名字 可是心里 却因为裴心的话 倍感温暖 少请裴心看着乐池他们 都在沙发上吃起来了 他自己也笑嘻嘻地 端着碗大口大口吃着 而另一边的落天旗 却是打开了那张纸条 入目的是他漂亮 绢秀的字体 可是内容 却让他的眉宇 皱了又皱 不管裴心吃得多香 他是没心情吃了 放下鞋一看着他 欣欣 你非要跟我分得这么清楚吗 哥哥说了 不要你还钱 裴心鼓着腮帮子 模样好似一只小青蛙 他赶紧咽下嘴里的东西 喝了口汤 然后道 哥哥 你不欠我的 你为什么要对我好 我也不欠你的 我为什么要接受你对我的好 我是觉得 只有欠了这个 我心里才会舒服些 骆天琪 看着裴心 一脸天真的样子 心里闷闷的 一阵难受 不动声色的将纸条折叠好 往裤子口袋一塞 然后道 你这个不够专业化 一会儿 让乐池 根据你的这个协议 你另一份专业的 然后我们再签字摁手印 好不好 裴心 文言一笑 点点头 他看着骆天琪 似乎没什么胃口 于是说 哥哥 我做饭也很好吃的 你要是不习惯这个味道 我晚上做给你吃啊 好啊 骆天琪笑了 你做饭 我烧碗 午餐后 骆天琪让裴心 先在书房先做题 做完之后给他看 他再将错的 或者他不会的 给他进行讲解 裴心点点头 对于学习 他一直很有斗志 而骆天琪则是躺在 房间床上 床桌上 搁着笔记本电脑 一边放着裴心 手写的 那个什么 还款条约 像模像样的修改着 乐池被他叫出去 给裴心买衣服去了 本来骆天琪 想陪他一起去的 可是眼瞅着 这张还款条约 想想 还是算了 直接让乐池买好后 连衣服 标签都给摘了 再带回来 免得他到时候又要纠结 恨自己将来 没有还款能力 骆天琪 揉了揉自己的太阳穴 常常探出一口气 弄完协议 他走到对面房间去看了看 昨晚叶素素 在这里睡过的 他打开衣柜 取了床单跟宝毯 全部重新换过 然后去洗手间 看了看里面的热水器 是好是坏 不放心地 私下检查了一遍 回了房间后 又拟了一份清单出来 直接发到了乐池的手机上 毕时 灵雨一直想给苏灵儿打个电话 回了两三天了 心里不想妈妈是不可能的 她甚至把军区办公室墙上的挂钟 直接调整成了新泽西的时间 看着那边到了晚上八点的样子 然后赶紧掏出手机 给苏灵儿打了过去 那边过了好一会儿才接 喂 我是灵雨 因为不知道 妈妈此刻接电话方不方便 所以她暂时还不敢喊人 苏灵儿在电话里笑了笑 我知道是你 现在那边已经是上午十一点了吧 就要吃午餐了 你工作一定很忙 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灵雨的心情一下子大好 那边的事情解决得怎么样了 什么时候回来 苏灵儿道 我已经让雁北订了后天晚上七点出发的机票了 正准备给你打电话通知你呢 灵雨文言没烧一喜 后天晚上七点吗 那抵达中国的时候 岂不是早上九点左右 太好了 我一定亲自去接你们 苏灵儿笑 好 灵雨笑容一收 忽然道 对了 那些事情解决得怎么样了 尽管灵雨没有说明 但是他们都知道 暗指的就是徐安西 这条毒蛇不彻底灭了 怕是认他们谁晚上都睡不好觉 苏灵儿叹了口气 直接道 明天应该有结果了 今晚风大 我们就有冤抱冤 有仇报仇了 灵雨也听着母亲的话 只觉得接下来的每分每秒都很关键 妈 你现在安全吗 苏灵儿道 放心吧 对待毒蛇 妈妈一向不会心思手软 跟苏灵儿通完电话之后 灵雨怎么都觉得不放心 有声小说不良宠婚 后期随风 监制秦幽 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二百九十一集 她愣愣地看着墙上的时钟 巴不得跟苏灵儿视频一整天 时刻观察着她那边的动静 她静静站在自己办公室的窗前 不断安慰自己 母亲连后天回来的机票都买好了 那就一定不会有事情的 思极此 灵雨抓紧时间 处理了手头上的公务 然后开车去洛氏 接了进儒歌 夫妻俩一起去了洛天灵 花了两千多万 给洛天蕊买下的那处宅子看了看 昨天下午 洛天灵将办完的房产购置合同 拿去给齐叶看 说房产证已经在办了 一办好就给送过来 结果齐叶晚上就给灵雨打电话 一脸惊讶地问着 灵雨 上次我给你们介绍的那房子 售楼经理给我打电话 说是被洛天蕊给买走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 灵雨无奈地说 他也不知道 他很想找小儿子问问 但是又不愿意束缚小儿子的处事自由 毕竟那钱本来就是他的 他从来没乱花过 这次也是给妹妹买的 齐叶当时就建议说 那简单了 反正蕊蕊呢 也是要跟小天灵 还有你妈妈住在一起的 要不你别再看房子了 直接让老太太搬进去得了 这一时半会儿的 去哪找合适的房子呀 以后蕊蕊的房子就是灵工馆 他们兄妹感情本来就好 不会计较这些的 再说了 那么一座大豪宅 丢在那里慌着 多可惜呀 房子长时间没人气 就毁了 灵雨挑了挑眉 然后说 我让季主哥问问小天灵的意思吧 齐叶走的这步齐就是 灵工馆写着女儿的名字 那么很明显 女儿就是灵家名正言顺的女主人 这是在给女儿奠定地位 现在灵雨接了靳儒哥出来了 靳儒哥告诉灵雨说 她今天一早就跟小天灵谈过心了 小天灵是觉得 家里两个哥哥在弱势都有股份 而妹妹却什么都没有 如今妹妹也要高考的 也见钱大了 还是她一手带大的 特别有感情 所以想着给妹妹置办个产业 将来也算是依靠 灵雨听了靳儒哥的话之后 觉得小儿子挺懂事的 也挺大气的 犀利庆幸 自己没有不明就里地 冲着小儿子发脾气 靳儒哥还说 小天灵跟蕊蕊商量过了 虽然房子买给她了 但是她希望奶奶回来后 能在那宅子里一样天年 毕竟目前放眼闭市 找不到比那里更合适的了 灵雨闻言若有所思 这房子本来她想买来 写上灵儿的名字的 却被小儿子忽然下手买下 还写上了骆天蕊的名字 想着妈妈后天就到了 布置房子 采购家电家具 填补生活用品等等 还要忙上一两天呢 这时候 确实找不到更合适的了 反正他们兄妹感情 本来就好 以后的事情 以后再说吧 于是灵雨只有采纳了 齐叶的建议 将骆天蕊的那套豪宅的门口 盯上了一块上好的 金丝南木门牌 刻上了灵宫馆三个字 接下来的两天时间 有够灵雨他们忙的了 因为是为了苏灵儿的事情 所以大到中央空调 小到毛巾牙刷 她都要事事关心 细细过问 直到最后 齐叶跟虚宁都来看过了 眼里满是艳羡的目光 觉得这里已经足够舒适温馨了 灵雨这才松了一口气 她始终记得 新泽西老太太的那间 薔薇小洋房 走的就是温馨清和的路线 所以她把一切装饰都放柔 怎么温暖怎么来 洛天陵跟洛天蕊 在房子里转了好几遍 都很喜欢他们的新家 自从那天洛天陵 将房产购置合同 交给齐叶的时候 齐叶便已经做好了女儿的思想工作 帮着洛天陵解释了 齐叶说 一般男人很少能做到这样的 既然洛天陵真的这么做了 就表示他是真的只爱他一个的 洛天蕊想想 毕竟爸爸是过来人 再加上他也觉得 洛天陵的心里除了自己 不会再有别人了 便大度地原谅了他一次 洛天陵跟洛天蕊的房间 都在三楼 门对着门 而奶奶的房间在四楼 因为有电梯 可以一直通向天台 所以奶奶住四楼也没什么 这会儿 大人们都在四楼转悠着 先聊着 而洛天蕊跟洛天陵 却悄悄溜到了楼下 窝在洛天陵的卧室里 洛天陵笑着 跟洛天蕊说 但齐家住了有几天了 该回家了吧 洛天蕊故意不说话 把脑袋转向一边 洛天陵笑 我的灵公馆都是你的了 我的心也是你的了 你就不打算对我负责了 洛天蕊道 那还要看你的后续表现呢 我还小呢 还不能结婚生子 可是奶奶非要给你找代孕妇 洛天蕊叹了口气 他也明白了 他跟洛天蕊之间的最大问题 就是代孕妇 明明还没开始给他找呢 代孕妇的人影都没见着一个 可是洛天陵 偏偏却被这三个字 害得见不着心上人 还惹心上人生气了 他拉着他的手 四披赖脸地笑着 我保证 奶奶回来后 我一定第一时间 找机会跟奶奶说清楚 这几天 洛天陵被这件事情困扰得 很不是滋味 他有时候甚至在想 直接告诉大家 蕊蕊就是小猪猪不得了 可是想着一家人 将蕊蕊养大的心血跟感情 洛天陵不想冒险 就连齐叶都说 就现在已经知道的人就可以了 不能再多了 就算后面有人怀疑 不论是谁 都要咬紧牙关 死不认账 久而久之 那些将信将疑的人 自己就会觉得 这是无稽之谈了 洛天蕊 看着洛天陵倒 等我上了大学 你刚好大学毕业了 洛天陵笑 那时候 我每天开车送你上学放学 多好啊 某女一脸天真地看着她 我不住校吗 你 洛天陵哀怨地叹了口气 你原本就比我大的 结果这下莫名其妙地 比我小了两岁半了 我一忍到你上大学 已经很辛苦了 听舅舅说 哥哥前两天都已经破除了 洛天蕊直接被空气呛着了 洛天陵哀怨地看着她 怎么偏偏年纪这么小了呀 真是仇人 前天晚上 他去乔家找乔欧的 结果就被虚宁拦住 调侃了一番 还说 还以为他应该是最早破除的 因为想想那些代孕妇 都让人觉得够暧昧了 没想到洛天骑 却来了个炸弹 在她前面了 虚宁还说 为什么明明是双胞胎 可是差别这么大呢 难道因为洛天骑是长子 所以他比较快 洛天陵被虚宁调侃的 小脸一阵红一阵白的 一想到心上人 现在还差一点才能成年 他的那热血沸腾的心啊 拔凉拔凉的 洛天蕊笑 其实 我还是比较怀念 洛霞小区的那套公寓 那里只有我跟你两个人 二人世界的感觉真的很好 洛天陵没想到 他会忽然说这个 他躺在床上 拉着他的手 看着天花板上的水晶灯 嘴角 擒着淡淡的微笑 是啊 你还会给我做饭 二人世界的温馨生活 忽然 洛天陵起身 拉着洛天蕊 一起站了起来 伸手将他纳入怀里 紧紧抱着 洛天蕊被突如其来的亲密 搞得愣住了 他说 我不敢闻你 你的唇太嫩了 一会儿该有痕迹了 会让长辈看见他 只能这样抱抱你 一解相思了 他一愣 伸手回抱住他 小天陵 我爱你 他笑 小蜘蛛 我也爱你 乔欧的手伸到一半 吓了一跳 本想推门进去 说大人们准备离开了 结果 刚刚走到门口 就听见哥哥姐姐们 说着这样的句子 小猪猪 小猪猪姨妈不是已经 鹅脚出了汗 大白天的 瞧就感觉到了 后背一阵发凉 小天灵 我送你的海豚项链 你一直都戴着 何时你送我的小金表 我却 对不起 傻瓜 你能以这样的方式存在着 对我来说 已经是不敢奢望的奇迹了 小猪猪 你永远不会知道 你对我有多重要 你爸爸有多爱你妈妈 我就有多爱你 乔欧 猛然从实话中惊醒 转过身 再也不思来的时候 那般轻盈了 而是一路飞奔到楼下 回到了大人们的中间 须宁 见着儿子 面色煞白 见鬼一样冲下来 不由醋眉 让你叫哥哥姐姐们下来的呢 乔欧吓得 张大了嘴巴 半天也没说出一个字来 这时候 骆天灵 已经跟骆天蕊 一起下来了 两个人保持刚刚好的距离 朝他们微笑 奇夜若有所思的 看了眼乔欧 然后说 你该不会是 玩电脑游戏 玩得脑子都猛了 换听出什么游戏里的 倩女幽魂了吧 乔欧一愣 诧异的 看了眼好端端 站在面前的哥哥姐姐 不说话了 虚宁抬手 在他的额头上 不轻不重地敲了一下 你呀 少花点时间 在研究游戏上多好 外公想你从军 爷爷想你从政 这两条咱家都有路子 你非要自创门路 你让老一辈 打下来的江山 怎么办呢 乔欧揉额头 兴兴的 等我大学毕业再说吧 现在 早着呢 玫瑰岛 苏灵儿早已经在 灵雨一星人离开之后 就带着燕西燕北 去了玫瑰庄园 在抵达玫瑰岛的码头时 费莫离正焦急地等待着 苏灵儿约见了律师 将费氏旗下的产业 都对费莫离做了交接 费莫离也对他千恩万谢 最后感激地离开了 离开之前 费莫离看着岛上 数之不尽的商机 杨庄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 母亲啊 虽说这个岛 是费氏之外的资产 可是 母亲年纪也渐渐大了 将来等母亲百年之后 这个岛可就荒废了 苏灵儿自然知道 费莫离的狼子野心 这般问出口的句子 就绝对不会是随意的 他淡淡笑着 只说 我在寻找我中国的亲人 这个岛将来是要留给 凌家人的 费莫离若有所思的点点头 继而呵呵一笑 哦 哈 不行啊 若是中国 再也寻不到 梁家人了 儿子身上 也有凌家的血压 承安和承康两个人 都可以各自继承的 苏灵儿 面色一愣 有些委婉地说 莫离啊 你也人到中年了 有些事情 该看开的 还得看开 就好像老夫配少妻这种事情 其实也不保险的 费莫离诧异地看着苏灵儿 母亲 这是什么意思啊 是不是西西又做错了什么 对于薛安西 费莫离确实很着迷 结婚两年了 已一直对她宠爱有加 分开这几天 她倒是真的很想她 很想给她打电话 可是 她偏偏还在禁足 手机被没收了 迎面吹来的海风 了解苏灵儿 额浅的碎发 她叹了口气 你先回去吧 费家 我已经交给你了 家里出了这样的事情 实在是揪心哪 你回新泽西去 问问成康吧 说完 苏灵儿便让燕西 将费莫离跟她的秘书 送去了码头 现在 她承诺了王府说 要等到费家 选出下一代的家主之后 才能放权的誓约 已经完成了 费家现在 除了费成康 也别无选择了 苏灵儿 闻着岛上 芬芳宜人的玫瑰花香 思绪飘远 她的亲孙子 废了王夫家的亲孙子 回首这一生的传奇 她惊觉 事事真的很奇妙 仿佛冥冥之中 一切自有天定 自费莫离离岛之后 隔天傍晚 燕北就带来了 薛安熙他们三人的消息 他们三人在新泽西 前往犹他州的高速上 因为天气太过炎热 费成安的伤口发炎了 高烧不退 最后费成安要求 就近找医院就诊 而薛安熙 非要他死撑到犹他州 再说 于是两人 高速上发生了矛盾 妮娜看着费成安的伤口 滴出浓血 裤子上染的都是 实在可怜 于是劝薛安熙 就这样 薛安熙无奈 带着他们下了高速 在一个小镇上的医院里 给他们时间就诊 费成安刚刚用自己的身份证 进行挂号登记 那边燕北就收到消息了 燕北将医院的地址 发给了费成康 费成康带着一批手下 浩浩荡荡地就往那里赶 他们坐了两个小时的飞机 然后花了半个小时 从机场赶到那个小镇 找到那家医院 当薛安熙他们三个 被费成康堵在病房里的时候 他还不敢相信 怎么他们才刚来医院 这些人就追来了 费成康关上门 手下的人绕着病房围了一圈 将他们三个紧紧包裹住 薛安熙面色不改 醋眉倒 成康 你这是要做什么 费成康说 小妈 你跟我哥哥私通 彼此有情 直接说就是了 也许我父亲会网开一面 成全了你们 你们又何必非要死的 薛安熙此刻并不知道 费成康的口袋里 装了一支录音笔 正将他们之间的通话 全都录了进去 这也是老太太的意思 一来 老太太不是完全信任费成康 二来 有了这段录音 将来回去随便修一下 断章取义 就可以变成另一段 正是薛安熙跟费成安私通的证据 反正房里的三个人都要死 死无对证 有声小说 不良宠婚 后期 随方 监制 秦幽 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二百九十二集 薛安熙闻言 挑了挑眉 程康 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呀 我什么时候跟承安私通了 你是不是听谁胡说八道了 事情不是这样的 程康 你要相信我们 费成康自然相信他 但是他不能给他喘息的机会 小妈 那天我都亲眼看见你跟哥哥滚在床上了 你还想狡辩 要不是因为这个 我会一时没忍住 对着哥哥开了一枪吗 定床上 刚刚处理过伤口 还在书页的费成安 闻言一惊 当下明白了 是不是奶奶让你来 杀人灭狗的 老太太的手段 费成安早有耳闻 只是他没想到 老太太会这么狠 费成安道 我是他的亲孙子 他怎么能对我像这样的徒手 妮娜听见费成安这么说 看了眼一屋子的人 当即就跪了下来 抱着费成康的腿道 二少爷 这件事情 不管我的事情啊 我是被迫的 那天 那天你用枪对着大少爷开我的时候 我是在场的 当时夫人跟大少爷 正在床上做那种事情 我 我看见后 也很气愤 虚安息当即冲上去 一手从妮娜的后脑 揪住她的头 死命地往后拖 一手大力在妮娜的脸上拍打着 你这个贱人 吃里扒饭 减风使舵 你再胡说八道 我打死你 费成康惋惜地 看着妮娜被扇肿的脸 以着音效 抬抬手 他令两个属下 将旭安息跟妮娜分开 然后看着妮娜 你说得不错 我相信 你说的都是事实 如果你愿意改些归正 跟我回去做个证人 以后 我可以收了你 就跟在我身边 虚安息 闻言一惊 费成康 这不就是支持妮娜说谎 并且愿意 给妮娜做靠山 来不及细想 虚安息就听费成康道 哥哥 你多想了 奶奶一直那么慈祥善良 怎么可能对自己的亲孙子下毒手呢 只是 哥哥 一千不该万不该 不该做这样对不起父亲的事情 尤其嫂子才刚刚过世 嫂子的肚子里还有你的孩子 你怎么能这么快就跟小妈勾搭在一起 哥哥 你还是人吗 费成康躺在病床上 忍受着身体的巨大痛苦 听着亲弟弟的这番言论 终于勾唇一笑 从洛天灵那一枪击中她的命脉的时候 她就知道 她此生已经完了 闭上眼睛 她不再多言什么 成王白柔 如此而已 虚安息 看着任命的费成康 又看着见风使舵的妮娜 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 不管是奇幻珠事件 还是洛氏兄妹事件 亦或是苏灵儿烟车事件 随便哪一样都足以令洛家人 跟老太太对她恨之入骨 二十分钟后 虚安息 妮娜 还有费成安三人 全都被送上了同一辆车 还是他们自己的车 只是 开车的人 并有其人 本来 想着在晚上 带费成安出来就诊 会安全些的虚安息 此刻 后悔莫及 此刻 车里 只有司机 跟他两个人是活的 妮娜 挣扎中 被闷死了 费成安 被费成康 一枪毙命 而他自己 则被捆住了手脚 关在车里 由司机 一路向前带着 夜黑风高 徐安息身边 两个死人 都是这两天 跟他朝夕相处的 随便看一眼这画面 心中 更是万分惊恐 可是似乎有人 就是要让他 如此受尽折磨一般 车子一路 颠簸了 上了盘山公路 耳边 响起了夜晚 涨潮 排达暗时的声音 忽然 车子停下了 司机戴着口罩 扭过头来 老太太说了 他不会游泳 当不了合格的水鬼 所以 还是让你来吧 徐安息 惊恐地看着他 就瞧着对方手里 忽然 多了一把手术刀 忽然 老太太有令 说你 就是靠了 这张惊艳的脸 疑惑了费先生 才祸害了费家 你家的 让我一定要 毁了你的脸 然后 才让你去做水鬼 深夜的大海边上 司机轻身上前 一把揪住 徐安息的头发 大手握着手术刀 在他的脸上 挥舞了一会儿 红色的血液 肆意流淌 分外害人 司机挟似一笑 手套上 很快也被 徐安息脸上的鞋 所浸满了 少请 他下了车 却将车子 引擎打开 徐安息 疼得无法言说 生不如死 一张脸 比女鬼还要恐怖 他拼命地挣扎着 奋力挣脱 手上的束缚 可是车子却被人从外 一点点往前推着 他惊恐地看着前面 漆黑一片 什么也看不见 耳畔 传来惊涛拍案的声音 他吓得 三魂七魄都去了一半 还来不及多做反应 忽然车头往下一沉 车子就这样 跌入了大海 当苏灵儿 收到消息的时候 已经是第二天早上 八点钟 起床的时候 燕北将这件事情 告诉了苏灵儿 苏灵儿勾唇一笑 浅声问着 给海龟做的集装箱 做好了吗 一定要检查透气性 还要有足够的水 潮湿的沙子 燕北笑 天启哥临走的那天 还在跟海龟说知心话呢 想来天启哥 现在正跟老太太一样 思念着这只海龟呢 老太太尽管放心 一切都安排妥当了 只等明天回去了 苏灵儿笑笑 心情颇好 从住处一路领着 燕西燕北散着布 来到了办公室 细细检查了一些 重要的公物 最近岛上来了个研究 七彩玫瑰的植物学家 可以让一朵 玫瑰上的花瓣 自然地呈现出七种色彩 苏灵儿想着 既然要在中国扎根了 那么怎么也得在壁市 搞一个玫瑰庄园的分公司 一直以来 他们都是走到欧洲市场 亚洲市场本就是空缺 如今自己的儿子 在中国混得风生水起 还有个专门开大型 综合连锁商场的儿媳妇 再加上儿媳妇 生母的老公 已经升为了副省长 她的玫瑰庄园 想要在壁市立足 应该不是难市 尤其种花种了一辈子了 为了玫瑰庄园的持久发展 以纯玫瑰为原料的香水 及化妆品 也一早就是她所考虑 开发的新项目 下午阳光依旧灿烂 海风依旧清新 心情依旧格外美丽 苏灵儿领着雁西雁北 亲自在岛上散步 亲手捡了些岛上的精品花卉 这里面不仅仅有各色的玫瑰 还有玉金香跟天堂鸟 这些都是在欧洲销量非常好的花卉 她将这些花分别装进盒子里包装好 每个盒子里还带了相应的 这种花卉的种子 每种花都是不多不少 刚好九朵一束 唯独七彩玫瑰只带了三朵 而且没有带种子 因为这种玫瑰现在非常稀缺 带去中国也只是为了开拓市场 而并非跟别的花一样是送人的 苏灵儿和刘家辈的 一直忙活到秋水共长天一色 然后给玫瑰打了个电话 许是太兴奋了 离开了家乡快半个世纪了 就要回到祖国跟儿子孙子团聚了 她那颗急于落叶归根的心 就好像是要从嘴里蹦出来的一样 也因此苏灵儿都忘记了中国现在的时间 正是凌晨四点左右 玫瑰的手机向来不关机的 当她接到苏灵儿的电话的时候 还在睡梦里 所以看也没看直接接了 喂 玫瑰 苏灵儿心情可美了 我刚给你们都采了些玫瑰庄园里最好的花 因为也不知道要带什么礼物回去 干脆就给你们带花了 玫瑰一听是妈妈的声音 当即就从床上坐了起来 妈妈 苏灵儿一愣 听着儿子前面的慵懒 后面打了鸡血一样的反应 这才想起来 两地之间还有时差呢 你瞧我 年纪大了 都忘记有时差这回事了 苏灵儿好笑 快睡吧 我明天就上飞机了 妈妈以后陪在你身边 再也不走了 灵语文言本能地落下泪来 从小时候在孤儿院开始 她就一直在等着有妈妈能够对她说这样的话 等了快半个世纪了 终于等来了 挂完电话 她紧紧抱着靳如歌 将脑袋埋在她的胸口 跟个孩子一样哽咽着 妈妈说 她以后陪在我身边 再也不走了 这天一早 落天旗洗漱过后就出了房门 按照惯例 她先打开对面的房门看了看 发现没人之后 又无奈地跑去书房 小小的身影就那样趴在书桌上 暖色的台灯朦胧在她的身影上 落天旗一阵闷热 抬头一看 果然 这丫头又把空调给关了 看着她额头上的汗珠 还有湿透的连衣裙 落天旗真不知道 要拿她怎么办好 这么热的天 把自己闷在这里看书 她怎么受得了 我又不是周八皮 这丫头 连电费都跟我算得这么清楚 轻轻抽掉她手里的笔 然后小心翼地推了推她 欣欣 欣欣 嗯 她睁开眼睛 看见落天旗 然后不好意思笑了笑 哥哥 我今天一定回房睡觉 不做题了 这话你前天早上 昨天早上 都这样跟我说过了 落天旗拉着她的手起来 把她往她的房间带过去 心想 今晚得把书房门反锁起来 把她的书包课本也反锁起来 让她好好睡一觉才行 她打开衣柜 给她取了套睡衣递给她 去洗澡 洗完下来吃早餐 然后再睡 裴心摇摇头 复了 我洗完澡 还想背会单词跟语法 她直接把落天旗 从她的房间里推了出去 关门之前还说 哥哥 高考只有一次的 我只有考上重点大学了 将来才有机会找到好工作 也才更容易申请助学贷款 落天旗一愣 没料到 这丫头居然想得这么深远 刚要开口说什么 裴心就把门给关上了 落天旗落寞地站在过道里 最后灰溜溜地摸摸鼻子 下楼去了 楼下 餐桌跟茶几上 都摆好了早餐 为了让裴心安心 现在房子里的人 都是同一个时间段用餐 乐池很喜欢裴心 上次落天旗 让乐池去给裴心买衣服 乐池都是在专柜 挑的少女下妆的最新款 那些衣服买回来 穿在裴心的身上 比洋娃娃还要漂亮 任谁看了都会觉得 她本就应该 是谁家的公主一样 看见落天旗下楼 乐池道 叶小姐 跟她父亲的工作 已经安置好了 今天开始正式上班 还有少夫人今天 打电话过来说 让您明天晚上之前 一定要回避世 因为老夫人 后天早上九点就要到了 说是全家人都要去接机 落天旗文言点点头 面上闪过一丝兴奋 想起燕熙就要跟过来 落天旗怕乐池心里 感觉自己是不是老了 所以找人代替 而心里不痛快 落天旗想着 跟乐池解释一下 毕竟乐池对她而言 是教她功夫的师父 也是良师义友 更是从小看着她长大 并且照顾她多年的属下 对了 奶奶手底下 有对双胞胎兄弟 18岁了 奶奶说 我知道 落天旗话还没说完 乐池就笑道 少爷昨天专门跟我 还有冠玉 一起在视频电话里 说过这个问题了 叶熙燕北两兄弟回来 并不影响我们 而且 冠玉现在已经是 林公馆的管家了 他已经在林公馆 工作了有两三天了 齐少不用担心 我心里会多想 以后齐少做了家主 我也会是管家 能做洛家的管家 是我的荣幸 落天旗笑笑 不说话了 这些年来 洛家暗卫 早已经在方言的 精挑细选下 换了三代了 唯一留下的 也就是方言 乐池 还有冠玉 既然留下了 就不可能亏待他们的 说到这里 乐池又看脸楼梯 然后说 少夫人在电话里还说 如果可以的话 让齐少把西西小姐 带回去 少夫人说 她要见见 我妈要见西西 洛天旗诧异 我以前跟宿族恋爱的时候 她也没有见宿族呀 见西西做什么 何况 欣西现在是我妹妹 洛天旗并不想吓着裴欣 可是乐池却说 少夫人说 因为您对新兴小姐 似乎有些不同 她可以不计较 新兴小姐的出身 但是 对于将来 洛家主母的人品 一定要亲自相处过才行 少夫人还说 让您不用担心 她不会下着 新兴小姐的 自有分寸的 与避 洛天旗 促起了眉头 乐池看出她的男色 于是笑着说 齐少 要我说 还是带回去的好 您的两个奶奶 可都是看人非常准 非常独具慧眼的 乐池的话提醒了洛天旗 穆烟跟苏灵儿 可都是一眼就能看穿着灵魂的智慧女人 再加上家里还有那么多强大的男人 如果谁想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耍心机 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可是就这样带着裴欣回去 洛天旗还是不放心 不带 他还小 会吓着他的 我看着也很准的 乐池醋了醋眉 沉眼了片刻 忍不住说了一句 齐少 其实您看人 未必很准 什么意思啊 齐少 您只是生气 吕峰骂您是性无能 只是觉得 叶小姐跟您之间是错过了 可惜了 可是齐少是否有想过 叶小姐跟吕峰之间 如果真的没什么 吕峰怎么会知道 叶小姐还是个储物 然后来骂您是性无能 乐池又说 给洛家挑选未来的主母 本就不可能仅仅依靠 齐少个人的主观意愿 一个庞大的家族 因为一个女子 而走向消弥的事件太多了 比如费家 原本生活得好好的 因为一个徐安息 闹得几乎等于是家毁人亡了 齐少如果真的偏爱欣欣小姐 不妨就带她回去一次 反正早晚都是要见她 只要通过了这次的考验 以后她便能正大光明地 站在您的身边 家族里的人 也不会再给您找代孕妇 或者是相亲联姻这些事情了 落天旗 咬里咬牙 不语 有声小说 不良宠婚 后期 随风 监制 秦幽 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二百九十三集 过了会儿 裴欣穿了一件水蓝色的连衣裙下楼 她扎了个简单的马尾 脸上插了乐池给她买的 欧洲少女系列的纯植物滋养霜 她似乎从来不喜欢打扮自己 梳妆台里一抽屉 闪闪发光的头饰跟首饰 她一样也没带 落天旗看着她 想着她后天要跟自己回家 接受全家族人考量的眼光 心里就有些舍不得 看着餐桌上的两碗小米粥 两个荷包蛋 一碟酱黄瓜 还有一碟榨菜 尽管非常简单 但是落天旗觉得很温暖 因为这是照裴心吩咐的 早餐不需要什么牛奶跟火腿肉 她吃不惯 她只要中式家常的 而且餐量要按照刚好 大家都能吃得完 不可以浪费的分量来的 陪着裴心吃完早餐 落天祈祷 你要是真的不累的话 我陪你出去走走吧 我小时候跟我弟弟一起 也是只知道学习 可是爸爸说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不管怎样 都要先锻炼好身体 所以我爸经常叫上舅舅 陪我跟弟弟打篮球 跑步游泳 这还是落天旗 第一次在裴心面前提起他的家人 裴心愣愣地看了他一眼 随后笑笑 你家里人好像都很团结 那是 落天旗拉着他的手 看着他 我明天要回家 跟我一起回去吧 他们都知道了 我领养了一个妹妹 都很想见见你 别的话 落天旗不敢多说 怕多说多错 令他胡思乱想 他眨眨眼 似乎是想了想 然后道 好啊 可是 我每天都要有足够多的时间来学习 裴心的想法很简单 既然落天旗领养了他 那么他的父母 也就是他的父母了 去见见的话 就算是礼节上 似乎也是应该的 只要不剥夺他复习功课的时间 他怎么样都好 落天旗笑笑 好啊 我家里还有一个妹妹 跟你一样 马上高三了 你们可以一起学习 落天旗没想到 他这么快就答应了 于是吩咐乐池去订机票 乐池想了想 笑着建议 既然这次不赶时间的话 我们刚好也有车了 干脆开车回去吧 一路上 可以领略一下 城市之间的风景 反正本就在同一个省 全城的车程 应该是三个多小时 落天旗看着裴心 你觉得怎么样 裴心道 我喜欢坐在车里 看着外面穿梭而过的风景 落天旗笑了 那就这样吧 早餐过后 落天旗还是拉着裴心出了门 他说 万物生长靠太阳 它也需要晒晒太阳 而且上午的阳光 是一天中最弱的时候 不会晒伤他的皮肤 裴心笑 哥哥 我从小到大都晒不黑的 落天旗勾唇一笑 脑海中浮现出那一日 在俱乐部楼上的套房里 领略过他白皙的皮肤 猴杰动了动 牵着他的大手 捕捉痕迹的握得更紧了 以前落天旗并不觉得 做这种事情是男人必要的 但是开了婚之后 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 他就开始想念他的滋味了 看着他晒在阳光下 俏丽可爱的小脸 落天旗不断提醒自己 一定耐心等待 等待他真的长大 等待他真的爱上他 F大宽阔的马路两边 种满了一棵棵高大的白花树 风而吹过 耳畔的树叶声沙沙作响 裴心的身高 直于落天旗而言 本就属于小鸟依人形 此刻被他牵在树下 金灿灿的阳光下 男人高大俊美 女人娇憾妩媚 好似油画里走出来的画面一般 大概是暑假的关系 所以留校的同学并不是很多 裴心对F大非常感兴趣 落天旗就牵着他 一点点参观着 他经常抬手指着一间教学楼 或者实验楼给他说明这是什么系的人经常会来上课的地方 他带他去图书馆 带他去体育馆 告诉他F大分为几个学院 都是什么性质的 裴心听得很认真 很仔细 看着落天旗的眼神也渐渐变了 而落天旗在某一个不经意的瞬间 赫然捕捉到了他眼眸里对自己的一丝丝崇拜 愣愣地缓不过神 落迟去做别的事情了 阿左跟阿右就陪在不远处跟着他们 他们也都很喜欢裴心 很希望他将来能嫁给落天旗 每个校园都会有很适合情侣们谈情说爱的地方 比如什么小湖边 或者什么小公园 小树林 F大也无例外 当落天旗牵着裴心 来到一片杨柳依依的湖畔的时候 对面的岸上刚好有一对情侣在这里优惠 更尴尬的是那对情侣正在望我的热吻着 落天旗站在原地静静看着 然后捶眸看了一眼裴心 发现他整个红透了脸 然后一下子转过身背对着那对情侣 落天旗咽了眼口水 想亲他了 却忍着怕吓着他 欣欣 要不我们换个地方吧 裴心点点头 我想回去看书了 哥哥 我们回家吧 好 落天旗牵着他 转身要走 可是裴心一个没注意 被脚下的石子绊了一下 转身的时候 身子失重地歪了下去 落天旗本能地收紧手臂 把他往自己身上拽过来 另一只手勾住他柔软的腰肢 稳住他的身子 裴心的额头猛的一下 砸到了落天旗的胸口 等到两个人都站稳了步子 这才发现 他们此刻正如同对岸的那对情侣一样 非常紧密地拥抱在一起 裴心愣了一两秒 放开手 并且推让落天旗想要从他怀里出来 可是落天旗的两只臂膀 却像是钢筋一样坚固 纹丝不动 他目光灼灼地看着他 因为炎炎夏季的衣料很少 再加上此刻两人密不可分的距离 他身体的每一处曼妙的曲线 都可以被他清晰地感觉到 他 好软 咽了咽口水 落天旗看着裴心 欣欣 哥哥想紧紧你的额头 可以吗 裴心一愣 显然没想到 落天旗会说出这样的话来 更是不等他反应过来 他温润的双唇 已经非常虔诚地吻了上去 裴心就那样站着 一动也不敢动 整个大脑一片空白 而落天旗就那样扶着身子 也是一动不动 无论如何都舍不得离开他的额头 画面就这样静止了 阿左跟阿右在后面看得脸红心跳 心里替他们高兴 可是 等落天旗终于放开了裴心之后 鬼使神差地捧着他的脑袋 在他的唇上狠狠啄了一口 一口啄完 裴心忽然用力推开他 然后夜手捂着自己的嘴巴 在落天旗即将上前一步的时候 又仰手一巴掌扇在了他的脸上 裴心的一巴掌是出于下意识打上去的 落天旗当时就被他打醒了 心里的火光也迅速退了下去 他看着他 对不起 谢谢 裴心显然吓坏了 他眼里擒着泪 自己也没想到会这样一巴掌打在他脸上 咬了咬唇他微微沙哑地说着 对不起 他说对不起是因为他冒犯了他 而他说对不起是害怕得罪他 他需要他的帮助 让自己可以继续学业 却又不愿意堕落了自己的灵魂 落天旗听见他这么说 吓了一跳 赶紧上前准备好好解释一番 可是他刚刚上前一步 他就往后退了一步 落天旗懊恼地想死 看着他眼里残留的泪痕 最后眼巴巴地看了他一眼 转过身 大步走到一边去 欣欣 你别退了 再退就要掉湖里了 我们回家吧 你在书房看书 我在卧房看电视 好 他硬得很干脆 然后像震锋一样 就从落天旗的面前跑开了 落天旗在后面追着 脚步又不敢太快 怕吓着他 阿左跟阿右在裴心打了他一巴掌之后 都吓傻了 没想到这丫头脾气这么大 忐忑地看脸落天旗 脸上红红的手印 还有他阴郁的面色 一眼不敢多发 紧紧跟着他们 裴心这一路几乎没停 拼了命一样跑到了公寓楼下 可是站在楼梯口 他不得不转身等待着落天旗他们 他没钥匙上不去 因为跑得太快 他一边的肚子有点疼 好像是差气了 一张小脸红扑扑的 半侧着身子 猝着眉等着落天旗 落天旗一看他这样 吓了一跳 赶紧上前 欣欣 怎么了 跑 跑太快了 所以 一会儿就好了 裴心竟然忘记刚才在湖边的事情 在落天旗靠近后 又自然地往一边退了一步 哥哥 开门吧 阿左赶紧上前 用磁卡钥匙将门打开 阿右一下子冲了上去 去开家里的门 落天旗看着裴心的连衣裙 被汗水浸湿了一半 身子还疼得直不起来 急得赶紧往前去 可是他一靠近 裴心又开始躲 甚至他干脆直接 扶着楼梯扶手往上爬了 所幸是在二楼 要是楼层再多一些 怕是落天旗就要心疼坏了 不紧不慢地跟着他 他不断地温声对他说好话 欣欣 肚子疼了吗 哥哥帮你揉揉吧 不要 欣欣 哥哥刚才是对妹妹的吻 没有别的意思 你不要害怕哥哥好吗 你要是不喜欢 以后哥哥都不亲你了 我们跟从前一样 好不好 不要 世上没有一个二十岁的哥哥 还会亲妹妹的嘴巴的 欣欣 我错了 我以后再也不了 好不好 你别怕我 说话间 落天旗已经跟着裴心上了二楼了 裴心一手捂着差气的半边肚子 一边拧开房门把手 然后盯着后面的落天旗道 哥哥 我累了 我先休息了 说完 不再多给落天旗解释的机会 直接把房门一关 这次他还跟房贼一样 把房门给反锁了 落天旗在过道里急得团团转 一会儿拍开门 但是里边没动静 一会儿揉揉自己的头发 愁眉苦脸 最后 乐池回来了 看着落天旗这副 类似于自虐的模样 吃了一惊 他悄无声息地退下 然后从阿左阿右的口中 得知了下午的情况 扑斥一笑 原来齐少还是小时候 掩护小灵少跟齐小姐私奔那次 被少爷踢了一脚 自那之后 少爷被全家冷暴力了好长一段时间 除此之外 落家的孩子没有一个是挨过打的 如今却被一个小丫头抽了一巴掌 被他打了 还得追在他屁股后面 不断点头哈耀的道歉 这是什么道理 乐池听冠宇说 凌宇已经在毕市最有名的婚戒公司 给方言 冠宇 还有他都报了名了 看来凌宇这次是动真格的 要给他们三个成家留后了 可眼看着洛天奇此刻 陷入爱情里手足无措的模样 乐池原本还有些期待相亲的心情 一下子慢慢冷却了 乐池给靳如哥打电话 汇报了洛天奇今天的恋爱进展 电话那边的靳如哥 一听说大儿子被裴心扇了一巴掌 当时就心疼了 听见乐池说 大儿子好几个小时都站在楼道里 来来回回转悠着 还在企图获得裴心的原谅 更是心里不平衡了 他儿子那可是从小含着金钥匙长大的 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憋屈啊 心里严重不服气 当时就给凌宇打了个电话 凌宇正在军区忙着呢 一接到娇戏的电话 听了原油 结果扑斥一笑 还说 恋爱是每个人成长的必修课 其中的酸甜苦辣 只能让他们自己去尝去 有时候啊 人就是作 别人哭着等你回头 可是你却哭着去求另一个留在你身边 爱情无关对错 站在裴心的立场上 他觉得自己是小天奇的妹妹 自己又没爱上小天奇 忽然被小天奇强吻 打了他 怕他 躲他 那也是正常的 靳如哥听见凌宇这样说 想了想 心里渐渐平衡了下来 跟凌宇约好了 晚上一起去吃意大利菜 外加看电影 他就挂了电话了 乖乖等着凌宇开车来落石接他 而骆天灵在冠狱口中 得知哥哥被裴心打了一巴掌之后 当时就不乐意了 考虑到哥哥的面子 他只当做不知道 但是心里却把裴心给恨上了 F时 中午的时候 还是乐池端了托盘上来送餐 裴心才开的门 并且在乐池后来拿走碗筷 并且送上果汁什么的时候 裴心还小声哀求乐池 去书房把他的书包取过来 他要在房间里看书做题 躲在一边的落天奇文言 当时就难受死了 乐池干咳了两声 然后说 书房被齐少反锁了 除非欣欣小姐 薪自跟齐少要钥匙 否则我也打不开呀 说完 乐池端着托盘就下去了 乐天奇站在一边 暗自佩服乐池的聪明 这丫头一心想着要考大学 为了能够看书学习 一定会主动来找他要书房钥匙的 裴心一脸纠结地回味着乐池的话 透过房门打开的小缝 眼巴巴地瞅着对面的书房房门 有那么一瞬间 他就想冲过去拉一下门把手 看看到底是不是 如乐池说的那样被反锁了 可是他还是忍住了 他想 乐池叔叔都一把年纪了 怎么会骗我这个小姑娘呢 有声小说不良宠婚 后期随风 监制秦幽 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二百九十四集 泱泱地把房门关上 顺手反锁 裴心一下子铺上大床去 开始为难了 不一会儿空气里 传出一道对面的关门声 然后过道里 响起乐池的话 齐少 要出门呢 嗯 有时出去一下 晚饭不在家里吃了 落天旗的声音 裴心刚才还没经打采的身子 一下子像是被人打了鸡血一样 一下子从床上窜了起来 他点着脚尖 跑到窗口一看 窗外的风景 是公寓楼的屁股后面 而不是前面 他又跑去浴室 打开窗户看了看 结果发现 这里看出去是侧面 叹了口气 这么说 他无法亲眼确定 落天旗是不是已经从家里出去了 一个人坐在抽水马桶的盖子上 端着下巴 冥思苦想着 终于 时间过去了有二十分钟了 他想着 落天旗这会儿 一定已经出门了吧 捏手捏脚地走到房间门口 打开房门 他先探出个小脑袋来看了看 然后发现过道里没有一个人 而楼下 还有乐池很轻松地 跟阿左阿右闲聊的说话声音 这一下心里放心了 因为如果落天旗在家里的话 阿左跟阿右是不敢这么轻松地随便笑的 小小的身子越过了过道 白皙的手心刚刚捏住了书房的门把手 裴欣深吸一口气 一下子将门把手摁下去 开了 诧异中带着惊喜 他赶紧打开书房门 然后钻了进去 很快收拾好自己的书包 铅笔盒还有课本 一下子全抱在怀里 等他从书房里出来的时候 却发现 自己房间门 不知道什么时候关上了 他过去一开门把手 结果发现 门好像是从里面被锁上了 怎么会 裴欣焦急地站在原地 最后无奈地踩着拖鞋跑去楼下 乐池叔叔 乐池叔叔 乐池跟阿左阿右 正在沙发上坐着看电视 见他下来都觉得很诧异 然后微笑着问他 欣欣小姐 怎么了 裴欣嘟着小嘴跑过来 乐池叔叔 我房间的门被关上了 打不开了 这样啊 乐池像模像样地思考了一番 然后说 会不会是你锁门锁习惯了 所以忘记了 然后开门出来的时候 习惯性扣了锁 言外之意 是不是他自己下意识的动作 把门锁上了 裴欣皱着眉头 愣愣地看着乐池 两只乌溜溜的大眼睛 说不出的娇喊可爱 那副一本正经思考的样子 更是让乐池差点忍不住 就这样笑出了声 半晌 他苦着脸道 我 我想不起来了 应该是我自己不小心锁上了 哦 乐池淡淡笑笑 那欣欣小姐稍等一下 我去找找你房间的钥匙 裴欣一个劲地点头 嗯好 乐池一挥手道 搬进来的时候 各个房间的钥匙 都不记得是放在哪里了 不过楼上的钥匙 应该是放在书房的 你们两个过来一起找 阿左阿右文言 当即跟着乐池去了楼上了 裴欣口渴了 自己摸去厨房 打开冰箱 给自己取了一罐果汁 刚要打开 忽然家里的大门 传出一道 被人从外面打开的声音 落天骑回来了 不会吧 不是说要在外面吃晚餐吗 裴欣壮着胆子 拿着果汁 走到厨房外面一看 傻眼了 还真就是落天骑回来了 他伸手指着他 你 你 不是出去了吗 落天骑 一手拿着家里的钥匙 放在鞋柜上 一手解开自己的牛皮 凉血的搭扣 没看他 换好拖鞋之后 他起身 瞥见他 微微扬唇一笑 欣欣 下午好啊 说完 似乎对他根本不感兴趣 然后就上楼去了 裴欣诧异地站在原地 想着之前他在湖边吻他 还在楼上喊了大半天的门 怎么这会儿就跟变了个人一样 对他无动于衷了 下 下午好 他木讷地对他回应了一句 可是他人 已经迈着轻盈的步伐 到了楼上去了 裴欣打开果汁 喝了两口 然后踩着拖鞋往上走 走到书房门口的时候 就看见里面四个大男人 都在为他找钥匙 找了好一会儿没找到 他们又去了下面找 看着阿左阿右 他们衬衣后背 都被汗水浸湿了 裴欣的心里 不由染上了一丝愧疚 都是我不好 没事锁什么门呀 咬了咬唇 他自己自发自愿地 站在客厅里 对着他们四个男人 说了一句 那个 对不起 我下次不锁门了 我不是故意的 洛天奇闻言 不着痕迹地勾了勾唇 当即从茶几下的抽屉里 取出一串钥匙道 找到了 去试试 看看是不是这个 洛天奇微笑着向他走过去 他下意识地退了两步 可是当洛天奇 有些强硬地 将防门钥匙 塞到他手心里之后 他当即就放开了他的手 并且转身就走了 裴心愣愣地站在原地 看着他渐行渐远的身影 最终消失在楼梯口 有一瞬间 有些缓不过神来 这是什么情况 我看不懂啊 乐池看着裴心 一脸天真呆萌的样子 忍不住扑斥一笑 欣欣小姐 还愣着做什么 快点上去试试 看看能不能打开你的房间门 哦 好 裴心赶紧爬上了楼 刚刚靠近 就看见洛天奇蹲在地上 将他一落在房间门口的课本什么 全装进他的书包里 见他过来 他淡淡问了一句 要拿进房间吗 他纠结了一会儿 没说话 洛天奇指了指房门 试试吧 他赶紧插进钥匙 一转 门就开了 洛天奇将书包 往他怀里一塞 然后说 别再锁门了 进去看书去吧 我回房了 说完 他奇场的身影 在暖黄色的光韵下 优雅转身 不带一丝犹豫地 借了对面他的房间 并且关上了房门 裴心看了看手里的书包 最后叹了口气 还是回到书房里去做题了 洛天奇听见 隔壁书房门响起的声音 勾了勾唇 他躺在大床上 一颗坠坠不暗的心 终于又回到了肚子里 掏出手机 他对着虚拧的手机号 发了两个字 谢谢 少请 对方回复了一句 所有T恤全换衬衣 嫌私利扣子全解开 敌不动 你不动 忍住 洛天奇看着舅舅的短信 只觉得这内容有些无厘头 却还是进浴室冲了个澡 然后给自己 换上了一件像样的白色衬衣 往常他穿衬衣 都是常规性的 解开两粒扣子的 如今自己对着镜子看了看 一下子多了两粒 总觉得怪怪的 他在脸上擦了点男性润肤露 有一股淡淡的薄荷香气 很好闻 裴心一直在书房里做题 有几道不会的 他都会跟往常一样 专门勾出来 然后等着一会儿 见了哥哥再问 现在他一门心思都在高考上 对男女之间微妙的情感 根本还不开窍 好不容易 乐池上来了 敲了敲洛天奇的房门 然后道 齐少 赶用晚餐了 洛天奇应了一声 赶紧打开房门就去敲书房的门 裴心是听见乐池在外面叫洛天奇的 所以当自己的书房门跟着被敲响后 很自然地说了句 知道了 再等一下下 洛天奇猝了猝眉 打开书房门 高大的身影 站在门口看着他 欣欣 吃完饭再做吧 洛天奇此刻有些后悔 就不该听他的 给他买了那么多复习资料 现在他整天趴在书桌上 恨不能直接把书桌当成床了 裴心头也没抬一下 他此刻正在做一道 关于物理力学的题 很复杂 他在草稿纸上画了很多构造图 进行了各种例的分析 还是有些地方 还是觉得解不开 洛天奇看着他那张纠结的小脸 挑了挑眉 大步走了过去 他在他的背后站立 静静看着他在稿纸上做着运算 眨眨眼 他忽然轻身上前 一只胳膊撑在桌面上 另一只胳膊抽掉他手里的笔 温润好听的声音如溪流般 一点点抵挡在他的头顶 谢谢 你的图漏掉了一个作用力 你写的这个F3的这里 是由两道里合在一起形成的 换言之 F1的作用是被分解了的 后面的话 裴心都没有听进去 因为洛天奇现在的这个造型 无形中有着一股将他纳入怀中的错觉 他甚至可以听见洛天奇说话间 口中吐出的热气 正一点一点吹在他的头发上 他小心翼翼地侧目望过去 就看见他的领口露出白花花一大片的肉 从侧面的角度 他甚至一不小心撇见了他胸前的光景 裴心的脸瞬间烧得跟火烧云一样 脑海中不由想起了今天上午在湖边 他强管了自己的事情 裴心对这种事情并不是很清楚 他还不懂得真正意义上的接吻 是需要用到舌头的 所以当时 当洛天奇的唇贴在他的唇上 狠狠啄了一口之后 他就觉得 这已经是最到位的kiss了 咽了咽口水 裴心有些心烦意乱 他猝着小眉眨眨眼 可是视线却怎么也无法 从他的胸膛前的那一片挪开 最后他无力地闭上眼睛 心想着 闭上眼睛的话 就可以控制住自己不去看了 裴心觉得自己堕落了 以前他从来不会这样的 谢谢 骆天奇给他讲了半天题 连他画在稿纸上的立的分解图 他都帮他更细致地分析过了 可是这丫头却没一点反应 他微微偏过脑袋 看着他的侧脸 就瞧见他红着一张脸 紧紧闭着眼 那副小模样煞是可爱 强忍着想要亲他的冲动 他的眸光也瞥见了 自己此时的胸前 因为浅轻加上身子微侧 又有四粒扣子没扣 所以他胸前一片大好的春光 正对着小丫头的面颊 他只是记得闭上眼睛 却忘记了将他的脑袋转回去 因此他下巴对着的方向 还有一脸骄悍的驼红 还是将他的小心思给出卖了 骆天奇笑笑 心里开始对虚宁崇拜不已 他干咳了两声 然后回身站好 将手里的笔拿起 在他的脑袋上轻轻敲了一下 拌起脸来 心心 哥哥在跟你讲题呢 你怎么能开小串 裴心猛然睁眼 就看见眼前的男人 已经一本正经的站好了 跟个家长一样教育他 他嘟嘟嘴 最后小声道 对不起 我可能熬了几个晚上看书 所以有点困 想睡觉了 他想 说自己想睡觉 总比说自己是因为看见他胸膛而挪不开眼的好 骆天奇心里有数 却也不拆穿 淡淡的 那你今晚吃完晚餐早点休息吧 明天还要回毕市 要在高速上待三个半小时 哦 好的 他点点头 澄澈的大眼 贴见了稿纸上 被骆天奇画的更加细致的立的分析图 结合这道题本身的条件 聪明的脑袋豁然开朗了 他勾唇一笑 接过骆天奇手里的笔 花了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就把这题做完了 骆天奇自然知道 他刚才其实根本没听进去 但是 见他看了分析图 就一点就透的机灵样 眼眸中溢出满满的宠溺于赞赏 他静静站在一边看着 就瞧见 原来他还有更可爱的一面 裴心解完题后 看了看自己的答案 然后深深吸了一口气 屏住呼吸 将习题册翻到最后面的答案也 小心翼地对照题号找着答案 当他看见自己的答案 跟练习册后面的参考答案 一模一样的时候 这才把那口气给吐了出来 同时 他的脸上还洋溢着 无比幸福的微笑 洛天奇从来没见过一个女孩子 会把解物理题 当做自己的乐趣一样去完成 他也参加过高考 知道最后的复习 完全是枯燥乏味的 下去吃饭吧 今晚早点睡 啊 裴心忽然抬头 看着洛天奇 刚才做题太认真了 他都忘记了他的存在 而此时的洛天奇 却心情大好 强忍住如从前那般 牵着他下楼的心情 忽然将双手插在裤兜里 然后 优雅地转身 掀他一步 离开了书房 裴心第一次有一种 心跳 似乎不是自己的了感觉 他愣愣地 看着洛天奇离去的背影 看得出身 直到他侧过身 站在过道里 歪着脑袋看着他 还不出来 哦哦 来了 他赶紧放下手里的铅笔 踩着拖鞋 就跑了出去 有声小说 不良宠婚 后期 随风 监制 秦幽 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二百九十五集 洛天奇 却在他跑出来的前两三秒 直接朝着楼梯口走去 裴心小心翼地 跟着洛天奇身后 以前他都会很体贴地 牵着他的手往下走 还会嘱咐他 小心台阶 搞得他就跟一个 三岁的小孩子一样 可是如今 他却仿佛对自己 不如从前那般在意了 心里略过失落 没由来的 有点闷闷的 走到餐桌前 洛天奇自己坐了下去 而他快速跑进厨房里 洗了个手 再回来的时候 他的座位前除了米饭 就是一只干净的小空碗 他走过去坐下 没说话 然后自己拿着汤勺 给自己盛立碗热汤 放在面前 若无其事地喝起来 喝了两口之后 他微微笑着 哥哥 这汤的味道不错 洛天奇淡淡用了一声 脸上没有过多的表情 端着饭碗吃他自己的 他既没有像从前那般 给他盛好暖胃的汤 也没有给他的碗里夹菜 这顿饭至此之后 两个人谁也没有说话 气氛说不出的怪异 裴心也感觉到 哪里不对劲了 心里想着 会不会是因为 上午我打了他一巴掌 可是他都亲我了 我能不打吗 坚定了自己的做法 是正确的之后 裴心底气也足了 面颊上染着淡淡的笑意 吃得比之前更欢了 今天的晚餐 没有洛天奇的干预 裴心一口气 吃了两碗饭 喝了两碗汤 吃完之后 他一抹嘴巴 去厨房的冰箱里 取了一罐果汁 嘴里还哼着歌 偏偏然就上了楼 洛天奇看着眼前 突如其来的变化 懵了 也严重内伤了 他本想让他感觉到 他以前对他有多好 让他感到失落 然后想要跟他亲近 怎么现在他不管他了 他什么都可以自己动手 而且吃的比以前多了 笑的比以前嘚瑟了 他愣愣地坐在餐桌上 直到阿左阿右过来收拾碗筷 洛天奇忍不住问了一句 你们听过欣喜小姐 在家里哼歌吗 阿左阿右纷纷摇头 洛池扑斥一笑 上前安慰着洛天祈祷 七招啊 别急 你喜欢他 他现在还不喜欢你 你们之间本来就不同 要求的起点 自然不可能公平 洛池虽然没有谈过恋爱 可是连歌词里都唱了 先爱上注定了要受煎熬 洛天奇深吸一口气 摇摇脑袋 心里万般无奈酸楚 他去了厨房 也在冰箱里 取了一罐裴心拿的那种果汁 就上楼去了 自己一个人在房间里 他来来回回 在床头晃悠了不知多少遍 不甘心啊 拿出手机一看 这才晚上七点 距离明天早餐 还有十二个小时呢 十二个小时不见面 不说话不联系 放着大好的时光 就这样一点点浪费了 想着 对面就住着自己的心上人 洛天奇的心里 就像是有根羽毛一样 痒得难受死了 恨不能在心上挖个口子 把手伸进去挠一挠 洛天奇想到 洛天蕊刚放暑假的时候 一直在追的一本言情小说 他说什么 看了之后 特别特别想谈恋爱 又想起 妹妹总是喜欢跟妈妈 一起看言情韩剧 看完以后 泪流满面说 将来就要嫁给这样的男人 洛天奇心想 这丫头一门心思铺在口誓上 想让她对感情的事情开窍 就得先让她耳珠污染 说起来 经过这几天的相处 洛天奇对于裴心的实力 一点都不担心 凡事放在他面前 不会解的题 基本上都是难度系数 极高的附加题 确定一定不会影响到高考了 他这才打定了主意 半个小时后 他憋不住了 打开房门 直接敲响了对面的房间门 不一会儿 裴心过来打开了 他已经洗过澡了 身上穿了一件淡紫色的 小碎花睡裙 短袖 裙摆在膝盖以下 很中规中矩的那种 但是他沐浴后 身上的清香 却飘起了洛天奇的鼻子里 让他不由想起了 他们的第一次 他帮他洗完澡时候的样子 哥哥 裴心诧异地看着他 有事吗 洛天奇咽了咽口水 目光从他白皙的锁骨 上一点点上移 迎上他妖娆的大眼后 他淡淡说着 哥哥觉得 你平时给自己的压力太大了 你又不喜欢出去玩 所以想给你找点事情 放松放松 裴心的小嘴 张成了欧字 不语 洛天奇捧着已经打开的笔记本 然后递给裴心 谢谢 这个小说现在网上特别红 好多家大型正版的阅读网站都在同步连载 你看过言情小说吗 裴心促促眉 老师说了 早恋是不对的 洛天奇笑了 为说让你早恋 哥哥只是想要给你放松压力而已 裴心对小说不是很感兴趣 但是对笔记本电脑很感兴趣 他以前一直没有机会接触 于是他伸出小手 将笔记本接了过去 然后关门 五分钟后 洛天奇的房门 被裴心噼里啪啦地敲响 他刚刚打开房门 就看见裴心 一脸羞愤地盯着他 哥哥 你给我看的是什么书啊 洛天奇无辜道 不良宠婚呢 不是说了现在很红吗 裴心咬着唇 把笔记本往他怀里塞 哥哥 你怎么可以给我看这种东西 这个作者 简直就是太无良了 难怪书起名叫做不良 洛天奇赶紧将笔记本电脑 往一边的柜子上移放 开口就要跟裴心解释 想着 言情小说看不进去 可以看言情含句啊 可是裴心说完 直接愤愤地一跺脚 转身回到房间里去了 洛天奇的太阳穴一直跳 他知道他这次没锁门 但是怎么也不敢 直接开门进去 转悠了半天 他回了房间 看着亮起的屏保上 显示的那本不良宠婚 气不打一处来 落心尘 什么玩意儿啊 连我家裴心都感动不了 你还洗个屁啊 又是半小时后 某男亲自端着一杯热牛奶上来 再也不装深沉了 他发现深沉那玩意儿 害死人 而且乐池说得对 裴心还没喜欢他呢 他再深沉也没用 他敲了敲房门 欣欣 睡了吗 哥哥给你送牛奶来了 喝了睡觉 帮助睡眠 里面没反应 他又敲了敲 欣欣 哥哥跟你道歉 以后再也不给你看言情小说了 里面没反应 他叹了口气 欣欣 哥哥要看书了 你书桌上的淘稿本 都不要了吧 这时候 某女很快跑过来开门 很是紧张地看着她 哥哥 我的稿纸都是有用的 你现在又用书桌吗 洛天奇勾了勾唇 直接将一只手架在门框上 无奈道 我不这样说的话 你怎么肯开门 裴心愣愣地看着眼前的男人 哥哥 你到底想要做什么 洛天奇无奈地看着他 欣欣 你觉得你跟哥哥回来之后 哥哥对你怎么样 裴心一愣 不语 洛天奇道 欣欣 惊心而论 你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 都不敢大声跟我说话 不论你做什么 总是那么小心翼翼的 现在呢 在短短几天 你就敢对我大呼小叫 对我生气发脾气 甚至动手打我 我敲门 你还敢假装听不见 裴心 眸光一闪 我打你 是因为你欺负我 洛天奇深深看了他一眼 然后说 欣欣 你之所以胆子越来越大 依仗的就是我对你的宠爱 不是吗 可见 你跟我回家来的这些日子 我对你真的是不错的 他垂眸不语 洛天奇心里有些憋屈 他怎么就是不开窍呢 真是个胃不饱的白眼狼 洛天奇道 欣欣 如果我做错了 你可以指责我 但是在我没有做错事情的情况下 你是不是应该尊重我一下 比如我敲门 你是不是应该有所回应 就算你不想搭理我 说一句你睡了 你不想见我 或者再说些别的什么 直接让我伤得更彻底的话也行 就是别这样一声不吭的 行吗 你知不知道 你这样一声不吭的 我的心就一直这样掉着 我整个人都坐立不安 他很坦白的 告诉他他心里的感觉 如果他不开窍 听不懂 不知道怎么做才好 那么他就直接告诉他吧 以后我敲门 你说句话 哪怕你隔着门板 喊着让我滚 对我的伤害 也远比你悄无声息小得多 听清楚了吗 裴希没想到 洛天奇会忽然跟他说这个 他眨眨眼 看着他一副明显受伤的表情 紧张得有些说不出话 回想着自己住进来的这些天 甚至回想着过去他人生的16年 似乎还从来没有被人这样捧在手心里宠过 他不管去到哪里都会牵着他的手 他给他盛汤 照顾他的口味 事事都要先问过他喜不喜欢 然后再让手下人去办 或者自己直接去办 他喜欢没事就揉揉他的头发 就好像再揉小狗小猫一样 随意自然 他喜欢叫他欣欣 除了多年前过世的妈妈 还有那个得了精神病的奶奶之外 还没有人如此亲密地称呼过他 他前两天 脸上不小心被蚊子咬了一下 他就心疼得不得了 亲手给他擦上药膏 还吩咐乐池将家里里里外外 进行一次强化灭蚊 裴希静静地看着眼前的洛天奇 他的眼眸很清澈 满满的都是无奈于酸楚 可是他不懂啊 他们不是刚刚才认识的吗 难道说他喜欢上自己了 裴希很认真地回想着 自己第一次跟他见面时候的样子 他的第一句话就是 许了什么愿 那一句仿佛是失散了多年的亲人 很亲切很自然说出的话语 洛天奇看着他不断闪烁的眼神 没遇见的受伤越来越明显 得不到他的回应 他直接将装满牛奶的玻璃杯 往他手心里一塞 沙哑道 早点休息吧 就当我什么都没说过 见他为难 他还是不舍得把他逼得太紧 洛天奇在心里安慰自己 怕什么呢 他还小啊 所以没开笑很正常啊 要怪 就怪自己太纯情了 失了身而已 居然连心都一病失了 洛天奇落寞的背影 渐渐消失在裴希的眼前 若不是手里的玻璃杯 还是温热的 他差一点就要怀疑 自己是不是在做梦 洛天奇关上房门之后 高大的身躯直接紧紧倚靠在门板上 鼻子一酸 有些委屈 裴希关上房门之后 柔软的身体紧紧贴着门板 心跳有点快 有些负旧感 两人就这样背对着背 中间还隔了一个过道 颇有默契地站立了五分钟之后 裴希一口吞掉杯子里的牛奶 然后转身打开房门 与此同时 洛天奇也将自己的房门打开 一时间四目相对 过道里的灯是暖黄色的 看起来暖暖的 很温柔 沉默了好一会儿 任一世的光滑 静静泼洒在二人的身上 忽然裴希打破沉默 对不起 我不应该假装没听见你敲门 也不应该冲你大呼小叫发脾气 这些确实是我不对 我以后不会了 洛天奇没想到他会说这个 在这几天跟他的相处中 他知道 他其实是个自尊心很强的女孩子 在他的宠爱下 也有些心高气傲 可是不管怎样 他能这样说 洛天奇的心里 就像是被哪位路过的仙女 施过了魔法一般 不那么委屈了 他凝视着她 你 还打了我一巴掌 我长这么大 都没有被人扇过耳光 你还是当着阿左与阿右的面打我的 让我很没有面子 他诧异地看了他一眼 对于那一巴掌 他怎么都没觉得有错 那是因为你欺负我 哪里有哥哥这样吻妹妹的 这样的吻 分明就是 就是男对女人的那种 他红了脸皱着眉 刚才那副小鸟依人般 温柔道歉的模样 一下子不复存在了 洛天奇醋眉 他到底知不知道 今天上午 我是隐忍了多辛苦 才没有撬开他的嘴巴 这样的潜尝折滞 尽管是我强来的 对于女孩子来说 是有些过分 但是那还不是因为 情不自禁吗 他的目光落在他的唇上 大步跨了上去 一手揽住他柔软的腰肢 一手扣住他的后脑勺 抱着他转了个圈圈 然后俯下身去吻上他的唇 他高大的身躯 紧紧压迫着他的 直接将他的小腰后仰折弯 他一时害怕 为了自己不掉地上砸到后脑 只能伸出双臂 紧紧勾住他的脖子 他的长舌霸道地 想要撬开他的背齿 直到他的舌头被他缠得连连躲开 直到感觉他彻底喘不过气了 他的唇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他的 他看着他完全迷失的眼神 无奈到 裴心 这样的吻 才叫做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吻 落天起一看裴心 在自己的怀里一动不动 那完全迷失的眼神 隐腻在温暖的灯光下 天然地呆萌 他微微回身 将他打横抱在怀里 然后走进他的房间 将他放在了柔软大床上 他给他盖上宝毯 联系地栽他的额前一晚 处在大脑空白期的裴心 还没来得及反应 只觉得耳边的声音 像是被人施过魔法一般 居然带着浓浓的催眠作用 让他无比安心 线长微颤的睫毛 就这样听话地闭上了 落天起一看他如此乖巧 就知道他一定是被自己吻晕了 很快房间里就传出 他均匀而清浅的呼吸 有声小说不良宠婚 后期随风 监制秦幽 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二百九十六集 落天起好笑地捧着他的脸 对着他的眉眼跟脸颊 亲了又亲 小心翼地啄着 裴心大概是熬了几个晚上看书 身体很累了 所以这会儿一旦睡着了 就挺沉的 自己被人偷香了都不知道 落天起心想 他应该是喜欢我的吧 不然 有机会迷失 他一颗委屈了一整天的心 在这一会儿 终于一点点恢复到平静 一日 落天起依旧是一件衬衣 上面解开了四粒钮扣 在楼下的餐桌上坐着 楼上 乐池把磨蹭了好半天的裴心 给请了下来 落天起这会儿心情和好了 他越是在楼上磨蹭着不肯下来 就越说明他对昨晚的那个蛇腕 记忆深刻 这丫头这会儿八成是害羞呢 见他默不作声地走过来坐下 落天起放下手里的NBA杂志 浅浅勾了勾唇 吃吧 他没说话 拿起筷子就开始吃了 落天起却是忽然起身 放他一个人在这里吃 然后他大步上楼去了 这一下 裴心心里忽然一慌 下意识地扭过脑袋 眼巴巴地开始追寻着落天起 偏然远去的身影 乐池从今天的一系列怪异的氛围里 嗅出了一丝暧昧的味道 浅浅笑着也不说话 等到裴心快要吃完的时候 落天起三两步从楼上跑了下来 他手里提着一只黑色的行李包 看着裴心已经吃完擦嘴巴了 于是直接把脑袋往门的方向偏了偏 走吧 回避世了 裴心眨眨眼 我 我上去收拾一下 不用 落天起道 你的衣服全在这里了 刻板跟吸体册也都给你戴上了 乐池上前 伸手接过了落天起手里的行李包 然后冲裴心微微一笑 嘻嘻小姐 我们要出发了 您可以从冰箱里 带两罐您爱喝的果汁 刚开始的时候 裴心看着那种桃汁的耶拉罐上写满了英文 就知道一定是进口的 所以根本不敢碰 怕自己将来还不起 直到落天起有次给他倒出来 拿玻璃杯装着递给他 他尝过了 才一发不可收拾地爱上了 后来他发现了其实这就是进口的桃汁 还为此苦恼过 落天起跟乐池都笑 说这是最便宜的进口饮料了 普通的超市里就有的卖的 他听见这样的说法之后 稍稍安心了一些 却也不敢多喝 经常打开一罐之后 尝了两口 然后再放进冰箱里 过几个小时再跑过来再喝两口 他这副小心翼翼的模样 搁在落天起面前 看得他一阵眼疼 此刻裴心站在餐厅里 端着下巴问了一句 我们路上三个半小时是吧 落天起看着他那副 精打细算的小模样 就知道他一定是在盘算着 路上需要喝几口 他干脆直接走进了厨房里去 出来的时候 手里提了个便利兜 里面装了五六罐 然后拉着裴心的手 就走到鞋轨边 快点换鞋 我们还要赶回碧市吃午餐 不好让家里的长辈们等我们的 裴心刚要抱怨他拿得太多了 一听落天起这样说 赶紧拿过自己的凉鞋 俯身去换 等到一圈人换好了鞋子 到了楼下 就看见叶素素静静站在宝蓝色的车前 眼巴巴地看着落天起 落天起挑了挑眉 直接打开副驾驶的车门 把裴心塞了进去 然后轻身上前 体贴地帮他系好了安全带 这才钻出来 因为此行一共五个人 要是让别人开车的话 落天起跟裴心分不开 就肯定要跟另一个人一起挤在后面 所以落天起一早就跟乐池说了 他自己开车 裴心坐副驾驶 乐池跟阿左阿右一起坐后面 叶素素这是第一次看见裴心 他没想到 这小姑娘居然长得这么油 醋了醋眉 眼下几分挫败 看着落天起给他关上车门 然后上前一步 天起 落天起看着他 你不要上班吗 叶素素面色一喜 我就知道 我爸爸跟我的工作 一定是你给安排的 落天起不再看他 我要回避市了 赶时间 说完 他直接绕过叶素素 也绕过车头 就钻进驾驶室里去了 落池让阿左阿右先上车 然后看着叶素素道 齐少还年轻 确实需要力量 但是他背后的那么多双眼睛 可远比叶小姐想象中 睿智毒辣得多 叶小姐 珍重 说完 落池也上了车 关上车门后 落天起发动引擎 将车子掉了个头 渐渐远离了叶素素的视线 他泪眼婆娑地 看着之前裴心坐的那个位置 心想 凭什么呀 那个位置 本来就应该是我的 轿车从F大出去后 直接由绕城公路上去 并且驶向高速 这一天 剩下的清晨 就是从此刻 全新的旅途中 缓缓拉开的 碧市 骆天蕊前天晚上 就搬回骆家住了 今天一早 就跟靳儒哥一起 将自己的衣柜 收拾出来一半 等着裴心来跟他一起住 靳儒哥收拾完之后 看着骆天蕊 虽然裴心跟你一样 马上高三了 但是他比你小一岁 你是姐姐 他又是出来乍到 你多照顾他一下 骆天蕊笑 我知道了 骆天蕊听谁说过 大哥的心上人 曾经为了省区一年的学杂费 努力学习 在小学跳了一级 靳儒哥笑 我是怕你丫头嘴快 说了什么不该说的 让人家尴尬 你得记住 他现在的身份 是你哥哥的妹妹 骆天蕊 好笑地看着靳儒哥 心知靳儒哥 对裴心好 是因为爱乌及乌 可是 他年纪似乎太小了 骆天蕊眨眨眼 脑海中莫名想起 前两天骆天灵 跟他说的话 说他能熬到他上大学 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他忽然很想知道 在靳儒哥的眼中 对于这种事情 是怎么看待的 靳儒哥 关上衣柜 笑着说 当年 妈妈生下 你两个哥哥的时候 刚好十八岁 不过 这些都不重要 妈妈最关心的 就是那个女孩子的人品 想起裴心 从小的生长环境 靳儒哥 还真是捏把汗 不过 想着灵儿 跟沐烟 两个妈妈的 独具慧眼 靳儒哥相信 这个裴心的本质 究竟是什么 很快 就会有结果了 在说什么呢 骆天灵 忽然探出个脑袋来 奇长的身躯 斜斜地 溢在门边 看着他们 靳儒哥道 我们再说呀 你哥哥 都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明天奶奶一回来呀 你也要长大了 一眨眼功夫 你们都长大了 骆天灵挑了挑眉 下意识地 看脸骆天蕊 然后笑笑 妈妈 这种事情 要看缘分的 我不急 靳儒哥笑笑 没说话 因为苏灵儿 昨天半夜 给凌宇打电话 最后确定 登机时间的时候 还说了 她会带个女孩子过来 那个女孩子 也是苏灵儿 一手带大的 感情上 不如燕西燕北 但是看着很舒服 是个身家清白的姑娘 靳儒哥跟凌宇 昨晚接完那个电话 当下就明白了 灵儿要带那个姑娘 回来的用意了 只怕小儿子 也很快就要长大了 三人从房间里出来 整个落宅静悄悄的 虽然还是早上 但是家里 已经没什么人了 靳莫青是老早就退休了 灵儒给她保留了一个 名誉君长的办公室 这些年 什么时候 灵儒想带着靳儒哥 一起出国旅行 过二人世界了 就让靳莫青 过去坐几天 而洛美威 也老早就退休了 跟靳莫青一样 靳儒哥有笑的时候 洛美威 就会去顶几天 而明天 就是灵儿 回来的日子了 靳莫青 跟灵儒 长谈之后 觉得 瞒着洛美威一圈人 好几天神神秘秘的 洛美威 早晚会发现 还不如 她把洛美威 带出去旅游 也好散散心 灵儒点点头 心里对靳莫青 这个姐夫 家岳父 一直很感激 叹了口气 靳儒哥道 你大哥中午就要回来了 我们一家吃个午餐 你是下午带瑞瑞搬去 林公馆 还是明天再搬 看着小儿子 在自己跟前 住了那么多年 忽然就要自立门户了 靳儒哥 还真是舍不得 洛天灵 看了眼靳儒哥道 妈妈 有奶奶在 你跟爸爸 会经常过来的 要是你们不经常过来 我也会经常回来的 都在一个城市里 你一个电话 我二十分钟内 一定会出现的 靳儒哥笑笑 挥挥手 那你们下午就搬过去吧 我去洛师看一下 中午再回来 靳儒哥缓缓下楼 感觉自己是越来越多愁善感了 儿子明明就是搬去 另一个房子而已 他住校也是住啊 现在有了自己的产业 他应该替他开心才是 怎么心里还会舍不得呢 洛天灵看着妈妈离去的背影 渐渐消失在宅子里 掏出手机看了看时间 然后笑了 现在时间还早 不知道洛小姐有没有兴趣 陪我出去看上电影呢 只怕奶奶回来之后 事情就多了 他们想要单独出去玩 还真就难了 洛天蕊白了他一眼 妖媚的身段越过他 款款下楼 走了两步 见他没跟上来 还抱怨 喂 快点啦 请我看电影 还这么没诚意 洛天灵笑 三两步走下去 牵起洛天蕊的手 就将他一路 从台阶上 牵到了院子外面 家里的佣人们 一早就知道 两个小少爷 对三小姐特别好 尽管最近小灵少 对三小姐的亲力动作 比以前多了很多 但是 他们也没在意什么 都是看着他们长大的 他们在一些年长的 下人心里 也就是孩子 等车子开出了小区 洛天蕊无聊地 打开他的车前抽屉 发现里面 崭新的驾照 跟行车证 不由好奇地 打开一看 灵烈 洛天灵笑笑 就换了个名字 上面照片什么的 还是原来的 这是爸爸找人 用便捷的门路办的 不然 跟我有关的一切档案 跟证件 是不可能几天之内 全录好的 解释完毕 他换了个车倒 却惊讶地发现 刚才有辆 一起从小区里 出来的车 开了这么远 还跟着他们 现在他变到了 那辆车 也跟着变到了 洛天蕊文言 点点头 洛天灵想着 也许那辆车 只是巧合吧 看着他又说 这下好了 不管你是姓齐也好 姓洛也好 以后啊 对你的称呼 都会终结在 灵太太三个字上 灵太太 开心吗 洛天蕊文言 心里甜丝丝的 憋着笑意 小脸通红 不说话 那小模样 要多好看 就有多好看 看得凌冽 心里痒痒的 他将车子 停在了商煞的 地下停车场 毫不避讳地 牵起洛天蕊的小手 拉着他 就乘着电梯 往楼上的电影院而去 电梯门关上的一瞬 两道闪光灯 忽然冲着他们亮了起来 空气中 传来清浅的咔嚓声 等到灵烈 警觉地挑了挑双眉 意识到今天 不对劲的时候 电梯门已经合上 并且载着他们 通往楼上 灵烈眨眨眼 妖娇的眼里 点点雾气 握着洛天蕊的大手 至始至终不曾放开 他另一只手 很快地掏出手机 然后给冠玉 发了条短信 德基广场 是三层电影院 我跟蕊蕊 有人跟踪 骆天蕊 此刻正毫无察觉地 仰着脑袋 一脸天真的 看着上面 跳动的楼层数字 对于灵烈 掏手机的举动 他下意识地 以为他在看时间 他的一颗心 还在为之前 灵烈说的那句 灵太太 而迷得 七云八速的 而灵烈 不想吓着骆天蕊 才会选择 给冠玉 发短信的 经过了 新泽西事件之后 灵烈只觉得 他真的长大了很多 心里的某些地方 变得比从前更软 但也有某些地方 变得比从前更狠 当电梯门 再次打开的时候 灵烈牵着 骆天蕊 想要出去 入目的 就是一间 电子动脉游戏室 这间商商的规格 就是如此 这一层是娱乐楼层 电梯门刚好 对着游戏机势 想要去看电影 就必须越过这里 才能走到 外面的电影院 一路上 形形色色的人 与他们擦肩而过 灵烈干脆伸手 将骆天蕊 直接揽在怀里护着 他看似漫不经心地 扫视着周围 实则却打起了 十二万分的警惕 耳边 各种游戏机的 电子乐声 此起彼伏 嘈杂不绝 灵烈一边 揽着骆天蕊往外走 大脑一边 快速地运作着 是什么人要拍我们 还要跟着我们 即将走出 游戏机室的时候 手机一震 他拿出一看 冠玉回了一句 马上就到 骆天蕊终于 发现了灵烈的异常 他刚刚把脑袋凑上去 灵烈就将手机塞兜里 笑着看着他 走吧 去看一下 有什么片子 有声小说 不良宠婚 后期 随风 监制 秦幽 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二百九十七集 他点点头 挣扎着 想从他怀里出去 可是他的手臂 却用力将他 禁锢在自己的怀里 揉声道 别动 别动 我们是出来约会的 让我抱一抱 可是 遇见熟人 怎么办 现在还是暑假 怎么 哥哥还不能带着妹妹 看电影 尽管 他在一边的位子上等着 距离开场时间 还有半个小时 很奇怪的是 十五分钟后 冠玉带着人赶来了 一眼看见 在休息区坐着的他们 蹙了蹙眉上前 小林兽 灵烈眸光一领 没说话 刚好又是两道闪光灯 一下子对着 洛天蕊的脑袋 闪了两下 这一次 不仅仅是灵烈看见了 就连冠玉也看见了 洛天蕊眨眨眼 立刻紧张起来 有人拍我 凌烈抬手握住他的小手 柔声道 没事 可能是个误会 冠玉转过身 盯着这一层 细细扫尸了一圈 然后一挥手 几个手下会议 当即就四下散去 搜看起来 洛天蕊经过上次的 新泽西事件后 看起来人没什么 但是心里还是有阴影 他紧张兮兮地 回握住凌烈的手 真的没事 冠玉面色阴沉 下意识扭头看脸洛天蕊 刚才那两下 全是对着洛天蕊的正脸的 要他说的话 这电影先别看了 赶紧回去吧 可是看着桌上 搁着的爆米花什么的 一堆东西 就知道不可能 尤其这段时间 小灵绍对三小姐的宠爱 更省从前了 怕是三小姐要天上的月亮 小灵绍都摘下来给她的 最后 冠玉的手下回来了 冠玉带了个人 买了同样的豪华情侣套餐 跟着灵绍他们进去了 就坐在他们后面 当检票的时候 工作人员看见灵绍 带着洛天蕊的时候 只觉得他们天作之和 金铜玉女 可是当冠玉带着一个手下 拿着情侣票检票的时候 工作人员愣是用一种 很同情的眼神 盯着冠玉的手下 看着他们手里 抱着的零食跟汽水 意味深长地叹了口气 冠玉心里无奈呀 谁让情侣座的位置 都在固定的一个区呢 她想要保护小灵绍 跟三小姐 就必须跟紧他们 偏偏这对兄妹 还非要买什么情侣座 商煞的地下停车场 上午跟着灵绍的车 从小区出来的 那辆黑色轿车里 漠然正端着相机看了看 然后开始打电话 老子 照片已经拍到了 现在传进邮箱吧 电话那头传来一道 颇有磁性的男中音 我已经迫不及待的 想要看看我的未婚妻 长大后的样子了 老子 已经确定了吧 对方倾笑一声 身份已经确定了 我看过他学籍资料上的样子 却没见过他生活中的样子 你先给我发过来吧 等这批货发完 下个月 我亲自去见见我的小未婚妻 中午十二点的时候 骆天骑的车 刚好停在了骆宅的大院里 方言笑着 上前打开后车座的门 一看下来的人居然是乐池 扑斥一笑 乐池也笑 下来之后 就看见方言去拉副驾驶的门 入目的 就是一个样貌非常漂亮 瞳孔中还带点妖气的女孩子 同龄的女孩子里 除了家里的蕊蕊小姐 这样的姿色 估计没人比得上了 不过 蕊蕊小姐的美 是清晰温暖的甜美 随便一笑 就让人觉得很舒服 这大概也应该跟她 本就是中寒混血的血统有关吧 方言这般想着 面上微微笑着 您就是欣欣小姐吧 欢迎回家 裴心诧异的看了一眼方言 而骆天骑则是在车里 先解开她的安全带 然后说 下去吧 到家了 裴心点点头 小心翼翼的从车里下去 骆天骑随后出来 他下意识地 就跑到骆天骑身后 紧挨着站着 看见一向对自己有戒备 此刻却非常依赖自己的裴心 骆天骑的嘴角 瞬间多了几抹愉悦 他牵过他的手 微微一笑 走吧 回家了 木烟是半个小时前就过来了 他站在三楼阳台的窗前 跟靳如哥一起静静看着楼下的裴心 靳如哥问 妈妈 你觉得这个女孩子怎么样 木烟答 挺漂亮 不过外貌不是重点 教养跟品性才是关键 木烟说完 直接转身准备下楼 会一会这个小丫头 他从来没有门第之鉴 也不要求对方必须跟自己家里门当户对 但是自己的嫡亲长孙要找伴侣 是人是鬼 都得被他看得透透的才行 靳如哥笑笑 挽着木烟的手臂一起下楼 女儿相信妈妈的眼光 当年木烟第一眼看见 有着无辜清澈眼神的薛安熙 甚至还未开口于他说话 就断定薛安熙是一条毒蛇 因此对于母亲睿智狠辣的眼神 靳如哥从不怀疑 裴心被骆天琪牵着 刚刚迈上台阶 灵雨的车跟灵烈的车 以前以后也开了回来 就停在院子里 骆天琪侧身 眺望阳光下的父亲与弟弟 顿住了步子 握着裴心的大手明显紧了紧 说不紧张是假的 但是把裴心介绍给家人认识 本就是必修科 隐约感觉到身边的小手 往自己的怀里又靠近了几分 骆天琪此刻的紧张 一下子被微甜的滋味所替代 裴心在看见灵烈的时候 吓了一跳 惊讶道 你们 哥哥 骆天琪笑笑 这是我的双胞胎弟弟 灵烈 灵烈边上的是我的妹妹 骆天锐 穿军装的那个是我爸爸 说完 骆天琪笑着对他们打招呼 爸爸 弟弟 瑞瑞 灵雨点点头 面色微沉 淡淡的眸光 在裴心的脸上扫了一下 然后大步朝屋里跨过去 灵烈的面色也是微沉 他紧紧牵着骆天锐的手 走到骆天琪身边的时候 看脸裴心 裴小姐 久讲大名 灵烈的心里 还在为了裴心 扇了大哥一个耳光的事情 耿耿于怀 四目相对 虽然都听乐池跟冠玉说 大哥的女人长得漂亮 可是灵烈 今日一看 也不过如此 她的眸光 在说完那句话之后 就当即避开 转眸的一瞬 落在骆天锐的脸上 玩耳一笑 倒是没了那份不寒而栗 骆天锐看着裴心 微微勾唇 欣欣你好 可以叫我蕊蕊 裴心点点头 蕊蕊 想了想 她又说了句 灵烈哥哥 骆天琪看着今天 有些不近人情的弟弟 直觉 她似乎有意要针对裴心 垂眸看了眼裴心 笑笑说 叫二哥就好了 裴心眨眨眼 二哥 灵烈没有应声 别有深意地看了大哥一眼 当即牵着骆天锐 就走进了大厅 这时候 餐厅上的人已经落座了 骆家的餐桌 自镜子骆生产之后 就换成了圆形的 因为方形的餐桌 还有主次位之分 每次骆桥两家聚餐的时候 而靳莫青跟旭尔生之间 总是喜欢谦让 如何落座 都让人觉得很头疼 裴心跟着骆天琪 缓缓走进去 说实话 她一直都知道 哥哥家里一定很有钱 但是她没想到 哥哥家里会这么有钱 家里住的这么大的别墅 还有一个游泳池呢 房子里面也很漂亮 漂亮的让她都想象不到 不过她总是小心翼翼地 跟在骆天琪身边 不论这里的一切 多么奢华美丽 她都不曾真正 抬起眸光 细细地看着 因为她觉得 这些都与她无关 她只是想着 哥哥对自己不错 这会儿 她不能给哥哥丢脸 木烟 靳如歌 还有灵雨 三个人都端坐在餐桌上 看着她 灵烈直接拉着骆天蕊入座 而骆天琪则是站在一边 看着他们 奶奶 爸爸 妈妈 这是裴心 骆天琪刚要跟裴心介绍 裴心就自己跟着喊了起来 奶奶 爸爸 妈妈 我叫裴心 骆天琪一冷 众人皆是一冷 这画面 怎么有点像是 即将过门的新媳妇 要改口 裴心咬咬唇 自己说了出来 我 我是哥哥领养的妹妹 所以哥哥的家人 就是我的家人 她在说这个话的时候 小手一直在抖 抖得骆天琪 一颗心都快疼完了 她知道 可能自己的身份卑微 出身也不好 跟着骆天琪这样叫他们 似乎有些高攀 但是她毕竟就是骆天琪领养的 她不能给他丢人 该有的礼貌 她一定要有 沐烟笑笑 淡淡说着 坐吧 静如哥也笑了 快吃饭吧 你们一路高速开车回来的 肯定都饿了 灵雨没说话 因为在有岳母跟妻子都在的场合下 她一般不开口 女人们说什么 只要不偏离大方向 她都完全没有意见 骆天琪笑着 拉着裴心入座 左边是骆天琪 右边是骆天蕊 对面是三个家长 沐烟跟静如哥 都是温暖如春地笑着 时不时就拉家长班 跟裴心说点话 问她一句两句的 裴心紧张得 手心全是汗 小腿在桌子底下 都隐隐颤抖 筷子抓在手里不敢吃 就怕这边刚吃一口 那边长辈们又开口问了 她要是嘴里含着东西回答 一定会显得没教养 要是咽下去再说 又会答得慢了 骆天琪看着裴心这样 最后不悦地 看着沐烟跟静如哥 奶奶 妈 有什么话 一会儿吃过饭再说吧 琴琴都饿了 让她好好吃吧 裴心闻言吓了一跳 就怕长辈们误会 是她授意 骆天琪这么说的 赶紧摆把手道 没关系的 没关系的 问吧 我都能答答 说完 她万分哀怨地 瞪了骆天琪一眼 骆天琪本想说什么 被她那个威风凛凛的 小眼神一等 当即就掩其膝骨 不说话了 这些对面的三个长辈们 都看在眼里 静如哥笑着说 天琪说得对 我们呢也就是关心你 一路风尘仆仆 辛苦了 先吃东西吧 吃完了我们再聊 沐烟也笑着说 食不言 寝不语 都吃饭吧 裴心点点头 骆天琪便在她的碗里 加了很多她爱吃的菜 又是给她盛热汤 又是给她端果汁的 接下来的时间 大家谁也不说话了 可是空气里 却传来骆天琪 喋喋不休的唠叨声 欣欣 小心鱼刺 吃鱼补脑的 欣欣 小心烫 欣欣 这个有点辣 但是味道很不错 你可以吗 一直就听乐池说 长子对裴心宠爱无睹 靳如哥今天一看 眼珠子都差点掉下来 我当他亲妈这么久 什么时候也见他 这么无微不至地照顾过 靳如哥心里有点酸 还没表现出来呢 那边 凌宇就给他盛了一碗热汤 放在他面前 他勾唇一笑 在儿子那里领略到的失落 在丈夫这里 全都被填满了 凌宇看着凌烈 确定是从小区 跟着你出去的 凌烈点点头 刚开始觉得巧合 因为开了好几段路 又不是直线 还总跟着 后来就遇见 被偷拍的事情了 凌宇文言当即道 一会儿吃完了饭 让方言去物业管理的 办公室看一下 把路线调出来 查一下车牌号 好 凌烈应声 当即起身 盛了两碗热汤 一碗递去给沐烟 一碗顺手给了骆天蕊 靳儒哥诧异地看着凌宇 什么事情 凌宇笑了笑 哦 没什么 上午小天灵 跟蕊蕊出去看电影 被人跟踪偷拍了 沐烟端着小孙子 给盛的热汤 喝得心里美滋滋的 抬眼看了眼几个孩子 你们的父亲 如今身为军长 位高权重的 自己在外 可得注意着点 孩子们点点头 不再多言 午餐后 凌宇也没跟他们多聊 休息了一下 就去军区了 对于裴心 他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态度 也没有跟他说过话 这一点 让骆天起心里 有些没底 有声小说 不良宠婚 后期 随风 监制 秦幽 欢迎您继续收听 而静如歌跟沐烟 则是出了 骆天起的意外 整个下午 都没有找他们说话 一个回了乔宅画画 一个回了落实上班 似乎是有意识地 想要让孩子们 自己先相处相处 只是沐烟 却提出了一个要求 那就是 两个哥哥 好久都没有 跟小天星一起玩了 让他们下午 去早教中心 把马上就要上幼儿园 小班的小天星 给接回来 于是 骆天起便拉着裴心 在他自己的房间里 待了一个下午 裴心坐在书桌前 看书写字 他则陪在一边看着 又是端茶送水 又是嘘寒问暖的 等到下午 将进早教中心 放学的时候 兄弟俩的两辆车 才一起开了出去 把骆天星 给接了回来 在骆家 尽管只待了一个下午 但是裴心 感觉到了 从来没有过的 家庭团结的力量 这样的力量 让骆家的每一个人 都发光发热 拧成了一股绳子 非常团结 也让裴心很羡慕 他从来没有感受过 这样的氛围 尤其晚餐的时候 须宁一家全都到齐了 须耳生他们 对着裴心 也是温文尔雅地微笑着 没有人谈起他的过去 没有人介意他的出身 甚至让裴心感觉到了 他们根本都不在意这些 渐渐地 他中午的时候 还在瑟瑟发抖的 小手跟小腿 晚餐后 也渐渐恢复了平静 甚至跟着他们 一起坐在沙发上的时候 对于长辈们的寻常性的问话 也都能够笑着应对自如 女佣上前给凌宇他们上了白咖啡 而给别人都上了相应的茶饮 他也惊讶地发现 自己面前的杯子里 装着的似乎就是自己喜欢的那种 进口桃汁 他抬眼瞥得落天旗一眼 心里带着感激 因为从进入这个宅子开始 他不管去到哪里 他都紧紧地陪着他 试试关心他 试试照顾他 裴心都不记得 上一次被人这么重视地疼爱过 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了 好像还是很小的时候 妈妈还活着的时候 末了 骆天蕊带着裴心 去了自己的房间 然后将自己的衣柜打开 告诉他 他的衣服可以放在这里的 因为今晚开始 骆天蕊就搬去灵工馆住了 裴心一看 自己跟骆天蕊的房间 刚好门对着门 就跟他们在 挨护他的公寓里一样 于是嘴角一弯 欣然应允了 今晚 大家散伙得特别早 因为明天一早 还要去机场接灵儿 所以这会儿 大家都各归各位 洗澡睡觉 养精蓄锐 等到裴心洗完澡 换了睡衣 钻进宝坛里 捧着语文书 背文言文的时候 骆天蕊忽忽然敲了敲门 欣欣 睡了吗 还没呢 记得他昨天受伤的眼神 所以裴心 尽管不喜欢这时候 有人来打扰 却还是应了一声 这让骆天蕊觉得 这丫头 其实也不完全是 胃不大的白眼狼 至少 他有什么做得不好的地方 他一说出来 他就能改 这点 骆天蕊挺喜欢的 骆天蕊 断了杯牛奶进来 搁在裴心的床头 然后看着他腿上的语文书 没脸没皮的 就在床边坐了下去 裴心在他坐下的一瞬 有些紧张 身子微微往后缩了缩 哥哥 有事 骆天奇笑 没事 就是看看你 哦 裴心应了一声 垂下脑袋 接着砍书 可是 总是被人这样盯着 总是觉得怪怪的 他抬起眼皮 看着他 哥哥 有事 骆天奇 淡笑不语 刚才 他的小侦探乔欧 给他播了一段 乔宅里的录音 那是沐烟 跟旭尔生 在说话 沐烟说 这个裴心还是不错的 只是太小了 对男女之间的事情 完全不开窍 他没什么坏心肠 品性是端正的 人也有少记心 肯努力 听瑞瑞说 他一个下午 都在书房里做习题 我跟如哥还以为 他会拉着天奇 在洛宅里参观一遍 或者出去逛街什么的 毕竟毕市是大城市 他也是第一次走出来 旭尔生道 我觉得这个裴心不开窍 一门心思都在学习上 你有时间啊 跟贴奇说说 让他别心急 别把那丫头逼得太紧 虽然他不开窍 但是 却是个很有自己主意的人 一旦认定了目标 就会全身关注地 去做一件事情 这样的女孩子 将来要是真的 喜欢上一个男孩子 那肯定也是完全投入的 奋不顾身的 这时候 虚宁忽然插了一句话进来 我倒是希望天奇 早点下手得好 本身这丫头就不开窍 你再不逼他 他就更不开窍了 再说 万一他开窍之后 喜欢上别人 还是那种百分之百 奋不顾身的喜欢 那时候 还有天奇什么事啊 沐烟又道 要说这丫头配咱们天奇 我唯一不放心的就是两点 一点就是她见识有些少 要是跟天奇一起出去 连白咖啡跟黑咖啡的颜色都搞不清楚 也太寒碎了 还有一点 我就是怕这丫头 对天奇没感觉 也就是这段录音 让骆天奇明白了 裴欣的人品 算是大家都认可了的 这对骆天奇来说 就是天大的喜事了 因为人品是关键 见识可以增长 感情可以培养 他看着裴欣 忽然忍不住问了一句 谢欣 你对哥哥有感觉吗 裴欣被骆天奇问得莫名其妙的 因为在他进来的前一秒 他满脑子都是顾炎文的知乎折眼 这丫头就是一根筋 陷在一个固定的思维里 想要抽离出来需要适应的时间 于是他淡淡地小眉微微促起 什么 什么感觉 骆天奇深深看了他一眼 心下有几分无奈 抬手将床头柜上的牛奶端给他 再不喝酒凉了 裴欣接过 咕噜咕噜就咽了下去 就跟小猪一样 喝完了还甜甜嘴巴 骆天奇看着他微微露出的 粉红色的小舌头 心里一阵阵痒痒了难受 接过他手里的杯子 他摸摸他的头发 早点睡吧 裴欣点点头 以为他这就要出去了 于是说 哥哥 晚安 晚安 他微微一笑 说完坐着不动 五分钟过去了 十分钟过去了 十五分钟过去了 裴欣抬眸看着他 哥哥 你到底怎么了 他觉得今天的哥哥好奇怪 或者说 这两天的哥哥都好奇怪 他要是有什么事情要说的话 直接开口就好了 何必这样吞吞吐吐的 而骆天奇 则是微微哀怨地看着他 他的心意都这么明显了 全世界都知道他沦陷了 可是眼前的丫头 还一本正经地问他 他怎么了 他要怎么回答呢 答得不好 只怕又吓坏了他 反而让好不容易发展起来的局面 回到之前他那么戒备的样子 叹了口气 骆天奇终于站起身了 我出去了 你早点睡 转身刚要离开 手腕一紧 他愣住 垂眸一看 那丫头白嫩的小手 正紧紧抓着他的手腕 而他那双妖娇的大眼睛 正一眨不眨地盯着他 骆天奇心头一喜 这丫头是开窍了吗 是见不得我 落寞难受吗 这丫头 还是在乎我的 对吧 刚要开口 就听见他 直接了当地问了一句 哥哥 你该不会是 不能供我上学了吧 裴心想 不然的话 有什么事情 会使哥哥不好开口的呢 啊 骆天奇严重内伤了 原来他并不是因为在乎我 而是因为害怕这个 裴心赶紧解释起来 哥哥 你只要提供我高三的学费就好了 我大学可以申请助学贷款 还有奖学金 我还可以打工勤工俭学的 其实他想说 他们家的样子 不像是供不起他上学的呀 再说 他又不是什么都要他来承担 他都说了 将来会还他了 他还怕什么呢 眨眨眼 他又说 哥哥 我们是签了还款协议的 我不会赖账的 眼前的小人 那张脸一吻正惊 信誓旦旦 他越是严肃认真 越让落天奇有种 抓狂到 脚绕着地球 跑上一百八十下的冲动 我没说不供你上学 你安心吧 语气有些冷 却还是轻轻的 不舍得对他大声 他抽回自己的手腕 这丫头 真是把我气死了 裴心歪着脑袋 诧异地 看着落天奇远去的背影 到现在 他还是不知道 他为什么要生气 落天奇出门后 将玻璃杯 放在二楼的小客厅桌上 转身 救回了自己的房间 信信 你要怎样才能明白 我的心呢 他躺在自己的大床上 咬牙 委屈 不甘的 难受啊 都说爱上一个人的感觉 很甜美 怎么我爱的 就这么憋屈呢 一日 大家各自吃过早餐之后 驾车在壁市的高速公路 入战口会合 然后一起浩浩荡荡地 前往机场 迎接老佛爷归来 这次出发的人 其实只有凌羽一家 余下的 晚上会统一安排在林公馆 一起吃团圆饭 当然 这顿团圆饭 就不包括 远在欧洲旅行的 金墨青跟洛美威了 一家子 集体站在国际机场的 出战口处 伸长了脖子 眺望着 这幅画面 还真是激动人心呢 尤其是凌羽 她的面色一直紧绷着 宽厚的大手 将静如歌的小手 包裹得紧紧的 时不时地 就捏她一两下 不安分钟 泄露了 她内心深处的紧张 这还是裴欣 第一次来机场 这样的地方 骆天骑紧紧 牵着她的手 说什么也不放开 看得凌冽 都一阵眼疼 好像只要大哥一松手 大哥的心心 就会被人贩子给拐卖了 再也变寻不见了一样 骆天蕊 看着骆天骑这样 忍不住好笑 回想起 他们小时候 在那个童言无忌的年代里 单纯的小奇龟 喜欢可爱的小猪猪 似乎也是这样子 全心全意 只为了一个女孩子 真好 骆天蕊 翘着嘴巴 说了一句 为他们曾经 童言无忌的美好童年 也为如今他身边有凌冽 相伴呵护 也为骆天骑 也找到了不再童言无忌的那颗心 骆天骑感知到妹妹的目光后 瞥了她一眼 她当即会议 对着她做了个OK的手势 今天一大早的时候 骆天骑就给妹妹打电话 让妹妹这两天跟裴心做好姐妹 套裴心的话 探一下裴心都喜欢什么样的男孩子 有个大智的母子 这样骆天骑再照着做 成功率应该会大一些的 来了 那是燕西还是燕北 来了 靳如哥忽然喊了起来 用力摇了摇铃鱼的手臂 众人放眼望去 就看见燕西燕北 推着行李车过来 而铃儿则是由一个 长得很可爱的东方女孩子 搀扶着 两人走在燕西燕北的前面 奶奶 燕西燕北 奶奶 在这里 看这里 一时间 灵羽一家 除了裴心 全都兴奋地原地起跳 而对面的四个人 也对他们笑 笑完之后 就缓缓走了过来 当灵儿一出来 几个孩子 当即就要扑上去 灵羽 一个灵力的眼神一瞪 瞬间 秒杀了众人 然后自己一个人 扑进了妈妈的怀里 妈妈 灵儿眼眶一红 眼里擒着泪 转了好几圈 却不让他留下来 好孩子 乖儿子 妈妈回来了 母子俩 深情相拥了好一会儿 才分开 天灵哥 天启哥 燕西燕北 当即就笑着 找到了自己的主子 挽着灵儿出来的 那个姑娘闻言 直接大胆地 上前伸出手 小灵少 我是老夫人 为您挑选的 姓启蒙伴侣 也是代孕儿 我叫苏菲 苏菲 此言一出 全场震惊了 欧洲长大的姑娘 就是不一般呢 姓启蒙伴侣 代孕儿 这样的字眼随随便便 在大厅广众之下 就说了出来 然 在欧洲 在灵儿的眼中 代孕儿不过是一种 非常普遍 也非常正当的职业而已 这跟在商业大楼里 朝九晚五上班的 白领丽人 没有任何区别 只是服务性质的不同 灵儿自己也不能生育 也是给丈夫 找了代孕儿之后 才会有了费莫离 因此 在孙子大婚之前 她并不觉得 给孙子找代孕儿 延续香火 是多么奇怪的事情 灵烈 见着姑娘伸出手 又这么说 下意识 看了骆天蕊一眼 在骆天蕊面色苍白的同时 耳畔还传来了 哥哥的轻笑声 她醋了醋眉 眼神瞥向了一边的空气 巨傲的身子 纹丝不动地站立 丝毫没有 要跟苏菲握手的意思 有声小说 不良宠婚 后期 随风 监制 秦幽 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二百九十九集 苏菲 狠实大体 见灵烈 似乎不是很喜欢自己 于是 微微笑着 收回小手 然后 温婉地说着 我的责任 就是帮您传宗接代的 小灵少 或许我们现在还不够了解 不过 我们之后 会深入了解的 那时候 也许您会喜欢我的 说完 苏菲乖巧地退到一边 跟燕西燕北 站在一起 灵雨扑斥一笑 以为小儿子害羞了 于是道 妈妈 走了 我们都回家 家里都准备好了 灵儿点点头 好 回家 刚要迈步 灵儿就看着苏菲 语重心长地说了一句 灵烈 是个乖巧惯了 也很有责任心的男人 你要主动一点 苏菲 毕恭毕敬地点点头 是 我知道了 请您放心 这时候 机场的工作人员 送来一张空运提货单 让他们去航空拖运部 提取大型火物 这个大型火物 自然就是那只百年海龟了 灵雨他们都是小型轿车 没办法带走大海龟 于是 他打了两个电话 抱上了航班班车 让人直接用小货车给他送去市区了 一行人转身就要离去 这时候灵儿发现了靳如歌腿边站着的非常可爱漂亮的小姑娘 惊喜地笑着 这个 这个就是小天星吗 灵雨点点头 妈 这个 就是儿子跟如歌最小的女儿 天星 说完 灵雨俯身 将穿了一条 彩虹条纹裙子的小女童抱起来 天星 乖 叫奶奶 小天星 奶声奶气地唤了一声 奶奶 灵儿 心情好得不得了 扭头看脸灵烈 那眼神仿佛从儿子身上 看到了孙子将来会生几个孩子一样 灵烈面无表情 在长辈们转过身离去的一刻 凑到骆天蕊身边拉他的手 却被他用力甩掉了 灵烈上前强制性地揽过他的肩 就看见骆天蕊的眼里擦着泪 咬着唇死活不吭一声 灵烈很小声地 凑在他耳边说了几句话 这时候 骆天蕊的挣扎才慢慢减少 最后任由着灵烈 揽着自己往外走 甚至还趁着前面的长辈们不注意 伸手擦了擦眼泪 自他做完那个擦眼泪的动作之后 灵烈则是将他抱得更紧了 燕北紧紧跟在灵烈的身后 苏菲也是 苏菲看出了灵烈 对怀里女孩子的特别 却没有作声 因为她的身份就是代孕儿 不管灵烈此生有多少女人 哪怕她是第一个 却绝对不会是最后一个 代孕儿的责任就是传宗接代 别的事情与她无关 而骆天蕊拉着裴心一起走 燕西则是紧紧跟着她 骆天蕊看出妹妹心里难受 也看出弟弟的为难 见到妹妹伤心地掉眼泪 骆天蕊侧眸冷冷瞥了苏菲几眼 当即就将苏菲看成了眼中钉肉中刺 一行人来到了停车场 当乐池跟燕西握过手之后 冠玉与燕北握过手之后 燕西便直接开口管乐池叫师父 燕北也直接开口管冠玉叫师父 这也是灵儿跟灵羽一起在电话里商量过的结果 灵羽也跟乐池还有冠玉交代过了 他们都欣然接受 因为在骆家 暗卫不断更换了这么多次里 他们能够得到主子的赏识被永久掳用 还是在这么强大荣耀的家族里 已经是非常幸运的事情了 灵羽的车由她亲自开 老婆跟老妈带着小天星坐在后面 副驾驶是空着的 骆天骑的车是由乐池来开的 燕西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 骆天骑带着裴心坐在车后座上 灵列的车是由冠玉来开的 燕北往副驾驶的位置上移坐 苏菲很自然地就要拉开后车座的门 跟灵列坐在一起 这时候冠玉却忽然将车门上锁 苏菲在外面拉了几次拉不动 正在蹙眉想要敲车窗 万玉却发动引擎 一下子将车子开出去了 在所有人的车子出发前 先行将车子往停车场外驶去 苏菲愣愣地站在原地 她也在思考 灵列不喜欢我 这要怎么办呢 苏灵儿将车窗放下 看着她 苏菲来这里坐吧 灵羽挑了挑双眉岛 苏菲 到前面来 静如歌笑着摸摸小天心的脑袋 妈妈坐前面去了 你跟奶奶好好玩哟 说完 静如歌拉开车门 把苏菲换过去 然后自己上了副驾驶的位置坐下 她刚刚坐好 灵羽便轻身上前帮她扣好安全带 然后宽厚的大手 在她的小手上握了一会儿 这才发动引擎将车子开走 早在几十年前 灵羽便答应过静如歌 她身边的位置永远只会为她一个人留着 哪怕今天只是个小小的意外 她也不要让自己的身边坐着别的女人 灵羽怀里抱着小天心 看着眼前恩爱的儿子跟儿媳 思绪渐渐飘远 仿佛也看见了当年的自己跟洛振宇 鼻子一酸 她侧过身 看着玻璃车窗外的风景 近半个世纪没回来了 中国的发展还真的是不容小觑 刘宇 过两天 我想去你父亲坟上看看 曾经那些缠绵翡测的风花雪月也好 惊心动魄的尔虞我诈也罢 如今全都趁着清风 浅散在了盈盈的阳光里 一去不返 而经过岁月的沉淀 最终剩下的也只能是一碰黄土 灵羽闻言 幽深的眸光掠过头顶的后视镜 浅浅地望了一眼后面的灵儿 应声道 好 妈妈既然都回来了 什么时候想去了 跟儿子说一声就好了 怀里的小天心 一下下地在灵儿腿上闹着 一会儿拉着灵儿腕上的翡翠镯子看看 一会儿猫儿一样往灵儿的怀里拱着 嘴里还念叨着 奶奶 你喜不喜欢小天心啊 喜不喜欢啊 灵儿勾唇一笑 心头沧海桑田的感慨 点点滴滴 都因为小天心天真可爱的蒙态 而封存心底 她宠溺地 抚摸着眼前这个至内的小孙女 这也是她生命的延续啊 奶奶喜欢 奶奶怎么会不喜欢呢 就这样 一路上被温须的亲情所包裹着 灵儿逗着怀里的小孙女 很快 车子就抵达了灵公馆的大院门前 几辆车陆陆续续 有序地排列在车位上 众人下车之后 灵语看了脸苏菲 随即挑了挑双眉 妈妈 那个贴身照顾您的女佣呢 怎么没有一起回来 陈琴 灵儿微微一笑 看着灵语 我给她放了十天假 她现在在哪里 我可不知道 这得问萨姆 灵语闻言 扑持一笑 原来如此 她还怕 一会儿不好跟虚宁交代呢 因为虚宁 想要萨姆成家的心 就跟她 想要方言他们三个 成家的心是一样的 好不容易 萨姆看上一个 要是没戏 虚宁指不定怎么跟她急呢 那就好 灵语上前亲密地 揽过灵儿的肩 妈 看看 这就是灵公馆 您余下的人生 儿子 定要您在这里 过得叔叔谈谈的 灵儿知道 灵语一片孝心 看见一侧的几个孩子都下来了 抬起轻眸 望了眼静儒哥 儒哥 天启 今天牵的那个女孩子时 静儒哥 静儒哥看了眼裴心 然后微笑着答复 妈妈 那个是裴心 妈妈叫她心心好了 心心的事情 回头我再跟妈妈嘻嘻说 灵儿文言一愣 心下明白了 看来这里面 还是有故事的呢 好啊 我们回家 灵儿说完 就跟着灵语 被一大群的孩子们簇拥着 走进了灵公馆 灵公馆的女佣跟家丁 分别站在道路的两边 看见灵儿他们进来 连连微笑着鞠躬 欢迎老夫人回家 灵儿微微笑着 因为这房子是儿子给安置的 所以他不管看什么 都是带着善意的眼光 尤其这里的一切 本就被打理得无可挑剔了 因此灵儿是万分满意的 接下来的时间 他们一大家子 陪着灵儿将宅子里里外外 全都参观了一遍 靳如歌还打开灵儿的行李箱 亲手一件件地 帮婆婆把衣服挂进柜子里 春夏秋冬的衣服都分类 内衣外套也分类 等到灵儿亲眼看着靳如歌 将空空的大衣柜 全部有条不紊地填满了 嘴角边的笑意更深了 这个儿媳妇果然是没话说的 灵雨怕灵儿累了 于是吩咐厨房可以准备午餐了 还下令孩子们自己在三楼玩 先不要上四楼来炒奶奶 冠玉现在是灵公馆的管家了 工作特别忙 她手里的这份今天中午要吃的餐单 都是反反复复修改了好几十次的 家里人多 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 连随随便便开一顿饭 里面都是大有讲究的 更别提零食 茶饮 日常用品 家具维护等等一堆 光是主子们吃喝拉撒的问题 就有够她头疼的 乐池领着燕西燕北两兄弟 直接上了天台 想要贴身陪在洛家兄弟身边伺候着 那功夫就得过关 冠玉显然很喜欢燕北 看着乐池领着他俩上去 还跟乐池打招呼说 我太忙了 你先帮我探一探燕北的宫顶 可别给我打坏了 适当提点就好了 乐池淡淡一笑 看着冠玉如今一副大管家的做牌 心里也在幻想着 自己当管家的那一天 天台上 三个男人说恋就恋 凌冽得到消息 于是拉着骆天蕊 也叫上了骆天骑跟裴心一起 上了天台去看 有意思的是 乐池从小看着 骆家两个兄弟长大的 所以即使他们是双胞胎 还是一眼就能认出他们来 然而眼前这对小家伙 也是长得一样 不仅如此 还都是深蓝色的短袖跟牛仔裤 连鞋子都是一样的 乐池刚刚跟他们过了两招 一转身 就分不清谁是谁了 骆家两兄弟在一边 看得哥哥直笑 乐池也笑 燕西燕北更是红着脸 笑得开怀 灵烈凑到大哥的耳边 轻一道 这次去新泽西 燕北就是我最大的收获 骆天骑文言点点头 我也是这么想 头顶上刺啦啦的大太阳 晒得两个女孩子有些受不了了 灵烈干脆叫他们收手 然后领着燕北就直接带她去她的房间 燕北无论如何也没想到 自己的房间会这么好 书房 卧室 洗手间 阳台 简直就是个单身公寓的小套房 灵烈笑着说 我跟蕊蕊的房间都是这样的 奶奶的也是 因为家里毕竟得有规矩 所以只能让你住二楼 你房间的电脑什么的 都是我爸爸亲自让冠狱去给你买的 我爸说 你马上就要上大学了 但是你从来没有过过集体生活 怕你不适应 于是决定让你走独 每天晚上回家来睡觉 燕北眼里擒着泪 他自然知道自己的身份 随老太太来了之后 能够有这样的礼遇 已经是莫大的福分了 一句谢谢刚刚说完 他就本能地抬头看着一脸羡慕的哥哥 燕西 刚要开口 灵烈就看出来他的意思 直接笑着说 安心吧 你哥哥燕西的待遇一定不比你差 燕西燕北闻言 两个人都满回感恩 一边的裴心看着燕西燕北 觉得洛家人对人是真的好 小灵上 您的房间门锁上了 我的行李放不进去 就在这一圈人都感到开心温暖的时候 苏菲忽然侧身站在门口 一脸期盼地看着灵烈 灵烈面色一沉 刚要开口 他身边的骆天蕊忽然醋了醋眉 直接对着燕北吩咐起来 燕北 去我房间 把我所有的东西收拾好 灵烈吓了一跳 紧紧握着他的手道 瑞瑞 他们好不容易才可以每天朝夕相对 他要是这会儿生气搬出去了 他要怎么办 一想起之前他在齐家住的那几天 他是如何度日如年的思念着的 再想到昨天晚上他们在这里 他是怎么将他压在门板后面 吻到舌头都发麻了 才松开他放他去睡觉的 这里面的待遇可是天差地别 灵烈正想着 要怎么让心上人不要生气 却见骆天蕊忽然笑了笑 一脸温柔地看着他 这个时候的温柔 是他平时巴不得的 可是现在见了 心里却直发毛的 他看着他勾唇一笑 然后对着雁北道 把我的东西全都收拾出来之后 让苏菲小姐搬进去住 芮芮 灵烈极了 扭头瞪着苏菲 那双眼睛似乎就要把他撕碎了 苏菲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 只觉得这个男人身上 有一股隐藏的气场 一旦发痕 不是他可以招惹的 有声小说 不良宠婚 后期 随风 监制 秦幽 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三百集 骆天蕾在灵烈 彻底发脾气之前 又加上了一句 苏菲小姐搬进去之后 将我的东西 全都搬进我二哥的房间里 我一个人睡觉会害怕 我要跟二哥一起睡 刹那间 灵烈紧敏的唇板 松懈了下来 并且 微愣了一秒后 勾起一个漂亮的弧度 那种风雨欲来 山满楼的阴满 一下子拨云渐日 阳光下 甚至还架起了彩虹 燕北愣在那里 还没反应过来 灵烈就忽然放柔了声音 看着燕北 按三小姐的话去做 以后我的房间 除了三小姐外 不许任何人随意进出 是 燕北这才缓过神来 往房门外走着 这时候 灵烈忽然又觉得不妥 直接架起胳膊 拦住了燕北的去路 燕北诧异地看着她 天灵哥 灵烈道 这样吧 让苏菲小姐住你这里 你去楼上 住三小姐的房间 三小姐搬来我房里 言外之意 她不要跟苏菲 门对着门 这个苏菲 她自己看了 心里都别扭 更何况是洛天锐 灵烈吩咐完之后 紧紧拉着 骆天锐的小手 孩子气般 轻摇慢晃着 脸上满是讨好的笑 这样可满意了 骆天锐咬唇 想要生气的 可是却因为 他这样冲着自己撒娇 而破功 一下子笑出声了 一边的乐池 将这一幕看在眼里 想起冠玉 这两天在电话里说的 觉得小灵烧 跟三小姐 好像有点那种意思 今日一看 乐池便肯定了 不过她脸上 也就是挂着淡淡的笑 不会多管闲事 因为他们当年 都是知道的 三小姐 被送去巴黎的时候 只有四个月大 她不是洛家的亲骨肉 苏菲没说话 静静站站 燕北却说 苏菲姐姐 反正我的东西 还没搬来 你直接自己收拾一下吧 苏菲点点头 一干人等 立即从这间屋子 退了出去 仿佛这间套房 换了主人了 他们便不想多待了 丢下苏菲 一个人在二楼 乐池看冠玉 实在是忙 于是 下去主动帮忙去了 余下的人上了三楼 灵烈帮着骆天蕊 收拾他的东西 然后 全都搬到了对面 他的房间里去 骆天蟹 直接拉着裴心 在灵烈的书房里坐下 用灵烈的电脑 给他搜题目坐 燕北 则是将自己的行李箱 提了上来 有些不好意思地打开 把自己的衣服挂上去 燕西过来 给弟弟帮忙 一边帮他挂衣服 一边不放心地叮嘱他 燕西 还悄悄跟弟弟说 你脑子要灵活一点 苏菲姐姐 跟我们是有点交情 但是天灵哥 才是你主子呢 万一苏菲姐姐 让你帮忙 想办法亲近天灵哥 你可不能答应啊 天灵哥明显 不喜欢苏菲姐姐 你一答应 搞不好天灵哥 连你也恨上了 燕北听着哥哥的嘱托 点点头 嗯 哥 我知道了 要是苏菲姐姐 来找我帮忙 我面上硬着 实际上不动就好了 啊 这就对了 我们当下人的 就是要掌握主子的喜好 才行 嗯 哥 你放心吧 我知道了 也就是孩子们 在下面自由活动 各自收拾的空档 靳如哥也在楼上 将裴心的事情 讲给灵儿听了一遍 灵儿笑 原来如此 她看着灵雨 你觉得呢 这个裴心 做儿媳妇怎么样 灵雨上前 给灵儿捏捏尖 力道刚刚好 灵儿舒服地 眯起了眼睛 灵雨道 天启自己选的 酸甜苦辣 就要自己尝 我是没有任何意见的 那丫头才十六岁 暂且让天启养着去吧 等她二十岁的时候 要是还一点 豪门竹母的气质 都养不出来 我肯定是不会答应的 洛家的百年基业 可不是灵雨 可以用来随便 动侧隐之心 就可以拿来冒险的 尤其这一代的孩子里 就剩个乔欧了 乔欧要是将来从军 那么洛天启 最好能伤症怜因 娶个高正世家的女子 靳如哥也说 况且 未来的事情 谁也说不准 现在小年轻的谈恋爱 大多不长久 也许没多长时间 天启自己就不喜欢了 或者 裴心也有别的 喜欢的人了 那么这一段缘分 就当作是天启人生中的 一段成长历练吧 灵耳闻言 淡淡一笑 你们倒是想得开 不过 顺其自然 也没什么不好 这时候 靳如哥的手机 忽然响了起来 他掏出一看 是沐烟 于是冲着灵儿笑笑 是我生母 灵儿 会议地点点头 靳如哥手指一滑 喂 妈妈 沐烟到 人接到了吗 嗯 都准备用午餐了 靳如哥又说 晚上就可以见到了 沐烟点点头 是啊 灵雨 盼了这么多天了 终于盼来了 哦 虚宁让我告诉你们 包间已经安排好了 刚好晚上 我哥哥他们一家也过来 我们一个大包间 刚好两桌人 长辈们一桌 孩子们一桌 沐华一家吗 也就是沐西辰 跟戴比他们也要来了 这些年 虚宁的大型俱乐部 已经开了三家了 就在碧市市区也有了 因此 直接在市区定位子就好 好啊 靳如哥笑道 帮我跟哥哥说谢谢 让他费心了 沐烟和和一笑 都是一家人 我们摆两桌 欢迎灵雨的妈妈 也是应该的 挂完电话 靳如哥看着灵儿 微微一笑 晚上我生母一家 要跟我们一起吃饭 我舅舅也要来 灵儿点点头 温婉的脸上 也是满满的笑意 那是应该的 你妈妈就是我的亲家 他们有心要一起吃饭 也是因为支持灵雨 中午的时候 一大家子围着一个大圆桌 一起用餐 灵儿看着眼前的儿子 两个双胞胎孙子 还有两个孙儿 心里一下子 被温情塞得满满的 这都是因为有他 才会延续下来的生命 这些孩子身上 都流着他的血呢 当人生走到灵儿这一步 便更能领悟出来 亲情的意义 午餐后 众人围着沙发 聊天喝茶 灵儿将苏菲 叫到自己身边坐着 还招手让灵烈过去 灵烈下意识 看脸骆天蕊 见他面无表情地 喝着果汁 很明显 心里不高兴了 他眨眨眼 又收到了灵雨 警告的眼神 那意思仿佛在说 奶奶叫你呢 奶奶才第一天回来 你敢不听话 灵烈忽然一捂肚子 哎呦 我肚子疼 去下洗手间 你们先聊啊 说完 一溜烟跑了 老太太叹了口气 看着苏菲道 明天 就是中国的七夕节了 我让灵烈陪你去逛街 你可得好好把握 苏菲点点头 是 我会努力的 落天旗一听七夕节 当即就看脸裴心 目光略向裴心的时候 刚好顺带 还见了妹妹落天蕊 她面色不是很好看 想来 若是奶奶开口 非要灵烈带着苏菲去逛街 怕是谁也拦不住吧 这时候 灵烈 忽而笑了 扭头看着燕西 去 把我带回来的七夕节礼物 提前分给大家 燕西点点头 不一会儿 再回来的时候 她拖了两只行李箱 将它们放平打开 就看见 一盒盒精致的礼盒 都用很漂亮的蕾丝带束缚着 灵烈上前 拾过一盒彩色的 交给灵雨 另外两盒彩色的 让燕西收了起来 放在一边 余下的 让孩子们 根据喜好 自己分 灵雨看着孩子们 兴奋地打开这些盒子 里面放着的是 娇艳玉地的鲜花 而且美盒里 还附带了一包种子 好漂亮的花 紫色的玫瑰 这个是玉金香吧 怎么还有蓝色的玉金香 这时候 灵烈也下来了 她一脸轻松 双手插在裤兜里 靠近了之后 居高临下的 看着洛天奇跟裴心 还有洛天蕊他们 兴奋地看着盒子里漂亮的花束 灵儿 抬眸看了灵烈 然后说 这些都是我们玫瑰岛 出产的精品花卉 也是你以后 赖以生存的根本 灵烈闻言 点点头 看着裴心手里 拿着的一盒岛 这是不是转基因了 玫瑰还有紫色 怎么还有拇指这么点大的 灵儿笑 嗯 这是我们开发研制的新品种 灵烈放下手里的盒子 也跟进儒格过来看 他们也都觉得 这花很漂亮 于是灵儿花了点时间 跟灵烈说了自己 想在壁市开拓市场的想法 让他们自己找地皮建厂房 然后花钱研发纯植物的化妆品 比如玫瑰花 就可以提炼玫瑰精油 玫瑰香皂 还有玫瑰纯露等等 反正他们有一整个岛的原料呢 卖给生产商也是卖 还不如存一点自己搞研发 也算是给灵烈 多开拓一条路子 灵雨跟进儒格 都点头表示赞同 于是一整个下午的时间 他们就这件事情 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茶几上有两只 一模一样的清华瓷茶碗 一只成了轻易芬芳的碧螺春 一只成了浓郁纯正的白咖啡 灵雨一直觉得 当年母亲自身难保 受苦受难 逼不得已才将它丢在孤儿院里 而现在 她自己已经有能力了 却长久地 未能在母亲身边静笑 现在母亲有了心愿 有了关于事业的设想 那么她一定会拼尽全力 帮母亲完成 尤其这不仅仅是母亲的心愿 也是小儿子的事业 是让灵这个姓氏 更加繁荣昌盛的大事 灵烈的眸光 淡淡撇向茶几上 奶奶给了爸爸的 可是爸爸 就一直没有打开的盒子 终于等到大家 谈得差不多了 灵烈伸手一指 这是什么 不用想也知道 这里面是花 只是刚才打开的那些盒子 盒子是什么颜色的 里面的花就同样是什么颜色的 可眼前 这盒子居然是七彩的 很梦幻的七彩 灵儿玩耳一笑 这是我们玫瑰岛最新研发出的玫瑰 非常非常稀缺 万金难买 这是首批的 培育出来之后 还要根据他长成的颜色 再进行研究培育 精益求精 众人文言 好奇心都被吊了起来 灵儿又说 我这次来只带了三朵 一朵是让你爸爸送给你妈妈的 余下的两朵是给你们两个男孩子送给想送的人的 其实本来灵儿是打算用这三朵来开拓商机 现在看来灵语的态度很明显 她愿意鼎力相助 而靳如歌也全力支持她 这三朵万金难买的花也就有了更好的去处了 灵语赶紧将盒子打开 就看见里面孤零零的躺着一朵绚烂的七彩玫瑰 周围配着俏皮可爱的满天星 跟葱玉浓厚的情人草看起来是这么美不胜收 她将花拿起来勾了勾唇 然后看着靳如歌满是惊艳的目光 递到了靳如歌的手心里 嘴里还不忘肉麻细细地说着 老婆 这些年辛苦你了 还给我生了四个孩子 明天起期节 老公请你看电影 怎么样 靳如歌没想到 灵语会当着老妈跟孩子们的面说这些 小脸一下子就红了 她紧紧握着手里的花 眼眸里流淌过流光溢彩 仰起下巴在灵语的脸颊上亲了一口 老公 你也辛苦了 生孩子要播种 她自然辛苦了 一圈人都笑了 这时候灵练大步上前 直接拿过两盒特别放起来的七彩盒子 一只交给了落天旗 另一只还在她手里拿着 灵儿就忽而开口 天灵啊 不管怎么说 苏菲会是你第一个女人 也会是你第一个孩子的母亲 你这朵就送给苏菲吧 灵语文言跟靳如歌一起会议地笑了笑 静静看着小儿子不语 而裴心捧着一盒猛黄色玉金箱 挨不释手地坐着 等到落天旗将七彩玫瑰 叫到她手里的时候 她讶异了一下 还歪着脑袋 猛猛地说着 哥哥 我有这个就可以了 回去把它插在花瓶里 很漂亮 这种子 也可以种在我们埋伏式的阳台上 落天旗一愣 心里恨得痒痒的 这丫头 居然嫌弃我送花给她 奶奶 我父母 我兄弟妹妹跟手下 可都在这里看着呢 她是要我的面子往哪里割呀 落天旗簇眉 开始耍胡来 给你你就拿着 我就想给你 裴心淡淡的眉头 也猝了起来 看着被她硬塞进怀里的盒子 嘟嘴道 你可以给你女朋友啊 等我长大了 自然会有男孩子送花给我的 我就要这盒郁金箱就好了 骆天旗严重内伤了 靳如歌憋着笑 碍于儿子在场 不能拨了儿子的面子 于是 他将面颊直接埋进淋雨的怀里 有声小说 不良宠婚 后期 随风 监制 秦幽 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三百零一集 灵雨定力比较强大 一手搂着娇妻 然后干脆干咳了两声 将话题引到小儿子身上去 哎 刚才奶奶 让你把花送给苏菲的呢 灵烈直接将盒子递给了燕杯 去 找个漂亮的花瓶 放我房间的床头柜上 插上 燕杯会议上前 结果那只盒子就退下了 灵儿诧异地看着灵烈 天灵啊 你就这么不喜欢苏菲 灵烈眨眨眼 奶奶 男孩子的身体也是很宝贵的 如果是个女人我就扑上去 那我跟种马有什么分别 灵儿笑了 你呀 真是个孩子 不孝有三 无厚为大 你年轻力壮才二十岁 可是奶奶已经不年轻了呀 奶奶这不是急着想抱抱重孙吗 灵儿现在六十七岁了 人年纪一大 各种各样的病都来了 谁能保证他就一定能活到十年后 二十年后 灵烈一听母亲说这样的话 当即就不高兴地看着小儿子 你怎么跟奶奶说话呢 奶奶让你把花给苏菲 你给苏菲不就完了吗 不管小儿子这会儿喜不喜欢苏菲 苏菲也是老太太找的人 就算小儿子不打算要苏菲 但是那就是一朵花而已 做做样子 手一伸就给了 何必非要惹老太太不高兴 灵烈就没见过 小儿子如此不会审时夺势的样子 太不懂事了 靳如歌不舍的小儿子被骂 急忙安慰婆婆 妈妈 您说的哪儿的话呀 您身体这么硬了 不长命百岁都没有天理了 灵儿摆摆手 我不信什么长命百岁 我大去的那一日 能听见我重孙 叫我一句老祖宗 我就此生无憾了 灵烈微微勾纯 似乎没有将灵儿的刻意矫情放在心里 想起上次骆天蕊跑去齐家住了几天 不都是因为戴孕儿的事情给闹的吗 他跟骆天蕊也算是生死离别过 青梅竹马过 现在好不容易可以走在一起朝夕相处了 他不明白这个老太太干嘛非要出来搅局呢 当一圈人都逼着他去亲近苏妃的时候 他不敢去想 骆天蕊此刻心里会是多么的受伤 他宠溺的目光在骆天蕊的头顶上凝视了片刻 然后说 奶奶 宋人心里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宋人不打算碰别人 长痛不如短痛 一次性说完 管他天崩地裂还是世界末日 总之他说了 靳如歌一愣 精致的小脸明显感到一丝不可思议 灵雨也是愣住了 心想着 如果小儿子对于小猪猪的死还在耿耿于怀 此生除了小猪猪 谁也不肯要了 那可要怎么办才好 苏妃眨眨眼不说话 她是老太太带来的人 她不管别人怎么看怎么想 她只听老太太的吩咐 骆天蕊在灵烈说完那句话的时候 猛然抬起头来看着她 却发现她似乎有意识想保护她 虽然站在她的身边 却看着相反的方向 裴心感觉到了气氛的怪异 于是主动拉过骆天蕊的一只大手 自己的身子也往她身边缩了缩 骆天蕊担心 弟弟忍不住把妹妹给抱出来 因为妹妹马上要高考了 父母都是非常在意孩子学业的人 且不说他们兄妹关系转变为情侣 还需要他们接受的时间 就说在这个高考的节骨眼上 说出来那就是拉着蕊蕊一起遭罚的 裴心忽然拉了她的手掌 让她心里微甜 不管这丫头现在喜不喜欢我 至少现在只要遇见危险的信息 她都是主动想要依赖我的 这种被她需要的感觉真好 灵儿听了凌烈的话之后 端起面前的青花瓷茶碗 笑啄了一口 然后说 那好啊 那就把你的心上人带出来看看 要是奶奶看得上眼 让你们结婚生子 要是奶奶看不上眼 那也可以看在你的面子上 勉强让她做个代孕儿 总之 灵儿要抱重孙子 众人都看着灵烈 等待她的答复 而灵雨跟静如歌 此时的心都被小儿子提了起来 就怕她说出的答案是奇幻珠 毕竟奇幻珠还曾经是废家的少夫人 要让老太太知道小儿子喜欢奇幻珠 只怕老太太会更加生气的 灵雨也端起面前的白咖啡 咽了一口 落杯之后 她面无表情地 撇着小儿子 想好了再说 灵烈自然知道 父亲的这句话 其实就是在提醒她 不要乱说话 然 就算父亲不会提醒 她也没打算乱说 静如歌当即 从灵雨怀里站起身 将小儿子拉到一边去 然后笑着 看着灵儿 妈妈 现在的年轻人呢 都是有叛逆心理的 我们逼得越紧 他们反而反抗得更厉害 还不如顺其自然地好 也许经过几天的相处 天灵会发现苏菲的好的 儿媳妇这是在互端 灵儿岂会不知 想着自己第一天回来 气氛一直还不错 她也不愿意 为了这件事情闹僵了 于是叹了口气 只好妥协 好啊 那就让他们顺其自然地 发展半个月吧 半个月 静如歌也没多想 他只是觉得 眼下能过就是最好的 尤其在小猪猪死后 静如歌还没有跟小儿子 真正谈过心 想起这个 静如歌心里 对小儿子是有愧的 这件事情之后 灵儿在苏菲的蝉扶下上了楼 而灵雨则是载着静如歌 先去了虚宁市区的俱乐部 先看看包尖什么的 骆天蕊 缓缓起身 抬眸看着灵烈 什么也没说 他刚才甚至已经打定了主意了 要是灵烈 把他给说出来 哪怕像小时候一样私奔 他也愿意跟他一起去 谁知道 他却只是保护他 不肯说 小天灵 他浅浅唤了一句 看着自己的王子 就站在自己的眼前 一世的光滑 仿佛都笼罩在他一个人身上 他微微一笑 抬手在他的头发上 拢了拢 然后道 走吧 上去休息一下 去看看那朵七彩玫瑰 骆天蕊眨眨眼 鼻子已酸 奶奶让他给苏菲的七彩玫瑰 最终 他还是选择留给了我 大手拉小手 两人就这样上楼去了 裴心也站起身 捧着自己的黄玉金香 问骆天蕊 哥哥 我们要不要也上去 骆天蕊哀怨地看着他 我们先回骆宅吧 把花送回去 哥哥带你看看 两只百年的海龟 要看吗 裴心 清澈分明地大眼 眨巴眨巴 最后点点头 好啊 我喜欢水里的动物 骆天蕊闻言一愣 俯身拾起 被他嫌弃的七彩玫瑰道 我也喜欢 于是 骆天蕊带着裴心 叫上了乐池跟燕西 一起回去了 回了洛宅后 他们在泳池边 跟海龟玩了好一会儿 后来乐池带燕西去找房间 而裴心则是捧着花 回了骆天蕊的书房 他将花放在一边 然后拉过自己的书包 取出习题册 又开始聚精会神地做题 骆天蕊坐在沙发上 不远不近地看着他 只觉得自己怎么就爱得这么悲凉呢 他将盒子里的七彩玫瑰取出来 咬咬牙走到裴心身边 欣欣 送你 裴心眼皮也没抬一下 直接说 不要 说完 他忽然抬起头 看着洛天奇 燕西哥哥多大了 看见燕西燕北两兄弟 他就会不由自主地 想起自己的双胞胎哥哥们 他甚至端着下巴想着 会不会有可能就是他们呢 看着年纪 似乎还挺接近的 然 一向不爱主动搭理他的洛天奇 却有了别的想法 他盯着裴心愣愣出神的双眼 忍不住酸溜溜地问了一句 你觉得燕西长得好看 他点点头 嗯 不光好看 还很亲切 让人见了就觉得 好像应该就是认识的 他说这话的时候 依旧端着下巴 任谁都会觉得 他是很认真思考了一番 才说出来的真心话 洛天奇有些着急 直接将玫瑰放在一边 然后转过椅子 让他面对着自己 牵住他的下巴逼试他 那我呢 我跟燕西 谁好看 裴心醋了醋眉 这样被洛天奇对待 有些害怕 我 你比燕西好看 但是 燕西比你亲切 亲切 洛天奇 凝视他的眼神 变得有些复杂 心酸的 我天天把你捧在手心里疼着 你今天刚刚才认识燕西 还觉得 他比我亲切 裴心不知道 要怎么解释这种感觉 总之 点点头 是的 洛天奇快被他气死了 他紧紧捏着他的下巴 一口吻了上去 裴心吓得一动也不敢动 上次在F市公寓的走廊里 他俯身像是吻了他一个世纪 那么漫长 这次依然如此 他并没有多少亲吻的经验 过去在身体上跟异性的接触 跟洛天奇完全是同步的 他不懂得在这种时候 应该闭上眼睛 再用鼻子呼吸 他只是惊讶地看着他 看着他一脸深情地闭着眼 他的睫毛还在隐隐颤抖 坦诚地泄露了主人的紧张 他的表情很虔诚 虔诚地好似在亲吻一个梦 这样的表情让裴心不由想起了之前 在小教堂里 他对着耶稣许下誓约的时候 我 洛天奇 真心诚意 愿意亲手负责裴心的一生 此生宠他 护他 尊重他 无论何时何地 不会将他以任何方式送予他人 当时虔诚的誓言飘荡耳边 裴心回想着这一幕幕 他对自己的好 心里做了个大胆的猜测 他该不会是喜欢上我了吧 而且是男人对女人的那种喜欢 嗯嗯 他就要喘不过气了 他贪婪地将他的唇吸去他的嘴里 刚开始的时候他有些粗鲁 可是见他如此乖巧 一动不动 他的动作就越来越温柔 越来越深情 喘不过气地抬手推着推他 他这才醒悟一般放过他的唇 喘着粗气看着他 原以为他要么会扇自己的耳光 要么会像那晚一样被自己吻晕了 却不曾想 他这会儿正张大了嘴巴 大口呼吸着 一张小脸憋得红得不香化 纤长的睫毛下的瞳孔 晕染出一片委屈的水雾 他愣住 醋眉 你就不会用鼻子呼吸 他渐渐闭上嘴巴 不说话 只是愣愣地看着他 骆天奇对他这样呆猛的眼神 显然颇为无奈 他扶手捧住他的脸 又在他的脸颊上 嘴唇上啄了好几下 啄完之后 他直接将他横抱回房间里去 然后将他放在自己的床上 他满心欢喜地欣赏着 他被他吻晕后 而双瞳没有焦距般迷失的样子 忽然希望时光就这样停住吧 他脱了自己跟他的鞋子 然后上了床搂过他 盖上宝毯 睡吧 他闭上眼 可是这一次 他却没有如他愿 他在他怀里动了动 仰起下巴看着他 哥哥 你是不是喜欢我 男人对女人的那种 骆天奇的心里咯噔了一下 我是该喜欢 还是该忧虑呢 他终于开窍了吗 终于发现 我对他的那颗心了 他忽然翻身而上 紧紧压着他 扣住他的双手 高高地举过头顶 举高临下地看着他 培心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露天奇此生 只会有你一个 裴心惊讶地看着他 不可思议道 可是 可是 我不配啊 他确实不配啊 不管是家事 学识 见闻 还有什么 统统都不配 他为什么要喜欢他 骆天奇只觉得 自己的一颗心 快要被眼前的小东西 给折磨死了 他扶手 在他细腻的唇上 啃食了好一会儿 他忽然流下眼泪 一动不动地 任他就这样欺负自己 骆天奇低估了 自己的自控能力 也低估了 培心的甜美 亲着亲着 他的双唇越来越下 甚至咬上了 他的下颌骨 他难得见他如此安分 整个人 现在对他的迷恋里 抽离不出来 一双大手 渐渐松开 对他的禁锢 开始轻轻 捏住他的腰支 他从来不知道 一个女孩子的腰 居然可以这么软 直到耳畔 忽然传来一句 他颤抖 而淒厉的哽咽声 哥哥 我的身子已经不干净了 我被别人了 落天奇一冷 大脑瞬间 恢复了清明 他看着自己 正在对他做着的动作 看着他精致的小脸 哭得满是绝望 回味着他刚刚 说出口的话语 恨不能狠狠 扇自己两个耳光 赶紧从他身上爬下来 落天奇这会儿 什么也没了 有声小说 不良宠婚 后期 随风 监制 秦幽 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三百零二集 他轻柔地将他搂进怀里抱着 一遍遍轻轻拍着他的后背 哄着 对不起 对不起 是哥哥不好 对不起 可是 怀里的小人 却哭得越来越厉害了 他忽然用力 以推落天奇 然后跳下床 抬起一只手臂 擦着眼泪 愤愤地看着他 他的双肩 一抖一抖的 皮肤 因为太过细嫩了 还有刚才 他亲吻过的痕迹 一看到那些痕迹 罗天奇 更是悔不当初 谢谢 对不起 别哭了 他刚刚要靠近 裴心就往后退了一步 一边哭 一边冲他吼着 为什么你不能早一点出现 为什么不能早一点出现 哪怕 一天 哪怕只是早一点也好啊 裴心哽咽着吼完 转过身 就大步跑了出去 洛天奇 吓得赶紧追 追到书房门口的时候 看着他 跑进了对面的房间里 时间仿佛 又回到了那一日 在F市 他关上门 把他锁在门外的场景 只是相比之下 这一次 洛天奇更加自责 他细细咀嚼着 裴心刚才 满是绝望的话语 早一天吗 早一天 那不就是 我们在F市的 俱乐部一起的 那一天 洛天奇 一个机灵 定在原地 他明白了 当一个女孩子 对着你哭 说她的身子脏了 已经被别人碰过了 这是一件 多么伤自尊的事情 当他所有的绝望 都纠结在 他的初词上 这又说明了什么 裴心 他之前被人碰过 还是以那样的方式 他有胆量 当着洛天奇的面 坦言相告 这里面 需要多少的 心酸跟勇气 洛天奇听着房间里 传出的 呜呜夜夜的哭泣声 在明白了 他所有的纠结之后 一颗心 就快要碎得 干干净净的了 无奈的是 小丫头 现在就将自己 锁在卧室里 不肯出来 她敲门 她说话 她的出现 在她的眼中 都会变成她的尴尬 因为 她刚才 已经将自己 最不堪的过去 告诉了她 在她 对她表白之后 洛天奇 学着父亲 烦恼时候的样子 双手夹在胯上 在长长的走廊上 一遍遍地走着 直到 窗外的日头 已经膝下 漫天的霞光似锦 五彩斑斓地 笼罩着人间 乐池上来了 喜少 该去俱乐部了 林公馆那边 已经出发了 今晚 穆华一家 齐叶一家 徐尔生一家 以及他们洛家 一起在虚宁 开在壁市的 俱乐部包间里 凑两桌 给灵雨的生母 接风洗尘 这样的场合 不去 似乎太不懂事了 尤其 洛天奇 还是长子 她焦急万分地 看着裴新的 房间门板 双眸流露出 满满的心疼 乐池诧异地 看了一眼 当即就明白了 一定是这两个 小冤家 又到脾气了 齐少 今晚非同一般 整个家族都起了 您不去不合适啊 洛天奇 点点头 给我十分钟 乐池点点头 好的 我在院子里等您 乐池刚刚下楼去 洛天奇 就走到了 房门前面去 还是纠结了 好几分钟的时间 才决定抬手 深吸一口气 她刚要敲下去 那边 门自己开了 她惊讶地 看着里面的裴新 她已经换了一条裙子 哭花的小脸 也洗过了 只是 双眼红的不像话 还很肿 她抬手 想要将她搂进怀里 她却淡淡地道 哥哥 不好让长辈们等着的 我们去吃饭吧 刚才乐池上来的时候 跟洛天奇说的话 她全都听见了 反正 她的事情 已经全部 都跟洛天奇说了 不管洛天奇 还会不会喜欢自己 至少 她不想瞒着她 虽然自己的身子脏了 但是她还是希望 自己可以有一个 坦荡的 纯粹的灵魂 尤其这段时间 洛天奇 确实给了她 从未有过的 宠爱与温暖 于情于理 她都不能 因为自己的事情 而耽误了洛天奇 让她被长辈们训斥 她眨眨眼 没有勇气再去看她 抬手将她高大的身子 往后推了推 然后自己迈了出去 她转身关上房门 尽量不去看洛天奇 可能会对她失望 或者嫌弃的眼神 咬着牙 捏紧了拳头 倔强地 一步步往前走着 她想 如果哥哥 是因为喜欢她 才会领养她的 那么 今晚过后 或者回到 F市之后 这一切 都该结束了吧 以她的身份 怎么会要一个 破败的自己 裴心 一步步下楼 心碎的感觉 犹如钢板鱼尾巴 换成人腿 走在甲板上的美人鱼 步步成泪 泪泪成灰 或许这一刻 连她自己都没有发现 她居然会这么在乎洛天奇 在乎到 不想骗她 在乎到 不想离开她 在乎到 如此心痛 洛天奇静静 跟着裴心下楼 等到她越过大厅的时候 她忽然加快脚步 追了上去 裴心听见 身后的脚步声 心里一慌 赶紧加紧了 步子往前跑 她这一跑 洛天奇愣是不敢追了 眼看着她 走到院子里之后 居然 拉开副驾驶的门 坐了进去 洛天奇满是无奈 乐池开车 洛天奇跟燕熙 一起坐在后面 一路上相对无言 等到车子 开到了市区中心的街道上 只在F市 这个小县城 待过的裴心 也仅仅是垂着脑袋 没有对窗外的世界 表现出一丝一毫的好奇心 而洛天奇的双眸 也始终停顿在 她微侧的半边脑袋上 等车子停在了 虚拧的俱乐部楼下时 裴心自己乖巧地 解开安全带下了车 她犹如一只惊弓之鸟 只是靠乐池比较近 只要洛天奇一靠近 她就立即躲开 这一点 让洛天奇紧乎抓狂 进了俱乐部的大厅 洛天奇走在前面 裴心不远不近地跟着 乐池跟燕熙走在最后 看着眼前两个人 明显在闹别扭 乐池有些担心 希望裴心 不会把这种情绪 带去包间里 说起来 虚拧这些年的生意 越做越大了 原本存在于郊区的俱乐部 被她改成了 以跑马场为主题的俱乐部 里面养了白匹良居 每一匹都价值不菲 而提供客人悠闲骑马 与堵马 变成了那个俱乐部的一大特点 而市区的这个 则是以放松身心的悠闲娱乐为主 即棋牌室 健身俱乐部 商务会所 温泉疗养 与星级酒店等等于一体 当他们乘着电梯 上了相应的楼层 出来的时候 就看见了守在门口的方言 跟冠狱他们 今天在灵儿包房的隔壁 虚拧还给这些手下 司机等人 专门安排了一大桌 也算是犒劳他们的辛苦了 方言笑着说 七少 人都到齐了 就差你们了 裴心赶紧加了一句 都是我换衣服的 哥哥等我的 方言一愣 嘴角微微勾起 欣欣小姐不必自责 反正我们也才刚到 这会儿还没上菜呢 骆天琪听着裴心的话 心里既无奈又感动 他岂会不知 这丫头是在帮他说话呢 沿着画境一般 精美绝伦的长廊走了会儿 来到一扇奢华精致的 欧式双拉大门前 方言跟乐池 一左一右将门拉开 骆天琪便赶紧 牵着裴心的手走了进去 在他的大手包裹上来的那一刻 裴心的心门一颤 房子里的人见他们来了 都善意地笑笑 灵烈直接伸手招呼他们去右边的一桌入座 骆天琪放眼望去 左边坐的全是长辈 而右边全是他们这些小辈 于是牵着裴心 笑意盈盈地跟长辈们打了个照面 就赶紧过去弟弟那边坐下 似乎是有意要照顾裴心的 所以凌冽他们给裴心预留的位置不错 左边是骆天琪 右边是骆天蕊 都是熟悉一些的 想来在这样的场合 他也不会太过尴尬 而两兄弟中间 则是隔了裴心跟骆天蕊这两个女孩子 包房里蛮喧哗的 主要有熏宁跟齐夜 两个超级闷骚祸在 场面一下子就被调动起来了 骆天蕊冲着大哥勾勾手指 然后小心翼道 今天奶奶过来的时候 跟舅爷爷一见面 两个人都愣住了 看了彼此好一会儿 最后奶奶眼眶一红都哭了 舅爷爷的脸色煞白如纸 还是咱舅舅后来调节的气氛 才微微缓合起来的 骆天蕊口中的舅爷爷 就是指木华 因为他们管木西辰叫舅舅 管代笔叫舅妈 骆天琪文言一愣 难道奶奶跟舅爷爷认识 灵烈也凑过来道 咱骆家跟木家本来就是世交啊 奶奶当年跟爷爷相爱的时候 认识了舅爷爷 也未必不可能 三兄妹凑一起讨论了可长时间 还时不时地去撇撇长辈那桌 灵儿的情绪 还有木华的情绪 都觉得以灵儿的诚服 能让灵儿当场红绿眼眶 这事就不应该 只是预顾之那么简单的 虽说小辈的桌子上还有别人 可是他们不怕 因为齐焕晨刚刚上小学 小天星才三岁 乔欧又本就是自家兄弟 至于木西辰家的三个女儿 这会儿只顾着对乔欧饭话吃呢 长辈们那边已经开动了 吃菜的喝酒的说话的 脑腾的就跟过年一样 而骆天锐则是负责喂饱自己跟齐换成 灵烈负责喂饱自己跟小天锐 骆天琐就是自己吃 觉得好的就给裴欣夹盘子里 裴欣也不说话 一张小脸苍白色 他想 这应该就是哥哥在别人面前 做做样子的吧 其实他心里应该已经嫌弃我了吧 裴欣深吸一口气 大口大口吃着 享受着骆天琪对他的最后一次服务 鼻子一酸 知道就要结束了 这会儿才发现他对自己有多好 孩子们也是边吃边聊 骆天琪忽然道 我怎么看见旧爷爷的腿在发抖 骆天锐闻言一愣 顺着骆天琪说的方向看过去 似乎就是在发抖 灵烈闻言直接看向了奶奶 就发现奶奶正用一种很灵厉的眼神盯着木花 于是道 我们都看出来了 想必在座的长辈们也都看出来了 这事啊肯定有问题 果然 吃到一半 木华忽然起身 面色微白道 我 年纪大了 血压有点高 这会儿有些头晕 就先走一步了 灵儿 玩耳一笑 也站起来 看着木华道 穆先生 今日身体不适 还能来吃饭 为我接风 实在感动 明日 我便登门拜访 一定 好好地慰问穆先生 木华 闻言一颤 今晚 儿子神秘兮兮兮地打电话过来说 灵鱼请吃饭 而且之前妹妹穆烟也打过招呼 让她今晚腾出时间来 却不想 来了之后 居然能看见灵儿 灵儿笑得一脸温婉 只有木华知道 这笑容背后全是刀子 想想当年的事情 再想想今日 灵儿能如此心平气和地 与她一个桌子用餐 木华感觉 自己都有些不认得她了 到底是因为 时间的推移 让她变得健忘了那些伤痛 还是因为她如今的城府 比以前更深 我 木华愣愣地看着灵儿 眼神忽然闪烁了起来 道 我 我先回去了 她说 她明天要拜访 这可如何是好 木西尘起身 过去扶住木华 爸爸 你脸色不好 我送你回去吧 让周医生来家里看看 木华摇摇头 喂 让司机送我回去 我自己可以叫周医生 哥哥 木烟担心地看着木华 很明显 木华跟灵语的生母之间 应该是有什么瓜葛的 从靳如歌的口中 木华也知道了 原来灵语的母亲 也叫灵儿 只不过当时木烟想着 应该跟二哥 曾经迷恋的那个灵儿 是个巧合 现在看来 仿佛这一切 并不如人意了 木烟收敛了笑容 面色也不是很好 我也累了 一起吧 如果当初洛振宇 对他所做的一切 以及洛家先祖 对木家先祖 所做的一切 都因为灵语的关系 而就此作罢了 木烟认了 因为女儿跟着灵语 如今都抚养出了 四个孩子了 但是如果这个灵儿 就是当时害得二哥 穆寒玉 迎年早逝的那一个 那么木烟 便再也无法原谅了 整个包房 因为突如其来的变故 而鸦雀无声 除了小天星的小嘴 不断含糊不清地说着 嗯 好吃 好吃 他面前的小盘子里 被哥哥姐姐堆满了食物 放弃了勺子 直接用手去抓 小嘴小手都吃得油乎乎的 众人的视线 寻着这一声奶声奶气的 童鹰望了过去 不管之前有什么恩怨 如果看在天真可爱的孩子的份上 能放下该多好 可是 放得下吗 有声小说 不良宠婚 后期 随风 监制 秦幽 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三百零三集 虚尔生直接大步过去 拦住沐燕的肩膀 燕儿 不要冲动 虚尔生纵横官场几十年了 看人的嗅觉一向敏锐 之前沐家二少爷 沐寒玉的事情 他也听沐燕提及过 但是 如果真的是灵儿 害死了沐寒玉 那么今日 就该是灵儿 见了沐华 瑟瑟发抖而逃跑 而轮不到沐华 来害怕逃跑了 很明显 这里面究竟 是谁亏欠了谁 一目了然 虚尔生 揽着沐燕 燕儿 很多事 静下心来想想 也许不是最初 我们认为的那样子 虚宁也嗅出了味道 齐叶 灵雨 沐溪尘 几乎在场所有的人 都嗅出了味道 静如哥尴尬地坐在那里 小心翼翼地 上前挽着沐燕 妈妈 我婆婆今天刚刚回来 这饭都没吃完 哪能就这样走了呀 沐燕看了静如哥一眼 不明意味地丢下一句 你还真是嫁对人了 静如哥心里咯噔一下 心里委屈 却还是笑着说 妈妈 我们先回去坐下 吃完再走吧 沐华叹了口气 直接推开包房门 就走了出去 沐燕想要跟上 可是虚尔声跟静如哥 都拦着他 哄着他 沐溪尘看脸淋雨 然后很小声道 我回去一定弄清楚 你别急 齐叶醋眉 还是 你父亲不会与你说这些啊 虚宁直接起身 盛了碗热汤 放在沐燕的位置上 然后笑着说 妈妈 快点过来喝汤吧 这汤味道不错呢 虚宁是想着给大家一个台阶下 在曾经大家都认为 洛家对不起沐家的时候 陵雨虽然无辜 却也毅然肩负起了洛家家主的责任 他把虚尔声一家 从纽约救了回来 还给他们安置了桥宅 他把青铜器还给了沐西辰 还亲自去人家祖坟上 行礼磕头认错 这些年来 灵雨也在尽心尽力地 维持两家人友好的关系 甚至对乔家 就跟对他自己的娘家一样好 在这样的前提下 如果当初 他们都以为真实的恩怨 万一其中还有门道 那灵雨 拼了命去做的这些 何其让人心疼 灵雨已然做到了这样的程度了 如果真的是沐华有什么对不起灵雨的地方 虚宁 于情于义 都会全力指着灵雨 为灵雨 讨回一个公道 戴比有些害怕的 将小手往沐西辰的胳膊上一挽 沐西辰伸手去握住 递给他一个安心的眼神 沐西辰看着灵雨 曾经在自己跟戴比有了第一个女儿之后 也是沐西辰负担最重 处境最窘迫的时候 灵雨给了他一批青铜器 才让他有了足以自立门户 带着妻子女儿从沐家搬出去的资本 而他的父亲沐华 品性是如何的 他自然清楚 如果沐华真的有什么对不住灵雨母亲的地方 灵雨想要讨回公道的话 沐西辰绝对不会阻拦 因为直到现在 沐西辰面上对沐华父慈子孝 那里却因为母亲的死而对沐华耿耿于怀 现在明眼人都看出来了 沐华对不起灵儿 可是偏偏在二哥沐寒玉的事情上 对灵儿已经有了先入围主印象的沐烟 转不过这个弯来 沐烟深吸一口气 一手一个扶开丈夫与女儿的禁锢 我回家了 推开他们之后 沐烟大步而去 浸如歌赶紧就要追上去 身后却传来灵儿的呼唤 儒歌 你现在是我们家里的儿媳妇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浸如歌的步子 声声被灵儿的一句话 而定在了空气里 虚宁冲着金子洛 递上一个眼神 金子洛赶紧追了过去 路过浸如歌的时候 他道 儒歌呀 你回去坐 妈妈没带钥匙 这一走怕是进不了家门 我去送过去 说完 金子洛代替金儒歌 也代替了虚耳声 跟虚宁追了出去 金儒歌急得 一颗心都快赶掉了 一边是可能受尽委屈的婆婆 一边是义愤填硬的生母 如果此刻的沐烟 有可能变成当年 阻止他跟凌宇在一起的 洛美威的话 他想他真是要疯掉了 凌宇面无表情 从位置上起身 然后来到他的面前 直接将他搂入怀里抱着 抱了一会儿 他才牵着他的手走回去 在原来的位置上坐下 虚耳声也没走 因为在谁亏欠了谁的事情上 他现在看得比较清楚 沐烟已经走了 他这一走明显是不给凌宇面子 金儒歌坐下之后 赶紧盛了碗热汤给灵儿递上 妈妈 灵儿身手接过 嗯 如果必是也有官夫性的风俗 你现在的名字 可该叫 灵晋儒歌才对 晋儒歌文言一愣 不语 灵语随即将大手 摁在他的小手上 有力地握住 看着灵儿 妈妈 儒歌这些年跟着我 夫妻同心 我们对彼此 都是完全忠诚的 她是个名士里的好女人 即使我的名字 没有加在她的姓氏之前 却也是刻在了她的心上的 灵儿端着热汤 心知儿子是有意偏袒 放下汤碗之后 拿起筷子招呼着他们 都吃吧 虽说是夏天 但是屋子里也开了空调 再不吃就凉了 薛尔生看着灵儿 礼貌地笑了笑 老姐姐啊 您离开中国近半个世纪了 关于过去的很多事情 我们也只能凭借他人的口述 而先入为主地做出判断 如果在某些事情的认知上 我太太对您有误解的话 还请您海涵 灵儿浅笑 乔府省长说的是哪里的话 穆先生身体不适提前退席 令夫人也是穆先生的妹妹 追过去照顾也是应该的 仅此而已 我不是小气的人 怎么会不高兴呢 言外之意 灵儿不想跟他们 继续关于过去那些事情的话题 他把一切都归咎于 只是刚才的字面上 简单的意思而已 薛尔生叹了口气笑笑 我呀都已经六十岁了 本来该退休了 偏偏国家延长了 退休人员的年龄 这一下又要再干五年 老姐姐虽说是荣归不离 可实则也算是初来乍到了 未来有什么事情 可以帮得上忙的地方 老姐姐千万不要客气 想想灵语之前为他们做的 薛尔生觉得 如果这里面真有另一个真相的话 他趁着最后在位的五年 为灵儿做点什么也是应该的 唯一可惜的是 他稳扎稳打了那么多年的政绩啊 没有接班人 灵儿闻言端起红酒杯 笑意盈盈地凑上 敬了薛尔生一杯 就这样 刚刚还以为 根本已经进行不下去的晚宴 又开始之前 欢愉和谐的氛围 孩子们在那一桌上 吃得一惊一乍的 裴心对于洛天奇的照顾 欣然接受 来者不惧 安静得不可思议 这也让洛天奇 感到了隐隐的不安 看着大人们那桌 气氛已经非常和谐了 于是洛天奇跟妹妹说 我去下洗手间 帮我照顾下欣欣 洛天蕊点点头 看了眼一声不吭的裴心 在洛天奇走后 小声道 你跟我哥吵架了 裴心一愣 眨眨眼 摇摇头 洛天蕊道 欣欣 我哥对你真的很好的 我是他一手带大的 他都没有这么疼过我呢 裴心闻言不语 慢调思理地吃着 他的瞳孔没有焦虚 也不知道在想什么 洛天奇从包房出去之后 直接一个电话 把虚宁给叫出来了 两个男人一起沿着长城的走廊 走进了另一间包房里 进去关上门 虚宁好笑地看着他 又怎么了 洛天奇叹了口气 干脆把下午跟欣欣之间的事情 告诉了虚宁 然后给了虚宁一分钟消化的时间 又问 舅舅 你说我要不要回去就告诉他 其实那天那个人就是我呀 见到裴心 因为这件事情而纠结痛苦的样子 洛天奇的心里也不是滋味 虚宁醋了醋眉 他何尝看不出来 这个外甥是动了真情了 他从口袋里取出一根烟 点上 走到窗口 俯视着楼下那些 小如蝼蚁般的车水马龙 想了好一会儿 虚宁道 这种事情 既然你一开始选择了隐瞒 那就一直瞒下去 瞒得彻底一点 洛天奇心里有几分忐忑 可是 他说他身子脏了 配不上我 这种时候我还不坦言 真的好吗 虚宁笑了 你真是个孩子 不要因为一时的恻隐之心 而坏了长久 你当初绕了那么大的一个圈子 领养他 不就是为了保护他的自尊心吗 现在难道要前功尽弃 你换个角度想一想 如果他明知道自己配不上你 你还是当他如珠如宝 愿意跟他在一起 那么会是怎样的结果 他一定会对你心怀感激 非常感动 并且心生崇拜 这样的愧疚 在他的心里会一直悄悄地藏着 也会更加珍惜你们的关系 对你更好 因为在他破碎之后 他给了他一个新的世界 他等于是他的救世主 也将成为他生命的主宰 落天起一颗纠结挣扎的心 在跟虚宁的交谈过后 渐渐平复了 打定了主意之后 便跟着虚宁一起回了包间 回去吃了不一会儿功夫 大人们彼此说说话 灵儿也跟虚尔生一起谈论了自己 想在壁市开拓市场的事情 虚尔生直言道 十月的时候 必是会举办一个花卉博览会 博览会上可谓商机无限 到时候可以全力支持灵儿参加 没想到中途差点不欢而散的晚宴 居然结尾的时候有声有色的 尽如哥跟灵语今晚打算在灵宫馆居住 好好陪陪灵儿 尤其灵儿跟慕华之间的恩怨 他们都急于解开 灵儿对面的套房也是灵烈专门给父母留的 里面的东西都是现成的 走到停车场的时候 灵烈也要大哥一起去住 可是被拒绝了 灵烈笑笑没有多言 想来大哥是想要跟裴心单独相处吧 就这样散伙之后各回各家 灵烈知道爸爸妈妈跟奶奶有话说 于是直接道 我们先回房了 尽如哥他们都没在意 事情太多 孩子们也大了 没去三楼看一眼 自然对儿子女儿住在一间房里的事情浑然不知 尽如哥心里忐忑 紧紧握着灵语的手 灵烈心里也是七上八下 夫妻俩一起泡了湖碧罗春 然后倒进青花瓷茶碗里 由靳如哥亲自端着 送去灵儿的房间里 此刻还不到十点 想来灵儿刚刚回来 遇见了沐华 也不会这么早睡 灵烈站在娇妻身侧 给了她一个鼓励的眼神 然后她敲响房门 妈妈 妈妈您睡了吗 等了会儿 灵儿过来开门 她鼻梁上架了金属边眼镜 平添了一份知性 瞥脸进入歌手里端着的茶盏 她叹了口气 进来吧 灵儿的套房延续了之前在新泽西的田园淡雅风格 就连书桌上的抬头灯罩都是乳白色的香蕾丝花边复古宫廷款 每一处细节都是灵语跟靳如哥精挑细选的 在奶酪色的布衣沙发上坐下 靳如哥将茶放在茶几上 妈妈 今天刚刚回来 就跟着我们去用餐 一定累了吧 要不要儿媳 服侍您洗澡 灵儿端过茶碗 尝了一口 醋了醋眉 如果没有露水的话 矿泉水也是可以的 不要用自来水给我泡茶 靳如哥一愣 没想到老太太的舌头这么敏锐 自来水烧开了 不也是一样吗 靳如哥刚要道歉 灵语就说 妈 是我接了自来水 煮开了给您泡的茶 虽说 灵语跟靳如哥 都曾经有自己下厨房的经历 但是养尊处优了这么多年 很多事情都是由下人动手的 对于泡茶 他们自己的印象 一般都是饮水机打开了 直接烧上热水就好了 但是他们就怕饮水机的水温度不够 怕灵儿不满意 才会亲手煮了滚开的热水泡的茶 灵儿将茶碗搁在一边 叹了口气 我知道你们想问什么 这个故事太长太长了 我今晚睡一觉 理一理思路 明天再说吧 说完 灵儿起身挥挥手 把这茶拿走 味道都变了 毁了我上好的碧罗春 灵语连忙应声 是 妈妈早点休息吧 靳如哥摇摇唇 心里急得跟什么一样 偏偏老太太还得拖到明天 沐烟都生他气了 这两家子 要是真有什么恩怨纠葛 他跟灵语可要怎么办呢 有声小说 不良宠婚 后期 随风 监制 秦幽 欢迎您继续收听 汇报